一直坐在桌前等电话的胡天刚 心中很是着急 心想二哥的水平怎么越来越差了 找个三方才位还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对这个二哥也是恨铁不成钢 要不是胡家的背景太深 估计他连悬术协会都入不了 更不用说当青州悬术协会的会长 等了很久 手机铃声终于响了起来 他急忙接通电话 当得知三只动物尸体悬挂的位置 正是三方才位 胡天刚突然变得一脸严肃 语气非常认真的说 二哥 我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民间禁术三十党才 什么 你 你说这是失传一九的民间禁术三十党才 没错 胡天正无比的震惊 他以前看过一本古书 书名叫做《大唐禁术极录》 上面收集了很多民间禁术的名称 却没有布局的方法 很多古老的民间禁术早已失传 能留下一个禁术名称 就已经非常不错 如今亲眼看到失传一九的民间禁术三十党才 心中的震惊可想而知 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精通古老的民间禁术 还敢用民间禁术害人 真是胆大包天 同时 心中又很好奇 在圣海经殿门口部三十党才树的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胡天刚拿着电话 愤怒的表情 语气严厉地说 二哥 你把三只动物的尸体取下来 用桃木火或是猪砂火烧掉 千万不能让它们跑了 知道吗 好 胡天正嘴上答应 心里却想 这三个尸体都变成干尸了 怎么可能跑得了 还用什么猪砂火 桃木火烧 真不够麻烦的 随便连把火烧了就是 胡天刚若是知道胡天正的想法 一定会非常生气 他继续说 还有 找出那个用三十党才树害人的混蛋 我们华夏悬术界 绝不允许有这样的败类存在 好 我知道了 胡天正敷衍地答应着 然后挂上了电话 站在旁边的邓四海 也在此时走了过来 语气有些愤怒地问 胡会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天正深吸了一口气 把民间禁术的事情给他讲了一下 然后一脸严肃地问 邓先生 有件事情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高人 胡会长 这个问题 我不方便回答你 邓四海陷入了沉思 他的仇人非常多 想把圣海集团搞垮 置他与死地的人也不少 这种事情他不能说 心中却暗暗发狠 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然后把他大卸八块 碎尸万段 真是吃了雄心抱子胆 竟敢在他邓四海的地盘上步 民间禁术 胡天正见邓四海脸上 闪过一丝杀鸡 直到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急忙转移话题 邓先生 麻烦你让保镖 把那三个动物的尸体解下来 然后用火烧掉 好 邓四海随口应了一声 便让还在露台上的保镖 把三个动物的尸体解下来 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在三个动物的尸体上 没有人发现 此时的天空 有一块很大的乌云 正慢慢地遮住太阳 站在不远处的里程风 突然看到 地上有一块阴影正在移动 接着抬头 向空中看去 半个太阳 已经被乌云遮住 心中暗惊不好 与此同时 一个保镖 已经把病猫的尸体解了下来 扔到了身后的露台上 接着准备去解绑着 乌鸦尸体的麻绳 当保镖的手 刚碰到麻绳时 空中的乌云 已经遮住太阳 乌鸦的尸体突然动了 还发出咕咕的叫声 保镖被吓得连退好几步 一屁股坐到了露台上 他的旁边正是那只病猫尸体 就在他惊恐的目光 看着乌鸦和蝙蝠时 病猫尸体也突然动了 用一种机械的姿势站了起来 保镖被吓得目瞪口呆 嘴唇不停地颤抖 无法相信 一个死猫的尸体 已经变成了干尸 竟然还能动 病猫并没攻击保镖 而是冲着蝙蝠和乌鸦叫了起来 好像再给他们说话 由于蝙蝠的尸体 和乌鸦的尸体 还被麻绳复述着 根本就飞不动 胡天正 胡言松 邓四海等人 看到如此诡异的一幕 也是被吓得目瞪口呆 胡天正虽然是 玄树协会的会长 这样的事情 还是第一次见 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韩莉莉还有那些 胆小的女店员 被吓得转身就跑 真的太吓人了 他们再也不想 回到这个地方 邓四海冷静下来 一脸严肃地问 李承风很是无语 这些人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事已至此 猫尸已逃 说什么都晚了 如今只能想办法 收服猫尸 以免猫尸成妖 围惑人间 想到猫尸在露台上 跳下来时 冲着这个方向叫了一声 心里非常清楚 猫尸肯定还会来找自己 乌鸦的魂体 蝙蝠的魂体 全部钻到了病猫的尸体里 一尸三魂 三魂合一 如今的猫尸 已经彻底变成妖物 再想把他收服 何其困难 如果任由猫尸修炼 不出百年 肯定会祸及一方 再想把他收服 简直就是难如登天 李承风只是一个风水师 武力值非常低 也不会想要除魔的悬门道法 想把猫尸收服 真的非常困难 王斌转头盯着李承风 有些担心地问 承风 那个死猫跑了 他会不会来找我们报仇 嗯 肯定会来的 李承风点了点头 这只猫尸逃脱后的第一件事 肯定就是找布局的人报仇 王斌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略带恐惧的声音问 那 那该怎么办 让我想想 李承风深吸了一口气 想着对付猫尸的方法 这只猫尸随时都可能找上门 绝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提前做好防备 他威逼着双眼想了很久 很多方法在脑海中闪过 时而摇头 时而点头 最后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这个方法管不管用 放心吧 我想到对付猫尸的办法了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能不能给我讲讲 奇门一派钝甲之术 奇门一派钝甲之术 你 你还会奇门钝甲 王斌的好奇心 瞬间又被勾了起来 奇门钝甲之术 以前经常看这类电影 电影上 很多精通奇门钝甲的大仙 不仅能飞天遁地 呼风唤雨 遗山填海 还能排兵不振 请神遇鬼 撒斗成兵 真的太牛逼了 李承锋身为奇门一派的传人 自然熟知一些奇门钝甲之术 像排兵不振 请神遇鬼的本事 倒是还有 至于遗山填海 飞天遁地 呼风唤雨 撒斗成兵 控制万物之力 这种上乘的奇门钝甲之术 现在的李承锋 还做不到 在华夏历史上 的确出现过 能遗山填海 呼风唤雨的大神 比如离山老母 诸葛孔明 鬼谷子等 此时的王兵 已经忘记了恐惧 他迫不及待地 想见识一下 李承锋是怎么用奇门钝甲之术 对付那只猫狮的 李承锋站在不远处 看着圣海经殿门口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都是这些人害的 他们若是不来 那只死猫肯定跑不了 站在圣海经殿门口的那些人 都抬头 一脸猛逼的目光 看着蝙蝠和乌鸦的尸体 胡天正 胡言松 邓四海等人 还是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已经变成干尸的死猫 竟然跑了 如此离奇诡异的事情 应该怎么解释 就算生物界的专家教授来了 恐怕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邓四海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满脸疑惑地问 胡会长 那只死猫怎么还跑了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旁边围观的众人 也都是一脸期待的眼神 盯着胡天正 他是怎么从玄学的角度 来解释这件事的 这三只动物的尸体 应该是化灵了 什么是化灵 化灵是不是 咱们常说的诈尸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男子 好奇地问道 胡天正摇了摇头 跟这些人讲玄学 就是对牛弹琴 并不想给他们解释 如果给他们解释 不仅浪费唇舌 还浪费时间 化灵又怎么会是诈尸 诈尸是没有灵魂 没有意识的 化灵是有灵魂 有意识的 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见二叔不想解释 胡言松急忙走出来 摆出一副大师的气势 一脸严肃地说 各位 其实我们刚才都看错了 那只猫并没有死 他只是假死 当保镖把绑着猫的绳子解开 猫立马跑了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跟玄学没有任何关系 胡天正赞许的目光 看着胡言松 心中暗暗称赞 还是这个侄子聪明 忽悠人的样子 都是一本正经 也急忙在后面附和道 没错 那只猫是假死 这个蝙蝠和乌鸦也是假死 跟话林没有任何关系 当保镖去解绳子的时候 假死的蝙蝠和乌鸦 受到了惊吓 所以才会煽动翅膀 围观的众人很是失望 知道胡言松和胡天 正是在敷衍众人 也不再继续追问 见圣海经殿门口的人 相继离开 保镖把乌鸦的尸体 和蝙蝠的尸体 取下来烧掉 李承锋和王斌 便回到了隋元堂 三尸党财数虽然破了 但死猫的尸体却跑了 想到这里 心情就无比地沉重 不知什么时候 那只死猫可能就会出现 缠着它 让它眉运当头 晦气缠身 遭遇血光之灾 最后被折磨得半死不活 或是惨死街头 王斌拿着钥匙 打开隋元堂的门 站在旁边等待的李承锋 发现路边停着三辆豪车 最前面的那辆车 还特别面熟 正在想这辆车是谁的 车门便被人推开 叶梦瑶从车里钻了出来 叶梦瑶看到李承锋 脸上露出甜美的微笑 然后举起白嫩的小手晃了晃 温柔的声音打着招呼 李先生 你好 好久不见 你怎么又来了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冰冷的声音问 原本还满脸微笑的叶梦瑶 此时一脸的尴尬 心中有些小小的愤怒 这个臭男人 真的太不识去了 一个大美女面带微笑 给他打招呼 他竟然如此冰冷 诅咒他找不到女朋友 打一辈子光棍 王斌看到叶梦瑶 却是两眼放光 顿时愣在了原地 这个女人好漂亮 还那么有气质 要是做我女朋友 那该多好 看到王斌的样子 李承锋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抬手在他的头上拍了一下 能不能有点出血 又不是没见过女人 不就是一个娘们吗 至于这样吗 呵呵 长得真好看 王斌一副不要脸的模样 目光始终在叶梦瑶的身上 李承锋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色知男人本性 真的一点没错 叶梦瑶被气得咬牙切齿 幽怨的眼神盯着李承锋 这个男人真的太混蛋了 人家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 他竟然张口闭口就是娘们 就在此时 后面那辆车的车门被人推开 一个男人从车里钻了出来 他两眼无神 一脸憔悴 脸色苍白 骨瘦如柴 精神气看上去非常差 李承锋看到这个人时 被吓了一跳 这特么是人是鬼 是人的话 怎么会变成这个B样子 那个男人看到李承锋时 眼泪瞬间流了下来 忍不住失声痛哭 李承锋盯着这个男人 满脸疑惑 仔细观察 感觉有些面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却想不起来他是谁 车上又下来两个保镖 搀扶着摇摇晃晃的男人 走到李承锋跟前 男人来到李承锋跟前 直接跪到地上 把脑门重重地磕到地上 连续磕了三个后 才带着哭腔说 李先生 求求你 放过我吧 卧槽 你是谁 你是男人 还是女人 对方看上去像个男人 说话的声音 却是一个女人 李承锋被吓得 直接跳了起来 急忙往后退了两步 这个人是不是有病 一见面就磕头 嫌弃的目光 看着跪在地上的男人 怀疑 他是一个变性失败的人妖 跪在地上的男人 擦着泪水 委屈的声音说 李先生 我 我是叶无名 叶无名 你 你是叶无名 嗯 叶无名 急忙点了点头 李承锋很是惊讶 不敢相信的目光 看着叶无名 这才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明明是一个大老爷们 说话的声音 却变成了一个娘们 记得当初他威风凛凛 嚣张霸道 不可一世 带着几个保镖来到隋元堂 让保镖把隋元堂砸得稀巴烂 此时 他却变得形如枯稿 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 还需要两个保镖在旁边扶着 看到叶无名现在的样子 李承锋非常开心 俗话说善恶有报 真的是一点没错 正一脸开心的李承锋 恍然想到一件事 叶无名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好像是自己干的 一个月前 在他的身上下了民间禁述缩阳咒 如今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件事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 都快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看到叶无名现在的样子 才恍然想起 在他身上下的缩阳咒 没想到 他竟然找上了门 李承锋再次见识到 民间禁述的可怕 心中也是无比的震惊 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民间禁述真的不能乱用 所谓的缩阳咒 并不只是让一个男人 失去做男人的功能 还能收缩男人的阳刚之气 使其阴阳不调 让一个男人变得不男不女 李承锋叹了一口气 看着跪在地上的叶无名 心中也是感慨万千 民间禁述的恐怖之处 真的让人无法想象 这才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叶无名就被缩阳咒 折磨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这一个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叶无名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真的是生不如死 三天两头接受各种检查 也查不出是什么病 医生告诉他 像他这种怪病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例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第二例 唯一的治疗方法 就是给他注射雄性激素 叶无名每天都会注射雄性激素 吃很多增强雄性激素的药 要是吃了很多 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他的病情变得越来越重 说话的声音也变成了女人 这让叶无名无法接受 别人都会用异样的目光看他 他也成了被人嘲笑的对象 还有一个小朋友好奇地问他妈妈 那个叔叔是不是学了葵花宝典 才变得不男不女的 叶无名欲哭无泪 精神和身体受到了双重打击 变得越来越焦虑 很多次他想一死了之 国内外的医学专家 对他的病情进行了十几次会诊 对这种病也是束手无策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如果早知道缩扬皱如此可怕 心地有些善良的他 绝不会随便在一个人的身上下缩扬皱 站在旁边的王斌 也被叶无名的样子吓了一跳 他满脸疑惑 不明白叶无名跟李承锋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他能猜得出来 眼前这个男人之所以变成这样 好像跟李承锋有关 此时的王斌才意识到 这个老同学真的好恐怖 先是用民间禁术 把圣海经殿搞得关门停业 又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把一个正常人变得男不男女不女 有这种鬼神莫测的手段 真的太牛逼了 不知不觉间 对李承锋的崇拜之情 油然而生 叶无名跪在地上 还在苦苦哀求 时不时向叶梦瑶看上一眼 希望他能帮着说两句好话 可是叶梦瑶的表情冰冷 不愿多看叶无名一眼 想到那天发生的事情 始终无法原谅他 若不是机缘巧合 李承锋在他的身上下了缩扬皱 让叶无名失去了做男人的能力 那一天他不仅会被这个畜生糟蹋 整个叶家可能也要毁于一旦 看在同事叶家人的面子上 才没有跟他过多的计较 也没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叶孤成 若是爸爸知道那天发生的事 肯定会亲手宰了他 如今带他来找李承锋 已经是对他最大的仁慈 李承锋看着跪在地上的叶无名 观察着他的面相 麻面清须 两腮无肉 硬糖狭窄 颧骨尖凸 长着一副奸诈狠毒的模样 麻衣像书上记载 麻面清须不可骄 两腮无肉大弯腰 硬糖狭窄 心胸狭隘 颧骨尖突人狠心毒 看他这个面相就知道 就算帮他解除了缩阳咒 他也不会善罢甘休 一定还会报仇 李承锋并不想用禁术害人 如果叶无名死了 他也会遭到天谴 思虑了片刻 还是决定帮他解除缩阳咒 如果解除他身上的诅咒后 他敢回来寻仇 还会让他生不如死 李承锋嘴角向后一瞥 微微一笑说 叶无名 我可以解除你身上的缩阳咒 但是不能白解 我懂 我懂 叶无名瞬间欣喜若狂 原本哭丧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也明白李承锋的意思 他这是想要钱 心里还是有些担心 怕他狮子大开口 但想到缩阳咒的可怕之处 哪怕让他倾家荡产也愿意 李先生 只要你解除我身上的诅咒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 李承锋想都没想 直接伸出两根手指 盯着两根手指 原本还担心 他狮子大开口的叶无名 脸上瞬间露出了微笑 毫不在乎地说 二百万就二百万 我这就把钱赚给你 李承锋听到二百万顿时一愣 他的意思只是两千块 没想到对方开口就是二百万 难道在有钱人的世界里 二百万就是两千块 见对方满脸微笑 毫不在乎的样子 感觉二百万少了 李承锋有些后悔 早知道就要他两个亿 心里还是有些不放心 如果解除叶无名身上的缩阳咒 他若报复自己 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必须先给他一个警告 叶无名 有句话我先说在前头 我能帮你解除诅咒 也能在你身上随时下咒 当李承锋解除叶无名身上的诅咒术 他便恢复了正常 由于被缩阳咒折磨得太久 身体比较虚弱 还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才能彻底恢复 叶无名满脸惊喜 急忙用手摸了摸下面 原本缩进肚子里的大宝贝 惊喜过后 想到这一个月痛苦的经历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心中只有恐惧 连恨李承锋的勇气都没有 他是真的怕了 叶无名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 他已经意识到 现在的李承锋 虽然只开了一家不起眼的隋缘堂 但是凭他的本事 在不久的将来 成就和人脉肯定无法估量 他深邃的目光看着李承锋 如今已经见识到他神鬼难测的手段 心里非常清楚 跟这种人只能结交 不能与其为敌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敌人 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被他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弄不好还会牵连家人 断子绝孙 叶无名想到这里 对李承锋那是静若神明 讨好的语气说 李先生 以后我叶无名 甘愿给你当牛做马 任你使欢 绝无二心 算了 你走吧 只要你不找我报仇 我就心满意足了 李承锋冰冷的声音说 看都不看叶无名一眼 直接下了逐客令 叶无名一脸尴尬 他若是一个普通人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找他寻仇 如今亲身经历 缩扬州的可怕之处 哪里还敢有报仇的想法 李先生 就算你给我十个胆子 我也不敢找你报仇啊 以后你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 只要我叶无名能做到的 绝不推辞 李承锋没有回应 他依然是一副 冷冰冰的表情 这个牛马 他是真的不敢要 见李承锋不搭理他 叶无名有些失落 叹了一口气准备离开 刚走到门口 突然停住脚步 恍然想到一件事 转过身继续说 李先生 还有一件事 我必须告诉你 我堂哥叶无纲 还有一个岛国人 已经来到了青州城 那个岛国人非常厉害 好像是什么 九局一流的 十大阴阳风水师之一 叫佐藤建一 他这次来青州城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出 移走叶家祖坟上 那棵赐槐树的人 李先生 你一定要多加防范 叶无名已经猜到 叶家祖坟上 那棵赐槐树 肯定是李承锋给移走的 李承锋复杂的眼神 盯着叶无名 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这些 既然他好意提醒 也不能太过冷漠 随口应道 嗯 我知道了 九局一流 十大阴阳风水师之一 李承锋 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 已经猜到 这个佐藤建一 应该就是在叶家祖坟上 栽赐槐树的人 对于岛国人 李承锋从来没有一丝好感 何况还是九局一流的 阴阳风水师 记得没错 在王斌村子上 布地煞解牛树的 也是两个岛国人 他们应该也是 九局一流的阴阳师 李承锋冷哼一声 那个佐藤建一步来还好 若是赶来自找不快 就让他体验一下 民间禁术的厉害 脑海中瞬间想到了 一个民间禁术 活人出病 生人送葬 李承锋虽然不想 用民间禁术害人 但岛国人在他的眼里 根本就不能算人 叶无名讨好的语气说 李先生 有什么事情我再告诉你 无名先行告辞 李承锋轻轻地点了点头 对叶无名的反感 减少了一些 叶无名见李承锋回应他 心中无比地开心 笑嘻嘻地转过身 带着两个保镖 满意地离开了隋元堂 刚刚坐上车 其中一个保镖 就一脸不爽地说 哥 这个小子太嚣张了 要不要我找几个兄弟 把他废了 你敢 你再有这个想法 我就先把你废了 以后见到李先生 给我客气点 他是我们惹不起的存在 知道吗 别看他现在是个 不起眼的风水师 用不了多久 他就是我们高攀不起的大人物 叶无名说这句话时 内心是无比的恭敬 他仿佛看到了 李承锋辉煌的未来 如果能跟在他身边 以后也是水涨船高 李承锋的操作 再次震惊了叶梦瑶 如今李承锋在他的心目中 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眼神中尽是崇拜与爱慕 他虽然长得不是很帅 但他身上那种 与众不同的气质 深深地吸引着他 当初第一次见到李承锋 对他还是一脸的厌恶与嫌弃 感觉他就是一个骗子 如今彻底沦为他的小迷妹 王斌却不知道 李承锋锁点的每一处位置 都是六丁六甲十二神将方位所在 普通人又怎么看得懂 现在这个社会精通八门遁甲 九宫数数 梅花艺术的人已经越来越少 李承锋完全无视王斌 和叶梦瑶的存在 当他找出六丁神位后 继而手持三合罗盘 寻找六甲神位 他时而看向三合罗盘 时而看向门口左边 手觉不停变换 口中念念有词 六甲为阳 六丁为阴 阳神六位 阴神六位 十二神将各司其位 位无护身 甲子六位 甲子为神将王文清 甲虚为神将斩子江 甲生为神将护文长 甲武为神将维玉清 甲晨为神将孟非清 甲英为神将明文章 六阳神将各守六方 诸神归位 李承锋手握三合罗盘 每当念到一处神位 点到神将明底 手觉就会随之变换 然后指向神位所在 每当点对一处神位 就会有一道金光一闪而过 金光闪过之时 便能看到一位手持神兵 身穿金色铠甲 威风凛凛的神将 在金光中一闪即逝 当李承锋找出六甲神位后 口中大鹤诸神归位时 六甲神将伴随着金光 同时出现在各自的神位之上 大约三秒后才消失不见 当不完六丁六甲六阴六阳 十二神将护身阵法时 李承锋只感觉两腿发软 浑身无力 脸色苍白如指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接着往后一躺晕了过去 王斌和叶梦瑶都被吓了一跳 刚才还生龙活虎的李承锋 嘴里几里呱啦念念有词 抬手指指这里 点点那里 怎么就突然晕倒了 王斌急忙上前 一脸关心的神色 半跪在李承锋旁边 用手拍着他的脸 焦急地语气喊道 承锋 你这是怎么了 行行啊 说话呀 你可不要死啊 叶梦瑶也急忙蹲下来 查看李承锋的情况 见他脸色苍白 昏迷不醒 气若犹思 心中很是担心 满脸疑惑地问 李先生 这是怎么了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晕倒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们赶快 把李先生送去医院吧 嗯 叶梦瑶把李承锋送到医院 主动垫付了医药费 还不辞辛苦 像是一个小媳妇 忙前忙后照顾自家男人 请专家找医生 喊护士 可以说是非常贴心 站在旁边的王斌 看到忙碌的叶梦瑶 心中羡慕不已 真的不明白 如此漂亮贤惠的女人 还是富家千金 李承锋为什么就不动心 若是换了自己 肯定会义无反顾地爱上他 当李承锋睁开眼 发现已经躺在了医院里 王斌和叶梦瑶都在旁边 医生也对他的身体进行了检查 身体非常健康 没有查出任何病情 至于为什么昏迷 医生想了很久 最终给出的解释 李承锋是因为劳累过度 气血不足 才导致的昏迷 见李承锋醒过来 叶梦瑶旋着的心也有了着落 原本着急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 王斌也非常开心 面带微笑 开玩笑地语气说 哈哈 你小子刚才把我吓坏了 我还以为你要隔屁呢 滚 你隔屁了 我也不会隔屁 李承锋白了王斌一眼 没好气地说 他躺在病床上 深吸了一口气 回忆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当把六丁六甲 六阴六阳十二神将护身 阵法不好后 就感觉晶元两气 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抽空 瞬间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直接晕了过去 王斌也是满脸疑惑 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晕倒 随口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李承锋并未想到 步骑门顿甲阵法 会消耗那么多晶元两气 因为晶元两气耗损太多 才导致了当场昏迷 心中很是疑惑 究竟是什么东西 把他体内的晶元两气给抽空了 还好年轻 损耗一些晶元 对身体的伤害不是很大 用不了几天就能恢复过来 李承锋深吸了一口气 在病床上坐起来 开口问道 现在几点了 已经六点多了 马上就要黑天了 你饿不饿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一直站在旁边的夜梦瑶 急忙回答 李承锋急忙转头向外面看去 太阳已经落山 还有一丝余灰照在大地上 哪里还有心情吃饭 心中暗惊不好 如果等到夜幕降临 那只猫狮找过来 可就麻烦了 兵子赶快回随元堂 等天黑就来不及了 夜梦瑶轻轻地应了一声 然后便提高了车速 但速度并不是很快 只是比前面快了一点点 由于是市区街道 最高限速只有三十脉 加上到处都是红绿灯 交通拥堵 就算想快也快不起来 王斌见李承锋面色焦急 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随口问 承锋 你是不是看到那玩意了 好像是的 我不敢确定 王斌急忙转头向车外看去 刚开始并没有发现异常 当经过一处绿花带 翠绿色的花丛 有一小片突然晃动了起来 他睁大双眼一眨不眨 紧张地盯着那片晃动的花丛 突然 一只猫一跃而起 从花丛里跳了出来 王斌被吓得惊叫一声 直接在座椅上跳了起来 头撞到了车顶 急忙抬手捂着脑袋搓 疼得呲牙咧嘴 当冷静下来 发现是一只很胖的橘猫 李承锋没好气地说 别一惊一乍 会吓死人的 呵呵 是我看错了 正在开车的夜梦瑶 通过车内的后视镜 观察着两个人 感觉他们的行为很不正常 随口问道 李先生 王先生 你们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李承锋随口回答 接着转头看向车外 眉头瞬间紧锁 只见一只猫 蹲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 这只猫的体型枯瘦如柴 两只眼漆黑如墨 没有一丝生气 盯着马路上过往的车辆 路上经过的行人 看到这只猫都心生怜悯 这只猫好瘦啊 真的好可怜 没有人察觉这只猫的诡异之处 李承锋心中一惊 这正是那只猫狮 与此同时 一人一猫的目光正好相对 猫狮看到了车上的李承锋 张开枯瘦的嘴 发出刺耳的叫声 紧接着 只见猫的肚子里 一边飞出一只蝙蝠 一边飞出一只乌鸦 快速向李承锋所在的方向飞来 看着飞过来的蝙蝠和乌鸦 只感觉头皮发麻 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眼看乌鸦和蝙蝠 就要飞到跟前 就在危急关头 一辆车身比较高的越野车 突然加速在左边超车 正好撞到了飞来的蝙蝠和乌鸦 当越野车的挡风玻璃 撞到乌鸦和蝙蝠时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乌鸦和蝙蝠瞬间消失不见 越野车也在此时突然失控 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连续撞了好几辆车 最后撞到了路边的树上 才停了下来 汽车的引擎盖已经变形 安全气囊也弹了出来 车玻璃碎了一地 车上的司机躺在座椅上一动不动 也不只是死是活 身上只是轻微的擦伤 紧接着就见一只蝙蝠和一只乌鸦 在司机的身体里钻了出来 乌鸦和蝙蝠站在司机的身体上 发出满意的叫声 一直蹲在路边的猫狮 也在此时叫了起来 蝙蝠和蝙蝠听到猫叫的声音后 也发出声音回应 急忙扑扇着翅膀向猫狮飞去 然后飞进了猫狮的肚子里 猫狮发出一声满足的叫声 然后向李成峰看了一眼 接着便钻进旁边的下水道里 消失不见 刚才这一幕 都被李成峰看得清清楚楚 一失三魂 三魂合一 蝙蝠和乌鸦的魂体 寄居在猫狮里 彻底变成大凶之物 心中不解 猫狮怎么会突然离开 同时又暗暗庆幸 如果蝙蝠和乌鸦 落到叶梦瑶的车上 那么撞到树上的汽车 一定就是这辆 突然而来的车祸 把叶梦瑶吓了一跳 他急忙踩住刹车 深吸了一口气 紧张地说 太吓人了 差一点就被他撞上了 王斌看着撞在树上的越野车 想到了韩莉莉开车 撞进奶茶店的一幕 跟现在的场景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他颤抖的语气问 成峰 是不是 他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李承锋打断 这种事情 不能让叶梦瑶知道 总之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毕竟这三个脏东西 是被李承锋 用民间禁术 三师党才造就出来的 三个人看着撞在树上的越野车 心想 司机一定受伤不清 就在此时 两个值班的协警 正好路过这里 看到撞在树上的越野车 急忙上前查看 当走到车前 看向驾驶座上的司机 顿时被吓得惊叫一声 连忙后退 开口就是国粹 哎呦卧槽 听到两个邪警的惊叫声 李承锋面带疑惑 心想怎么回事 刚才越野车的车速 最多也就是四十脉 加上越野车的防护比较好 就算撞到树上 司机最多受点伤 不可能死亡的 李承锋摇了摇头 刚想给叶梦瑶和王斌 讲解其中原因 交警和救护车 先后来到事故现场 开始疏散围观人群 调查事故的原因 叶梦瑶也被交警喊下车 询问事故的发生经过 原本有些混乱的事故现场 当交警赶来后 一切变得井然有序 交通开始恢复正常 救护车停在越野车旁边 护士和医生从车上跳下来 两个医生抬着担架 快速向越野车跑去 准备救治伤员 当急匆匆地跑到越野车前 医生和护士都被吓得呆愣在原地 惊恐的目光盯着车内的司机 身为医生和护士 在医院里经常与尸体打交道 见过各种死状奇怪的尸体 像这种全身发青 张着嘴瞪着眼 死状诡异的还是第一次见到 一个年龄稍大的医生 大约四十多岁 看了尸体一眼后 连检查都没有检查 便对旁边的护士说 伤者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打电话给殡仪馆 让他们拉回去 尽快联系到家属 然后把尸体给烧了 嗯 护士应了一声 然后好奇地问道 张主任 这 这个尸体为什么是青色的 还张着嘴瞪着眼 张主任用手推了推眼镜 一脸严肃地说 我没看错的话 越野车在撞树前 这个司机就已经死了 他应该是冲撞了什么脏东西 导致三魂七破离体 体内的生气被瞬间冲散 脏东西 什么脏东西 护士听到这里一脸惊愕 张主任也意识到 说错了话 急忙抬手抽了自己一巴掌 然后改口说 我就是胡州八车 你们可不要当真 他就是撞树上撞死的 这个张主任 名叫张北斗 是青州医院急救室的 一名外科主任 真实身份却是华夏神秘组织 龙门八局的成员 正是三员一派的传人 当他看到司机第一眼 就看出 这个司机不是正常死亡 心中很是好奇 这个司机冲撞到了什么东西 竟能使他当场死亡 死状还如此诡异 看着忙碌的警察和护士 坐在车上的李承锋 心情非常复杂 越野车的司机 原本是不会死的 因为被大凶之物冲撞 三魂七破离体 体内的生气 被乌鸦和蝙蝠冲散 才导致他离奇死亡 若是大衰之物冲撞到活人 只会让人霉运当头 晦气缠身 若是大凶之物冲撞到活人 轻则丢魂失破 重则命丧当场 想到惨死的越野车司机 心中多少有些自责 这个越野车司机 虽然不是他杀的 却是因他而死 闯下这样的大祸 不知会不会遭到天前 叶梦瑶被交警盘问了很久 确定他与这起交通事故 没有关系后 才让他离开 刚回到车上 交警便让他赶快把车开走 以免妨碍交通 叶梦瑶双手握着方向盘 叹一口气 很是不解地说 太奇怪了 那辆越野车 怎么会突然失控 这种越野车的性能是非常好的 不应该啊 李承峰和王斌 没有一人回答 只是默默地坐在车上 目光却盯着窗外 恐怕看到那只死猫 还好一路上平安无事 那只死猫也没有出现 二十分钟左右 叶梦瑶便把李承峰和王斌 送回了隋元堂 李承峰在车上下来 连一声谢谢也没说 王斌则是一副不要脸的模样 邀请叶梦瑶去店里坐坐 喝口水 叶梦瑶没有搭理王斌 目光始终在李承峰的身上 他再次说道 李先生 你哪天有空 我爸爸想请你吃饭 没时间 李承峰头也没回 直接拒绝 接着转身 走进隋元堂 关于叶家的事情 他不想多管 心中也非常清楚 这顿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看着冷漠的李承峰 走进隋元堂 叶梦瑶叹了一口气 然后驾车离开 心中很是气氛 今天在医院里忙前忙后照顾他 他竟然如此冷漠 真的不明白 怎么会喜欢他 他长得又不帅 要钱没钱 要车没车 要房没房 要家事没家事 要背景没背景 除了会看风水 用尽数害人 还能干吗 若是爸爸知道自己 喜欢上了李承峰 不知会不会生气 叶梦瑶开着车 气愤地喊道 李承峰 你个大混蛋 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 李承峰回到隋元堂 先是走到供桌前 点上三根清香 双手捏住清香 放在额头前 拜了三拜 然后才插进香炉里 祖师爷保佑 保我平安无事 灭了那个猫尸 当李承峰 喊出正起两个字 同时手掐法诀 不停变换 然后指向六丁六甲 六阴六阳十二神将 护身正法中间 一道晶圆二气 自食指中指射出 落入法阵中间 正法瞬间被开启 中间突然出现一个太极圈 散发着金光和清光 见大阵被成功开启 李承峰急忙向前两步 走到散发着 清光与金光的太极圈中 这个位置 正是六丁六甲 六阴六阳十二神将护身 正法的阵眼 当李承峰走到太极圈中 首掘再次变换 随之大喝一声 六丁六甲 六阴六阳 十二神将 归位 话音落下 只见右手边六丁神位 清光闪烁 六处神位上 同时出现了六位 身穿青色铠甲的神将 护住李承峰的右边 左手边六甲神位 也在此时金光闪耀 六处神位上 同时出现了六位 身穿金色铠甲的神将 护住李承峰的左边 十二神将各站六丁六甲神位 正好形成了一个太极圆 把李承峰护在中间 使其痴魅不可静 亡两不可亲 降妖伏魔 神威显示 这正是其门一派的 顿甲阵法 六丁六甲六阳 十二神将护身阵法 其神傲之处 让人无法言解 站在太极圈中的李承峰 把头转向右边 看了一眼六丁神将 然后把头转向左边 看了一眼六甲神将 每位神将都是手持神兵 神情庄严 但是都闭着眼 像是雕塑一动不动 打亮着左右两边的神将 李承峰心中暗暗吃惊 其门一派的顿甲阵法 果然是名不虚传 竟真的能请来神将护身 降妖除魔 眼前显现的六丁六甲十二神将 虽然不是神将的真身 只是一丝神念 但其威力也不容小觑 对付一只小小的猫狮 已经绰绰有余 如果能请来六丁六甲十二神将的真身 估计这只小猫咪 能被瞬间撕碎 魂飞魄散 站在太极圈中的李承峰 转而看向门外的小猫咪 冷哼了一声 然后开始驱动大阵 与此同时 一只蹲在门外的猫狮 后腿突然发力 发出凄厉刺耳的叫声 接着一个跳跃 像站在隋缘堂里的李承峰扑去 眼看猫狮就要跳进隋缘堂 半个身子已经越过门槛 可就在此时 随着李承峰手绝变换一声大喝 房门右边丁亥卫 突然轻光闪现 丁亥卫神将张文通瞬间浮现 把猫狮震出门外 被震飞的猫狮在地上爬起来 晃了晃干枯的脑袋 发出愤怒的叫声 继续做出前扑的姿势 两只后腿弯曲蓄力 想要再次冲撞法阵 杀鸡烟用载牛刀 李承峰布下六丁六甲 六阴六阳十二神将护身阵法 就是在用牛刀杀小鸡 李承峰站在太极圈内 守绝变换指向甲虚神卫 口中念念有词 甲虚卫神将 听吴号令 阵门 开 李承峰话音刚落 甲虚卫金光一闪 神将斩子将瞬间消失不见 大阵出现了一个缺口 猫狮也在此时扑了上来 顺着缺口 进入了六丁六甲 六阴六阳十二神将护身阵法 当猫狮进入大阵后 李承峰守绝变换再次指向甲虚卫 口中念念有词 甲虚卫神将 听吴号令 阵门 关 与此同时 金光再次闪现 甲虚卫神将斩子将 突然浮现在阵位上 堵住了刚才的缺口 当猫狮进入大阵后 李承峰守绝变换 口中念念有词 六丁六甲 六阴六阳 十二神将 听吴号令 神木开 神兵出 斩妖除魔 护我法身 赤 赤声落下之时 手掐法掘指向猫狮 与此同时 原本闭着眼 犹如雕塑的 十二神将眼睛突然睁开 齐齐盯着进入大阵的猫狮 此时的猫狮 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想要逃离大阵 可为时已晚 根本就找不到出口 每个方向都有神将守着 转而发出愤怒的叫声 向一位神将扑去 十二神将怒目元征 开始挥动手中的神兵 每次挥动神兵指向猫狮 神兵上就会射出一道道青光 或是金光直击猫狮 十二神将站在各自的神位上 不断挥动手中神兵 顿时间青光闪烁 金光耀眼 袭向四处躲避的猫狮 无论猫狮怎么躲避 还是难免被金光或是金光击中 片刻间 浑身上下已经伤痕累累 当青芒或是金光击中猫狮 便会传来猫狮痛苦的嘶吼声 喵喵 接二连三受伤的猫狮 被彻底激怒 用力摇晃了一下干枯的肚子 在亡兵震惊的目光中 猫狮被十二神将打得魂飞魄散 化为三股黑烟 消散在奇门一派顿甲阵法之中 看着三股黑烟消散 李承锋叹了一口气 接着便走出了阵眼 十二神将瞬间消失不见 两人眼前的警务 又便回了隋缘堂 那只猫早已消失不见 不过五分钟的时间 王斌在虚幻和现实中穿梭 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承锋 这 这就是奇门顿甲吗 真的好牛逼 你能不能教教我 改天再说吧 我好累 想睡觉 奇门顿甲 哪是那么容易学的 如果容易学 岂不是人人都会奇门顿甲之术 顿甲之术 又怎么会失传 操控奇门顿甲阵法 耗尽了晶圆二气 李承锋感觉身心疲惫 只想好好的睡一觉 摇摇晃晃 走到床前倒头便睡 这一觉睡得特别沉特别香 当睡醒时 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四点多 在床上爬起来 便听到外面传来王斌 和叶梦瑶的对话声 王斌正眉飞色舞 给叶梦瑶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叶梦瑶却是一点也不相信 奇门顿甲这种东西 只能在电视上看到 现实世界怎么可能存在 见叶梦瑶不信 王斌非常激动地说 叶小姐 你怎么能不信 我可是亲眼看到的 十二个身穿铠甲的神仙 就在我面前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这个王斌 嘴上也没个把门的 什么都敢讲 这种事情 怎么能告诉别人 李承锋急忙从床上爬起来 随便穿了一个大裤衩 和一件T恤 走到前厅 瞪着王斌说 斌子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 在这里给叶小姐讲电影情节 见李承锋出来 叶梦瑶摇摆了王斌一眼 竟然拿电影情节来忽悠自己 冷哼了 便不再搭理他 王斌还想解释 自己讲的都是真的 可是叶梦瑶已经转头 看向李承锋 他露出迷人的微笑 给李承锋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说出了来意 李先生 我爸在望海阁设宴 想请你吃饭 这已经是叶梦瑶 第三次说这件事 见对方如此执着 直接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说吧 你爸请我吃饭的目的是什么 我爸想请你做 酒鼎集团的风水顾问 顺便介绍一个大人物 给你认识 很多大集团大公司 相信风水玄学的老板 都会聘请一个风水顾问 帮公司里布置招财风水局 解决一些风水上的问题 风水顾问这个职位比较轻松 还不用去公司上班 薪水还都高得吓人 李承锋打量着叶梦瑶 嘴角上扬露出微笑 你们酒鼎集团 是不是遇到了麻烦 叶梦瑶点了点头 酒鼎集团的确遇到了麻烦 集团业绩直线下滑 股票连续好几个跌停板 刚刚起床的李承锋 早饭午饭都没吃 肚子正好饿得慌 如今有现成的饭局 就当去蹭顿饭 何况还是青州有名的 旺海阁大酒店 这可是青州最神秘的大酒店 据说旺海阁只接待一些 有权有势 有地位的大人物 普通人就算有钱也进不去 至于做不做酒鼎集团的风水顾问 等吃饱喝足了 看看叶孤城给多少钱 再做决定 李承锋只想着去旺海阁混顿饭吃 却不知这顿饭是真的不好吃 见李承锋同意赴宴 叶梦瑶俊俏的脸上露出甜美的微笑 急忙打电话 把这件事告诉了叶孤城 还拿出手机 对着李承锋和王丁 各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了叶孤城 李先生 请 叶梦瑶开着车 带着李承锋和王丁 很快便来到了旺海阁 旺海阁 旺海阁建在云龙山山顶 站在山顶 可看潮起潮落 日出东方 一眼望去海浪滚滚 鱼船泛舟 风景如画 恍如人间仙境 叶孟瑶把车停在旺海阁门口 一个负责驳车的保安 急忙走到车前 等着车上的人下来后 把车开到后面的停车场 李承锋和王丁在车上下来 看着眼前的旺海阁 中式复古的门庭别院 两边站着八名迎兵小姐 身穿华夏传统汉服 个个长得貌美如花 门庭两边 还站着四名腰间配弯刀 身穿汉代侍卫服的男子 长得五大三粗 身材魁梧 往门口一站 真的非常有排面 如果不看眼前的汽车 只看望海阁的门庭 还有身穿汉服的美女迎兵 身材魁梧的古装侍卫 还以为回到了大汉皇朝 李承锋和王丁 跟在夜梦摇身后 向望海阁走去 当快接近门口时 又走过来两个工作人员 对三个人的身份进行核对 在美女迎兵的引路下 夜梦摇 李承锋 王斌一步一步 向帝王阁走去 由于云龙山峰顶并不平整 整个山峰北面偏高 南面偏低 呈三十度倾斜状 望海阁大酒店 正式建在山顶的斜坡上 九处楼阁从下往上 最下面的是状元阁 最上面的是望海阁 望海阁下面便是帝王阁 李承锋一边往上走 一边查看下方几处楼阁的名称 每处楼阁的名称 都是以古代皇室成员命名 从低到高 分别是状元阁 驸马阁 公主阁 妃子阁 皇子阁 太子阁 皇后阁 帝王阁 望海阁 看到这些楼阁的名称 李承锋感觉有些奇怪 这些楼阁 为什么以皇室成员为名 一边思考 一边向前走去 没多久 便来到了帝王阁前 看着眼前的帝王阁 李承锋忍不住感叹 不愧是帝王阁 果然有着帝王的霸气 藏着君临天下的气势 帝王阁 也是九座楼阁中 最气派的一座 一栋三层高的复古建筑 整体建筑 就像古代的帝王冠冕 李承锋盯着帝王阁 越看越不对劲 越看眉头皱的月景 帝王阁的建筑风格 在风水学上 叫做帝王家冕 恍然间 感觉此处的楼阁布局 并不简单 接着 转身向下面楼阁看去 最下面的状元阁 依次往上到皇后阁 七处楼阁的门窗朝向 全是坐南朝北 帝王阁的门窗朝向 却是坐北朝南 与下方七处楼阁相对 虽然没带三合罗盘 但李承锋也能猜出 这九处楼阁所见的方位 应该是上映星辰 下对地位 大承风水局 讲的便是天地人相和 风水气相应 想到 天子坐北朝南 群臣坐南朝北 李承锋忍不住脱口而出 群臣来拜 帝王加冕 天子坐巢 一统河山 帝王之局 不得不说 这个布局的风水师 真的很牛逼 他在此处布天子坐巢的 风水局 不是想让子孙后代 称王称霸黄袍加身 就是想霍乱华夏 扰乱华夏国运 可惜 此处的风水局 虽然是大城风水 天子坐巢 可是已经被人给破了 因为帝王阁上面 还有一座望海阁 李承锋看着最高处的望海阁 嘴角微微一笑 这座楼阁的名字 虽然叫望海阁 但他以前的名字 一定叫太皇阁 不风水局的人牛逼 破风水局的人更牛逼 一座太皇阁 就改变了此处的风水气场 就算皇帝在牛逼 在太皇面前 永远都是儿子 当然 在普通人眼里 望海阁就是一座 山好谁好风景好的酒店 只有精通奇门数数的风水师 才能看出此处的风水布局 当然 一般风水师和骗子 肯定看不出此处的风水布局 上城风水局 已经非常少见 在这里还能看到大城风水局 对李成峰来讲 也是收益颇多 倍感荣幸 李成峰现在才明白 帝王阁为什么不对外开放 因为这里面暗藏风水玄机 心想 看来望海阁大酒店 还藏着一段风水斗法 不为人知的故事 很是好奇 两个斗风水的风水师 又是什么人 见李成峰愣在帝王阁门口 叶梦瑶转过身 李先生 里面请 王斌也好奇地问道 成峰 你在看什么 看得那么入神 没什么 李成峰微微一笑 转过身 迈步走进帝王阁 当看到里面的家具和装修 还是一副震惊的模样 帝王阁一楼中间 是雁客厅 里面的桌椅板凳 各种家具 全部是名贵的 黄花梨木和紫檀木 图案雕刻精美 充满了年代感 雁客厅里 还散发着紫檀木 独有的木香味 每一件家具 都价值几十万 或是上百万 所有的家具加起来 少说也值几个亿 由此可见 帝王阁的主人 是多么豪气 李成峰看着雁客厅 眉头微微一皱 不大的雁客厅里 已有二十余人 这些人有说有笑 聊得甚欢 李成峰打量着雁客厅里的众人 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 除了叶孤城 还有盛海集团的董事长 邓四海 青州玄树协会会长胡天正 副会长胡言松也在其中 还有几位老人 他们不是穿着青衫长袍 就是穿着一身道衣 不是白发长眉 就是一柳清须 每个人的身上 都透着一股大师的气质与风范 还有一位身穿袈裟的老和尚 旁边站着一个小和尚 老和尚盘腿而坐 闭目养神 给人的第一印象 此乃得到高僧 面对众人的嘲笑 叶孤城只感到无地自容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心中无比后悔 早知这样说什么 也不会让李成峰过来 叶孟瑶看着两人的穿着 也是一脸尴尬 刚才急着来望海格 望了提醒李成峰和王斌 让他们换身像样的衣服 然后把脸洗一下 看着李成峰被人嘲笑 心中很是自责 对于王斌 他却毫不在意 面对众人的嘲笑 王斌冷哼一声 一副他笑任他笑 我自向天傲的样子 心中暗潮一群傻逼 不知道我兄弟的厉害 就敢望自尊大嘲笑他 若是这群傻逼 知道我兄弟的厉害 绝对笑不出来 想到他鬼神莫测的手段 感觉有个这样的兄弟和同学 是一件十分骄傲的事情 能吹一辈子的牛逼 看着眼前哈哈大笑的众人 李成峰的脸上 不愤不怒十分平静 嘴角上扬 带着一丝傲慢的微笑 胡言松也在此时认出了李成峰 记得一个月前 在叶家别墅 他被叶无双和叶梦瑶羞辱了一番 然后赶出了叶家 心中疑惑 叶孤城和叶梦瑶是不是有病 怎么又把他找来了 还称呼他为风水大师 他不是一个骗子吗 笑声过后 一位身穿青山蚂蚁的老人 迈步走了出来 他正是青州城有名的 蚂蚁像树大师刘依水 他走到李成峰面前 自傲地与其说 老夫行走江湖六十余年 五十二岁那年 才得到父老相亲的肯定 同享的认可 被人尊称一生大师 看你小小年纪 不过二十余岁 估计连风水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敢自称风水大师 真是可笑至极 无论是在风水界 舞蹈界 还是像树界 能被称为大师的人 可以说非常少 一般的风水师和蚂蚁像师 只能被称为先生 有真本事 大能耐的 才会被人称为大师 在网上 就是上师和天师 敢用这两个称呼的人 都是能通神的存在 他们也很少在世俗走动 李成峰小小年纪 称他一生先生都是拖大 叶孤城竟然称他为风水大师 可笑的是 他竟然一点也不谦虚 还接受了大师这个称呼 这让在场的大师 感觉很不舒服 一个后生晚辈 怎么能跟他们平起平坐 称为大师 此时的叶孤城 才意识到说错了话 刚才称呼李成峰为风水大师 只是想抬高一下他的身份 没想到 会引起这些老家伙的不满 叶孤城急忙上前打圆场 一脸尴尬地说 刘大师 刚才是我说错话了 李成峰 李先生不是风水大师 只是略懂一些风水术 刘依水听到这里 脸色缓和了不少 他也知道叶孤城的身份和地位 也不想得罪他 何况这些有钱的老板 都是他们的金主 便笑了笑 一副我替你着想的模样说 叶老板 以后擦亮眼睛 不要被人骗了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被称为大师的 你们公司若是想请风水顾问 可以跟我说 我给你介绍 我介绍的绝对都是 风水像术界的泰山北斗 刘依水早就听说 九鼎集团想请一名风水顾问 便趁此机会推销了起来 好 多谢刘大师提醒 叶孤城点了点头客气地说 原以为这件事到此结束 谁曾想李成峰却向前走了两步 昂着头挺着胸 很是嚣张地说 叶老板说得没错 我就是一名风水大师 在风水像术界 除了我爷爷 我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叶孤城听到这里 脸色瞬间变了 这个混蛋可真会惹事 刘依水已经不跟他计较了 他又跳出来 说这样的话 这不是明摆着找事吗 李成峰之所以说这样的话 主要原因还是心中不爽 说好的叶孤城设宴请客 当来到望海阁才发现 设宴请客的根本就不是叶孤城 至于叶孤城 为什么让自己过来 李成峰也不知其中原因 如今饭还没吃 就被人一顿嘲讽 肯定要给叶孤城找点麻烦 刚要转身离开的刘依水 听到身后传来如此狂妄的话语 刚刚缓和的脸色 瞬间阴沉下来 慢慢地转身 微怒的目光盯着李成峰 数字狂妄 你可知道在场的都是什么人 也敢口出狂言 胡言正 胡言松 还有另外几位老人 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抬头盯着李成峰 心想年纪不大 口气却不小 就连那位一直闭目养神的老和尚 也在此时缓缓地睁开双眼 转头看向那个口出狂言的年轻人 心想又来一个吹牛逼的 这个年轻人比那些老家伙还能吹 邓四海虽然心藏杀鸡 脸上却带着微笑盯着李成峰 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愤怒 还给人一种亲和感 李成峰与邓四海四目相对 对方虽然面带微笑 但在他的眼中 还是看到了暗藏的杀鸡与凶狠 这就是典型的笑里藏刀 这让他感到一丝心慌 这个人的心机好深 喜怒不形于色 这种人是最可怕的 看邓四海的面相 长着一副三角眼 阴沟鼻 阔刀眉 吹火嘴 薄沙唇 从面相上就能看出来 此人是一个心狠手辣 牙子必爆的人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等离开望海阁 他一定会找自己报仇 在青州城 邓四海有权有势 就算十个李成峰 也不是他的对手 何况还有胡天正 和胡延松两个人 李成峰无奈的眼神 看着王斌 怎么会有一个 如此傻逼的同学 说话不经过大脑思考 也不看看是什么场合 真想把他一脚踹死 此时的王斌还没意识到 他说的这些话 会给李成峰带来多少麻烦 还在那里洋洋自得 继续讲述 李成峰用奇门遁甲 请来十二位神将 对付猫尸的事迹 他说的虽然是事实 可是谁又会相信 在众人眼里 不过就是一个笑话 用奇门遁甲之术 请十二个神仙助阵 那是电影上才有的情节 现实中绝不会有 这样的事发生 因为没有人能做得到 在场的人一边听一边笑 都已经笑得累了 叶孤城被气得脸色铁青 气愤地眼神盯着王斌 他不嫌丢人 自己还嫌丢人呢 冰冷的语气说 李先生 带上你的助理 孟瑶送他们回去 叶孟瑶白了王斌一眼 然后看向李成峰 略带歉意的语气说 李先生 我请你们去别的地方吃饭吧 不必了 李成峰也不想继续留在这里 被人嘲笑 对着王斌的屁股就是一脚 气愤的语气只说了一个字 走 王斌意犹未尽 还想继续讲下去 看着向帝王阁外面 走去的李成峰 很是不解地问 怎么就走了 咱们还没吃饭呢 见李成峰没有回答 头也没回 王斌急忙跟了上去 李成峰前脚刚刚迈出帝王阁的门槛 便见六个人迎面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老人 当看到老人的面相 李成峰心中一惊 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老人头远眼大双眉浓 伏袭骨插天亭中 天亭饱满如利弊 两耳贴脑高眉上 山根直上硬躺起 颧骨丰满无指绒 笔直口方无偏斜 地隔方圆五官正 在橡树中有句话 叫做天亭饱满吃官饭 地隔方圆长大权 这位老人天亭饱满自带观音 地隔方圆手握大权 绝非是普通人 他应该就是叶姑诚口中说的大人物 老人身边还跟着一个女人 看样貌 约某二十多岁 长得非常漂亮 颜值不输叶梦瑶 脸上带着一抹雨声俱来的傲慢 燕客厅内 还在嘲笑李成峰的众人 当看到突然出现在门口的老人 笑声戛然而止 原本嘲笑的表情瞬间变得恭敬谦卑 急忙走到门前迎接老人 还站在门口的李成峰 被黄玉飞一把推开 然后弯腰拱手 恭敬地说 恭迎楚老将军 见过楚老将军 李成峰被推得一个亮呛 眼看就要摔倒 突然被一只手扶住 耳边同时传来一个和蔼的声音 小伙子 你没事吧 李成峰先是一愣 没想到扶住自己的 竟然是楚老将军 顿时心中一惊 急忙说 多 多谢老将军 我没事 不用谢 顺手而已 楚云红微微一笑 看上去平易近人 没有一点关架子 这让李成峰对他生出无限好感 众人见李成峰和楚云红站在一起 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不悦的神色 他们在这里等了大半天 都没给楚老将军搭上话 他才刚刚过来 就率先给楚老将军搭上了话 抢占的先机 真是气杀众人 黄玉飞十分恼怒 还想再次推开李成峰 抬手的同时口中怒喝 滚开 你也配给楚老将军说话 赶快滚 手刚要碰到李成峰 一个威严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朱氏奥 喊话的正是楚云红 他不怒自威 平静的目光盯着黄玉飞 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 却彰显着军人的威严与霸气 你再动手 我这就让人把你丢出去 黄玉飞平日嚣张霸道惯了 看谁不爽就想动手 望了眼前 这位老爷子 可不是普通人 脸色瞬间一变 急忙道歉 然后退到了一边 李成峰没有想到 叶姑诚是这样的人 他怕受到牵连 竟然与自己撇亲关系 冷哼了一声 不想再多看他一眼 王斌愤怒的眼神瞪着叶姑诚 来是他请的 还说请客吃饭 来到这里饭没吃上 他却说出如此无耻 而又不要脸的话 真的让人太心寒了 这就是一个薄情寡义 自私自利的人 叶梦瑶用失望的眼神盯着叶姑诚 李成峰可是他们叶家的救命恩人 爸爸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就是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 自己的爸爸 怎么会是一个这样的人 好失望 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李成峰 他一定恨死了自己的爸爸 在场的众人 看叶姑诚的眼神 也是略带鄙视 他们更想知道 楚云红会怎么处置李成峰 楚云红一脸严肃 盯着李成峰问 小伙子 他说 你是骗子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井底之蛙 岂之天高海阔 任鸟飞 小小蝼蚁 怎知万里河山踏铁马 李成峰简短的一句话 不仅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还暗暗嘲讽 叶姑诚没见过世面 不过就是一只井底之蛙 小小蝼蚁 叶姑诚不是傻子 也听出李成峰话中的嘲讽 脸色微微一沉 并没有说话 楚云红面带微笑点了点头 很是满意地说 好一句天高海阔 任鸟飞 万里河山踏铁马 不管你是不是风水大师 今天这顿饭我请了 多谢 跟这些人吃饭 我没有胃口 告辞 在场的众人听到这里 脸色都是微微一变 这小子真的太狂了 他算了什么东西 在场的人 不是青州城有名的企业家 就是悬殊界的大师 普通人想跟他们一起吃饭 都是千金难请 他竟然口出狂言 跟这些青州城有名大人物 吃饭没有胃口 是谁给了他勇气 敢说这样的话 每个人都一脸不爽 却没有一个人 敢站出来 回对李承锋 楚云红微微一愣 这小子有点脾气 胆子也不小 竟然硬刚青州城 将近一半的大人物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 这小子不是有真本事 就是一个棱头青 李承锋转身向外面走去 却被一直站在 楚云红旁边的女人拦住 他一脸不爽地说 我爸请你吃饭 那是给你脸 就算你不吃 也要在这里等着 李承锋差点 与这个女人撞到一起 两人身体近在咫尺 闻到一股诱人的清香 像是奶香 又像是花香 让人陶醉 楚云红瞪了女人一眼 微怒的语气说 青年 不得无礼 这个女人 正是楚云红的女儿楚青年 刁蛮任性 倾国倾城 天不怕地不怕 一朵娇艳带刺的玫瑰花 楚青年一脸不甘 信念圆征 瞪着李承锋 楚云红也在此时 一脸严肃地说 年轻人 我老人家的面子 你是给 还是不给 好吧 既然这样 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 吃完饭再走 楚云红点了点头 这才转过身 对着艳可听的众人 面带歉意的微笑说 抱歉 让各位久等了 楚老将军 严重了 我们能在这里等你 也是我们的荣幸 在场的人都客气地说道 一番相互恭维后 众人才相继入座 楚云红也在此时 说出了来意 他这次来青州城的目的 是想找一个人 这个人是一位风水师 想请他化解 这次遇到的麻烦 可惜没有找到这个人 没有找到那个人 只好在青州城 召集一些风水大师 悬门高人 希望能遇到高人 化解这次麻烦 为了能更好的 吸引那些 有能力 有本事的大师 楚云红开出了 一个诱人的条件 如果谁能帮他 化解此事 不仅会把望海格送给他 还有一项 价值百亿的国家工程 一并交给他来做 知道这件事的青州企业家 名门望族 都是无比的兴奋 谁都想得到望海格 拿到国家级的百亿工程 这些企业家 名门望族 开始四处寻找风水名师 悬术大师 不惜花重金 聘请他们 做公司的风水顾问 然后带着这些大师 来到望海格 希望自己带来的 风水大师 能帮楚老将军解决麻烦 如果成功 不仅能得到望海格 拿到百亿级别的大工程 还能跟楚家攀上关系 对每个家族和企业来说 这是极大的诱惑 一旦成功 整个家族和企业 就会更上一层谋 叶孤成也是看中了这一点 可惜他的身体刚刚恢复 知道这件事实已经晚了 青州城有名的风水师 都被其他企业 或家族花重金请走 册字又被称为像字 是一种古老的占卜方法 主要根据字的笔画 结构 字形 字意等 来推演一个人的吉凶或福 李成峰看着红纸上写的棍子 刚开始还面带微笑 感觉楚老将军很有意思 可是看了没一会 脸上的笑容便逐渐凝固 眉头慢慢地皱在一起 不过一分钟的时间 李成峰就通过楚云红写的棍子 推测出他遇到的是什么麻烦 叹了一口气 楚老将军遇到的麻烦 的确不是一般的麻烦 而是家国大事 并且与岛国人有关系 此时的胡天正 刘依水 精通册字之术的大师 都盯着红纸上的棍子 开始对这个字进行拆解 推测其中的含义 胡延松还拿出钢笔 一脸认真在纸上写起了这个字 对这个字进行推演测算 用册字占卜 在当今社会已经非常少见 因为册字的推演变数太大 不同的人写相同的一个字 都有着不同的事宜 容易发生推测失误 如今最常见的占卜方法 多为六十四卦 九宫命格 蚂蚁像树 梅花艺术等 这些占卜方法 都有最基本的推演框架 运用起来比较方便 王斌 叶梦瑶好奇的目光 盯着各位大师 那些不会册字的大师 也是各显神通 有人拿出竹简 铜钱 走到楚云红身边 请他摇晃竹筒 抛洒铜钱 楚云红没有一点架子 非常的配合 倒是他女儿楚青妍 露出不满的神色 但也没有多说话 静静地看着各位大师表演 李承锋也很好奇 想看看这些大师 都是怎么占卜的 他的目光 始终在那个老和尚 和出马人的身上 只见老和尚双目微闭 陷入了冥想 那个出马人张迎出 则是独自走进一个房间 然后便关上房门 看上去神神秘秘的 李承锋真的很想知道 禅宗传人与出马仙 是怎么替人推测 极凶祸福的 可惜也不好多问 只能默默地看着 李承锋听爷爷说过 佛门是不允许禅宗弟子 随便帮人推测 极凶祸福的 因为佛家讲的是一切随缘 无论是服侍或 都要坦然地去面对和接受 经一切苦难 方可修成正果 所以佛门弟子 很少帮人算命看向 推测极凶祸福 如今社会上流传的占卜方法 多以道家为主 很少有人见过佛门弟子 给人占卜 佛门弟子 虽然不帮人看向侧字 推演极凶祸福 不代表佛门 没有推演极凶祸福的方法 据说 佛门有一项大神通 叫做三明六通 当禅宗弟子修为 达到一定的程度 便可观人前身来世 佛门的三明六通 三明指的是宿命明 知自身 他身 宿世之生死相 天眼明 知自身 他身 未来世之生死相 陋敬明 知现在之苦相 断一切烦恼之至 六通 指的是宿命通 可观所有人的前世今生 天眼通 能看到沙中世界 夜中菩提 世界上一切神秘的存在 陋敬通 能了却一切烦恼 领悟一切 天耳通 能与万物沟通 听天地之声 他心通 能知众生心中所想 神足通 变化自在往来 上天入地 皆可身随意道 无物可阻 因为李成峰不是佛门弟子 对禅宗修行的法门 并不是很了解 也不知三明六通 是否真的能观人前生来世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能修成三明六通 大乘佛法神通的佛门弟子 应该为数不多 不知眼前的这个老和尚的凡大师 修为已经达到了哪一层 很多人认为 佛门的三明六通 能看到一个人的前生来世 要比道家的占卜术 高明很多 其实不然 道家的大乘推演法 要比佛门的三明六通 高明许多 不仅能推演中华上下五千年 还能推演天灾星号星号 比如李淳峰 袁天刚创作的推背图 刘伯温创作的烧饼歌 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惜当今社会 无人精通奇门大乘推演法 很多奇门之术 悬门术法 已经失传在历史的长河中 李成峰感叹了一声 转而看向身后的房门 切耳倾听 里面传来两人对话的声音 普通人却只能听到 一个人说话的声音 因为李成峰开过天眼 通过蹊跷 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听到别人听不到的 李成峰知道 这是出马人在问先 所谓的出马问先 是出马人与供奉先家的 一种交流方式 出马人在问先时 都会找一个比较 安静隐蔽的地方 把供奉的先家 请出来求一解惑 楚云红面带微笑 看向刘依水 温和的语气说 刘大师 你何必为难一个小辈 他怎么会知道 你们在纸上写的什么 见楚云红发话 刘依水也不敢继续为难李成峰 脸上有些扫兴 刚刚准备坐下 一个自信的声音 在燕客厅里响起 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在纸上写的字 应该只有四个国家大事 说话的人正是李成峰 原本只想混一顿饭吃 如今有人故意找茬 想要羞辱他 他也不会任人羞辱 楚云红先是一愣 接着低头看了一眼 纸上的字 又抬头看向李成峰 心中很是震惊 他竟然说对了 前面看到他脸上 闪过的自信 就感觉这个年轻人不普通 现在可以断定 这个年轻人不是愣头青 而是真的有本事 刚要坐下的刘依水 又突然站起来 满脸愤怒地盯着李成峰 这个骗子怎么会知道 纸上写的是什么 一定是他偷偷看到了 纸上写的字 不然他怎么会知道 你可真够不要脸的 竟敢偷窥我们的推测结果 就你的那点推测结果 我还真不稀罕看 李成峰不屑的表情 一脸自信继续说 其实傻逼都能想得到 像楚老将军这种 有权有势的大人物 有什么事情是他解决不了的 可以说根本就没有 唯一可能解决不了的事情 那就是遇到了 非常棘手的国家大事 我没看错的话 这件国家大事 应该跟岛国人有关系 楚云红听到这里 脸上的表情非常精彩 李成峰说的没有错 如今这件棘手的事情 正是岛国人挑起的 心中很是不解 他是怎么知道的 除了了樊大师和张迎初 胡天正 胡言松 刘依水 还有其他几位大师 都是面带嘲讽的神色 这个年轻人 又要丢人现眼了 就算他能猜出 楚云红是位国家大事烦恼 又怎么能确定 这件事跟岛国人有关系 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国家 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事情 为什么偏偏是岛国 刘依水哈哈大笑 言语中竟是嘲讽的意味 不愧是风水大师 比我们还牛逼 我们这么多人 只能推算出 楚老将军 是因为国家大事烦恼 你却能推算出 这件事是岛国人引起的 老夫甘拜下风 你才是真正的大事 面对众人的嘲笑 李成峰却是一脸的平静 他们现在笑得多开心 等一下就会有多难看 楚云红盯着李成峰 很是好奇地问 小伙子 能不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 这件事与岛国人有关系的 见楚老将军说话 在场的人都安静下来 也想听听李成峰 是怎么解释的 李成峰看着红纸上写的棍字 一脸严肃地说 我正是从这个字推演出来的 哦 能不能说说 你是怎么推演的 李成峰面带微笑 解释自己 对棍字的拆解推演方法 首先把这个字拆成两个字 就成了木合坤 坤字上面是日 下面是笔 如果把笔拆开 就成了两把匕首 这个坤字 就像一个岛国人 身后别着两把匕首 如果把这个字连起来看 就是一个岛国人 在身后藏着两把刀 想在背后捅滑下一刀 李成峰正是从这半个字上 推测出 这件事跟岛国人有关系 胡天正 还有其他大事听完后 都是若有所思 感觉李成峰说的很有道理 有些遗憾 刚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刘依水虽然感觉 李成峰说的很有道理 但还是一脸的不服 愤怒地说道 你就是胡编乱造 住嘴 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楚云红打断 他一脸威严地说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各位 我现在遇到的麻烦是 的确与岛国人有关系 在场的人无不震惊 特别是叶孤城 他怎么也没想到 李成峰竟然猜对了 楚云红也把事情的原因讲了出来 这件事的起因是在海城 在场的人都竖起耳朵 认真地听楚云红讲事情的经过 海城是华夏的金融中心 在海城有一条江叫做黄浦江 这条江也是海城的龙脉所在 是一条天然而成的水龙脉 在风水学术上叫做九曲来水 因为这条水龙脉的存在 海城的经济发展迅速 成为了华夏最重要的经济城市 眼看海城的发展越来越好 已经成为国际型的大都市 可是就在两年前 岛国的一家公司 联合某个西方国家 经过合法的竞拍 拿到了黄浦江边的一块地皮 在这块地皮上 他们建了一座大厦 李成峰的脸上闪过一丝愤慨 九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 可真够阴损的 竟然想斩断黄浦江的水龙脉 破坏九曲来水的风水局 黄浦江的风水局 是一道天然而成的上城风水局 在风水学术中 主要分为山龙和水龙 山川为山龙 江河为水龙 山龙主贵贱 水龙主贫富 比如 京城正位于山龙聚首之地 因此呈现出光贵之气 成为了华夏国都 是达光贵人聚集之地 海城则位于长江水龙土气之地 所以呈现的是财富之气 成了华夏的经济中心 是商人企业集中之地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有些地狱出富商 有些地狱出官僚 例如山东 山西 河北等地当官的人比较多 广东 浙江 福建等地有钱人比较多 海城人说话带着一股财气 京城人说话带着一股官气 这就是风水气场对人的影响 正是百姓口中常说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身为一名风水师李成峰 非常的清楚 一旦黄浦江的龙脉 被天斩煞斩断 不仅海城的经济会受到影响 整个华夏的经济也会受到冲击 在风水学书中记载 如果水龙被斩断 水龙之气受到影响 就会发生水灾 若是地龙被人斩断 导致地脉龙气涣散 就会发生地震 不得不说 九局一流阴阳风水师的做法 真的很歹毒 用如此阴损的方法 破坏华夏风水 扰乱华夏国运 在座的大师都很气愤 对九局一流阴阳风水师的行为 嗤之以鼻 身为悬术中人 多少都听说过一些 关于九局一流阴阳风水师 破坏华夏风水的事情 楚云红叹了一口气 脸上闪过一丝杀气 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 他对九局一流阴阳风水师 可谓是恨之入骨 一脸严肃地说 数百年来 岛国人往我华夏之心不死 在我们华夏土地上 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特别是九局一流的风水师 一直想用风水 扰乱我华夏国运 我们脚下的望海阁 就是三十年前 九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所见 他们在此处布了一个风水局 想要霍乱华夏 还好当时有一位风水大师 轻松破掉了此处的风水 楚云红若有所思 想起了很多往事 特别是那位破掉此处风水的 风水大师 他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寻他 请他出山化解天斩煞 可惜没有找到他 不知他老人家去了哪里 楚云红柔和的目光 在众人的脸上扫过 一脸严肃地说 各位大师 你们谁能看破此处的风水布局 我就把望海阁送给他 谁能化解天斩煞 我就把价值百亿的大工程交给他 楚云红的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这些大师 连此处的风水局都看不破 又怎么去海城化解天斩煞 在场的人听到这里 都是一脸兴奋 这才是他们想要的 也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都急忙走出帝王阁 手捧罗盘 开始观察此处的风水布局 谁若是能看破此处的风水布局 就能得到望海阁 这个诱惑不是一般的大 黄玉飞站在流语水旁边 一脸着急地问 刘大师 望海阁的风水布局是啥 你看出来了没有 邓四海也是一脸着急地 盯着胡天正和胡言松 绝不能让别人抢了先机 谁先看破此处的风水布局 望海阁就是谁的 还有机会 拿到价值百亿的大工程 胡大师 你们可别让我失望 能不能得到望海阁 拿到价值百亿的工程 就看你的了 精通风水的大师 时而抬头看看天空 时而低头看看罗盘 时而观察此处地形 每个人都是一脸认真 对风水不是很精通的大师 只能站在旁边看着 手持罗盘的几位大师 不看还好 越看越着急 越看越烦恼 忠实绞尽脑汁 拿出毕生所学 也看不破此处的风水布局 大约半个小时后 这些大师垂头丧气 回到帝王阁 他们最终选择了放弃 楚云红看到众人回来 一脸期待地问 各位大师 有没有人看破此处的风水布局 这些人都摇了摇头 垂头丧气 一脸失望 看来与望海阁无缘 那些花仲金 把他们请来的商人老板 都是满脸的愤怒 却也无可奈何 楚云红看着胡天正 把最后的希望 放在了他的身上 着急地与其问 胡会长 你有没有看破 此处的风水布局 李承锋还没踏入帝王阁 就已经看出 此处的风水布局 如今有人找虐 就顺便成全他们 微微一笑 看向楚云红 随即开口 望海阁的风水布局 叫做群臣来拜 帝王加冕 天子作巢 一统河山 帝王之局 听到这句话 叶梦瑶和王斌 同时转头看向李承锋 他们在帝王阁门口时 就听李承锋说过这句话 当时没有在意 也不明白话中的意思 感觉他就是在胡咧咧 如今再次听到这句话 心中很是震惊 恍然间 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他说的正是望海阁的风水布局 叶梦瑶难以置信的目光 盯着李承锋 原来他早就看出了 望海阁的风水布局 露出一丝苦笑 叹了一口气 转而看向旁边的叶孤城 心想爸爸等一下你要后悔了 楚云红并没有在李承锋的身上 抱太大的希望 那么多悬殊界的大师 都看不破望海阁的风水布局 他一个年轻人 又怎么能看破望海阁的风水局 要知道 这可不是一般的风水局 而是极其罕见的大城风水 叹了一口气 心想 这个惊喜应该不会有了 这个想法刚刚在心中闪过 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 他那有些失望的脸上 瞬间流露出震惊的声色 难以置信的目光盯着说话的李承锋 右手扶住茶几 直接站了起来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声音有些微微地颤抖 随即说道 小兄弟 能不能把你刚才说的话 再重复一遍 嗯 李承锋点了点头 又把刚才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这次说得比较慢 每一个字都说得非常清楚 楚云红跟在后面轻声细语 重复着每一个字 对于这句话 他真的太熟悉了 这辈子 他也忘不了这句话 楚云红还清楚地记得 三十年前那位风水大师 站在帝王阁门前 说的也是同样的话 与李承锋说的一字不差 楚云红疑惑地语气问 小兄弟 你是怎么知道这句话的 当然 是在望海阁的风水布局上看出来的 李承锋一脸自信地说 看着李承锋脸上的自信 楚云红恍然感觉 他身上的气质 与当年那位风水师 真的太像了 脸上都洋溢着不可一世的自信 巧的是 那位风水大师姓李 他也姓李 此时的楚云红还没注意到这一点 楚云红对李承锋的称呼 已经从小伙子变成了小兄弟 这让在场的人羡慕不已 能被楚老将军称为兄弟 那是何等荣耀 在场的众人 从楚云红的反应上 就已经看出来 李承锋又说对了 在场的人 都是一脸的羡慕和嫉妒 风头又被这个年轻人抢了 还能得到望海阁 他们有备而来 最终只能空手而归 毫无准备的李承锋 不过就是想来蹭顿饭吃 却成了这次宴会最大的赢家 很多商人老板都盯着李承锋 打起了心中的小算盘 胡言松 刘以水的脸色非常难看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李承锋竟然说对了 望海阁的风水布局 想到前面的约定 如果他能说出望海阁的风水布局 就要拜他为师 他们两个人 在青州玄学界 都有着很高的地位 胡言松不仅是 青州玄树协会的副会长 还是玄门世家胡家的一员 刘以水也是青州玄树协会的会员 还是青州城有名的 蚂蚁像树大师 如果他们拜一个年轻人为师 以后在青州城还怎么混 还不被同乡笑掉大牙 两个人一脸纠结 不知该如何是好 叶孤城非常后悔 怎么也没想到 被他当成骗子的人 没有一点大师模样的人 才是那个真正的风水大师 如果他不跟李承锋撇清关系 那么望海阁就是他的 还有可能拿到那个 价值百亿的大功成 想到这里 叶孤城也顾不得这张老脸 心中很是不甘 直接站了起来 十分严肃的语气说 楚将军 这位李先生 是我请来的 你应该把望海阁给我 楚云红微微一笑 并没有说话 转而看向李承锋 意味深长的语气 小兄弟 这 老将军 我跟这位叶先生并不说 李承锋说这句话时 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叶孟瑶 只见他眼含泪水 一脸失望地看着他爸爸叶孤城 见李承锋翻脸不认人 叶孤城很是愤怒 他抬手指着李承锋 李承锋 你不要忘恩负义 如果不是我 你根本就进不了望海阁 更不用说得到望海阁 吃完饭后 所有的人相继离开 离开前 他们向李承锋索要联系方式 李承锋也没有拒绝 把隋元堂的地址告诉了他们 这些人都是未来的客户 刚才虽然与他们闹得有些不愉快 但也不会跟他们计较 李承锋也算是一举成名 只要得到这些人的认可 在青州城也算是站住了脚 所有的人都离开后 叶梦瑶始终站在李承锋身边 不愿离开 两只秀气的大眼睛 委屈巴巴地盯着他 李先生 对不起 我爸爸 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李承锋打断 他冰冷的声音说 叶小姐 你先回去吧 我跟楚老将军 还有事情要谈 李承锋看也没看叶梦瑶一眼 跟着楚云红 来到了帝王阁的二楼 二楼装修得更加气派 依然以黄花梨 和紫檀木家具为主 每一件的价格都十分昂贵 站在二楼的窗户前 向外面看去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一阵海风 带着大海的味道迎面吹来 这种感觉让人陶醉 李承锋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以后望海阁就是他的了 可以随时享受这种感觉 此时身后 响起楚云红的声音 小兄弟 你有化解天斩杀的方法吗 我也不知道 等看了对方的风水布局 我才能确定 李承锋转过身 一脸严肃地回答 没有看到对方的风水布局 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满 楚云红面带微笑 他对李承锋的回答很满意 不说大话 成熟稳重 的确是做大事的人 随即说道 小兄弟 早点休闲 我们明天就动身去海城 嗯 李承锋点了点头 没想到明天就要出发去海城 由此可见 这件事情非常着急 心中也有些疑惑 九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 想破坏黄浦江的风水龙脉 国家的神秘组织 龙门八局与护龙卫 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如果连龙门八局和护龙卫 面对天斩煞都束手无策 可见这件事情非常棘手 楚老将军亲自来青州城 寻找的那个人又是谁 还需要他亲自过来 心中虽然很多疑惑 但也没敢多问 在李承锋的眼里 这就是一笔生意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只字不提 一日清晨 李承锋和王斌 坐上楚老将军的专机 向海城方向飞去 青州城距海城并不是很远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 飞机便停在了海城的浦东国际机场 三辆挂着军方牌照的汽车 早已等在机场 李承锋跟在楚云红身后 刚从飞机上下来 便坐上汽车 来到位于浦东的香格里拉大酒店 香格里拉大酒店 是海城最早的五星级大酒店 坐落在黄浦江边 共分为两栋楼 一栋叫做浦江楼 一栋叫做紫金楼 楚云红提前在香格里拉大酒店浦江楼 预定了两间豪华套房 当李承锋从车上下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海城地标性的建筑东方明珠 转头看向另一边 是曾经的华夏第一高楼金贸大厦 在金贸大厦旁边 又有一座高楼拔地而起 这座大厦 就是岛国人和西方某个国家 共同建造的海城环球金融中心 李承锋瞬间被这栋建筑所吸引 高耸入云的大厦 形如一把军刀 耸立在天地之间 整座大厦从上到下 都铺满了碧蓝色的钢化玻璃 这栋大楼的设计 与普通的大楼有着很大的区别 大楼两侧不是平面 而是光滑锋利的棱角 看上去形如军刀 在阳光的照射下 玻璃散发出刺目的反光 远远看去 就像是散发着寒芒的刀锋 楼顶的上方 是个长方形的空洞 这个空洞的形状 很像一面国旗 中午时分 如果站在大楼下方 通过这个长方形看太阳 因为角度的原因 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太阳好像不是在天上 而是在楼顶长方形的空洞中 长方形的空洞处 与太阳形成映射 就像是一面太阳旗 这就是久居一流 阴阳风水式的高明之处 以空缺为旗身 以空中太阳为旗标 在华夏的经济中心 树立了一面太阳旗 早晨日出 下午日落 当太阳的角度 与这栋大厦平行时 透过楼顶的空缺看太阳 也是一面太阳旗 从整体上看这栋大楼 两边棱角处就像军刀 中间的空缺映射的是太阳 形成了双刀拖日的风水局 也可以称为军刀拖日 转而看向近在咫尺的黄浦江 每当清晨太阳升起时 这栋形似军刀的大厦影子 就像一把从天而落的军刀 正好砍在黄浦江上 李承锋站在窗前 没有回答楚云红 而是全神贯注 看着眼前的黄浦江 他时而转头 看向旁边的东方明珠 时而看向黄浦江对面 那座古老的铁桥外白渡桥 还有桥下的吴松江 外白渡桥已有百年历史 也是海城地标性的建筑 游客网红的达卡圣地 在风水学术中 水龙脉又分为有情水和无情水 正所谓环抱有情 反攻无情 有情水包含 内环抱水 外环抱水和酒区来水 若酒区来水成内环抱水 必是大城风水局 无情水包含 反攻水 直水 直冲水 其中反攻水是最无情的风水局 黄浦江正是酒区来水中的内环抱水 环抱整个浦东陆家嘴 在风水学术上 这也被称作玉带环腰 酒区来水 玉带环腰之势 造就了浑然天成的大城风水龙脉 成就了华夏经济中心的地位 而陆家嘴又是海城的经济中心 再看外白渡桥下的吴松江 上游正式苏州河 游入一条长龙横穿整个海城 江水最终流入黄浦江 形成了双龙汇聚之势 可惜吴松江江水与黄浦江汇聚后 其停留的时间太短 江水快速流向下游 这也导致吴松江的水龙之气 无法流入陆家嘴 李承锋想到这里 转而看向东方明珠 圆形的建筑显得非常特别 很多人不明白 国家为什么赤资重金 修建一栋以原形为主的建筑 看上去就像一个怪物 却不知东方明珠 暗藏着很大的风水布局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东方明珠所见的位置 正好与吴松江会入黄浦江的水口处相对 恰好在一条直线上 这叫做金珠引龙 龙好细珠 如此一来就能把吴松江的水龙之气 引入陆家嘴 黄浦江 吴松江两条水龙 在经过东方明珠时 就会被金珠吸引 这又形成了双龙细珠之局 李承峰转头看向不远处的金珠大厦 形入一座宝塔 坐落在黄浦江边 形成了宝塔护河 守住此处的水龙之气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每当海水长大潮 黄浦江的水就会倒流 在风水学术中 这叫做水龙回头 正所谓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整个海城到处都是风水布局 就算看上一天 恐怕也看不完 正是这些惊人的风水布局 造就了这块风水宝地 看破黄浦江的风水布局 李承峰心中暗暗吃惊 在黄浦江边布封水局的大师 真的好牛逼 这位在黄浦江边布局的风水师 会是谁 真想与他见上一面 聊表敬仰之情 就在李承峰满脸思绪时 恍惚间 他仿佛听到龙音之声 急忙抬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吴松江江水翻滚 一条神龙在水中飞出 直奔东方明珠而来 紧接着 黄浦江中水浪滔滔 也飞出一条巨龙 静直飞向东方明珠 只见两条巨龙 围着东方明珠 盘旋而上飞来飞去 过了一会 又飞向经贸大厦 穿梭在高楼大厦之中 最终消失不见 看到两条突然出现的神龙 李承峰被吓了一跳 心里非常清楚 这不是看花眼了 这两条神龙 都是水龙之气幻化而成 也被称为风水本相和本相灵体 上城的风水局 和大城的风水局 吸收日月精华 天地灵气 都会幻化出风水的本相灵体 楚云红坐在沙发上 并没有打扰李承峰 而是看着时间 大约过了五分钟 就见他慢慢地转过身 满脸自信地说 楚老将军 此处的风水局 真的太妙了 黄浦江的风水布局 要比望海阁的风水布局 玄妙百倍不止 这里的大小风水布局 真的太多了 就算看上一天 恐怕也看不完 楚云红听到这里点了点头 以为李承峰 没有看出此处的风水布局 说看一天也看不完 只是找一个借口 心想他看不出来 也很正常 毕竟他还年轻 此处的风水局 玄妙得很 可不是什么人 都能看出来的 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失望 可就在此时 只听李承峰继续说道 老将军 我没看错的话 此处的风水布局 应该是 九曲来水 玉带还妖 双龙汇聚 金珠引龙 宝塔护河 双龙细珠 水龙回头 聚财之局 听李承峰讲完 楚云红张着嘴 瞪着眼愣在了原地 他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这一次的冲击 比在望海阁还要大 他竟然又说对了 看破黄浦江的 整体风水布局 李承峰的心中 很是激动 浑然天成的九曲来水 加上江边的人造风水局 把曾经人人嫌弃的烂泥度 变成了风水宝地 可恶的岛国人 竟然在这块风水宝地上 修建了一栋军刀楼 想借天斩煞 砍断黄浦江的龙脉 破坏此处的风水 回我华夏国运 如此阴毒的用心 真是其心可诛 其心可灭 还有三天的时间 这栋军刀楼就要封顶 一旦军刀楼封顶 天斩煞就会形成 直接砍向黄浦江 如果黄浦江的龙脉被斩断 将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影响的不仅是经济 大楼已经建成 想让它们拆掉 已经不可能 只能想其他的办法 龙门八局 护龙卫 还有海城的悬术协会 民间风水组织 医学大师 都在想化解天斩煞的方法 也提出了很多的建议 可是 天斩煞哪是那么容易化解的 要考虑的方面太多 很多方法都不合适 如今最重要的是 怎么对抗三天后的天斩煞 护注黄浦江的水龙脉 千年难得一见 浑然天成的大城风水龙脉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它遭到破坏 更不能让久居 一流风水势的阴谋得逞 想回我华下风水龙脉 绝不可能 楚云红面带和蔼的微笑 盯着李成峰 越看越顺眼 越看越喜欢 柔和的语气问 小兄弟 你既然能看破黄浦江的风水 也看破了那座 君刀楼的风水布局 应该知道 他们用心险恶 你可想到化解天斩煞的方法 老将军 你就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绝不让岛国贼寇 回我华下龙脉 李成峰在说这句话时 脸上洋溢着不可一世的自信 楚云红的脸上 也露出满意的微笑 不知为何 他对眼前的年轻人 充满了信心 自从得知 九居一流在海城 建了一座君刀楼 想用天斩煞断黄浦江水龙脉 楚云红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今晚 可以好好睡上一觉 明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要开 李成峰心里还有一个疑问 看着有些困倦的楚云红 便没好意思问 楚云红却看到了李成峰脸上的疑问 面带微笑地说 小兄弟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问我 见老将军如此直接 李成峰便点了点头 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老将军 你可知道 在黄浦江边不封水局的人是谁 楚云红先是沉默了片刻 回忆着过去的往事 没一会 脸上流露出崇拜的神色 然后才点了点头说 知道 他跟我父亲是好朋友 他就是一个传说 他曾经与天斗星辰瞎了一只眼 跟地斗龙气瘸了一条腿 李成峰满脸震惊 这个人也太牛逼了 竟然敢与天斗星辰 跟地斗龙气 这是很多风水师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竟然做了 所谓的与天斗星辰 就是让天上的星辰一味 跟地斗龙气 就是把地脉龙气迁到别处 还不会伤及龙根 李成峰满脸震惊地问 老将军 这个人是谁 叫什么名字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我想拜他为师 他叫李天成 我去青州城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他 可惜没有找到 破 嗨嗨 李成峰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 差点在沙发上滑下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 心中敬仰的牛逼人物 在黄埔江边部风水的大师 竟然会是自己的爷爷 想到爷爷李天成 正是瞎了一只眼 瘸了一条腿 此时才恍然大悟 刚才怎么就没想到 竟然还想跟他见上一面 拜他为师 想见他直接回家就是 至于拜师更不用了 自己这一身本事 都是他教的 见李成峰一阵咳嗽 楚云红关心地问道 小兄弟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感冒了 没 没事 就是嗓子有点痒 楚云红这才放下心来 然后安慰的语气说 你放心 等哪天 我找到他 一定带你去见他 我亲自求他 让他收你为徒 嗯 多谢老将军 李成峰并没有把李天成 就是他爷爷的事情 告诉楚云红 因为爷爷年事已高 已经归隐 不想有人去打扰他 心里还是有些震惊 没想到爷爷以前那么牛逼 爷爷却从来没有说过这些 只要有时间 爷爷就会教他 奇门遁甲 奇门风水 民间禁术等 从来不跟他说没用的 这应该就是 好汉不提当年有 岛星号星号对盗取华夏 其实修建邪塔的事情 很快传到了国内 引起了很多大人物的重视 楚云红满脸思绪 继续讲道 那时候我父亲是一名团长 有一天 团不住地来了一个老乞丐 还有一个年轻的乞丐 那个老乞丐 还是一个瞎子 李成峰也是若有所思 他已经猜到 那个瞎眼的老乞丐 应该就是太师爷李金山 那个年轻的乞丐 应该就是爷爷李天成 李成峰 楚青年 王斌 坐在旁边安静地听着 那个老乞丐 和那个年轻的乞丐 来到团不住地后 他们找到 楚云红的父亲楚战东 那个年轻的乞丐 一脸自信地说 他夜观星象 发现东方突然出现 一枚血红色的妖心 妖光缠住了紫微地心 有血洗东方之意 必须把这个妖心给除了 不然后患无穷 除掉这个妖心的方法 就是去东方 毁掉一座邪塔 当时的楚战东并不相信 让警卫员给了他们一点吃的 然后就让他们离开 可是 那个老乞丐 还有那个年轻的乞丐 并没有离开 而是一直在军营外面等着 战士驱赶他们离开 那个老乞丐却满脸微笑 说什么时机不到 等时机到了 你们团长会亲自出来 请我 大约过了三天 楚战东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的任务 上级命他带一批人前渡倒国 不惜一切代价 毁掉八红一鱼塔 楚战东此时才想到 一直蹲在军营外面的两个乞丐 他急忙跑出去 发现两个人还在外面等着 他急忙把两个乞丐请到指挥部里 才知道两个乞丐的真实身份 他们原来都是风水师 老乞丐叫李金山 年轻的乞丐叫李天成 他们两个人正是为了破八红一鱼塔来 李承锋听到这里眼眶有些湿润 没有想到爷爷和太师爷 竟然还有如此传奇的故事 为了民族大义 不惜背景遗乡 前渡倒国 破掉八红一鱼风水局 楚云红说到这里 坚毅的脸上流露出悲愤的神色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继续说 那位老乞丐 交给我父亲一块玉佩 好像叫什么青天令 让他带着这块令牌 去天青观 请道长下山帮忙 天青观近百名道长 看到青天令后全部下山 与李金山 李天成一起前渡岛国 破八红一鱼塔的风水局 李金山在去岛国前 把青天令交给楚湛东 告诉他 只要看到东方夜空那颗血红色的妖心消失 就证明他们成功破掉了八红一鱼风水局 如果半年后 那颗妖心还在 就带上这块青天令 可以去任何一家道观 请道长下山 继续前渡岛国破八红一鱼塔 楚湛东用力地点了点头 向这些舍身忘死 保家卫国的道长行了一个军礼 接下来的日子 每到晚上 楚湛东就会坐在外面 盯着东方的夜空 盯着那颗血红色的妖心 有时还会半夜起床 向那个方向看去 一看就是一个晚上 心中很是着急 也很担心 担心那些道长的安全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 楚湛东抬头看向夜空 惊喜地发现 那颗红色的妖心已经不见了 紫薇地心重新出现 他知道那些道长成功了 他们成功地破掉了八红一鱼风水局 他急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上级 接下来的日子 楚湛东瞧手以盼 希望早日看到那些道长凯旋归来 直到半年后 只见李天成背着李金山的骨灰 跟两位小道长垂头丧气 回到了军营 去了近百人 只回来了三人 楚湛东当场泪流满面 把清天令交给李天成 八红一鱼塔被破 华夏的战局瞬间被扭转 那些汉奸走狗 好似幡然醒悟一般 很多人开始起义投诚 李成峰对楚云洪说的话 那是深信不疑 因为清天令就在他的手里 爷爷和太师爷与近百位道长 前渡岛国破八红一鱼塔 只回来了三个人 可以想象出来 这肯定是一场非常惨烈的 悬门术法对决 华夏道门与岛国阴阳师 九局一流风水师的对决 究竟有多惨烈 真的无法想象 等回到青州城 一定要让爷爷讲一下 他们是怎么破掉 八红一鱼塔的 王斌也相信这是真的 只有楚清延一点也不相信 看着眼含热泪的楚云洪 笑嘻嘻地说 爸 你可真逗 讲个故事 还把自己讲哭了 这可不是故事 这都是事实 没有载入史册的事实 走出房间后 李承锋 王斌 跟在楚清延身后 来到电梯旁 准备坐电梯下去 王斌看上去很怕楚清延 始终与他保持在两米以上的距离 不敢跟他靠得太近 李承锋却走到楚清延身边 等着电梯下来 看着电梯左边红色的箭头 正在向下滑动 眼看电梯就要落到这一层 耳边突然传来一个女人愤怒的吼声 土包子 离我远一点 李承锋被吓了一跳 急忙往后退了两步 疑惑的目光 看着楚清延 这个女人是不是有病 大呼小叫的想干嘛 不爽的语气问 楚小姐 我又没有碰到你 你为什么这么凶 楚清延嫌弃的目光中 带着鄙视与厌恶 用非常霸道的语气说 土包子 离我远一点 必须保持两米以上的距离 像你们这种土包子 跟我靠得太近 就是在玷污本小姐的身体 尼玛 这个女人也太霸道了 跟她离得太近 玷污她的身体 如果不小心碰她一下 岂不成了强奸未遂 这明白着 就是在侮辱人 李承锋的脸色瞬间变了 想都没想随口说 楚小姐 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 就你这样的女人 把衣服脱了 追我三条件 我要是看你一眼 就是耍流氓 破 王斌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李承锋敢这样 跟楚清延说话 完了 这一下惨了 楚清延刚刚走进电梯 身后便传来如此放肆的话语 他瞪大双眼 盯着眼前的男人 他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 土包子 你刚才说的啥 有本事再给本小姐说一遍 眼看电梯门就要关上 楚清延突然走到电梯门口 伸手把李承锋拽进了电梯 因为有人进入电梯 电梯门感应了一下再次打开 看着打开的门 王斌却不敢进去 还往后退了两步 很快 电梯门再次关上 王斌叹了一口气 中指和食指并拢 在额头上点了一下 又点了一下左胸口和右胸口 然后双手合十 一脸虔诚地说 阿弥陀佛 佛祖保佑 保佑我同学 保佑我兄弟 不会被那个女人打死 阿门 阿里路亚 都去保佑她 此时的电梯 正从二十六层缓缓下降 电梯里 只有李承锋和楚清延 楚清延俊俏的脸蛋上 竟然流露出凶狠残忍的神色 他捏着白嫩的手指 传来咔咔的声响 土包子 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信不信我把你的屎给打出来 长得那么漂亮 说话竟然如此粗鲁 李承锋撇着嘴 一脸不屑 轻轻地冷哼了一声 用一种居高临下 略带嘲笑的眼神 看着身高不过一米六 还不到自己肩膀的楚清延 嘚瑟而又挑衅的语气说 小娘们 口气还不小 告诉你 上学那会儿我可是体育队的 还练过两天功夫 不仅能单手劈砖头 还能胸口碎大石 李承锋抬手做了一个下劈的手势 然后晃动了一下后视的胸膛 看上去很牛逼 很强壮 轻蔑的眼神盯着楚清延继续说 就你这样的 我用一只手就能把你轻松拿捏 若不是看在楚老将军的面子上 谁把谁的石打出来 还不一定 李承锋捏着沙包大的拳头 在楚清延的眼前晃了晃 很是嚣张嘚瑟 若是连一个女人都治不了 那就白掌一米七八的大哥了 本以为能把楚清延唬住 没想到他却是一脸的开心 两个深深的小酒窝 出现在他的脸上 玩味的语气说 哟哟哟 我好害怕呀 嘴上虽然说着怕 却没有一点怕的样子 面带微笑的脸突然变成凶狠 直接抬手 一巴掌抽在李承锋的脸上 然后大声地吼道 敢威胁本小姐 信不信我打死你 毫无防备的李承锋 脸上瞬间多了一个巴掌印 没想到他会搞偷袭 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心中很是恼怒 大声吼道 臭娘们 你不要太过分 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敢喊我臭娘们 卧槽 楚清延开口就是国粹 咬着牙 挥拳砸到了李承锋的右眼上 他想要躲避 根本就躲不开 这一拳的速度真的好快 被打的李承锋很是恼怒 脑子一热 也不管楚清延是什么身份 直接还手 快速挥手向他的脸上抽去 一个大老爷们 若是连一个女人都收拾不了 还不被人笑掉大牙 很快 来到了政大广场 这是一家集 休闲娱乐餐饮购物为一体的 大型广场 里面有很多名牌服饰的专营店 李承锋还是一拳一拐的样子 王斌在旁边扶着他 远远地跟在楚清延身后 在政大广场里逛了一会 楚清延停在一家品牌服装店门口 然后看着两个人不耐烦的语气喊道 好了 就在这家买吧 赶快进去选衣服 买完我们就回去 李承锋和王斌一刻也不敢耽搁 急忙快走两步 准备去店里选衣服 刚走到店门口 就把正在玩手机的女店员吓了一跳 警惕的目光盯着两个人问 你 你们是干嘛的 我们想买两身衣服 服装店的几个店员都围了过来 一脸警惕地看着两个人 他们店里卖的服装可都是名牌 看两个人的穿着打扮 就不像有钱人 来这种高消费的场所买衣服 那不是开玩笑吗 王斌被看得一脸尴尬 楚清延却是面带微笑 他就是想看两个人窘迫的样子 可惜让他失望了 李承锋的脸上非常平静 楚清延对几个女店员说 让他们进去选衣服 我会给他们买单 几个女店员转看向楚清延 从他身上的穿着和气质就能看出来 这是有钱人家的大小节 便放松警惕 让两人进入店中 当走进店内看着衣服的标价 才知道什么是大城市 最便宜的衣服都要1999 还是折扣后的价格 现在的李承锋虽然不差钱 若是让他自掏腰包买这么贵的衣服 他还真的有点舍不得 还好有楚清延买单 李承锋和王斌很快选好了衣服 是穿了一下也非常合身 每人选了两身 价格都在3000元左右 全部加起来需要两万多 俗话说 人配衣服马配鞍 狗配铃铛跑得欢 这句话真的一点也没错 两人换上衣服 瞬间从土包子变成了精神小伙 两个人都露出满意的微笑 然后看向站在旁边的楚清延 楚小姐 麻烦买下单 楚清延看着焕然一新的两个人 眼神中流露出不爽的神色 这不是他想看到的 他们穿成这样就不像土包子了 收音员露出职业的微笑礼貌地说 这位小姐一共是两万七千八百块 等一下 楚清延并没有买单的意思 而是走到李承锋和王斌身边 围着两个人转了一圈 越看越不爽 这两个混蛋挑的衣服还挺合身 他一脸不爽 转而看向旁边的店员 随口问道 你们这里有没有卖的锦身衣和弹力裤 有 但是锦身衣和弹力裤的材质比较特殊 价格比较贵 价格不是问题 给我拿几身出来 让他们换上看看 楚清延一脸淡定地说 钱对他来说 不过就是一个数字 他家里最不缺的就是钱 王斌满脸疑惑 不知道楚清延想干嘛 李承锋叹了一口气 已经猜到他的意思 这个娘们可真会整人 没一会 两个店员便抱着几件锦身衣 弹力裤走到两人跟前 王斌看到这些锦身衣和弹力裤 瞬间梦了 这些衣服不是花花绿绿 就是黑白色 楚清延拿起两件花花绿绿的 扔到李承锋和王斌的身上 用命令的语气说 去 把这两身衣服换上 李承锋拿着花花绿绿的锦身衣 心中很事无语 这个女人太会侮辱人了 不满的语气说 楚小姐 你不要太过分 我就过分了 怎么 难道不行吗 见李承锋拿着衣服不去换 楚清延盯着他的腿 威胁的语气说 你的腿 怎么不瘸了 王斌听到这里 知道事情不好 急忙拉着李承锋劝道 承锋 咱们又打不过他 算了 豪瀚不吃眼前亏 咱们还是换上吧 李承锋很是无奈 想到这个女人的武力值 只好走进试衣间 把衣服换上 过了很长的时间 两个人才换好衣服 从试衣间里走出来 那些女店员 看着走出来的两个人 全身上下花花绿绿 还是紧身的那种 王斌的大肚腾特别明显 让人难以启齿的是 她们两腿之间 还有一处凸起 特别显眼 女店员都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楚清言也是非常满意 当即说道 很好 再给她们拿两身 好的 女店员实在是忍不住 一边笑着 一边给她们打包衣服 负责收银的女店员 满脸微笑说 听着门外传来的笑声 王斌很是气愤 直接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扔到床上 很是不爽地说 臭娘们 太会欺负人了 咱们不干了 咱们回去 有什么好生气的 这身衣服可值好几万 咱们拿回去换两身不就得了 李承锋面带微笑 丢人已经丢了 生气也没用 等一下 去那家服装店 把衣服换掉就是 换几件合身的 王斌脸上露出微笑 开心地说 对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走 咱们这就去换 李承锋和王斌 偷偷回到那家服装店 当那些女店员 看到回来的两个人 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身上穿的 他们拒绝退换 没穿过的 可以换价格相同的衣服 两人穿着和身的衣服 身上的气质瞬间变了 当走出正大广场 王斌一脸不爽地说 承锋 那个臭娘们敢这样羞辱咱 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咱们整死她 算了 等以后再说吧 李承锋说话时 转头看向海城国 寄金融中心 这座军刀楼 马上就要封顶 一旦封顶天斩煞 当李承锋知道 在黄浦江两边 不风水局的人 是爷爷李天成后 心中就暗暗发誓 绝不允许任何人 破坏黄浦江的风水龙脉 因为这是爷爷注入的心血 一日清晨 距离海城环球金融中心 封顶完工 就还剩下两天 今天 楚云红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 会议的主要内容 就是商讨化解天斩煞的方法 粉碎九局 一流阴阳风水式的阴谋 这场会议的主持人 是胡天刚 他是护龙卫昆仑大队的副队长 主要负责守护昆仑山的龙脉 因为黄浦江龙脉受到威胁 上级特意把他从昆仑山调了回来 想办法化解天斩煞 守护黄浦江的龙脉 对付九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 楚云红 则是此次事件的主要负责人 前来参加这场会议的 由海城悬术协会会长司马红 国内知名风水大师田国锋 医学大师刘子明 龙虎山正一教代表张武木 毛山派代表秦飞虎等悬门大师 出于对李成峰的欣赏 楚云红也想让他参加这次会议 一是想让他长长见识 二是想等会议结束后 听听他的想法 李成峰没有拒绝 他也很想知道 护龙卫与那些悬门风水大师 会用什么方法化解天斩煞 守护黄浦江的龙脉 由于这次会议的特殊性 李成峰是没有资格参加的 为了带他进入会场 楚云红便让他以警卫员的身份 跟他进入会场 会议地点选在了香格里拉大酒店的会议厅 很多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 带着各自的助理和徒弟 陆陆续续到达会场 上午十点会议正式开始 参加会议的人并不是很多 不到十个人 这些人在悬术界都有着很高的地位 楚云红坐在正位 胡天刚和另一个护龙卫的成员杨伟 坐在楚云红的两边 李成峰拿着水壶 负责给这些大师倒开水 当所有的人员到齐后 会议正式开始 一个工作人员关上灯 打开投影仪 在白色的幕布上映射出 军刀楼 黄浦江 以及整个陆家嘴的橄榄图 所有人的目光全部转向幕布 胡天刚也在此时 一脸严肃地说 首先要感谢各位大师 能来参加这次会议 为守护黄浦江龙卖出谋划策 还有两天的时间 这栋军刀楼就要完工封顶 那十天斩煞 就会形成直接砍向黄浦江龙卖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想办法保护水龙卖 不让龙卖遭到破坏 各位大师 不知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可以直接提出来 前来参加会议的大师 先是焦头接耳 议论纷纷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后 海城悬树协会的会长司马虹 一脸严肃说出了他的想法 海城悬树协会的意思 是在人民广场 修建一座后裔的雕像 射向军刀楼上面的太阳 对抗即将形成的天斩煞 其他大师也相继说出了他们的想法 李承锋拿着水壶站在旁边 一脸认真地听着 龙虎山正义道代表张武木提出的方法 是用八卦破煞镜化解天斩煞 把军刀楼砍向黄浦江的天斩煞反射回去 毛山代表秦飞虎提出的建议 是去泰山取一块泰山石 放在黄浦江边化解砍向黄浦江的天斩煞 李承锋脸上闪过一丝不爽的神色 还是拎着水壶走到司马虹身边 把他的水杯给捣满 接着便退到了一边 继续听这些大师 协商化解天斩煞的方法 由于意见不同 这些大师发生了剧烈的争执 有的人支持用八卦破煞镜 有的人支持用泰山石 海城悬殊协会的会长司马虹 却坚持造一座后裔雕像 风水大师田国锋 医学大师刘子明 则要求马上动工建一座大楼 用天斩煞对抗天斩煞 刚开始 这些大师还十分和谐 相互吹捧 当谈到用谁的方法时 瞬间产生了分歧 突然变得火药味十足 翻脸不认人 都要求采用自己的方法 场面十分混乱 争吵声 辱骂声 不绝于耳 这些人哪里还有大师的样子 就像市井逐利的刁民 如果谁的方法被采用 成功地化解了天斩煞 护住了黄浦江的龙脉 那可是大公一见 身份和地位直线上升 最重要的一点 谁若是能化解天斩煞 护住黄浦江龙脉 就能拿到那项价值百亿的工程 楚云红眉头微微一皱 心中很是失望 他已经看出来 这些大师都是为了名利而来 胡天刚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 无论用谁提出的方法 都会得罪其他人 无奈的目光看向楚云红 拎着水壶的李承锋站在旁边 嘲讽的眼神盯着这些大师 恍然间想起一句话 天下兮兮 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 皆为利往 这些大师也不例外 如今这个年代 每个人的眼里 只有利益和金钱 如果一个国家从上到下 所有人的眼里 只有利益和金钱 这个国家的未来 真的让人堪忧 早知这样就不来参加这场会议了 一点意思也没有 看着还在争吵的众位大师 李承锋又没忍住摇了摇头 习惯性地叹了一口气 当叹完气 才意识到不好 可是已经晚了 原本还在为用谁的方法 而争吵的诸位大师 突然停止了争吵 全部看向李承锋 这些大师 原本就睁得脸红脖子粗 心藏怒气无处发泄 李承锋的摇头叹气声 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引起了这些大师的不满 司马红一拍桌子 直接站了起来 小赤佬 你的脖子是不是又痒了 你在这里哀声叹气 到底是几个意思 今天不给我解释清楚 你别想站着离开 其他大师也都是一脸不爽 盯着李承锋想听听 他是怎么解释的 也趁此机会歇歇嗓子 等一下好继续争 李承锋深吸了一口气 转头看向楚云红 发现他脸色有些阴沉 看上去很不开心 这也很正常 谁遇到这样的事情 恐怕也开心不起来 这些大师不想着齐心协力 团结一致 化解天斩煞 却追逐起了名利 李承锋微微一笑 也不管楚云红怎么想 不可一世的自信与嚣张 又在他的脸上浮现 既然 你们想要一个解释 我就给你们解释一下 我之所以摇头叹气 是因为你们的方法 根本就无法化解天斩煞 八卦破煞镜 还有泰山石 的确可以挡煞 化煞 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看到 有人在门上 墙上 窗户上挂一面镜子 在门前 屋后 路口放置一块石头 石头上面刻着泰山石杆当 这两件物品化解普通的煞气 还行 想要挡住天斩煞 根本就不可能 还有风水大师田国锋 艺学大师刘子明 提出的方法 以天斩煞对天斩煞 在军刀楼旁边 再建一座高楼 当然 这个方法的确可行 可惜 这是在华夏的土地上 如果建一座形似悬兵舰 抗龙俭 金刚盾的大楼 与军刀楼以煞刻煞 两座大楼交锋的煞气 就会形成煞气四方的风水气场 周围的所有建筑和企业 还有老百姓都会跟着遭殃 这种方法 就是在自掘坟墓 就算要建一座大煞 克制军刀楼的煞气 也不能继续使用天斩煞 必须选用以柔克刚的方式 化解天斩煞 李承锋说的这些话 得罪了在座的所有大师 这些大师也不管他说的是对是错 愤怒地眼神盯着他 李承锋否定了他们 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方法 在挡他们的财路瞬间引起了众怒 司马虹怒视着李承锋 怒不可遏地说 小吃老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说我们的方法不管用 你可知道我们都是什么人 李承锋离开会议厅 脸上带着微笑 心中却很失望 有这些大师在黄浦江的风水龙脉威夷 现在只希望这些大师的方法 能创造奇迹 互助黄浦江水龙脉 化解天斩煞 当回到住处 王斌并不在 应该是出去玩了 李承锋走到窗前 看着眼前的黄浦江 还有旁边的东方明珠 这些都是爷爷设计的 是爷爷的心血 怎么忍心看其遭到破坏 想到那些孤名钓鱼 眼中只有名利的大师 李承锋冷哼一声 一群老傻逼 我倒要看看 你们是怎么化解天斩煞的 想到碾台离开的胡天刚 李承锋再次冷哼一声 很是不屑地说 呼隆外 有什么了不起 在我眼里 狗屁都不是 李承锋正骂得起劲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笑声 我什么都没听到 你继续骂 李承锋被吓了一跳 急忙回头 只见楚云红面带微笑 走进了房间 老将军 会议还没有结束 你怎么就回来了 你都回来了 我还留在那里做什么 看那些大师吵架吗 楚云红露出一丝苦笑 无奈地语气说 李承锋刚刚离开 那些大师再次陷入了争执 比前面还要激烈 就差动手护殴 场面已经难以控制 楚云红非常明白 会议继续开下去 已经毫无意义 他愤怒的手掌拍到桌子上 会议听瞬间安静下来 他随即说道 所有人的方法全部采用 谁的方法能化解天斩煞 那像价值百亿的工程 就是谁的 楚云红接着便起身离开 紧走两步 跟在李承锋身后 回到了房间 李承锋笑了笑 老将军这个方法虽然好 但是不利于团结 想让这些大师团结 也是不可能的 让他们自由发挥 也是一个好办法 楚云红对李承锋的信任 远远超过了那些大师 因为他在李承锋的身上 看到了一个人的身影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 楚云红满脸好奇地问 小兄弟 你说的奇门术法 围龙披甲 真的能化解天斩煞 李承锋知道 这才是老将军回来的目的 他随之点了点头 很是自信地回答 是的 如果连围龙披甲 都化解不了天斩煞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办法对抗天斩煞了 看着李承锋脸上 不可一世的自信 楚云红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一下不为龙披甲的方法 需要什么物品 李承锋也没有隐瞒 随口回答道 不为龙披甲数 需要请五帝神位 还需要五万枚五帝钱 必须是古钱币 不能是现代纺制的 好 我这就让人准备 楚云红面带微笑 接着便转身离开了房间 让人准备五帝钱 还有五帝神位 剩下李承锋一脸猛逼 心中很是不解 不过就是随口说说 楚云红也不管是真是假 就直接选择相信 让人去准备五帝钱 请五帝神位 这太不符合常理了 想到楚云红看自己的眼神 还有说话的语气 恍然意识到 他可能早就猜到了自己的身份 不然不会如此相信他 更不会对他这么好 一日清晨 距离军刀楼峰顶 就还剩下一天 胡天刚 还有那些大师 就像是一盘散沙 都各自为战 忙着布置化杀局 李承锋和王斌吃过晚饭 来到黄浦江边散步 欣赏美丽的江边夜景 当经过一处堤坝时 只见岸边竖着一块大石头 高约三米 宽约一米半 上面还刻着几个大字 泰山石赶当 这应该就是秦飞虎 在山东弄来的泰山石 泰山石正好 对着军刀楼的刀锋 向黄浦江里看去 只见水面上停着一艘船 船头上放着一面镜子 直径约有两米 镜子的中间 向外突出很多 棱角分明的镜框上 刻着八卦的方位 刷上了红色的朱砂 这应该就是张武木 所说的八卦破煞镜 八卦破煞镜 也对准了军刀楼的刀锋 在堪河对面 还有一座高约五米的雕塑 雕刻的正式后裔摄日像 只见雕像弯腰屈膝 搭弓拉弦充满了力量 对准了双刀拖日 这应该是司马洪说的 后裔雕像 心中有些好奇 他不是要把这座雕像 放在广场上吗 怎么又给拉到河边了 民间组织 还有悬术门派的方法 都已经布置好 布置护龙卫会用什么方法 化解天斩煞 自从昨天会议结束后 一直没有看到胡天刚 沉浸在痛苦中的左藤正雄 并没有发现 悄悄离开的李承锋和王斌 他抚摸着骨灰和 言语中充满了杀气 找到凶手没有 我要让这个人死 我要亲手宰了他 还没有 等我回青州城后 一定会把这个人找出来 把他碎尸万段 为弟弟报仇 左藤剑一满脸凶狠地说 这些天 他一直忙着处理左藤剑二的后事 加上伤心难过 还没来得及寻找凶手 左藤正雄叹了一口气 丧子之痛 让他无比地难过 转而看向旁边的黄浦江 充满杀气的眼神 盯着黄浦江 好儿子 等我斩断了黄浦江的水龙脉 就带你回家 把你葬在美丽的樱花树下 李承锋拉着王斌急忙离开 他还时不时回头看上一眼 王斌满脸疑惑地问 承锋 怎么了 李承锋随口回答 我没看错的话 刚才那三个岛国人 应该是九局一流的风水师 也是破你们村上风水的人 王斌听到这里若有所思 刚才他没有在意 只是随便瞥了他们两眼 此时仔细回忆一下 那个抱着盒子的年轻人 正是去他们村上 买石头牛的岛国人 当初还是他给带的路 把他们带到了村长的家里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他 顿时满脸怒气地说 妈的 还真是那个王八蛋 敢破我们村上的风水 看我不弄死他 王斌非要回去找高桥正南算账 却被李承锋给拉回了 香格里拉大酒店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那个老头非常的危险 如果王斌过去 死的人可能是他 一日清晨 三天的时间转眼即逝 今天正是军刀楼封顶的日子 太阳还没有升起 左藤正雄 左藤健一 还有十几位九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 全部站在军刀楼最顶层 俯视着脚下的黄浦江 今天 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他们要亲眼目睹 黄浦江的水龙脉 被天斩煞砍断 一名九局一流的风水师 向前走了一步 先是冲着左藤正雄鞠躬 然后有些担心地问 左藤大人 华夏的风水师 在江边布了八卦破煞镜 泰山挡煞时 后一摄日向 天斩煞会不会被化解 田中俊 你的担忧多虑了 无论是什么化煞局 在天斩煞面前 都是唐壁挡车 左藤正雄非常自信 他接着转头看向东方 夜空已有微微的亮光 太阳即将升起 他冰冷的声音 说出两个字 风顶 没一会 空中便传来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在华夏 房屋风顶是一件大事 不仅要选及时即日 还要放鞭炮 这也是千百年来的习俗 睡梦中的李承锋 被突然传来的鞭炮声吵醒 不耐烦地说 是不是有病 大清早地放什么鞭炮 李承锋并没有多想 而是翻了一个身继续睡 楚云红 胡天刚 司马红 张武木 秦飞虎等玄门大师 天还没亮时 全部聚在了一起 他们站在黄浦江中的一艘船上 看着不远处的军刀楼 秦飞虎一脸自信地说 放心吧 有我的泰山挡煞实在 就算天斩煞再厉害 也不可能伤得了黄浦江龙脉 秦大师 少在这里吹牛逼 想要化解天斩煞 还要靠我的八卦破煞镜 看着又在争吵的各位大师 楚云红眉头微微一皱 很是无奈 就在这些大师争吵时 不远处的高空 突然传来一阵鞭炮声 转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还能看到军刀楼顶部 鞭炮爆炸时发出的亮光 一闪一闪 极其耀眼 胡天刚很是不耐烦地说 都不要吵了 军刀楼已经封顶 整艘船上瞬间安静下来 他们全部转头 看着那座军刀楼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太阳缓缓升起 当阳光照在大楼上 整个军刀楼的影子 显得特别长 长长的阴影 直接落到黄浦江上 在普通人看来 不过就是一栋大楼的影子 落到了黄浦江上 对于开过天眼的人来说 眼前看到的 却是另一幅场景 开过天眼的胡天刚 抬头向空中看去 只见空中的煞气 慢慢凝聚 幻化成一把军刀的形状 直接砍向了黄浦江 胡天刚心中一惊 眼看煞气凝聚而成的军刀 就要砍在黄浦江上 就在此时 泰山挡煞时 突然散发出耀眼的金光 直接把煞气凝聚而成的军刀 震了回去 天煞之气凝聚而成的军刀 长约百米 宽约五米 从天而降 直接砍向八卦破煞镜 一开天眼的胡天刚 秦飞虎 张武木 紧张的目光盯着八卦破煞镜 只见镜框上雕刻的八卦方位 散发出珠沙色的红光 浮现出一面八卦虚影 中间凸起的镜面 也在此时倒影出一把军刀 镜面上与镜子中的军刀碰到一起 瞬间发出一道刺眼的白光 白光闪过 只见光滑透亮的镜面上出现到刀裂纹 裂纹慢慢扩大 不过数秒钟的时间 八卦破煞镜化成碎片散落一地 镜框也被天煞之气冲撞得四分五裂 张武木目瞪口呆 八卦破煞镜连天斩煞的一次冲撞都挡不住 这 这怎么可能 楚云红的脸色非常难看 却也无可奈何 旁边的诸位大师满脸震惊 他们虽然看不到煞气 心里却非常清楚 八卦破煞镜之所以会碎 正是遭到了天煞之气的冲撞 泰山挡煞时 八卦破煞镜 在天斩煞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如今就还剩下后翼射日像 所有人的目光全部转向那座雕像 司马虹一脸紧张 亲眼目睹泰山挡煞时 八卦破煞镜 在天斩煞的冲撞下 化成碎片 也不敢再说大话 天煞之气凝聚而成的军刀 再次出现在空中 直接劈向后翼射日像 只见雕像手中的弓箭 突然射出一道精纯的白光 射向空中的天斩煞 白光还没有接近天斩煞 便被强悍的煞气碾碎 消失得无影无踪 煞气凝聚而成的军刀 直接砍到雕像上 雕像瞬间四分五裂 司马虹老脸苍白 看着岸边碎了一地的雕像 颤抖的声音说 这 这个天斩煞也太霸道了 泰山挡煞时 八卦破煞镜 后翼射日像 竟然都挡不住 怎 怎么办 天斩煞 马上就要 砍到黄浦江上了 黄浦江的龙脉 若是被砍断了 后果不堪设想啊 每个人的脸上 都流露出无奈的神色 看着不远处的军刀楼 不知该如何是好 军刀楼最顶层 左藤正雄 看着华夏风水 施步下的花煞菊 被天斩煞轻松击溃 脸上流露出骄傲的微笑 其他九局一流的成员 满脸震惊 田中次郎向前走了一步 对着左藤正雄弯腰鞠躬 满脸崇拜 一脸恭敬地说 尊敬的左藤大人 天斩煞果然厉害 泰山挡煞时 八卦破煞镜 后翼射日像 在天斩煞面前 真的犹如塘壁挡车 不堪一击 左藤大人 神威盖世 不愧是大岛国最优秀的 阴阳风水师 其他九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 对着左藤正雄 一阵吹捧恭维 左藤正雄 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无意中看到了架子上的骨灰盒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重新看向脚下的黄浦江 气愤地语气说 华夏风水师 我要看看 你们还有什么办法 对抗我的天斩煞 哈哈 我要让你们亲眼看着 黄浦江的风水龙脉 被天斩煞砍断 左藤正雄说话的同时 只见天煞凝聚而成的军刀 再次出现在黄浦江上空 从天而降 直劈而下 船上的其他人 看不到这一幕 只能干着急 能看到煞气的秦飞虎 张武木面色同样着急 他们转看向胡天刚 天刚老弟 怎么办 拼了 胡天刚只说了两个字 只见他手腕一抖 手中瞬间多出一张紫色的符纸 长约二十公分 宽约七八公分 上面画着天刚画煞符 来自龙虎山的张武木 毛山的秦飞虎 看到胡天刚手中的紫色符录 心中一惊 不愧是护龙卫的成员 的确有两把刷子 竟然能驾驭紫色符录 在玄门道法中 最常见的符录 有五种颜色红 黄 黑 白 青 每一种颜色的符录 都有着不同的用途 黑色符录 借名神之力 主要用于请英兵 招小鬼为其做事 白色符录 借名神之力 主要用于通灵 招阴魂 问鬼话 黄色符录 借天神之力 用于画煞驱邪 震鬼扶妖 青色符录 借灵物之力 请先加上身 红色符录 求守护 保平安 许愿之用 金色 银色 紫色 蓝色符录 在现实中很少见 因为修为不够 根本就驾驭不了上乘法咒 在秦飞虎 张武木震惊的目光中 只见胡天刚双脚轻轻用力 人已经跳到了船舱顶部 脚踏北斗天刚部 手掐法掘 口中面念有词 胡天刚深吸一口气 与秦飞虎 张武木同时祭出符录 对抗从天而降的天斩煞 只见黄 蓝 紫 三张符录快速飞向空中 迎向直披而下的军刀 当三张不同颜色的符录 与天斩煞凝聚而成的军刀 碰撞在一起时 瞬间幻化成三团火焰 遗憾的是 这一次却没有震散天斩煞凝聚而成的军刀 三团火焰直接被天斩煞之气冲散 胡天刚被天斩煞震的口吐鲜血 半跪在船舱顶部 秦飞虎 张武木直接倒地昏迷不醒 被其他人拖到了船舱里 三人合力也没有挡住天斩煞 胡天刚擦了擦嘴角的鲜血 一脸的绝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煞之气凝聚而成的军刀 冲散三团火焰后 直接砍到了黄浦江上 黄浦江的水龙之气瞬间涣散 发出剧烈的颤动 原本平静的黄浦江面瞬间波浪滚滚 小船在江面上不停地摇晃 几个人没有站稳 直接摔倒在甲板上 与此同时 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天雷滚滚 大雨倾盆而下 紧接着 胡天刚便听到不远处传来痛苦的龙音声 急忙转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无松江口飞出一条神龙 黄浦江中也飞出一条巨龙 两条风水灵气幻化的神龙 在空中不停地翻滚盘旋 凄厉的龙音声不绝于耳 龙背上不停地流着鲜血 胡天刚瞬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 心里非常清楚 这两条神龙正是黄浦江和无松江的风水灵气幻化而成 一旦两条神龙被天斩煞斩煞 整个黄浦江的风水龙脉就彻底完了 看着空中天煞之气凝聚而成的军刀 再次砍向黄浦江 胡天刚拿出一张紫色的符露 想要挡住天斩煞 可惜已经无法催动紫色符露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斩煞再次砍向黄浦江 当天斩煞砍到黄浦江上 两条神龙同时发出凄厉的龙音声 龙背上再次多出一道伤口 鲜红的血液滴落到黄浦江里 那些大师没有开过天眼 虽然看不到神龙 但是他们惊奇地发现 落到船上的雨滴竟然是血红色的 司马红一脸震惊地问 胡老爹 这些雨水怎么是红色的 这些不是雨水 这些是龙血 胡天刚无比心疼地回答 身为一名护龙卫 护不住华夏龙脉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军刀楼最顶层 左腾正雄看着两条流血的神龙 开心地大笑起来 两条四角爬虫 我看你们还能撑多久 开过天眼的九局一流阴阳风水师 同样看到了两条神龙 心中很是吃惊 黄浦江和吴松江两条风水龙脉 竟然幻化出了风水灵体 难怪海城能成为华夏的经济中心 世界文明的大城市 这两条龙脉功不可没 一旦两条龙脉被天斩煞砍断 海城的辉煌将不复存在 这正是他们想看到的 他们不希望华夏强大 华夏强大 对岛国来说就是一种威胁 相隔里拉大酒店 豪华套房内 被鞭炮声吵醒的李承锋 翻了一个身杠要睡着 突然听到窗外雷声滚滚 时而听到凄厉的龙银声 闭着的双眼突然睁开 这 这是什么声音 李承锋只穿了一条小裤衩 直接在床上跳起来 走到窗前向外面看去 电闪雷鸣 乌云盖顶 狂风暴雨 青盆下 虽是清晨 却恍如黑夜 落在窗户上的雨滴 竟然是红色的 李承锋心中大惊 天降血雨 大凶之兆 急忙向不远处的黄浦江看去 只见两条神龙 在江面上不停地翻滚 发出痛苦的龙银声 两条神龙的背上 两道伸入龙骨的伤口 不停地向外流着鲜血 看到这里 想到刚才的鞭炮声 李承锋瞬间明白 军刀楼已经封顶 天斩煞已经形成 李承锋急忙转头 向摆放泰山挡煞石的方向看去 泰山石已经碎了一地 黄浦江中还停着一艘小船 船上的八卦破煞镜早已不见 对面岸上的后裔摄日像 也已四分五裂 玩犊子了 那帮孤名钓鱼的大师 竟然没有挡住天斩煞 看着两条受伤的神龙 李承锋心疼不已 一旦两条神龙被天斩煞毁灭 黄浦江的风水龙脉 那就真的毁了 海城也将面临狂水之灾 就在此时 两条神龙再次传来凄厉的嚎叫声 同时在高空坠入黄浦江 整个黄浦江的水龙之气 瞬间涣散 雨也在此时越下越大 密入瀑布的落雨中 还夹杂着鲜红的雨滴 看着满脸疑惑的楚云红 李承锋把那天开会时 给司马洪倒水 在他脖子上 发现一个菊花纹身的事情 讲了出来 当时李承锋并没有 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感觉身上有纹身很正常 可是当在黄浦江边 看到那个身穿岛国服饰的老头 衣服上也有酒瓣菊花 才恍然想起 司马洪脖子后面的菊花 与老头衣服上的菊花一模一样 瞬间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听李承锋讲完事情的经过 楚云红一脸的难以置信 司马洪可是土生土长的海成人 怎么会是九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 李承锋一脸严肃继续说 老将军 那天开会的时候 我不过就是摇了摇头 叹了一口气 这本是无伤大雅的事情 司马洪就抓住这件事情不放 让会议无法正常进行 那些大师也在会议上争吵不断 个个就像仇人一样 这一切都很不正常 肯定有人在背后挑拨他们的关系 制造矛盾 不想让华夏风水师团结一致 化解天斩煞 楚云红听到这里若有所思 仔细回忆了一下 那天开会的经过 率先挑起争端地 的确是司马洪 这个司马洪好像真的有问题 赞许的目光看了一眼李承锋 他的观察还挺细微 如果司马洪真是九局一流的 阴阳风水师 那么这个九局一流 就真的太可怕了 他们竟然把人渗透到了 海城悬术协会 还是一名会长 楚云红深吸了一口气 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非常严肃地说 我这就让龙门八局 把司马洪抓起来 看看这个老杂毛 到底是什么身份 李承锋听到这里面色一惊 自己不过就是随便说说 楚云红就要直接抓人 急忙说道 老将军 这一切都是我个人的推测 也没有证据 证明司马洪就是九局一流的 阴阳风水师 就这样把他抓了 是不是不太好 楚云红冷哼了一声 非常霸道的语气说 这个老杂毛 我早就看他不爽了 刚才还敢对我顶嘴 管他是不是九局一流的风水师 先把他抓起来打一顿再说 放心吧 龙门八局那些人 做事情非常干净 想到刚才司马洪在门外 对着自己叫嚣 楚云红就一脸的不爽 也有点公报私仇的意味 李承锋的嘴角 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刚才他听到司马洪在外面叫嚣 谁敢插手黄浦江的事情 海城悬树协会就跟他没完 心里也非常清楚 他说这句话 就是在警告自己 不要用奇门术法 为龙披甲化解天斩煞 既然对方想找事 那就先下手为强 楚云红怎么会看不出 李承锋的小心思 嘴角微微一笑 这小子可真够损的 司马洪不过就是威胁了他一句 他就把对方的牢底给揭了出来 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也好 可以放心地化解天斩煞 楚云红接着便打了一个电话 让龙门八局的人 对司马洪进行秘密抓捕 司马洪做梦也不会想到 他会栽在一个年轻人的手里 当天晚上 龙门八局就对司马洪 进行了秘密抓捕 如今最重要的事情 是化解天斩煞 楚云红挂上电话 随口问道 小兄弟 五帝神位 还有五万枚五帝钱 我已经让人准备好了 你什么时候用奇门术法 为龙披甲化解天斩煞 想要施展奇门术法 为龙披甲 必须选在五帝寻游日 李承锋掐指算了一下 巧的是 明天就是五帝寻游日 明日清晨 日为东升 我便为龙披甲 好 楚云红点了点头 心中有些小小的期待 很想见识一下奇门术法 为龙披甲 是一门什么样的术法 李承锋深吸了一口气 还是有些担心 他心里非常清楚 这件事跟九局一流有关 如果那些九局一流的 阴阳风水师 知道是谁化解了天斩煞 坏了他们的计划 他们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弄死化解天斩煞的人 老将军 我用卫龙披甲 化解天斩煞的事情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楚云红知道李承锋担心什么 随口说道 这样的话 岂不是太委屈你了 这可是大功一件 还有那项价值百亿的大功成 难道你都不想要 李承锋微微一笑 心想 不想要是假的 不敢要是真的 装出一副与世无争 大意秉燃的样子 钱财名利对我来说 不过就是浮云 身为一名风水师 能为华夏守护龙脉 就是我最大的荣耀 李承锋已经明确表示 他配不上楚青年 委婉地拒绝了楚云红的好意 楚云红却依然不肯罢休 满脸微笑地说 有什么配不上呢 你配那个臭丫头 绰绰有余 那个臭丫头 今年都32岁了 也没谈过男朋友 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 我都替她着急 破 李承锋又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 楚青年竟然32岁了 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 楚青年长得那么漂亮 又有优越的家世背景 追她的富家公子 豪门少爷 权贵子弟应该非常多 怎么会是单身 李承锋却不知 在京城 楚青年就是魔女般的存在 根本没有人敢追她 更没有人敢娶她 敢追她的男人 都被她打得满地爪牙 哭爹喊娘 在京城公子圈里 还流传着一句话 宁娶老母猪 不娶楚青年 如此暴力的女人 就算长得再漂亮 李承锋也不敢要 她再次婉拒到 老将军 我今年才22 年龄跟楚小姐也不太合适 楚云红冷哼了一声 见李承锋嫌弃楚青年的年龄大 显然有些不高兴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家青年年龄虽然大了些 但看上去比你还要年轻 李承锋很是无语 看着略带怒气的楚云红 也不知该怎么拒绝 楚云红很是生气 自己舔着脸 把女儿介绍给她 她竟然还不要 这不是在打她的老脸吗 刚才还是一见如故 此时变得剑拔弩张 一个想送女儿 一个死活不要 眼看楚云红就要发怒 房门突然被人推开 楚青年笑嘻嘻地走进房间 王斌跟在她身后 一脸都委屈 手里拎着大包小包 楚青年一蹦一跳走进房间 就像一个小女生 谁能想得到 她的真实年龄已经32了 到现在还没有嫁出去 都说京城圣女多 真的一点都没错 谁又能想得到 就是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小女生 却是一个舞蹈高手 还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 刚走进房间 她就做出一个非常可爱的表情 冲着楚云红笑嘻嘻地说 爸爸 我回来了 看到楚青年回来 楚云红的老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 急忙说道 青年 赶快过来 我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 普 什么男朋友 楚青年俊俏的脸蛋上 一脸猛圈 用手摸了摸楚云红的额头 然后又摸了摸自己的 爸 你是不是发烧了 没有 楚云红一脸严肃地说 青年 你感觉这个小兄弟怎么样 我想把他介绍给你 让他做你的男朋友 当楚青年明白楚云红的意思后 刚才还是一副可爱的模样 突然信眼圆真 一脸嫌弃地说 爸 你是不是有病 竟然想让这个土包子 做男朋友 这孩子 怎么说话的 楚云红拿楚青年一点办法 也没有 楚青年对着李成峰 就是一阵乌言晦语 几乎把新华词典中的 所有脏字说了一遍 李成峰被骂得一脸猛逼 谁要是把这个女人娶回家 肯定会生不如死 楚云红一脸尴尬 没想到女儿的情绪会如此大 看来想把两个人撮合成一对 是不可能了 心中有些失望 最后只能服软 算了 就当这件事 我没有说过 楚云红急忙拉着楚青年 离开李成峰所在的房间 当两人离开后 王斌盯着李成峰 十分夸张地语气说 成峰 我敢跟你打赌 谁要是把这个女人娶回家 家里的祖坟都能被他扒了 李成峰深吸了一口气 还好刚才楚青年只是动口 没有动手 对于这个女人 她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看到这个女人就双腿发软 吓得慌 就算把这个女人娶回家 也不敢跟她睡在一张床上 外面的雨还在下 李成峰满怀心事 走到窗前向外面看去 心中很是担心 黄浦江的水龙之气 已经受到天煞之气的影响 如果不尽快护住黄浦江的龙脉 一旦两条风水灵气幻化的神龙 被天煞之气凝聚而成的军刀斩杀 到时影响的不仅是海城的经济 整个海城还将面临狂水之灾 后果真的不敢想象 李成峰恨不得现在就用奇门术法 喂龙披甲 护住黄浦江的龙脉 可惜还要等到明天武帝巡游日 李成峰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始终没见两条神龙再次出现 两条神龙应该受伤不清 狂风暴雨下了一天一夜 海城许多道路积水成灾 汽车无法通行 百姓出行不便 这正是狂水之灾的前兆 一日清晨 狂风暴雨才逐渐停歇 乌云散去 东方天际发白 太阳已经露出余晖 眼看阳光就要照在军刀楼上 天斩煞已在空中慢慢凝聚 形成军刀式的形状 黄浦江中停泊着一艘中型的游船 游船正对着军刀楼的刀锋 李成峰身穿灵官服 头戴灵官帽 脚踏灵官靴 这是他第一次穿灵官服 秦武帝可不是闹着玩的 必须严谨 灵官服是清天官的巢服 又分为天灵服 地灵服 象灵服等 每一种服饰都代表着 清天间官员不同的身份 李成峰站在甲板上 看着不远处的军刀楼 眼神中露出愤怒与厌恶 今天就要让九局一流的 阴阳风水师知道 谁才是风水界的鼻祖 游船甲板上摆放着五张贡桌 每一张贡桌上都摆着一勘神位 从左至右分别是皇帝神龛 砖帝神龛 帝库神龛 唐瑶神龛 于顺神龛 每一张贡桌前 都摆放着一只铜素的聚宝盆 共有五个聚宝盆 每一个聚宝盆里 放着一万枚五帝钱 分别是顺治通宝 康熙通宝 雍正通宝 乾隆通宝 和嘉庆通宝 楚云红为了把五帝神龛 在五帝庙里请出来 及其五万枚铜钱 也是动用了不少人力和物力 船上的人并不是很多 除了李成峰 楚云红 王斌 还有护龙卫的胡天刚 杨伟二人 让李成峰没有想到的是 楚清延竟然也来了 他正举着手机在船上自拍 看着站在船头甲板上的李成峰 胡天刚嘴角露出不屑的微笑 略带嘲讽的语气说 老将军 你就这么相信他 一个乳秀未干的黄毛小子 也能请来上古五帝 为龙披甲 化解天斩煞 胡天刚不相信李成峰 会失传已久的奇门术法 为龙披甲 在他的眼里 这就是一个骗子 骗骗楚云红这种老糊涂还行 胡天刚虽然在国家三号秘密收藏馆 看到过关于奇门术法为龙披甲的记载 但也只是简短的几行字 没有详细记录诗术方法 奇门自古以来就是最神秘的一派 奇门术法更是出神入化 遗憾的是 很多奇门术法早已失传 如今遗留下来的驱邪术法 大多以悬门术法为主 楚云红微微一笑 若是以前 他对李成峰不会抱太大的信心 当知道他爷爷正是李天成 非常看好这个年轻人 很是自信地说道 我相信 他能化解天斩煞 见楚云红如此欣赏李成峰 胡天刚的心中 升起一股莫名的醋意 楚云红溺爱的目光盯着李成峰 转而看了看旁边的楚青年 心想多好的一对 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等有时间了 还要继续撮合他们 李成峰深吸了一口气 他也是第一次请五弟为龙披甲 不知能不能成功 只希望五弟庇佑 在楚云红 胡天刚 王斌 杨伟的注视下 只见李成峰分别为五位大帝 各上九柱清香 然后对着供桌上的神龛 行三跪九寇之礼 地为真龙天子 九五之尊 静香虚取九之 正在自拍的楚青年 无意中看到李成峰 好奇地转过头盯着他 鄙视的语气说 装神弄鬼 丢人现眼 在他的眼里 李成峰的行为很搞笑 接着打开了手机录像功能 对准了李成峰 李成峰一脸虔诚 行完三跪九寇之礼后 接着手掐法绝 双目微闭 脚步不停变换 十二手掐法绝上请星辰 十二手掐法绝下请地鸣 十二手掐法绝虚化四方 口中同时迎送着五帝神咒 列宿天星顺逆游 五朝地前轨神通 天转剑向开天元 人转剑向圣地出 神通灵雾赤分明 三清道祖真赤灵 李成峰又是蹦又是跳 法绝不停变换 口中不停地迎送着五帝神咒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转眼就是三十多分钟 四周依然平静 没有任何反应 更看不到五帝降临 看着在那里又蹦又跳 装神弄鬼的李成峰 楚清延一脸的嫌弃与鄙视 走到楚云红身边厌恶的语气说 爸爸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个神经病 你竟然想让他做我的男朋友 还不如直接把我杀了 楚云红的老脸上也是十分尴尬 安慰了楚清延两句 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这小子在搞什么名堂 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 他还在船头上 瞎星号星号跳 瞎星号星号唱 什么神迹也没有显现 请五帝辟邪驱煞的规矩非常多 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五帝不满 李成峰一点也不敢大意 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的小心谨慎 很多悬门中人请五帝驱邪划煞 大多请的是小五帝 没有人敢请上古五帝 就算想请也请不来 所谓的小五帝指的是清朝的五位皇帝 分别是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悬门之中能把小五帝请来的人 也是屈指可数 李成峰再次给每位圣地上了 久住清香后往后退了三步 然后跪在甲板上一脸恭敬地说 齐门弟子李成峰 恭迎五位圣地 无心惊扰圣地巡游 还求圣地原谅 漂浮在龙卷风上的五位上古圣地 见李成峰非常懂规矩 身上还穿着灵官服 原本愤怒的表情缓和了不少 其中一位圣地严肃的语气说 阻拦圣地巡游本是死罪 念你通晓阴阳之理 懂得奉神之规 还是一名通天灵官 暂且饶你不死 又有一位圣地一脸严肃地问道 而等所谓何事阻拦圣地巡游 必须如实招来 李成峰也不敢耽搁 跪在地上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简单描述了一遍 岛国贼寇乱我华夏 借天煞之气 回我华夏龙脉 长我风水神龙 还请五位圣地 卫龙披甲 护佑华夏 楚清炎见李成峰跪在甲板上 对着五个龙卷风说话 脸上流露出嫌弃与嘲讽的神色 这个神经病还真会装神弄鬼 转而看向楚云红 一脸严肃地说 爸爸 这就是一个神经病 我建议把他送到海城精神病医院 闭嘴 楚云红虽然看不到五弟 只能看到五个龙卷风 他也能猜到 传说中的五弟已经来了 楚清炎一脸委屈 向后退了两步 正好退到了胡天刚身边 略带不爽的语气说 胡天刚 你说 他在那里对着空气说话 又是磕头又是下跪 是不是神经病 他不是神经病 他在跟上古五弟说话 不要说话 以免惊扰了五弟 楚清炎一点都不相信 鄙视的眼神盯着胡天刚 心想又是一个神经病 在场的人除了李成峰 只有胡天刚开过天眼 能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 此时他的心中无比震撼 看向李成峰的眼神 也不再是嘲笑于鄙视 眼神中只有尊敬和敬佩 李成峰把事情讲完后 上古五弟面带怒气 该死 竟想毁无华夏龙脉 长我华夏神龙 真是胆大包天 圣帝说话之时 太阳已经升起 长长的军刀楼阴影 再次落到黄浦江上 天煞之气凝聚而成的军刀 同时出现在黄浦江上空 长约数百米 宽约几十米 比昨天还要大上数倍 只见天煞之气凝聚而成的军刀 从天而降 直接砍到黄浦江上 黄浦江水龙之气 再次受到冲击 与此同时 吴松江 黄浦江 相继飞出两条神龙 发出凄厉痛苦的龙银声 在空中不停地翻滚 龙背上密密麻麻全是伤口 已经变得血肉模糊 鲜红的血液 顺着伤口 滴落到黄浦江里 水龙之气受到影响 天空顿时乌云密布 雷声滚滚 暴雨瞬间倾盘下 漂浮在龙卷风上的五位圣地 看着突然飞出水面的两条神龙 浑身伤痕累累 血流不止 心中很是愤怒 岂有此脸 竟敢伤无华下神龙 李承锋看着两条神龙 也是心疼不已 冲着地上磕了几个响头 弟子李承锋 恳求五帝赐我神通 为龙披甲 护我华下龙脉 准 五位圣地同时应道 只见他们大袖一挥 五道不同颜色的帝王龙气 飞落到聚宝盆中 聚宝盆里的五帝前 瞬间散发出五种不同颜色的光芒 他急忙磕头道谢 五位圣地看着俯首在地的李承锋 同时点了点头 然后凭空消失不知所踪 五位圣地遇风而来 乘风而去 李承锋急忙在地上爬起来 看着不远处的两条神龙 不停地上下翻滚 时不时发出凄厉的龙银声 一刻也不敢耽搁 冲着两条神龙大声喊道 两位龙尊 能不能飞到这边来 两条神龙听到李承锋的喊话 强忍着疼痛 快速飞了过来 围着游船不停地盘旋 胡天刚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这小子也太变态了 两条神龙竟然听他的 楚清炎很是无语 这就是一个神经病 不管爸爸同不同意 等上了案 一定要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 李承锋鬼神莫测的手段 彻底震撼了众人 大约过了两分钟 楚云红 楚清炎 王斌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脑海中全是刚才的一幕 突然出现的五个龙卷风 飞到空中消失不见的铜钱 这一切真的太神奇 太诡异了 让人无法理解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是在变魔术 楚清炎拎着聚宝盆研究了很久 认为是聚宝盆里有机关 把里面的五帝钱弹了出去 可是看了很久 也没发现有机关 最为震惊的当属胡天刚 刚才神奇的一幕 他亲眼目睹 虽是护龙卫的成员 在昆仑山遭遇过很多神奇 而又诡异的事情 能请洞五帝号令神龙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虽然成功护住了黄浦江的风水龙脉 但军刀楼带来的危机 并没有完全解除 李承锋深吸了一口气 转而看向不远处的军刀楼 想要彻底化解天斩煞 还要再见一座摩天大楼 因为太阳东升之时 军刀楼阴影砍的是黄浦江 断的是黄浦江的风水龙脉 当太阳息落之时 军刀楼阴影砍的 就是陆家嘴经济中心 断的是水龙之气 如此一来 被东方明珠引到陆家嘴的水龙之气 就会被天煞之气冲散 直接影响陆家嘴的经济和周围的百姓 这正是双刀托日风水局的阴毒之处 一刀砍向黄浦江 一刀砍向陆家嘴 酒局一流阴阳风水士的用心 可谓是阴狠毒辣 华夏那些国宝级的风水玄学大师 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谓的国家级百亿大工程 正是要在海城修建一座摩天大楼 彻底瓦解军刀楼的天斩之煞 当回到香格里拉大酒店 只见田国锋和刘子明 早已等在楚云红的房门外 两个人的手里都拿着文件夹 看到回来的楚云红 急忙迎了上去 一脸恭敬地说 老将军 您终于回来了 您这一大早去哪里了 摩天大楼的设计 我们已经做好了 想请您过目一下 看看选用哪一种设计方案 成功化解了威胁黄浦江的天斩煞 楚云红的心情非常好 面带微笑冲着两个人点了点头 好 里面请 当进入房间 两人便迫不及待打开文件夹 拿出里面的图纸 放到楚云红面前 让他过目 楚云红对风水玄学并不了解 只是简单地看了两眼 然后便把图纸递给了胡天刚 胡天刚接过图纸 仔细地看了起来 里面的设计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悬兵剑 抗龙剑 金刚盾 采用的正式天斩煞 克制天斩煞的方法 每一种设计可以说都非常的完美 悬兵剑刀锋伶俐 抗龙剑可攻可守 金刚盾坚不可摧 看着眼前的三张建筑设计图 胡天刚暗暗称妙 无论是哪一种设计 一旦建好 都可以对抗军刀楼的天斩煞 就在胡天刚一脸纠结 想着采用哪一种设计方案时 一直站在旁边的李承锋 突然开口 这三种设计都不行 哪一种都不能用 李承锋很是无语 前两天开会就给他们说过 以天斩煞克制天斩煞的方法 根本就行不通 这两个老家伙竟然不听劝告 依然采用以煞制煞的方法 如果这是在岛国的领土上 李承锋会毫不犹豫地同意 但这是在华夏的土地上 还是华夏的经济中心 怎么能用这种愚蠢的方法 李承锋的这些话 无疑是惹恼了田国锋和刘子明 两个老家伙直接拍案而起 满脸怒火瞪着他 你算了什么玩意 敢说我们精心挑选的风水设计不行 刘子明看向胡天刚 一脸严肃用命令的语气说 胡老店 把他丢赶出去 我不想看见他 更不想听到他说话 李承锋听到这里微微一笑 玩味的目光看向胡天刚 很想知道他会不会赶自己出去 若是以前 胡天刚一定会毫不犹豫 把李承锋撵出去 自从见识到他出神入化的手段 连两条神龙都听他的 哪里还敢对他不敬 楚云红的脸上 同样流露出一丝不爽 如今李承锋在他的眼里 不仅是一件国宝 还是他未来的女婿 刘子明竟敢如此放肆 想把他女婿撵出去 刚想发怒 只见胡天刚直接站了起来 愤怒地吼道 混账东西 怎么给李先生说话的 李先生道歉 刘子明和田国锋都是一脸猛逼 被胡天刚突然而来的暴墓吓了一跳 很是不解地问道 身为风水大师的田国锋 听到这里却陷入了沉思 天斩煞对抗天斩煞 两股强大的天煞之气碰撞到一起 就会被震得四散而开 正是李承锋口中所说的煞起四方 想明白后 心中顿时一惊 惊讶的目光看向李承锋 接着把还想说话的刘子明 拉到了旁边 一脸严肃地说 刘老哥 他说的很有道理 如果用天斩煞对抗天斩煞 的确会形成煞起四方的风水气场 他说煞起四方 说的都有些轻了 其实应该叫煞斩四方 一旦煞起四方的风水气场形成 到时候附近所有的老百姓都会受到影响 李承锋赞许的目光看了看田国锋 这个老家伙的脑子里还是有点祸的 随意点拨两句 他便能推算出事情的严重性 还能看出煞斩四方 不简单 田国锋这么一说 刘子明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但还是一副不服输的模样 不爽的目光盯着李承锋说 你说我们的设计不行 那么你说 现在除了用天斩煞对抗天斩煞 还能有什么方法 有本事你来设计一个 你若是能设计出更完美的风水建筑 我跪下喊你爷爷 田国锋已经看出来 李承锋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此刻已经明白 胡天刚 楚云红 为什么会成为他的田狗 对他如此尊敬 精灵的田国锋往后退了退 不敢再插话 刘子明性格比较倔 眼力竟稍微差了一些 也不懂得察言观色 想到什么说什么 不拘小节 李承锋面带微笑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个老头的性格还真烈 既然他想认个爷爷 那就成全他 好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最顶尖的风水建筑设计 原以为李承锋会知难而退 没想到他竟然答应了下来 刘子明冷哼了一声 他还真不相信 一个乳秀未干的黄毛小子 能设计出比他们 还要优秀的风水建筑 随口说道 好 我给你七天的时间 你若是能拿出 比我们还优秀的风水设计 我就跪下喊你爷爷 李承锋微微一笑 露出不可一世的自信 充满傲气的声音说 不用七天 我现在就给你画出来 刘子明听到这里 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小子还真狂 竟然口出狂言 现在就把风水设计画出来 真是牛逼不大抱着吹 好 你若是画不出来 就跪下给我喊爷爷 好 李承锋始终面带微笑 不喜不怒 点了点头 楚云红看着李承锋 脸上不可一世的自信 转而看向刘子明 眼神中带着一丝怜悯 心想你跟谁叫真不好 偏偏跟他叫真 你是不知道 这小子有多厉害 等一下有你后悔的 胡天刚一脸的期待 他心里有种感觉 李承锋一定会再次 给他带来冲击 他先提前做了一个心理准备 由于没有纸盒笔 王斌立马跑出去 大约用了半个多小时 才把纸盒笔买回来 王斌气喘吁吁 把纸和铅笔 放到李承锋面前 李承锋手握铅笔 开始在纸上写写画画 楚云红 胡天刚一脸的期待 一点声音也不敢发出 恐怕打扰到他的思路 田国锋也有些小小的期待 很想知道这个年轻人 到底有什么本事 楚云红和胡天刚 才会对他如此尊敬 刘子明却是面带嘲笑 嘲讽的眼神盯着李承锋 他不相信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李承锋能画出一栋大楼的 风水设计图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就是20分钟 李承锋画完最后一笔 嘴角露出微笑 随即抬起头说道 好了 听到好了两个字 众人都急忙跑过去 看向那张纸 图纸上画着一栋圆锥形的大厦 并且还是盘旋而上 上面还标注了倾斜的角度 盘旋的角度 最下面还写了青龙卫三个字 楚云红看着草图上的大厦 脸上流露出嫌弃的神色 这是什么玩意弄得那么丑 若是在海城建一栋这样的大厦 还不被人笑掉大牙 急忙摇了摇头 否定了这个设计 心中有些小小的失望 原以为李承锋 能有什么更好的风水设计 让刘子明跪下喊他爷爷 这回有点悬了 估计跪下喊爷爷的是李承锋 楚青岩也围过来凑了个热闹 当看到草图上奇形怪状的设计 嘲讽的语气说 咦 这是什么东西 弄得那么难看 胡天刚看到草图上的设计 刚开始惋惜地摇了摇头 心想李先生要翻车了 可是当在看第二眼时 虽然早有准备 还是无比的震惊 楚云红很是无语 不明白刘子明对待李承锋的态度 为何会变得那么快 田国锋惊讶的目光看向李承锋 这个年轻人 用了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画出如此精妙的风水建筑设计 怎能让人不惊 明明是一张很丑的大厦设计图 究竟暗藏着什么风水玄机 能让医学大师刘子明心甘情愿认输 跪下韩李承锋爷爷 楚云红不爽的眼神 白了刘子明一眼 转而看向田国锋 无比好奇地与其问 老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田国锋深吸了一口气 贫富了一下震惊的心情 才缓缓开口说 这张图看上去虽然丑 却是化解天斩杀的最佳风水设计 非龙卷 也可以叫它龙卷风 整栋大楼从上到下 以椭圆形为主 从底部盘旋倾斜而上 看上去就像在转圈 最顶部还有一块高出的地方 看上去非常特别 很多人不明白 这块高出的地方有什么用意 如果把这栋大楼 看成一条盘旋上升的神龙 那么顶部高出的这一块 就是龙手 这栋大楼的设计形状 看上去的确很怪 很丑 打破了常规建筑的概念 普通人肯定无法理解 好好的一栋大厦 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 还要让整栋大楼转圈倾斜 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于精通风水悬术的人 一眼便能看出 这栋大楼隐藏的风水玄机 这正是化解天斩煞最完美的设计 大楼选间的位置在青龙位 正好在军刀楼偏东南的方向 可以挡住清晨的阳光 让阳光无法照到军刀楼上 如此一来 双刀拖日的风水局 只剩下了双刀 无日可拖 清晨的阳光照不到军刀楼上 天斩煞就无法形成 黄浦江的水龙脉 并不会再受天斩煞影响 砍向黄浦江的天煞之气 虽然化解了 但当太阳熄落之时 西面的阳光照射到军刀楼上 天斩煞又会砍向陆家嘴 此时 李成峰设计的龙卷风大煞 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整栋大楼盘旋倾斜上升 就像一条神龙盘旋飞上高空 形成了一个飞龙卷的气场 也可以叫做龙卷风 直接挡住砍向陆家嘴的天斩煞 神龙盘旋飞天 形成的龙卷风气场 会把砍向陆家嘴的天煞之气 凝聚而成的军刀直接搅碎 抛到九霄云外 让天煞气无法影响陆家嘴 李成峰的风水建筑设计 不仅成功破掉了 双刀托日的风水局 还不会影响陆家嘴的经济 和周围的百姓 这正是刘子明主动认输 跪地喊他爷爷的原因 这个风水设计真的很精妙 楚云红 楚清炎 王斌听完田国锋的解释后 还是似懂非懂的模样 但也听懂了七七八八 总之就是这栋大楼的设计 能成功破掉双刀托日的风水局 楚云红叹了一口气 这栋大楼丑是丑了点 只要能破掉双刀托日的风水局 其他的也就无所谓了 几人经过简单的协商 全部同意使用李成峰的风水设计 由于只是一张简单的草图 田国锋 刘子明 还要把这张图拿回去 进行精细的设计 刘子明一脸严肃盯着李成峰 恭敬地语气说 爷爷 这栋大楼是你设计的 你就给这栋大楼起个名字吧 李成峰一脸尴尬 很是为难地说 刘老 麻烦你 不要喊我爷爷好不好 不好 我刘子明愿赌服说 从今以后你 就是我爷爷 我就是你孙子 刘子明很是认真的说 李成峰很是无语 拿这个老人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只希望以后不要再遇到他 田国锋尊敬的目光盯着李成峰 小先生 你就给这栋大楼起个名字吧 楚云红 胡天刚 也在此时劝说 让李成峰为这座大厦取一个名字 李成峰也不推脱 眉头微微一皱 考虑了片刻 这座大楼的名字就叫海城中心大厦 你们感觉怎么样 海城中心大厦 众人同时点了点头 应声说道 好 就叫海城中心大厦 就这样 在众人的一致协商下 这栋大厦的设计和名字 就被定了下来 军刀楼封顶的三个月后 海城中心大厦正式动工 历经近十年的风风雨雨 这栋大厦才正式投入使用 当这栋大厦建成后 也成为了华夏的第一高楼 高630多米 总投资近150亿 如今树立在海城的三座摩天大楼 也被华夏百姓戏称为 海城三大神器 宝塔 军刀 龙卷风 李成峰 王斌刚想离开 便听到司马虹跑了的消息 急忙停住脚步 转而看向楚云红 楚云红握着手机 气氛的语气对着电话说 你们龙门八局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还让司马虹跑了 老将军 是我们掉以轻心了 那个司马虹 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他不仅伸手了的 还会邪门竖法 电话里传来一声叹息 然后继续说 我派去抓司马虹的四个兄弟 全部牺牲了 他们死的样子非常奇怪 有个兄弟的脸上带着微笑 有个兄弟却是一脸惊恐 面目猙獰 有一个兄弟死前满脸泪水 最后一个兄弟死得最奇怪 他 他竟然把自己的心脏挖了出来 楚云红听到这里 苍老的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 四个龙门八局的成员 竟然牺牲了 死状还如此诡异 这个司马虹到底是什么人 楚云红挂上电话 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表情十分沉重 能加入龙门八局的人 没有一个是普通人 不是武道高手 就是术法大师 还有精通特异功能的奇人异士 每一个龙门八局的成员 可以说都是国宝 竟然一次性牺牲了四个 对国家来说 这是非常大的损失 李承锋见楚云红表情不对 满脸疑惑地问 老将军 怎么回事 司马虹怎么还跑了 楚云红把电话内容 简单地讲述了一遍 楚清言 王冰听完后 满脸的震惊与疑惑 那四个龙门八局的人 是怎么死的 死状为何会如此诡异 李承锋 胡天刚眉头微微一皱 很是疑惑 这个司马虹用的什么方法 杀掉了龙门八局的四个人 这个司马虹很不简单 司马虹逃跑 对李承锋的威胁非常大 他若真是九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 李承锋用奇门术法 为龙披甲守护黄浦江龙脉的事情 肯定瞒不住 李承锋的心里非常清楚 一旦此事泄露 定会遭到九局一流阴阳风水师的疯狂追杀 这下怎么办 如今司马虹已经跑了 再想抓到他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楚云红担心的目光看着李承锋 信誓旦旦地说 小兄弟 你放心 我一定会派人保护你的 精通悬术的风水师害人 不是用风水杀人 就是用邪术害人 想用正常的方法 保护一个风水师想杀的人 可以说非常困难 李承锋装出一副 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冷哼了一声说 老将军 你不用派人保护我 普通人也保护不了我 我也想会回九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 看看他们有什么本事 如今抱怨也没用 害怕也没用 司马虹逃跑这件事 也不能怪龙门八局 他们也牺牲了四名成员 要怪只怪司马虹太狡猾 既然无法逃避 那就坦然面对 李承锋也在心里暗暗发狠 九局一流的风水师若是赶来 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奇门邪术与民间竞术的厉害 楚云红佩服的目光 看着李承锋 这个年轻人有胆量 有魄力 是一个真爷们 楚青岩看着李承锋 这个土包子 还挺勇敢的 就在李承锋 想着怎么应对 九局一流风水师的追杀时 军刀楼最顶层 左腾正雄正愤怒地咆哮着 他辛辛苦苦筹划多年 想要斩断黄浦江的水龙脉 眼看就要成功 天煞之气却被两条神龙冲散 两条神龙竟然不惧天煞之气 这怎么可能 更奇怪的是 当天煞之气凝聚而成的军刀 砍到黄浦江上 江面上就会散发出五彩神光 瞬间把军刀震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泰山挡煞时 八卦破煞镜 后翼射日相都无法挡住天斩煞 在天斩煞的冲撞下 瞬间土崩瓦解 眼看圣券在握 黄浦江的风水龙脉就要被砍断 两条神龙就要被斩煞 为何过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天斩煞便失去了作用 气急败坏的佐藤正雄 把一件价值千万的古董花瓶 摔到地上 愤怒地吼道 这帮狡猾的华夏风水师 究竟在黄浦江上做了什么手脚 马上去给我查 我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佐藤正雄之所以如此愤怒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军刀楼是岛国跟西方某个国家合资建设的 如果军刀楼无法斩断黄浦江的龙脉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他身为此事的负责人 又怎么跟出资建设军刀楼的人解释 怎么跟那个西方国家交代 失败的后果是他无法承受的 他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甚至被要求剖赴谢罪 佐藤正雄口中的神木大人 本名叫神木三太郎 看上去只有五十多岁 不到一米气的身高 一副病痒痒的样子 眼神中却透着一丝凶狠与愤怒 他正式卸掉伪装的司马红 佐藤正雄眼神中带着一丝恐惧 急忙站起来走到旁边 对着神木三太郎 鞠了一个躬 恭敬的语气说 神木大人 很抱歉 不知是您清零 刚才多有冒犯 还请原谅 佐藤正雄悄悄地抬头 看向神木三太郎 发现他脸色苍白 看上去十分虚弱 神木三太郎 双手扶住桌子 很是不爽 有气无力地说 蠢货 赶快去给我找医生 没看到我的身上有伤吗 佐藤正雄这才发现 神木三太郎的手臂上 少了一块皮肉 伤口很深 露出白森森的臂骨 鲜血染红了整条手臂 满脸惊讶地问道 神木大人 你这个伤 是怎么弄的 被人用手抓的 少废话 赶快给我叫医生 什么人竟然如此霸道 仅凭几根手指 就能把神木三太郎 手臂上的皮肉给撕下来 这实力也太恐怖了 佐藤正雄不敢耽搁 急忙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的私人医生来办公室 然后恭敬的目光 看着神木三太郎 满脸疑惑地问 神木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人敢动手伤你 我的身份暴露了 昨天晚上有四个 非常厉害的人想要抓我 我不小心被他们伤到了 若不是我故意示弱 让他们掉以轻心 现在 你可能就看不到我了 神木三太郎深吸了一口气 手臂上传来钻心的疼痛 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情 至今心有余悸 那四个人的实力 真的非常恐怖 若不是用了神木家族的家传术法 根本就无法逃脱 那四个人中 有两个人用的是鹰爪弓 五道修为都不低 还有一个人的攻击方法 非常诡异 只见他食指和中指并拢 同时放到两边的太阳穴上 然后盯着神木三太郎 他便失去了行动能力 更离奇的是 那个人的眼睛一动 轻轻一甩头 他便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在墙上 这种攻击方法 他活了一把年纪 还是第一次见 这好像就是传说中的特异功能 龙门八局 不愧是华夏的神秘组织 佐藤正雄满脸疑惑 不解地问道 神木大人 他们怎么会识破 你的身份 这四个人又是什么人 神木三太郎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也不明白 自己的身份怎么会暴露 这也是他想知道的 究竟是谁看穿了他的身份 至于去抓他的四个人 他早已猜到 应该是华夏神秘组织龙门八局的人 很快 便有五个医生来到办公室 开始对神木三太郎的伤口 进行包扎 就在医生为他包扎伤口时 神木三太郎 感觉胸口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 随之一口 鲜血涂到了医生的身上 神木三太郎 不仅受了外伤 还受了严重的内伤 可见那四人的实力有多强 可惜他们还是死了 见神木三太郎口吐鲜血 佐藤正雄一脸担心急忙说 神木大人 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 不需要 神木三太郎摇了摇头 微闭着双眼 半躺在沙发上 声音有些虚弱地问 黄浦江的水龙脉砍断了没有 只要能把黄浦江的龙脉砍断 就算我受点伤也是值得的 佐藤正雄吞吞吐吐吐 不知该怎么回答 若是让神木三太郎知道 他们筹划了十几年 耗资近百亿 才完成的计划已经失败 肯定也无法接受 见佐藤正雄不回答 神木三太郎睁开眼 有些不爽的语气说 佐藤君 回答我 黄浦江的水龙脉 有没有被天斩煞砍断 在神木三太郎的逼问下 佐藤正雄只好如实回答 神木大人 很遗憾 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什么 你说我们的计划失败了 这怎么可能 不可能 绝不可能 神木三太郎很激动 他为了实施这个计划 在海城潜伏了十几年 如今竟然失败了 这让他无法接受 神木三太郎 把正给他包扎伤口的医生 直接推开 然后走到窗前 向黄浦江看去 只见空中天煞之气 凝聚而成的军刀 被两条神龙冲散 愤怒的声音吼道 巴嘎 李承锋 可恶的华夏人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用奇门术法 为龙披甲 守住了黄浦江 几个人走到第一具尸体前 秦莫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掀开白布 露出死相诡异的尸体 旁边的唐文叹了一口气 盯着尸体 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强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 伤感地说 老将军 这个兄弟叫张同 是一名武道高手 手上的鹰爪弓非常厉害 可以轻松抓碎砖石 可惜就这么牺牲了 今年才26岁 楚云红也叹了一口气 心中很是难过 然后问道 他们是怎么死的 你们查出来了没有 我们推测 他们是中了幻术 我们在他们的鼻孔里 发现了一种粉末 经过技术部门检测 发现这些粉末 有置换的功能 秦莫回答道 楚云红 胡天刚点了点头 对技术部门的检测结果 还是非常认可的 看着死状诡异的尸体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想到爷爷说过的一件事 一脸严肃地说 不对 如果他们只是中了幻术 也不一定会死 更不会死得这么诡异 楚云红 胡天刚的目光 同时看向李承锋 秦莫 唐文也是满脸好奇 他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就算中了幻术 也不一定会死 最多是身陷幻术之中 秦莫好奇地问道 你说中了幻术 不一定会死 那他们是怎么死的 他们中的 应该是岛国神木家族的 邪术催命术 催命术属于咒术的一种 最早出现在华夏 被称作催命咒 也是华夏的民间禁术 唐朝年间 被来大唐游历的 术士神木川 带回了岛国 这个神木川 也是一个术法天才 他又对催命咒 进行了改进 把咒术 幻术 催命术 三术结合 研究出了催命术 种了催命术的人 就会离其死亡 催命术 也成了神木家族的 不传绝学 唐文好奇地问道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在 在书上看到的 李承锋并没有说实话 他之所以知道催命术 是因为以前听爷爷说过 岛国有个神木家族 神木家族的催命术 特别厉害 如果遇到了神木家族的人 一定要小心 李承锋满脸好奇 继续追问的时候 爷爷却眼含泪水 一脸伤感 不愿再讲下去 只是痛苦地说 他们死得太惨了 太惨了 有的人哭 有的人笑 有的人面目猙獰 有的人把自己的心 给挖了出来 当时心中还很好奇 爷爷怎么知道 岛国有个神木家族 还知道催命术 自从在楚云红口中得知 爷爷曾去岛国 破八红一羽塔的风水局 才想起爷爷以前说的话 如今结合四个人 诡异的死状 与爷爷口中说的一模一样 因此 李承锋猜测 他们中的 应该是神木家族的催命术 那个司马洪 很有可能是神木家族的人 李承锋现在才知道 爷爷不想讲 那段往事的原因 是因为那段回忆太痛苦 爷爷跟太师爷 还有近百名天青官的道长 在去岛国破八红一羽塔时 一定与神木家族的人斗过法 很多天青官的道长 死在了神木家族的手里 李承锋真的很想知道 爷爷跟太师爷 还有那近百位道长 去岛国破八红一羽塔时 究竟遭遇了什么 最后只有爷爷跟两个小道长 回到了华夏 此时的李承锋 想到爷爷痛苦的样子 他真的不想让爷爷 再提起那段痛苦的往事 就在李承锋满脸思绪时 秦末 唐文都露出了微笑 虽然不明显 但还是透露着嘲讽的意味 在书上看到的也好意思拿出来讲 真是笑话 由于楚云红的原因 他们不好直接表现出来 剩下的三具尸体 楚云红也不想看了 看着自己部下死得如此凄惨 只会伤心难过 楚云红一脸愤怒地说 无论如何 都要把那个司马红给我弄死 是 秦末 唐文同时回答道 秦末把白布重新盖好 就在几人准备离开时 房间里突然刮起一阵阴风 盖在张瞳尸体上的白布 突然被刮掉 几人都被吓了一跳 窗户是关着的 门也是关着的 这阵风是从哪里来的 李承风被吓得一脸猛逼 转而向张瞳的尸体看去 当白布全部被刮掉 整具尸体都露了出来 恍然发现 他的指甲上还粘着一块皮肉 张瞳的尸体上没有任何伤口 这块皮肉会是谁的 心想 这块皮肉若是司马红的 那就好了 秦末 唐文虽是龙门八局的人 却不是悬门中人 他们修习的是舞蹈 没有开过天眼 李承风走到楚云红旁边 发现秦末 唐文 看自己的眼神有些不对 用手摸了摸脸 擦了擦眼角 心想 是不是我脸上有东西 还是眼角有眼史 他俩为啥盯着我看 楚云红看着李承风手中的卫生纸 很是不解地问 小兄弟 你拿他做什么 听到楚云红称呼李承风小兄弟 还盯着李承风看的秦末 唐文 顿时变得一脸猛逼 这是什么情况 楚云红怎么跟他女婿称兄道弟 真的让人看不懂 他们家的辈分到底是怎么论的 李承风把卫生纸打开 露出一块不大的皮肉 一脸严肃地说 我要用这块皮肉弄死司马虹 为这四个兄弟报仇 秦末 唐文身为龙门八局的成员 见过很多奇人异事 悬门大师 用一些稀奇古怪的邪门竖法 与人斗法 像李承风这么厉害 只用一块人身上掉下来的皮肉 就能弄死一个人的竖法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两个人强忍着没有笑出来 但还是面带嘲讽 心想楚将军这个女婿 脑子肯定有问题 楚云红 胡天刚却是面带疑惑 他们见识过李承风的厉害 知道他不是随便说说 看着他脸上不可一世的自信 胡天刚好奇地问道 李先生 这不过就是司马虹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皮肉 想用这块皮肉弄死司马虹 是不是有点太荒诞了 秦末 唐文再次流露出疑惑的神色 胡天刚怎么称呼他李先生 要知道 胡天刚今年已经四十多岁 是护龙卫的主要成员 常年守护着昆仑山的龙脉 其悬术修为更是深不可测 如此厉害的人物 竟然称呼一个黄毛小子为先生 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胡天刚不可能随便 称呼一个晚辈为先生 心想这小子是什么来头 连胡天刚和楚云红 也对他如此尊敬 只见李承风一脸自信地说 一点也不荒诞 如果这块皮肉 真是在司马虹身上撕下来的 我就能用这块皮肉 把司马虹搞得生不如死 就凭这块皮肉 你能用什么方法 搞得他生不如死 秦末和唐文看着李承风 满脸疑惑地问道 李承风原本不想说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 还需要他们帮忙 只能给他们讲解一下 你们可听说过退皮术 胡天刚听到退皮术三个字时 震惊的目光盯着李承风 这个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不仅会失传已久的奇门术法 魏龙披甲 还会早已失传的奇门邪术退皮术 身为国家神秘组织护龙卫的成员 胡天刚经常出入 国家三号秘密收藏馆 里面收藏了很多古籍 记载着很多失传的民间禁术 邪术 巫术等各种术法 胡天刚曾在华夏十大邪术纪录上 看到过关于退皮术的记载 上面只收集了华夏十大邪术的名称与起源 并没有十大邪术的施术方法 退皮术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那时修炼邪术的术士 为了得到一张完整的美人皮 制作镇魂骨 还有居魂灯 研究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活人退皮术 其手段可以说是非常残忍 退皮术因此成为了华夏十大邪术之一 由于让活人退皮的术法太过残忍 又被列为民间禁术 庆幸的是 退皮术在唐朝年间就已经失传 李承锋怎么会失传已久的 奇门邪术退皮术 秦末 唐文 楚云红却是满脸疑惑 他们活了一把年纪 还是第一次听说退皮术 楚云红满脸好奇地问 小兄弟 你说的这个退皮术 真的能弄死司马虹 让他生不如死 李承锋点了点头 然后一脸遗憾地说 想用退皮术弄死司马虹 还需要几样东西 秦末 唐文满脸好奇地问 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司马虹的生辰八字 还需要一条 与司马虹生辰八字相应的蛇 还需要熊黄酒 熊黄粉 毛笔猪砂等 听到需要司马虹的生辰八字 还需要一条 与司马虹生辰八字相应的蛇 秦末 唐文 胡天刚 都是一阵唏嘘 想把这两样东西集齐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秦末摇了摇头说 就算我们动用一些手段和关系 能查出司马虹的真实身份 与他的生辰八字 可是想找一条 与司马虹生辰八字相对应的蛇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唐文也略带嘲讽的语气说 蛇又不会说话 也没有人记录蛇是哪天出生的 你怎么知道 哪条蛇与司马虹的生辰八字相对应 楚云红 李承锋离开军事基地 再回香格里拉大酒店的路上 胡天刚实在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用非常尊敬的语气问 李先生 您究竟是什么人 怎么会那么多失传已久的术法 楚云红也是面带疑惑看向李承锋 也很想知道 李天成是怎么培养的他 把他培养得如此优秀 李承锋原本不想回答 见胡天刚对自己如此尊敬 也不想搏了他的面子 随口回答 因为我是奇门一派的传人 奇门一派的术法 世代相传 奇门 胡天刚若有所思 他对奇门了解的并不是很多 奇门一派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门派 在世俗社会中 很少有人听说过奇门一派 奇门与玄门虽然同属道门 但还是有着不同之处 奇门的术法主要以其为主 玄门道法主要以玄为主 正所谓万法不离其道 奇门与玄门也算是道教的两个分支 只是在术法修行上有着一些区别 玄门讲的是玄门正宗 修的是正身之法 道心之法 老百姓称其为道士 奇门讲的是奇门顿宗 修的是奇门术法 很多邪术都是由奇门术法演变来 因为修的是术法 在古代老百姓称奇门中人为术士 现在这个年代 之所以很难见到奇门术士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悲催的原因 因为在唐朝年间 有位奇门、术法大师 辛辛苦苦炼制的长生丹药 不小心毒死了唐太宗李世民 因此 奇门术士遭到了唐朝皇室的疯狂追杀 整个华夏的奇门术士 几乎被屠戮一尽 有些术士为了保命 便逃到了其他国家 像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古术、巫术、邪术 都是唐朝年间逃命的奇门术士 顺便带过去的 还有一些奇门术士 为了逃避追杀 有的加入了玄门 有的隐姓埋名过起了隐世生活 不再过问天下事 只想着把奇门术法流传下去 希望有朝一日 奇门一派能东山再起 可惜自唐朝年间 奇门一派受到重创后 从此一蹶不振 自此以后 奇门术士在华夏土地上几乎绝技 就还剩下玄门道士 他真的非常认真 很难想象 唐朝年间竟然还有一段这样的历史 奇门术士遭到唐朝皇室追杀的事情 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记载 只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 被炼丹术士给毒死的事情 谁能想得到 这正是奇门术士消失的主要原因 就连开车的司机也是一脸震惊 难怪现在这个社会只有道士 没有术士 原来在唐朝年间 术士就被杀干净了 胡天刚也算长了见识 身为玄门中人 这件事也是第一次听说 没想到奇门术士和玄门道士 还有如此大的区别 很多人都认为术士就是道士 又有几人知道术士和道士的区别 胡天刚一脸感慨地说 李先生 今天你又给我上了一课 非常感谢 让我知道了术士消失的原因 嗯 不用客气 这些都是我胡编乱造的 你可不要太当真 李成峰面带微笑 讲了那么久 嗓子有点干 顺手拿起矿泉水喝了起来 不过片刻满满的一瓶矿泉水 就被喝得一干二净 胡天刚也笑了笑 他心里非常清楚 李成峰讲的这些 肯定不是胡编乱造 他讲的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喜欢读史料书籍的人 应该都能发现 唐朝以前的史料记载中 还能看到关于术士的记载 自唐朝以后 史料上关于术士的记载 几乎找不到 楚云红看向李成峰的眼神 带着一丝遗憾 这个孩子真的是博学多才 可惜 可惜 如果他真是自己的女婿 那该多好 很快 汽车便停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门口 李成峰和楚云红在车上下来 胡天刚则坐着车去了别的地方 李成峰和楚云红 一前一后 向香格里拉大酒店里面走去 两人有说有笑 有问有答 聊得很开心 两人没有发现 在不远的地方 停着一辆汽车 车上正有一双 充满杀气的眼睛盯着他们 车上坐的人 正是佐藤正雄和神木三太郎 佐藤正雄看着两个人的背影 满脸疑惑地问 神木大人 那个年轻人 就是用奇门术法 喂龙披甲 护住黄浦江水龙脉的李成峰吗 没错 就是他 神木三太郎冰冷的声音回答道 他恨不得现在就弄死李成峰 可惜身上有伤 无法使用催命术 只能等伤势好一点 再做打算 看着走进来的三个人 李成峰眉头微微一皱 进来也不敲门 被他们吓了一跳 楚云红一进门就笑呵呵地说 小兄弟 司马红的身份已经查出来了 他果真是神木家族的人 真名叫做神木三太郎 为了查出司马红的真实身份 与他的生辰八字 楚云红调用了很大的人力 秦末 唐文这两天几乎没有合眼 眼睛里充满了血丝 黑眼圈也特别严重 两人虽然非常疲惫 看向李成峰的眼神 却是无比尊敬 前两天 李成峰离开前 曾对二人说 司马红可能是岛国神木家族的人 让他们重点调查神木家族的成员 刚开始 秦末 唐文根本就不相信 在他们眼里 让他们用一个毫无根据的推测 去调查司马红 就是在戏耍他们 当他们调查的时候 才发现 真正的司马红早已被杀 这个冒充司马红的人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根本就无从查起 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也没有查出头绪 后来想到李成峰说的那句话 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对近几年的出入境记录 进行了调查 很快便查到了神木三太郎的信息 秦末和唐文此时才明白 楚云红和胡天刚 为何对他如此尊敬 对于司马红的真实身份 李成峰并不关心 他只想知道 有没有查到神木三太郎的生辰八字 正想询问时 秦末拿出一个档案袋 把里面的材料拿出来 一脸恭敬递到李成峰面前 尊敬的语气说 李先生 这是神木三太郎的详细资料 还有他的生辰八字 请过目 李成峰接过材料 随便看了几眼 盯着神木三太郎的生辰八字 深吸了一口气 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眼睛一眯 嘴角向后一瞥 露出一副阴狠毒辣的神色 凶狠的语气说 神木三太郎 你就等死吧 楚云红 秦末 唐文 都被他的样子吓了一跳 谁能想得到 看上去人畜无害 胆小怕事的李成峰 竟然还有如此阴狠毒辣的一面 拿到神木三太郎的生辰八字 李成峰直接拎起 早就准备好的背包 静止向外面走去 随口说 走 去寝灵蛇 秦末和唐文 早已迫不及待 很想知道 李成峰究竟会用什么方法 寻找与神木三太郎 生辰八字相对应的蛇 楚云红也是一脸期待 年龄虽然有些大了 还是紧紧地跟在后面 一步也不愿落下 刚走出香格里拉大酒店 迎面遇到了胡天刚 这两天 他也没有闲着 一直在调查司马红的真实身份 当他得知 司马红的真实身份已经查到 生辰八字 也已经搞到手 他就知道 李成峰要去抓蛇了 便急忙赶了过来 因为他也很想知道 李成峰是用什么方法抓蛇的 看到李成峰 楚云红一行人 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里走出来 心中暗暗庆幸 还好来得及时 不然就错过了 李成峰坐上车 随口问道 老将军 您知道海城这个地方 哪里有蛇吗 楚云红摇了摇头 这种事情 他还真的不知道 秦莫急忙回答 在我们军营东边 有一片很大的芦苇荡 那里面的蛇非常多 几个人开着车 向秦莫说的地方驶去 没多久 便来到军营东边的芦苇荡 一眼望去 全是清脆欲滴的芦苇 在风中来回摇摆 白色的芦花随风飘荡 几人在车上下来 李成峰看着眼前的芦苇荡 心中很是满意 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 是蛇最喜欢的地方 里面的蛇一定不会少 面带微笑 随口说 好 准备请蛇 说话时 把放在车上的包拎了下来 秦莫 唐文 还有胡天刚脸上流露出蓝色 这么大的一片芦苇荡 想要进去抓蛇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何况这条蛇的生辰八字 必须与神木三太郎的生辰八字相对应 谁知道 哪条蛇与神木三太郎的生辰八字相对应 想抓一条这样的蛇 绝对比登天还难 可是李成峰话已出口 三人很是无奈 不等楚云红下命令 便直接向芦苇荡走去 准备进去抓蛇 抓回来让李成峰自己辨认 哪条蛇与神木三太郎的生辰八字相对应 看着向芦苇荡走去的三个人 李成峰面带疑惑地问 三位大哥 你们这是要去干嘛 进去 抓蛇 李成峰摇了摇头 面带微笑说 土地公 土地婆掌管一方土地 保一方生灵平安 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生灵 有多少草木 发生过什么事情 他们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让土地公 土地婆 帮忙寻找与神木三太郎生辰八字相对应的灵蛇 那就是手道擒来的事 土地公有些不爽地问 小小术士 请本仙显灵 所谓何事 李成峰见土地公和土地婆出现 跪在地上急忙磕了三个头 把请灵蛇的事情讲了出来 土地公理了李胡须 一脸严肃 然后缓缓开口问道 你找与这人生辰八字相对应的灵蛇 是不是想用邪术害人 李成峰心中一惊 不愧是掌管一方土地的神仙 竟然能看破此事 李成峰也非常坦然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在神仙面前 想用邪术整死神木三太郎的事情 根本就瞒不住 直接开口说道 岛国贼寇用邪术害我华下四人 我用邪术让其偿命 本是天经地义 还请土地爷爷明察 土地公点了点头 希望你叙述是真 若是敢欺骗本仙 就算你是奇门弟子 本仙也绝不侵扰于你 土地公和土地婆接着转身 化成两个不大的小旋风 重新飞回土地庙 看着突然出现的两个小旋风 秦末 唐文 还有楚云红都是一脸猛逼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两个小旋风 怎么又凭空出现了 李成峰叹了一口气 这个土地公在仙界官职虽然不大 脾气倒是不小 土地公属于帝斯英神 是仙界最小的官 片刻 两个小旋风再次从土地庙中飞出来 当两个小旋风炸开 土地公和土地婆突然凭空出现 他们脸上带着一丝怒意 秦末 唐文 还有楚云红还是一脸猛逼 这两个小旋风到底是什么 一会进去一会出来 虽然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却不敢开口询问 怕打扰到李成峰 土地公用手中的黑木拐杖 导着地面气愤地说 本仙回去查了一下 果真有人在我们管辖的土地上 用邪术害人 真是岂有此理 土地婆也是面带怒气 盯着李成峰一脸严肃地说 把那人的生辰八字烧给我 我这就帮你寻找与这人生辰八字相对应的灵蛇 李成峰听到这里喜上眉梢 急忙拿出写着神木三太郎生辰八字的黄纸 在土地庙前直接点燃 当黄纸燃尽 便见土地婆的手中突然多出一张黄纸 看着黄纸上的生辰八字 土地婆点了点头 然后开口说 你在这里等着吧 灵蛇马上就会过来 李成峰知道事情已经办成 急忙磕了三个头 多谢土地爷爷显灵 多谢土地奶奶显灵 土地公和土地婆对着李成峰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 化身成两个小旋风 重新飞回土地庙 李成峰从地上爬起来 面带微笑 看向不远处的芦苇荡 等着与神木三太郎生辰八字相对应的灵蛇 自己爬出来 见李成峰站起来 秦末 唐文才在猛逼中回过神来 急忙上前问道 李先生 刚才那两个小旋风是什么东西 你又在跟谁说话 你们还是问胡大哥吧 刚才的事情 他应该都看见了 李成峰随口说道 秦末 唐文 楚云红 全部转头看向胡天刚 面对三个没有开过天眼 看不到奇异场景的人 胡天刚的心中多少有些自豪 略带傲气的声音说 那两个小旋风 正是土地公和土地婆的化身 刚才李先生 正是跟土地公和土地婆说话 让土地公和土地婆 帮忙寻找灵蛇 三个人听完后 都是满脸震惊 对胡天刚说的话 那是深信不疑 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秦末难以置信的表情说 胡大哥 让土地公和土地婆帮忙 就能找到与神木三太郎 生辰八字相对应的灵蛇 是的 胡天刚点了点头 对李成峰的敬仰之情 又多了几十分 几个人站在土地庙前 除了李成峰和胡天刚 另外三个人 还是有些不相信 与神木三太郎 生辰八字相对应的灵蛇 会自己爬出来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 只见芦苇荡旁边的荒草上 正在不停地晃动 并且传来酥酥的声音 青草上游动着一条绿色的菜花蛇 没一会 这条菜花蛇 便爬到了土地庙前 然后抬起头 歪着小脑袋 盯着李成峰看 小样子充满了灵性 没多久 便回到了香格里拉大酒店 此时太阳已经熄落 夜幕已经降临 楚云红 胡天刚等人 都是一脸期待 跟在李成峰身后 想亲眼目睹其门 斜术退皮的施术方法 和神奇之处 当回到房间后 李成峰直接把包打开 对着里面的菜花蛇说 蛇兄 出来吧 听到李成峰的声音 菜花蛇游动着身躯 探出来半个身体 扭动着小脑袋四处观察 接着又缩回了包里 刚刚来到陌生的环境 菜花蛇应该有点害怕 李成峰微微一笑 再次冲着包里喊道 蛇兄 不要害怕 我这里有好吃的给你 赶快出来 说话时 李成峰把包着 神木三太郎皮肉的 卫生纸拿了出来 打开卫生纸放到地上 由于天气炎热 忘了把这块皮肉 放进冰箱里 已经发臭 李成峰被熏得差点吐出来 捂着鼻子急忙退到一边 晴末 唐文急忙跑步去打开窗户 楚云红和胡天刚 也是一脸嫌弃 用手在嘴边扇了扇 心想这个神木三太郎的肉 可真臭 菜花蛇也是一个小吃货 听到有好吃的 急忙从包里爬了出来 当看到卫生纸上的那块臭肉 小小的眼睛中 流露出嫌弃的神色 歪着小脑袋 用一只小眼睛盯着李成峰 好像在问 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 李成峰面带微笑 冲着菜花蛇点了点头 菜花蛇眼中流露出不满的神色 接着向后游动了两下 冲着李成峰摇了摇小脑袋 表示这块肉太臭 他不愿意吃 李成峰心中暗暗吃惊 不愧是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 选出来的灵蛇 果真是灵性十足 如果菜花蛇不把神木三太郎的肉吃掉 就无法达到人蛇一体 相互通灵的效果 褪皮术就起不到作用 见菜花蛇不配合 李成峰脸上闪过一丝杀鸡 凶狠的眼神盯着菜花蛇 威胁地语气说 臭长冲 马上把这块肉吃了 你若是不吃 我就把你砸死熬汤喝 看着李成峰凶狠的眼神 菜花蛇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小小的蛇胆受到了惊吓 人类真的好可怕 秦末 唐文 胡天刚 都是鄙视的目光盯着李成峰 这是人干的事吗 竟然恐吓一条如此可爱 充满灵性的小蛇 这就是禽兽行为 因为楚云红被蛇咬过 每当看到蛇 就感觉浑身发出 对蛇那是极其的恐惧 可是 当他看到这条菜花蛇 见这条蛇充满了灵性 还能听懂人说话 对蛇的恐惧 竟然莫名其妙消失了 还感觉这条蛇真的好可爱 有种想把他带回家养着的冲动 见李成峰恐吓这条小蛇 脸上也是流露出一丝不悦 菜花蛇委屈巴巴的小眼神 盯着李成峰 冲着他吐了几下蛇性子 表示着抗议与不满 然后无奈地游动着身躯 来到卫生纸前 盯着那块臭肉 迟迟没有下嘴 李成峰已经有些不耐烦 直接拿起烟灰缸 指着菜花蛇再次恐吓道 死长冲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若是还不吃 我这就把你砸死熬汤盒 菜花蛇又转头看了李成峰一眼 看着那凶狠的神情 只好无奈地闭上小眼睛 一口把那块臭肉叼在口中 没一会便咽到了肚子里 菜花蛇吃掉臭肉后 转头盯着李成峰好像再问 这回你满意了 楚云红 秦莫等人此时才松了一口气 若是李成峰真想砸死菜花蛇包汤盒 他们肯定不会同意 因为他们已经喜欢上这条蛇 如此可爱 充满灵性的小蛇 怎么能拿来包汤盒 见菜花蛇把臭肉吃掉 李成峰才露出满意微笑 接着说 蛇兄 等下可能有一点点痛 麻烦你忍着点不要乱动 你若动了 我不方便在你的身上画符 菜花蛇委屈巴巴地点了点头 一会喊蛇兄 一会喊臭长冲 死长冲 这个人类真的好善变 在楚云红 秦莫等人的注视下 李成峰又在房间里 找出来很多东西 有三张不同颜色的符录 分别是黑青黄三种颜色 上面的符文早已画好 还有朱砂 朱砂 熊黄粉 熊黄酒 黑白颜色的蜡烛 共八支 毛笔等物品 李成峰把八支蜡烛点燃后 黑白蜡烛交叉 分别摆在了菜花蛇的周围 然后把朱砂 熊黄粉 倒进熊黄酒里 用筷子不停地搅拌 没一会 熊黄酒便被朱砂染红 菜花蛇闻到熊黄的味道 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想到李成峰凶狠的样子 还想砸死他煲汤喝 又不敢有太大的反应 李成峰看着菜花蛇 退下来的蛇皮 露出满意的微笑 楚云红 胡天刚 秦默 唐文 被刚才的一幕 惊得目瞪口呆 这操作真的太诡异了 同时又心疼菜花蛇 难道这就是奇门邪术退皮 他们还是不敢相信 当菜花蛇把皮退下来 神木三太郎的皮 也会跟着退下来 这种是太过匪夷所思 若不亲眼所见 真的让人难以相信 秦默一脸好奇地问 李先生 神木三太郎的皮 真的能退下来 没错 李成峰一脸自信地回答 也不想过多解释 因为心里非常清楚 无论是谁 都不会轻易相信 这种荒诞 而又离奇的事情 更不会相信 神木三太郎的皮 会跟着蛇皮一起退下来 他们不相信 李成峰也没有办法 因为没人知道 神木三太郎 现在是生是死 他的皮有没有退下来 就在楚云红 胡天刚满脸思绪 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时 房门突然被人推开 王斌气喘吁吁 用手捂着 还在流血的后脑勺 脸上全是血 一脸慌张 跑进了房间 焦急地语气说 不 不好了 楚小姐被人抓走了 你说什么 楚云红盯着 突然跑进来的王斌 一脸的难以置信 不敢相信地语气问 清 清言被人抓走了 老将军 是 是的 王斌无奈地回答道 楚云红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在华夏 这片土地上 竟然还有人敢对他女儿动手 愤怒的声音吼道 是谁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竟敢对我的女儿动手 我楚云红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楚云红转说道 秦末 唐文 胡天刚 听令 马上调动所有的力量 一定要把清言找回来 凡是参与绑架清言的人 全部格杀勿论 是 秦末 唐文 胡天刚同时应道 他们一刻也不敢耽搁 接到命令后 快速走出房间 准备动用所有的力量 寻找楚清言 让绑架他的人付出代价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心中好奇 是谁绑架了楚清言 他们绑架楚清言的目的 又是什么 虽然对楚清言没有什么好感 但也不希望他出事 如此貌美如花的女人 若是落到坏人的手里 会遭到什么样的折磨 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清楚 李承锋看向王冰 扯下白色的床单 把他的头随便包了一下 接着问道 冰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冰叹了一口气 把事情的经过 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这些天 闲着无视的王冰 每天跟在楚清言身后 给他拎包 陪着楚清言到处闲逛 疯狂地购物 寻找美食 王冰也是乐此不疲 有吃有喝 楚清言每天 还给他一千块钱的工资 可是就在一个半小时前 楚清言与王冰 在太麻广场买完东西后 来到地下停车场 准备开车回去时 双手拎着大包小包的王冰 突然被人打晕 在他倒地时 只见刚刚打开车门的楚清言 也被人在背后打晕 后面发生的事情 他就不知道了 还好有人发现了 被打晕的王冰 然后拨打了120 就在等救护车的时间 王冰突然醒了过来 当他醒来后 楚清言早已不见 想到昏迷前看到的一幕 心中顿时慌了 打理成风的电话 却是关机状态 楚云红听完后 深吸了一口气 想到貌美如花的女儿 落到坏人手里 一定会遭到惨无人道的摧残 一向冷静沉着的老将军 此时也有些慌了 得知女儿被人绑架的楚云红 突然变得沉默寡言 好像又老了好几岁 李成风安慰道 老将军 放心吧 楚小姐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不会有事的 楚云红没有说话 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 也不知楚清言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还不知道 就在半个小时前 昏迷不醒的楚清言 被三个人带到了 海城郊区的一栋别墅里 三个人把昏迷不醒的楚清言 抬进别墅后 直接扔到了客厅的沙发上 旁边还站着一个 满脸猥琐的老男人 正是神木三太郎 看着娇艳欲滴的楚清言 躺在沙发上 年过半百的神木三太郎 内心还是蠢蠢欲动 心中暗暗惊叹 世间怎会有如此游物 长得如此美丽动人 神木三太郎 把那三个人撵出去 迫不及待地走到沙发前 蹲在楚清言的旁边 看着他俊美的脸蛋 口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楚清言心中无比的绝望 奋力地挣扎 拼命地呼喊 却依然逃脱不了 神木三太郎的魔掌 只能闭上眼睛 任由那双带着温度的双手 在身上肆意妄围 他多么希望 能有一位白马王子 脚踏七彩祥云 就他脱离魔掌 可惜这一切都是幻想 当他再次睁开眼 还是那副猥琐的面孔 邪恶的眼神 身为华夏楚老将军的女儿 他不会求饶 他瞪着神木三太郎 无助愤怒地嘶吼道 神木三太郎 你给本小姐等着 我一定会杀了你 让你不得好死 把你们神木家族的人 全部杀干净 神木三太郎没有回答 双眼通红 就像一条多年 没有吃过肉的野狼 迫不及待 想要饱餐一顿 眼看貌美如花 倾国倾城的楚青岩 就要被神木三太郎 这个畜生糟蹋 一朵娇花 即将受到无情的摧残 性格刚强的楚青岩 从小到大很少流泪 此刻却流下了屈辱的泪水 他曾幻想 把最宝贵的东西 交给最爱的男人 如今却要被一个 岛国遭老头夺走 心 碎了 他慢慢地闭上眼 准备接受这悲惨的命运 就在他闭上眼的那一刻 突然感觉那双脏手 离开了他的身体 接着便传来神木三太郎 撕心裂肺的惨嚎声 听着凄惨的声音 心中疑惑 难道岛国男人 在强迫女人时 都要大吼大叫 彰显岛国男人的雄风 楚青岩不敢睁开眼 他不想看到 这个猥琐的老男人 可是听着神木三太郎 凄惨的叫声 越听越不对劲 怀着好奇心 悄悄地睁开了一只眼 当他看到神木三太郎时 顿时被吓得目瞪口呆 花容失色 只见神木三太郎 双手抱着脑袋 他的脑袋中间 从眉心到后脑勺 出现了一条很长的裂缝 就像用刀割开的一样 好像有一股诡异的力量 正在撕扯他的头皮 裂缝越来越大 露出白三三的头骨 带着鲜红的血丝 鲜血顺着裂开的头皮 不断地向外喷涌 不过片刻的时间 身无片衣遮体的神木三太郎 已经变成了血人 神木三太郎 发出凄惨的叫声 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有一股奇怪的力量 正在撕扯他的头皮 把他的头皮往下拉 他强忍着剧痛 双手按住头皮 想与这股诡异的力量抗衡 把裂开的头皮 重新推回去 可惜一切都是徒劳 头皮还是继续向下退落 不过片刻间 神木三太郎脖子以上的头皮 脸皮全部退了下来 因为没有脸皮的遮挡 露出血淋淋的眼球 还有白色的牙齿 和红色的牙龈 鼻子已经不见 只剩下两个小孔 不断地往外冒着血泡 好恐怖 让人不敢直视 楚清炎虽然是个女人 胆子却比男人还大 可是看着眼前的神木三太郎 还是被吓得浑身颤抖 大约迟钝了三秒钟 才发出惊恐的吼叫声 啊 救 救命啊 吓 吓死人了 把楚清炎绑来的三个人 一直站在门外抽着烟 脸上带着猥琐的微笑 正想着等神木大人爽完后 会不会让他们 也进去爽一爽 让他们也摧残一下 这朵娇艳欲滴的鲜花 就在他们争执着 等下谁先来时 别墅里突然传来 神木三太郎凄惨的叫声 还有楚清炎 毫无人枪的叫声 三人顿时被吓了一跳 其中一个人满脸疑惑地说 神 神木大人 这是怎么了 叫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对啊 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两个人的叫声为何如此诡异 三个人都意识到了不对 毫不犹豫直接冲进别墅 当他们来到客厅 看到了让他们终身难忘的一幕 神木三太郎躺在地上 不停地扭动着身体 发出凄惨的叫声 痛苦地挣扎着 肚子往上的皮 已经全部退了下来 只见神木三太郎 用没有皮肤的双手 抓着掉在地上的皮 想把退下来的皮 重新穿到身上去 三个人被吓得愣在原地 平住了呼吸 大约过了十秒钟 其中一个人声音颤抖地问 神 神木大人 您 您这是怎么了 连续问了好几遍 神木三太郎也没有回答 由于神木三太郎 正不断地发出惨叫 心中只有恐惧 身上只有疼痛 他思绪已经完全乱了 他根本听不到周围的声音 他能听到的 只有自己的惨叫声 恐惧 无比的恐惧 疼痛 无比的疼痛 这 就是生不如死 听着别墅里 传来楚青岩撕心裂肺的叫声 秦末和唐文彻底地慌了 若是楚青岩出事 他们该如何向楚老将军交代 秦末 唐文 还有其他龙门八局的成员 都是满脸怒气 心中无比的愤怒 是谁丧尽天良 用了什么方法 把楚小姐折磨得如此凄惨 发出毫无人羌的叫声 想到貌若天仙的楚青岩 可能正被一个畜生 或是一群畜生折磨摧残 每个人都很心痛 很愤怒 秦末咬着牙 满脸怒气 为了楚青岩的安全 他们不敢贸然冲进别墅 只能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冲着别墅吼道 里面的人给我听好了 马上放了楚小姐 我可以让你们死得痛快一点 不然就让你们生不如死 马上把楚小姐放了 这是最后的警告 就在秦末说话时 唐文与其他人 正悄悄地靠近别墅 准备搞一个突袭 可是刚刚接近别墅 楚青岩的惨叫声 便戛然而止 众人顿时愣在原地 楚小姐怎么不叫了 难道被绑匪给杀了 心情瞬间低落 无比的愤怒 可是紧接着便听到别墅里 传来楚青岩的喊声 秦末 赶快进来 我都快被吓死了 秦末 唐文 还有其他龙门八局的成员 听到楚青岩的声音 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 楚小姐这是什么意思 在场的人都认为 这一定是绑匪的陷阱 他们逼迫楚青岩喊话 让他们进去 然后对他们实施偷袭 自认为识破绑匪的诡计 秦末和唐文 同时冷哼了一声 秦末悄悄地摆了摆手 让他们继续靠近别墅 他则继续给里面的绑匪谈判 吸引绑匪的注意力 然后放大声音喊道 楚小姐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楚青岩心中暗骂 这群傻子 接着愤怒的声音喊道 秦末 唐文 你们赶快给我进来 不然等一会 我把你们的屎给打出来 秦末 唐文眉头微微一皱 心想 现在可不能进去 那些绑匪一定做好了埋伏 现在让他们进去 不是明摆着送死吗 心中也有些疑惑 从始至终绑匪 为何没有说话 没一会 唐文便与几名 蒙门八局的成员 破窗而入 冲进了别墅 当他们进入别墅后 没有发现一个绑匪 只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瞬间被惊呆 一个胆小的成员 发出啊的一声尖叫 还在别墅外面的秦末 听到这声尖叫 心想完了 他们一定是中了埋伏 就在他一脸悲愤 为中了埋伏的队友担心时 别墅的房门 突然被人推开 唐文站在门口 脸色苍白 声音颤抖 进 进来吧 秦末面带疑惑 急忙冲进别墅 当看到客厅里的一幕 同样被惊得目瞪口呆 只见一个人趴在血泊中 他的身上没有皮 大腿上 胳膊上纹路清晰的肌肉 流淌着鲜红的血液 与肌肉连在一起的血管 清晰可见 这个人的手里 还攥着一张人皮 想把皮重新穿到身上 动作却是有气无力 其他龙门八局的成员 都被吓得脸色铁青 还有人当场吐了一地 如此恐怖的一幕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 秦末和唐文 同时想到了李承锋 原本还有些质疑 他说的奇门邪术退皮术 到底是真是假 能不能把神木三太郎的皮 给退下来 如今青年所见 无比震惊 他们盯着趴在血泊中的身影 早已猜到 这个人就是神木三太郎 怎么也没想到 绑架楚青年的人 竟然会是他 李承锋也算是歪打正着 在他的身上下了褪皮术 间接救了楚青年 奇门邪术真的好可怕 究竟是谁发明了 惨无人道的褪皮术 楚青年见众人愣在原地 很是不爽地说 一群傻子 你们愣在那里做什么 没看到本小姐还被绑着吗 赶快把绳子给我解开 唐文急忙过去 把楚青年身上的绳子解下来 只见楚青年脸色苍白 应该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青年目睹一个人把皮退下来 肯定会留下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秦末把还没死透的神木三太郎 带回了龙门八局的分部 唐文则把楚青年 送回了香格里拉大酒店 楚青年被成功解救出来 当他回到香格里拉大酒店 直接扑到楚云红的怀里 哇哇地大哭了起来 看着女儿平安无事地回来 楚云红也是长舒了一口气 拍着楚青年的后背安慰道 当李承锋得知 绑架楚青年的人是神木三太郎后 微微一笑 这真的太巧了 阴差阳错救了楚青年 心想他亲眼目睹神木三太郎 把皮退下来 一定被吓得不轻 由于神木三太郎是中邪术而死 死得特别惨 怨气一定非常重 用不了多久 可能会变成很凶的脏东西 为货人间 到时定会带来不小的麻烦 为了一绝后患 李承锋让胡天刚 准备五根棺材钉 沾上攻击血 分别钉在神木三太郎的 两处脚心 两处手心 还有眉心上 这叫做五星禁魂术 是奇门术式阵魂的方法 一旦手心 脚心 眉心被带着 鸡血的棺材钉钉住 魂魄将无法离开尸体 胡天刚深吸了一口气 这个年轻人可真够狠的 这是要让神木三太郎 永世不得超生的节奏 随口回答 好 我这就去办 胡天刚和唐文离开后 房间里就还剩下李承锋和楚云红 如今海城的事情已经解决 黄浦江的风水龙脉已经守住 李承锋准备回青州 至于百亿级大工程 海城中心大厦的建设 就交给楚云红去做 得知李承锋想离开 楚云红急忙说 小兄弟 好不容易来一趟海城 在海城多玩几天不好吗 我让青年带你四处逛逛 李承锋直接摇了摇头 出来近半个月 想回家看看爷爷 这么久没给祖师爷上香 不知祖师爷会不会生气 见李承锋执意要离开 楚云红叹了一口气 心中很是不舍 见楚云红面带愁容 李承锋疑惑地问 老将军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楚云红叹了一口气 随口说 青年这孩子 今年已经三十多了 连个男朋友也没谈过 我还有两个儿子 老大已经四十二 老二已经三十七 依然都是单身 像我楚家要权势有权势 要钱财有钱财 要地位有地位 我的两个儿子 也是一表人才 为何就是找不到女朋友 我的女儿长得貌美如花 为何没人敢娶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本想把楚青年 介绍给李承锋 见他没有那个意思 心中很是失落 才有杆发 说出了心中的郁闷 李承锋听完后 眉头微微一皱 以楚家的实力和地位 楚云红的两个儿子 应该都不差女人才对 怎么会四十多了 还是单身 这不应该啊 楚云红叹了一口气 很是无奈地说 唉 我今年已经六十多了 不知何时才能抱上孙子 就算孙子抱不上 能抱上外孙也行啊 可惜 青年这孩子也嫁不出去 楚云红在说这句话时 盯着李承锋 好像在暗示什么 李承锋明白 楚云红的意思 可是他对楚青年 真的不感冒 每当看到这个女人 就怕得很 楚云红无奈地说道 我的两个儿子至今单身 我的女儿也嫁不出去 小兄弟 你说 这到底是为什么 无论是富贵人家 还是普通人家 身为父母 年龄大了 都希望儿女早日成家立宴 抱上孙子 如果儿女大了 却依然单身 做父母的事最着急的 看着一脸伤感的楚云红 李承锋随口问道 老将军 能不能把两位公子的 生辰八字 还有楚小姐的 生辰八字告诉我 楚云红犹豫了片刻 还是把两个儿子 和楚青年的 生辰八字 写到了纸上 看着纸上的 生辰八字 李承锋推算着 三人的八字命格 嘴中念念有词 看着三个人的生辰八字 李承锋眉头越皱越紧 很快便推算出三个人的命格 有些无奈地说 老将军 我没算错的话 两位公子的命格 应该是神煞入命的 孤臣命 楚小姐是神煞入命的 寡宿命 听到儿子是神煞入命 孤臣 女儿是神煞入命 寡宿 楚云红一脸震惊 听到神煞入命四个字 就知道事情不简单 担心的同时 很是好奇地问 小兄弟 什么是神煞入命 孤臣寡宿又是什么 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男怕孤臣女怕寡宿 如果男人命犯孤臣 就是会莫名其妙地 喜欢单独行动 独自生活 不喜欢跟女人交往 女人也会离他远远的 如果女人命犯寡秀 就会无缘无故地 赶走他身边的追求者 非常讨厌男人 而且性格孤僻暴力 让人难以理解 冷若冰霜 为了帮楚云红儿女 化解神煞入命的 孤臣寡宿命格 这两天 李承峰也没闲着 先是去月老庙 请了一尊月老神像 神像高约二十厘米 一手煮着桃木拐杖 一手握着姻缘布 还购买了求月老 千元所需的物品 红纸 龙凤竹 香炉 清香 红枣 红线 这两天 楚清延一直跟着李承峰 跟在后面付款买单 这一切都是楚云红安排的 想让两人促进一下关系 王斌则成了搬运工 拎着大包小包 和李承峰并肩而行 跟在楚清延身后 始终保持在两米以上的距离 楚清延走在前面 突然转身 盯着李承峰不爽地说 土包子 过来 我有事情问你 楚小姐 有什么事情 你这样问就行 我肯定会如实回答 李承峰可不敢离他太近 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楚清延一脸不爽 冷冰冰的语气说 土包子 你说我嫁不出去 是因为我的命格 我嫁不出去 明明是我不想嫁人 跟我的命格有什么关系 你有没有想过 你之所以不想嫁人 正是因为寡秀命格的原因 李承峰一脸严肃地回答 楚清延却撇了撇嘴 很是不屑地说 我才不相信命格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看不见摸不着 怎么让人相信 李承峰并没有多做解释 解释多了怕挨打 这两天跟他走在一起 都是提心吊胆 若不是楚老将军特意安排 真不想让他跟着 如今这个年代 很多人都不相信命格 甚至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命格是什么 只有很少的人知道 老祖宗留下来的九宫命格 被称为命运密码 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可见 有些人无论多么勤劳 起早贪黑拼命工作 无论付出多少汗水 为了生活四处奔波 一年到头 却攒不下几个钱 挣的钱永远不够花 这正是九宫命格中的官杀入命 官杀入命 诸事欠顺 财运不佳 遇事须以和为贵 方可逢凶化吉 在日常生活中 也能见到一些人非常懒惰 每天睡到日上三竿 整日无所事事 什么工作也不做 却不缺钱花 很多人都不明白 这个人那么懒 怎么还不缺钱 这正是九宫命格中的偏财命格 属于偏财命格的人 虽然不缺钱花 如果命重不带官印 恐有牢狱之灾 你可以不相信命运 但这就是命运 对每个人的影响 如果细想一下 每个人身上发生的一切 会不会都是命运的安排 在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命不好 风水上涨 缺什么败什么 缺钱败财神 逃运不佳败月老 除了月老千元术 还有媒婆千元术 两种秘术大同小异 都是促进男女姻缘的竖法 当李承锋准备好 所有的物品后 楚云红的两个儿子 也把头发和指甲送了过来了 楚清延极不情愿地 剪下一柳头发 还有指甲 在楚云红 楚清延 王斌好奇的目光中 只见李承锋 先是在红纸上 写了三个人的姓名 和生辰八字 分别把他们的指甲头发 包在写有生辰八字的红纸里 接着用红线缠住红纸 红线要留长一点 最好留出半米到一米 三个红纸全部包好后 又在红纸上做了记号 以免后面搞错 李承锋转而走向旁边的贡桌 贡桌上 中间摆放着月老神像 两边是早已点燃的龙凤竹 中间放着一盘红枣 寓意早结良缘 贡桌最前面摆放着香炉 李承锋点燃三处清香 对着月老神像拜了三拜 然后把香插到香炉里 接着 把三个红纸包 放到月老神像前 把多出来的红线搭在月老神像手中的姻缘布上 做好这一切 李承锋口中念念有词 太极分两仪 阴阳本为一 月老先工作 掌管姻缘级 天喜祥光智 何景坐夫妻 月老牵红线 夫妻掌向西 随着李承锋迎送咒语 红线和红纸都散发出淡淡红光 这就表示月老同意千元 李承锋转而看向旁边的楚云红 面带微笑地说 老将军 月老已经答应千元 只要把女孩的生辰八字写在红纸上 然后包上对方的头发和指甲 系在红绳的另一边 两位公子不出一个月就能洗劫良缘 因为两位公子是神煞入命的孤臣命格 就算结婚后 恐怕也难白头到老 楚云红一脸担心地问 那该怎么办 一日清晨 李承锋和王斌早早起床 简单收拾了一下 还不忘带上那条菜花蛇 准备离开海城回青州 楚云红把两人送到酒店门口 拉着李承锋的手 面带微笑地说 小兄弟 回青州后 替我向你爷爷问声好 等我这边的事情忙完了 我就去看他 好 我一定会转告爷爷的 李承锋点了点头 在离开前 楚云红给了他一张支票 他也没看上面的数额 直接揣到了兜里 然后礼貌地说 老将军 再见 再见 到此 海城天斩煞的危机 也算圆满结束 楚云红点了点头 看着李承锋和王斌 坐上汽车离开 脸上流露出得意的微笑 冷哼了一声 不想做我女婿 门都没有 你这个女婿 我要定了 楚云红接着转身回到酒店 楚青年见父亲回来 略带遗憾的声音地问 爸爸 那个土包子走了 走了 听到李承锋走了 楚青年脸上闪过一丝纠结 不知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就在此时 只见楚云红满脸微笑 拿出了一张红纸 还有头发和指甲 他在红纸上 写了李承锋的名字 和生辰八字 然后把指甲和头发包到了红纸里 楚青年看到这里 满脸疑惑地问 爸爸 你这是干嘛 呵呵 当然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 楚云红笑呵呵地说 楚青年瞬间明白了爸爸的意思 他也没有阻止 因为他也很想知道 月老千元术 是否真的能千英元 很快 楚云红便把头发和指甲包好 想到儿女单身的问题 马上就能解决 他的心情非常好 走到供桌前 在月老神像手上 找到属于楚青年的那根红线 然后把另一头 缠在写着李承锋姓名的红纸上 当缠好后 把红线重新搭在月老手中的英元布上 这正是诗传已久的民间秘书 月老千元术 人间英元月老千 月老笔下好英元 孤城寡宿难寻觅 月老媒婆千英元 做好一切 楚云红看着搭在月老手腕上的红线 心里很是满意 这种民间秘书 的确有些意思 就在他认为大功告成时 缠着李承锋 和楚青年生辰八字的红线 搭在月老手腕处的地方 突然白光一闪直接断开 断口非常齐 就像是用剪刀剪开的 楚云红看到这里顿时一愣 好好的一根红线 怎么会突然断掉 一直站在旁边的楚青年 也看到了这一幕 心中很是不解 爸爸 红线怎么断了 可能是线的质量太差了 我把线给接上就行了 楚云红只能自我安慰 然后把红线接上 小心翼翼地放到月老神像的手腕上 心想 这次可不要断了 可是红线刚刚放到月老神像的手腕上 红线再一次断掉 楚云红也猛了 连续重复了好几次 每次的结果都是一样 如此离奇的一幕 把两人都整得一脸蒙圈 为什么把红线搭在月老神像的手腕上 红线就会自己断掉 楚云红不是傻子 心里也非常明白 红线之所以会断 定是月老不愿签这段姻缘 楚青年也看不懂 满脸疑惑地问 爸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楚云红摇了摇头 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就在一脸无奈时 胡天刚敲门走了进来 当胡天刚走进房间 看到眼前的供桌 还有月老神像 心中顿时一惊 这又是搞得什么名堂 心里清楚 这一定又是李承锋的杰作 这个年轻人会得太多了 当得知李承锋已经离开 心中有些小小的遗憾 也没跟他说声再见 也没留个联系方式 若是以后昆仑山遇到化解不了的麻烦 说不定他能帮忙化解 转而看向楚云红 他应该有李承锋的联系方式 看到胡天刚 楚云红疑惑的老脸上 闪过一丝喜色 略带焦急的语气说 天刚 赶快过来 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云红又做了两次示范 然后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胡天刚 看到眼前的一幕 胡天刚也是面带疑惑 月老为何不给两人牵缘 还要断掉两人的姻缘线 楚云红满脸疑惑 有些愤怒的语气问 天刚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天刚深吸了一口气 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解释 世间万物 无论任何生灵 窃取天机者 必遭天遣 李承锋身为奇门风水师 肯定命犯舞弊三缺 外面再好 也不如自己成长熟悉的地方亲切 虽然只是 离开了半个月 当再次回到青州 看着熟悉的街道 心情格外舒适 回到隋元堂 把包随手丢到沙发上 走到祖师爷画像前 拜了拜 上了三柱清香 王斌站在门口 看着隋元堂对面的灰面馆 咽了咽口水 笑嘻嘻地说 成风 饿了没 咱们去吃碗羊肉会面 好 李承锋点了点头 自从重开隋元堂 经常去对面的三姐面馆 吃他家的羊肉会面 价格实惠量又足 味道还不错 半个月没吃他家的会面 还真有点馋了 王斌随手关上房门 与李承锋一前一后 走向三姐面馆 两人刚刚走出隋元堂 那条长达两米的菜花蛇 便从包里钻了出来 探出一个小脑袋四处张望 小小的眼睛充满灵性 最后定格在祖师爷的画像上 还好是楚云红安排的专机 不然想把这条菜花蛇 带回青州 还真不容易 菜花蛇盯着墙上挂的画像 急忙从包里爬出来 游动着身躯 爬到供桌前 冲着画像不停地扣拜 画像里的祖师爷盯着菜花蛇 两眼微微一动 露出一丝惊讶 这小蛇不简单 灵性十足不是反品 如果有仙人点画 用不了几百年 估计就能位列仙班 祖师爷看着还在扣拜的小蛇 非常满意 随口说道 小家伙 我看你灵灯不错 又与本仙有缘 本仙带你在画中 世界修行可好 菜花蛇激动地点了点头 只见画中的祖师爷微微一笑 手指轻轻一勾 菜花蛇便飞到画中 消失不见 李承锋和王斌 走进三姐面馆 如今正是中午用餐时间 店里的生意却非常冷清 杨三姐与他男人董庆伟 正坐在店里玩手机 董庆伟头上还裹着纱布 手上还有轻微的烫伤 抹着紫色的红药水 老板 来两个大碗的羊肉会面 多加两份羊肉 好 杨三姐放下手机 去后面给李承锋和王斌下面 李承锋看着冷清的店铺 与正在玩手机的董庆伟聊了起来 同在一条街上开店 虽然认识不久 多少也算半个熟人 聊着聊着 董庆伟就说出了心中的郁闷 原本他家店里的生意非常好 每到饭点 店里的十张桌子 根本就不够用 可不知为何就在各把月前 店里的生意慢慢地差了起来 如今从早到晚 能有三五个客人光顾就不错 董庆伟叹了一口气 然后一脸无奈地说 再这样下去 我这个店就只能关门了 李承锋先是观察了一下店铺 店铺里的装修和布置 不含任何风水布局 这就说明店铺生意不好 与店铺风水没有关系 又看了一下董庆伟的面相 他的财帛宫圆润饱满 虽不是大富大贵之相 财运应该也不差 所谓的财帛宫指的就是人的鼻子 鼻子高龙丰厚 原而挺直有光泽 这类人的财运极佳 能存财 如果鼻子长得有点歪斜 鼻头特别尖 鼻孔肉特别薄 鼻孔朝天 色泽暗淡 这类人的财运相对来讲比较差 存不住钱财 李承锋正悄悄地替他看着面相 董庆伟又叹了一口气 小兄弟 你说这附近也没有新开的面馆 也没有人跟我家抢生意 我家的生意 为什么就不好做了 王斌在这个时候 突然插了一句话 但也说出了问题的关键 大哥 你说是不是你家风水出了问题 这句话瞬间点醒了董庆伟 他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隋原堂 然后稍有兴致地点了点头 两位小兄弟 你们是对面隋原堂的吧 一年前我盘这家店的时候 就听上一位老板说 对面隋原堂的风水先生特别厉害 你们两个人 应该就是风水师吧 李承锋没有回答 王斌则是摇了摇头 笑嘻嘻地说 他是真的风水师 我就是给他拎包的小弟 董庆伟转而把目光看向李承锋 直接开口 想请他帮忙看看 店里生意突然不好 是不是风水上出了问题 李承锋也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 很想知道 这家面馆生意突然变得冷清 原因出在哪里 既然店里没有风水问题 老板的财运也没问题 那么问题很有可能出在洋宅 或者祖坟上 等李承锋和王斌吃完羊肉会面 董庆伟和他老婆 直接关上了店门 然后开着车 带着两人回到了家里 决定先看看洋宅 如果洋宅没问题 再去看阴宅 董庆伟和杨三姐都若有所思 过了片刻 同时点了点头 惊讶的目光看着李承锋 他说的一点也没错 对面的孤二旦家 把石狮子放到门两边的第三天 董庆伟的手就被开水烫伤 最近晚上还失眠多梦 因为休息不好 前两天又把头给碰伤了 一家人每天都是无精打采 感觉腰膝酸软 浑身无力 一气而生气场对人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他家的风水气场受到了影响 才会有这样的反应 李承锋一脸严肃地说 你们家的风水气场已经被改变 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正常的 想到最近这些天发生的事 董庆伟对李承锋说的话 那是深信不疑 顿时满脸怒气 要去找对面住宅的主人 孤二旦算账 没事在门口摆个石狮子 害得他全家倒霉 连面馆都开不下去了 身为一个男人 这口气他可咽不下去 董庆伟也是个暴脾气 抄起一把铁鲜 怒气冲冲就向马路对面走去 却被他老婆在身后一把抱住 带着哭腔的声音 喊道 孩子他爸 你可不能去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个孤二旦是个什么人 就算你给他说了 他也不会把石头狮子挪走 你俩若是再打起来 打赢了你坐牢 他住院 打输了他坐牢 你住院 到时候我们娘仨怎么办 孩子他爸 你可不能去啊 刚才还怒火冲天的董庆伟 听着老婆的劝说 看着悲气的妻子 刚刚上来的脾气 瞬间就没了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最终还是扔掉了手里的铁鲜 李承锋佩服的目光 看着杨三姐 这是一个好女人 遇到事情冷静 不跟在丈夫后面拱火 董庆伟能娶到这样的老婆 是她的福气 杨三姐见丈夫冷静下来 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温声细语安慰着丈夫 孩子他爸 小兄弟既然能看出来原因 肯定有化解的办法 等小兄弟说完 我们再做打算 好不好 好 我都听你的 董庆伟掏出一包烟 让了一下李承锋和王斌 可惜两人都不抽烟 他独自点了一根 蹲在地上猛吸了几口 才开口问 小兄弟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实在不行 我就找个锤子 今天晚上 偷偷过去 把那两个石头狮子给砸了 不用砸 只要你们 在门口摆两座石头大炮 或是铁炮 瞄准对面的狮子 就能平衡现在的风水气场 化解对门煞 杨三姐听到这里 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小兄弟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李承锋微微一笑 随口回答 这件事看上去简单 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在华夏民间 因为对门煞发生争执的事情 可不在少数 原本很好的邻居 遇到这种事情 都会变成仇人 因为对门煞 又被称为骂门 煮饭口角 邻里不合 日常生活中 也经常可见 因为门对门的原因 邻里之间 你在门上挂八卦破煞镜 我在门上挂天官赐福 你在门两边摆狮子 我在门两边摆大炮 这种事在民间 真的太多了 得知化解的方法后 董庆为显得轻松了不少 杨三姐的弟弟 就是做石雕生意的 他当即打电话给他弟弟 让送两个石头大炮过来 对门煞的事情解决后 杨三姐面带微笑 非常客气地说 小兄弟 既然来了 就麻烦你一下 再帮我家看看 屋里的风水好不好 李承锋点了点头 在楼上楼下转了一圈 楼房的设计重归重矩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家具摆设有点乱 这些都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也没必要说 事情解决后 杨三姐把一个红包递给李承锋 他也没有拒绝让王斌帮忙收下 帮人解决问题收取钱财 这也是理所当然 当然 也要看对方的家庭情况 如果对方家庭困难 能少收尽量少收一死一下就行 像杨三姐这种家庭 他们给多少就拿多少 也无需推让 董静伟把李承锋和王斌 送回隋元堂 客套了两具 便忙着回家安装石头大炮 走进隋元堂 王斌笑嘻嘻地说 承锋 改天咱也买辆车吧 我给你坐司机 李承锋点了点头 是时候买辆车了 不然出行实在不方便 两人又聊了一会 王斌想回家看看 李承锋给他转了十万块钱 看着手机上的收款信息 他笑得嘴都咧到了腮帮子上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从对方说话的口音中 已经听出来 他们应该是岛国人 看来用奇门术法 喂龙披甲守护水龙脉的事情 还是没有瞒住 九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 没想到 他们来得这么快 这还是第一次 与九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 面对面的交锋 如果是风水斗法 李承锋一点也不怕他们 可是看对方的样子 他们这是 想用武力解决自己 心里顿时有点慌了 自己一个人 肯定打不过他们五个 打不过他可以跑 可是爷爷怎么办 心中有些后悔 早知九局一流的阴阳风水师 会来报仇 说什么也不会回家 把他们带回来牵连爷爷 李承锋深吸了一口气 现在只希望他们 能放过爷爷 一脸严肃地说 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 这是跟我爷爷无关 我跟你们出去 有什么仇怨 咱们出去解决 田中次郎一脸凶狠 慢慢地摇了摇头 很是不爽的语气说 我们若是只想弄死你 在海城的时候就可以动手 我们之所以没有动手 就是想看看你的背后 是否还有隐藏的势力 摸清你们的底细 好把你们连根拔起 一起消灭 经过我们多日的调查 可惜是我们高估了你 你背后没有任何隐藏的势力 你只有一个爷爷 还是一个残废 田中次郎却不知 这个残废有多厉害 他在说话时 还用嘲讽的眼神 瞟了一眼李天成 嘴角还带着轻蔑的微笑 很是嘚瑟地说 弄死你们两个人 我们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 把你们弄死后 我还要回去向左藤大人赴命 跟你们说那么多 已经浪费了我很多时间 动手 快点弄死他们 不要耽误我回海城吃晚饭 田中次郎身后的四个人点了点头 他们同时看向李成峰 脸上露出残忍的微笑 一步一步向他走去 这四个人的身材 虽然不是很魁梧 但呼吸沉稳 步伐有力 一看就是舞蹈高手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四人 李成峰急忙跑到爷爷跟前 非常着急的语气说 爷爷 我挡住他们你先走 等你走远了我再跑 李天成摇了摇头 他就一条腿 平时走路都靠拐杖 加上年龄大了 就算走 又能走到哪里去 迟早都会被追上 既然走不了 干脆就不走 李天成打开一瓶酒 对着瓶子猛喝了两口 瞟了一眼走过来的四个人 很是不屑地说 小枫 不就是四个舞夫吗 有什么好怕的 去 我给你两分钟的时间 把这五个人 给我打得魂飞魄散 尸骨无存 爷爷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就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我哪有这样的本事 我挡住他们 你赶快走 李天成摇了摇头 就这四个人 他用小拇指就能给戳死 为什么要走 孙子却怕成这个样 这让他有些失望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看来孙子还不知道 奇门遁甲阵法的厉害 只想着用拳头跟人拼命 却不想着用阵法杀人 今天 必须给他上一课 让他懂得用奇门阵法杀人 懂得用奇门遁甲阵法 保护自己 李成峰很是无奈 不明白爷爷是怎么想的 这才喝了两口 难道就喝醉了 见爷爷不肯走 李成峰也没办法 眼看四个人越走越近 心中有些后悔 当初应该答应楚云红 让他派人保护自己 如今后悔也晚了 盯着四个人 无奈而又愤怒地语气说 你们不要过来 我有话跟你们说 四人同时停住脚步 盯着李成峰 田中次郎也看了过来 想知道他在临死前会说什么 你们想要我的命 我可以给你们 我爷爷今年已经九十多岁的人了 他对你们没有任何危险 我希望你们能放过他 田中次郎摇了摇头 面带微笑 笑得非常得意 完全没有要放过李天成的意思 然后着急地催促道 快 弄死他们 我还要回海城吃饭 这让李成峰很愤怒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拎起旁边的板凳 摆出拼命的架势 盯着向自己走来的四个人 再次说道 有本事咱们单挑 你们四个人打我一个 算什么本事 没有人回应李成峰 在田中次郎的眼里 李成峰 李天成死定了 这四个人 都是来自岛国的武道高手 弄死他们两个 应该就像捏死两只蚂蚁 李天成看着孙子拿起板凳 忍不住摇了摇头 接着又叹了一口气 只见他唯一的眼睛中 突然金芒闪现 苍老的脸上豪情万丈 用教导的语气说 随着李成峰点出七煞方位 七只长相不同的金怪 痴美王两宵把追一一闪现 整个院子里 突然刮起阵阵煞风 带起尘土落叶 四个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面带疑惑 怎么会突然起风 其中一个人低着头 看着地面好奇地说 奇怪 这些风好像是在土里钻出来的 李成峰站在刚才 用脚尖画圈的地方 这个圈正是七煞所浑震的阵眼 站在这个圈中 可以不受痴美王两宵把追的影响 控制整个大阵 李成峰手印不停变换 口中迎送着震觉 震觉越念越快 院子里的煞风也越来越大 田中次郎 身为九局一流的重要成员 早已开过天眼 看着痴美王两宵把追一一闪现 感受着地下钻出来的煞风 肥瘦的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 田中次郎也算见多识广 知道这是华夏神奇而又诡异的阵法 脸上闪过一丝惊慌 急忙冲着四个人喊道 混蛋 不能让他截阵成功 不然我们就死定了 赶快去阻止他 四个人听到田中次郎的提醒 感受着地下钻出来的阵阵煞风 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快速冲向李成峰 眼看四人已经来到李成峰跟前 可还是晚了 随着李成峰的一声大喝 欺煞之灵 听吴号令 震气 刚刚冲到李成峰跟前的四个人 只感觉天旋地转 瞬间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明明就在眼前的李成峰 突然消失不见 田中次郎看着眼前的变化 心里非常害怕 知道已经陷入了对方的法阵之中 愤怒的声音吼道 卑鄙无耻的华夏人 有本事 我们真刀真枪地打一场 你用这种稀奇古怪的阵法偷袭我们 算什么本事 另外四个人听到田中次郎的声音 其中一个人疑惑地问 田中大人 这是怎么回事 天怎么突然变黑了 这是华夏人最卑鄙的阵法 你们要小心一点 田中次郎说话的同时 想着怎么破掉李成峰的阵法 站在阵眼中的李成峰 看着被困在阵中的五个人 嘴角露出冰冷的微笑 也不想跟他们浪费时间 因为爷爷只给了两分钟 只见他手绝变换在虚空中轻轻一滑 七煞精怪带着铺天盖地的煞气 在地下一个接一个地钻了出来 出现在七煞锁魂阵中 守住了七煞方位 冲着五人发出刺耳的叫声 听着诡异的声音 五人被吓得一个哆嗦 其中一个人声音颤抖地吼道 什么东西 给我出来 我们大岛国武士 是不会怕你的 李成峰冷哼了一声 接着便开始驱动大阵 紧接着便见七煞精怪 对五人发起了攻击 一只青面獠牙 身材矮小的山妹精怪 从田中次郎的背后一跃而起 直接跳到了他的肩膀上 两只锋利的爪子抱着他的脑袋 尖锐的牙齿 对着他的脑袋 就是一阵疯狂的撕咬 田中次郎疼得哇哇乱叫 抓住头上的精怪 想要甩下去 就在此时 又有一只精怪扑到了他的身上 一点一点啃食着他的血肉 另外四个人 虽然都是舞蹈高手 在这些精怪面前 真的不堪一击 只能任由这些精怪在身上撕咬 最终被活活吞噬 在七煞锁魂阵中魂飞魄散 如此血腥的一幕 李承锋真的不敢直视 始终都闭着双眼 等所有的声音全部消失 他便手掐发觉 把七煞精怪送回地下 然后走出了阵眼 当他走出阵眼的那一刻 七煞锁魂阵也瞬间消失 眼前的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刚才还在院子里的五个人 却已消失不见 李承锋深吸了一口气 由于召唤的是七煞精怪 并没有消耗多少晶圆之气 但受到惊吓的心久久不能平复 刚才的一幕 真的太过恐怖残忍 他从来没想过 用奇门阵法对付敌人 这也是他第一次 亲眼目睹阵法杀人的过程 心情十分复杂 有些颤抖的声音说 爷爷 那五个人都被我杀了 李天成点了点头 看着脸色苍白的孙子 知道他被吓得不轻 脸上露出和蔼的微笑 安慰道 你不杀他们 他们就会杀你 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 等以后人杀多了 习惯了就好 李承锋走到爷爷跟前 拿起一瓶酒 对着酒瓶一阵猛罐 半瓶烈酒下肚 脸上露出了傻笑 爷孙俩好像忘了 刚才发生的事 吃着猪头肉 啃着酱牛肉 喝着酒 坐在小院里聊了很久 李承锋在家里 陪了几天爷爷 每天都缠着他 让他讲一下 去岛国破八红一鱼塔的事情 爷爷始终不愿讲 最后把李天成问烦了 直接把李承锋撵了出去 滚 小混蛋 天天接老子的伤疤 我怎么捡了一个你这样的熊孙子 老子都一把年纪了 还有几天好活 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下吗 爷爷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问了 滚 无奈之下 李承锋只好回到隋原堂 原本想让爷爷去望海阁居住 却遭到了爷爷的拒绝 爷爷在小玉村住得久了 与周围的村民有了感情 周围的村民也非常照顾他 他不愿意离开 也很正常 李承锋打开隋原堂的房门 才想起那条菜花蛇 好几天没有喂他 估计已经饿死了 打开包才发现 那条菜花蛇早已不知所踪 在房间里找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菜花蛇 最后只能作罢 李承锋叹了一口气 那么听话的一条蛇 就这么跑了 还真有点心疼 转而看向祖师爷的画像 准备给祖师爷上香 可是当他看到画像 哪里还有心情给祖师爷上香 急忙跑到供桌前瞪大了双眼 只见画像上祖师爷的脚边 不知何时多了一条绿色的菜花蛇 李承锋看着画像仔细地回忆 这幅画上好像没有蛇 怎么会突然多出一条蛇 想到不知所踪的菜花蛇 与画中的一模一样 顿时心中一惊 卧槽 怎么可能 菜花蛇怎么会跑到画像里 李承锋盯着画像里的菜花蛇 大声地说道 臭长壮 谁让你跑到画里的 赶快丢出来 只见画像里的菜花蛇 用力地摇了摇头 与此同时 画像里传来祖师爷声音 是本先让他跑到画里的 难道不行吗 突然而来的声音 把李承锋吓了一跳 慢慢地抬起头 盯着画里的祖师爷 笑嘻嘻地说 祖师爷 只要你同意 想让什么去画里都可以 哪怕你找两个美女到画里陪你 我也不会有意见 李承锋只是随口说说 可是当看到祖师爷的表情 心中暗惊不好 只见祖师爷两眼放光 露出恍然大悟的微笑 还好 门外传来杨三姐的声音 画像里的祖师爷 才突然恢复正常 杨三姐端着托盘 上面放着一碗羊肉烩面 还有两个小菜爆炒羊肉和青椒鸡蛋 笑嘻嘻地出现在门口 小兄弟 你在跟谁说话呢 我 我在跟朋友视频聊天 李承锋急忙回答 看着杨三姐端来的吃食 先是一阵客套 杨三姐把吃的放到茶几上 然后笑嘻嘻地说 小兄弟 真的多亏有你 自从我们家在门两边 摆上了两座石头大炮 对准了孤儿旦家门口的石头狮子 我们一家人都睡得特别香 特别踏实 第二天 我们店里的生意比以前还要火爆 你这个方法可真管用 李承锋微微一笑 风水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不相信真的不行 一家人的身体 财运 家庭关系是否和睦 都跟风水有着很大的关联 帮他家看风水 已经收了他家钱财 如果再白吃他家的东西 这不符合规矩 李承锋拿出一百块钱 杨三姐却说 什么都不要 在与杨三姐推让时 李承锋发现 他左手少了一根无名指 小拇指也只有半截 心中顿时一酸 直接把一百块钱 装进他的兜里 三姐 如果你再这样 我可就要生气了 看风水是看风水 吃饭是吃饭 这是两码事 杨三姐笑了笑 只好把一百块钱收下 他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而是盯着李承锋继续说 小兄弟 我那个开石雕厂的弟弟 也想请你去他家里 看看风水 最近他的石雕厂 生意特别难做 眼看已经做不下去了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让弟弟来接你 我现在就有时间 你让他来接我就是 吃阴阳风水这碗饭 主要就靠人和人之间 口口相传 随着时间久了 名声越来越大 生意就越来越多 李承锋刚刚吃完饭 便有一辆丰田霸道 停在了杨三姐的面馆门口 车上下来一男一女 没一会 杨三姐便领着这一男一女 来到了隋元堂 这男的正是他弟弟杨六军 女的是他弟媳王小美 杨六军接近一米八的大高个 长得精瘦干脸 遗憾的是 少了半条手臂 左手肘关节往下意外缺失 李承锋之所以摇头 因为他在杨六军的办公室里 看出了很多问题 有些还不是小问题 特别是挂在墙上的两幅水墨画 两幅画上画的全部是老虎 一幅画是猛虎下山 一幅画是虎啸山林 这两幅画 全部用玻璃矿装表 画的长度约一米七八左右 宽约半米左右 很多人都不知道 挂在家中或是办公室的话 最好不要用玻璃矿装表 用玻璃矿装表 对主人的身体不好 杨六军见李承锋盯着两幅猛虎图看 走到他的旁边 略带自豪的语气说 李先生 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知道我特别喜欢老虎 就送了我这两幅猛虎图 祝我生如猛虎 称霸一方 这两幅画可不便宜 每一幅都是出自画虎大师谭虎之手 每一幅画的价格都在十几万以上 看着两幅猛虎图 李承锋点了点头 却是一脸嫌弃的神色 只有这种不懂风水的人 才会闲着没事 在家里 办公室里悬挂猛兽图 这两幅猛虎图 的确画得不错 老虎被画得栩栩如生 眼神中透着胸光 虎口半张露出锋利的牙齿 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是威风凛凛 非常霸气 李承锋转头 看了一下办公桌的位置 虎啸山林图 正好对着杨六军的办公桌 而另一幅猛虎下山图 则挂在了杨六军的座椅后面 老虎同样是眼中透着胸光 虎口半张露出锋利的牙齿 这只画上的老虎前腿弯曲 做出了前扑的姿势 看着画上的老虎 李承锋再次摇了摇头 这个杨六军真的是无知啊 这种凶相毕露 牙齿半路的老虎 也当往办公室里挂 还把猛虎下山图挂在身后 这不是找死吗 他自认为这样挂很霸气 却不知凶险万分 杨六军这个人特别喜欢老虎 因为老虎威风霸气 被称为百兽之王 他也想像老虎一样能称霸一方 杨六军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 心想李先生也能被这两幅画吸引 由此可见 这两幅猛虎图是画得真好 此时的李承锋却一脸严肃 随口问道 杨老板 我没猜错的话 这两幅画悬挂的位置 也是你朋友帮你选的吧 没错 他知道我左手不方便 这两幅猛虎图 还是他亲自给我挂上的 每当提到这个朋友 杨六军脸上 就会流露出很深的感心号心号彩 可见 他跟这个朋友的关系非常好 可是李承锋接下来说的话 让杨六军非常不满 李承锋看着杨六军的表情 真的不想打击他 但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 杨老板 有句话 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李先生 有什么话您尽管讲 杨六军笑嘻嘻地说 李承锋也没在隐瞒 一脸严肃地说 杨老板 你这个朋友 之所以送你两幅猛虎图 并不是因为他知道 你喜欢老虎 我个人感觉 他是想害你 杨六军听到这里先是一愣 略带不爽的眼神盯着李承锋 李先生 我这个朋友 是我最好的兄弟 自从我的场子遇到问题 他一直在想办法 帮我渡过难关 他怎么可能会害我 杨六军的情绪 明显有些激动 他甚至有一种 想把李承锋撵走的冲动 感受他最好的朋友 兄弟想害他 这不是在挑拨他们的关系吗 由于杨三姐的原因 杨六军也不好发作 但对李承锋的态度 已经没有先前那样尊敬 李承锋毫不在意 微微一笑继续说 杨老板 你好好的看一下 这两只老虎看上去 威风凛凛 霸气无比 却掩藏凶光 虎口半张牙齿 半露一副要吃人的样子 一看就知不是善泪 说白了 这两幅画 就是大凶之物 你把这两个大凶之物 挂在办公室里 不仅会影响你的身体 还会影响你的财运 无论是在家中 还是办公室里 车上凶猛野兽的画像 最好不要乱挂 凶猛野兽的摆件 也不要乱摆 哪怕你非常喜欢这种猛兽 也不能随便挂在客厅 卧室 办公室 还有车上 弄不好就会影响家宅风水气场 影响一家人的运势与健康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切记 切记 在家中 办公室 特别是卧室 不要随意悬挂猛兽图 摆放各种猛兽摆件 这里面牵扯着很多风水禁忌 杨六军听着李承锋的讲解 盯着两幅猛虎图看了很久 他虽然不懂风水 但李承锋说的太有道理 就算他不想相信 事实却摆在眼前 老板办公室的风水布局 对一个工厂或是企业 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一定不能马虎大意 凡是事业有成的老板 不相信风水的 不败财神的几乎很少 很多大老板的办公室 都暗藏风水玄机 李承锋把杨六军的办公室 给重新给布置了一下 当两个工人 把蓝色的板凳抬出去后 他的心里还是有些疑惑 一个老板的办公室里 怎么会放员工餐厅里 才有的蓝色板凳 估计这件事 也与杨六军的那个朋友 陈明媛有关 用了不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杨六军办公室的风水布局 就已经解决 李承锋在他办公室里 布了一个山水银材局 办公室的事情解决后 王小美泡了一壶茶 杨三杰洗了一些水果 一家人都非常客气 对李承锋那是无比的尊敬 如今的李承锋 已经习惯被人尊敬 在他的脸上 看不出一丝拘谨 举止投足间 都透着一股大事的风范 在办公室里休息了一会 杨六军又带着李承锋 在工厂里转了一圈 几间厂房并没有什么问题 李承锋心里清楚 仅凭两幅猛虎图 不可能把一家工厂 搞得如此狼狈 杨六军的那个朋友 既然想搞他 肯定还会在别的地方动手脚 包括他的家里 甚至还有祖坟上 在厂里转了一圈 没有发现不对的地方 李承锋便从厂房里走了出来 王小美 杨三姐都紧紧地跟在后面 杨六军满脸好奇地问 李先生 我厂里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李承锋点了点头 此时他正盯着石雕厂的大门看 接着迈步向大门走去 大门前面就是一条公路 公路两边栽了很多树 有杨树和松树 此时是下午三点多钟 太阳已经稍微西斜 倾斜的阳光照在这些树上 树的影子正好落到了工厂大门口 门口的保安大爷 正坐在树荫下乘凉 见老板和老板娘 跟一个年轻人走过来 急忙站了起来 李承锋走到大门口 看着正好落在门口的树荫 眉头微微一皱 杨三姐见李承锋盯着地上的树荫看 好奇地问道 小兄弟 这个树的影子有什么不对吗 李承锋点了点头 然后讲出了其中的原因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什么是树荫煞 甚至第一次听说树荫煞三个字 所谓的树荫煞 就是树的影子 或电线杆的影子 在太阳的照射下 阴影落到了大门上 在风水上 这叫做阴煞遮门 大门是生气的入口 一旦大门被遮住 风水财气就无法入门 从而影响一家人的财运 甚至还会影响家人的身体 工厂大门 商铺大门 家宅大门 如果被树荫遮住 电线单的影子拦住 工厂和商铺的生意 肯定不好做 如果是家宅大门 这家人的财运就会受到影响 大门外 两到五米 被称为外明堂 是风水聚气 风水流动的地方 风水财气会不会入门 大门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无论是阴宅风水 还是阳宅风水 都讲究明堂聚气那水 如果明堂不聚气 财运又怎么会进门 大门口的外明堂 一定要收拾干净 不要随意堆放杂物 如果有垃圾桶也给拉走 不然会影响明堂聚气 有些人的家财运势 原本很好 很有可能 因为平时不太注重家宅风水 在大门口的外明堂乱摆乱放 导致明堂无法聚气 才不入门 这种事情也非常多 当然 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影响大门的风水之气流动 就像树荫遮住大门 电线杆影子直对着大门 或是影子横瞒着大门 如果电线杆影子 或是树荫影子直对大门 这叫做顶心煞 后果会更加严重 杨六军 杨三姐 还有王小美 听完李成峰的讲解后 每个人的脸上 都流露出震惊的神色 今天他们也算是长了见识 第一次听说 大门被影子遮住 会影响财运 此时的杨六军 对李成峰说的话 那是深信不疑 看着地上的影子 有些着急地问 李先生 难道我厂子的生意不好做 跟这个树的影子 遮住大门 也有关系 嗯 李成峰点了点头 杨六军一脸着急地问 那 那该怎么化解 想要化解这种树荫煞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树砍掉 如果树不是自己家的 不能随意砍掉这棵树 也可以选用 其他的方法化解 用八卦破煞镜 泰山挡煞石 悬挂山海镇 门两边摆放石狮子 都能化解树荫煞 一日清晨 杨六军夫妇 一大早便来到了隋原堂 准备请李成峰 去看看家里的风水 自从昨天 把那两副猛虎徒 在办公室里摘下来 杨六军晚上 睡得特别踏实 一觉醒来 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 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还有精神状态的改变 杨六军 已经彻底相信 李成峰说的那些话 他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兄弟 送他两副猛虎徒 的确没安好心 心中很势不解 他跟陈明远认识了 十几年 与他无冤无仇 两人的关系还非常好 他为什么要用 这种方法害他 至于遮住大门的树荫煞 杨六军昨天晚上 就联系好了人 今天就会把大门外的树 全部砍掉 还有办公室的风水布局 全部按照李成峰说的布置 正是很多商人 和老板喜欢的山水银财局 杨三姐见弟弟和弟媳过来 急忙从店里跑了出来 今天他还要跟着 去弟弟的家里看看 看看他家的洋宅风水 是不是也有问题 在杨三姐的店里吃完早饭 李成峰便坐上杨六军的 风田霸道 准备去他家 帮他看看家里的风水 再去他家的路上 坐在后排座位的李成峰 想到杨六军残缺的手臂 还有杨三姐残缺的手指 思虑了片刻 还是忍不住地问道 杨老板 你这个手臂是怎么没的 突然问这样的问题 的确有些唐突 但李成峰还是要问 因为他感觉杨六军 和杨三姐手上残疾的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杨六军笑了笑 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但想到失去的手臂 心里也是不好受 随口回答道 我在厂里帮工人干活时 不小心被石头砸的 提到杨六军的手臂 杨三姐脸上流露出心疼的神色 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指 伤心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讲起了杨家六兄妹 不幸的遭遇 他们杨家 一共兄妹六人 老大 老二 老五 老六 都是男丁 老三 老四是女儿 在村里 他们杨家也算是一个大家族 家中人丁兴旺 兄妹和睦 个个都是事业有成 可惜 就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 杨家六兄妹 却是死得死伤的伤 老大和老五 在三年前意外身亡 老二 也在一场车祸中 失去了双腿 如今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 就在半年前 杨三姐的四妹 去接孩子放学 下路边台阶时 不小心摔了一跤 就是这么轻轻地一摔 老四再也没有站起来 想到兄妹几人悲惨的遭遇 杨六军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接着转头 向车外看去 心情无比地沉重 杨三姐擦着眼泪 抽气地声音说 小兄弟 你说 我们一家人的命 怎么就这么苦 我们兄妹 六人三死三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听杨三姐讲完后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如果杨家兄妹六人 只是一个人出事 可能只是意外 如今 他们兄妹六人死得死伤的伤 肯定是祖坟风水出了问题 还有可能是阴宅风水中 最可怕的格局 血光扑坟 在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 血光扑坟 堂重伤人 意思就是 如果这家人的祖坟风水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形成了血光扑坟的风水格局 坟主的下代子孙 就会出现短寿枣王 意外残疾 这些人伤财损的现象 杨三姐兄妹六人 接二连三出事 时有星号星号 是血光扑坟造成的 遇到这种事情要尽快化解 不然后面还会出事 当李成峰看到杨三姐残缺的手指 还有杨六军缺少的手臂 就已经猜到 他家祖坟风水上可能出了问题 没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 杨六军和杨三姐听完后 脸上流露出震惊的神色 以前家里出事 他们只顾着伤心 感觉这一切可能都是意外 并没有往祖坟风水上想 听李成峰讲完血光扑坟后 他们才恍然意识到 他们兄妹六人相继出事 应该就是祖坟上的风水出了问题 此时心中特别后悔 如果当初早点找个风水师 看看祖上的阴宅风水 他们兄妹六人 应该不会死得死 残得残 杨六军的老婆 王小美一边开着车 满脸疑惑地问 李先生 我们家的祖坟那么多年都没事 为什么就突然变成了 血光扑坟的风水局 一座坟墓 突然变成血光扑坟的原因有很多 例如祖坟附近 突然出现了烧砖的砖窑 瓦窑 还有就是阴宅的旁边 突然埋葬一个少亡人 都会改变阴宅的风水 形成血光扑坟的风水格局 没一会 汽车便驶进了一个村庄 停在一处自建宅院前 杨六军原本在城里有两套房 因为石雕厂的效益不好 为了周转资金 把两套房全部卖了 现在不是住在厂里 就是回村上住 李成峰在车上下来 随便看了一下这个村庄 整个村庄的房子 全部排列有序 一户挨着一户 村子里的房子 主要以瓦房 平房和二层楼房为主 前面是小院 后面是堂屋 大多是三间和四间 堂屋前面是配房 每栋房子都带着院子 这种庭院布局在北方很常见 南方和北方的建筑风格 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比如长江以北 几乎是家家有院子 过了长江以南 有院子的住宅就会越来越少 这可能就是南北差异 杨六军家中的房子 是四间两层小楼 属于座北朝南的传统户型 堂屋前面的三个方向 东南西建了一圈配房 大门的方向朝南 东边的配房是厕所和洗漱间 西边的配房则是厨房 杨六军打开房门 一脸尊敬地说 李先生 里面请 李成峰点了点头 迈不向院子走去 前脚刚刚踏入院子大门 便停住了脚步 抬头看着四间堂屋的房门 四间堂屋的房门 与院子的大门正好相对 这又犯了洋宅中的风水 禁忌对门煞 这叫内门煞 就在此时 王小美正好打开了堂屋的房门 透过堂屋的房门 李成峰又看到了房间的后窗 堂屋的房门 正好对着屋后面的大窗户 院子的大门 堂屋的房门 后面的窗户 三点一线对得特别齐 李成峰眉头微微一皱 忍不住摇了摇头 见李成峰停住脚步 表情有些不对 杨六军瞬间感觉到不妙 心里非常清楚 一定是李成峰又看出了什么问题 声音有些颤抖地问 李 李先生 有什么不对吗 李成峰点了点头 然后开口说 院子的大门 堂屋的房门 还有屋内的后窗 三点相对相通 犯了杨宅风水中 最大的禁忌穿堂煞 穿堂煞 杨六军面带疑惑 他以前听老人说过穿堂煞 却不知道什么是穿堂煞 更不知道穿堂煞 对一家人有什么影响 在民间流传着 很多关于穿堂煞的谚语 比如杨宅第一凶 最记穿堂风 睡觉末睡相 最读穿堂风 不怕走路倒栽葱 这里的穿堂风 指的正是穿堂煞 只要有一点风水常识的人 村里年纪大的老人 很多人都知道穿堂煞的危害 在建房子 买房子的时候 都会尽量地避开 有穿堂煞的户型 杨六军建房子时 为什么不避开穿堂煞 还特意让院子的大门 堂屋的房门 后面的窗户三点相对相通 对得还那么齐 定是有人刻意而为 杨六军得知 家宅风水 犯了杨宅第一凶穿堂煞 脸色也是非常难看 接着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这栋房子还是两年前 他把老房子拆了后重新建的 因为当时厂里的事情比较忙 他的好兄弟陈明远 便主动要求帮他建房子 这房子从头到尾 都是陈明远找人建的 也是他帮着设计的 建房子这种大事 自己不盯着 全部交给朋友代管 可见杨六军对陈明远多么信任 又是这个陈明远 李承锋真的很想知道 这个陈明远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懂得用风水害人 他会不会也是一名风水师 如果不是风水师 背后也一定有风水师指点他 越想越生气 杨六军气愤地吼道 陈明远 我到底怎么得罪了你 你为什么要在 我家的风水上做手脚 害我全家 李承锋无奈地摇了摇头 一直站在旁边的杨三姐 则一脸好奇地问 小兄弟 川塘煞为什么被称为 杨宅第一兄 川塘煞的危害又是什么 李承锋非常地有耐心 给他们讲解着其中的原因 如果家中住宅遭遇川塘煞 不仅会影响家人的身体 还会影响家人的财运 川塘煞形成的主要原因 就是房门对窗户 窗户对房门 或是房间留了一个后门 后门与前门相对 导致房间南北通透 整个房间内无法聚气 阳宅风水 讲的就是藏风聚气 风水之气 进入房间直接流走 房间无法聚气 就会影响一家人的财运 如果生气 财气从正门进入房间后 在房内停留聚气 而不是顺着相对直通的 后门和窗户流走 在屋内停留聚集 才能起到风水聚气 存财聚财的效果 走进堂屋便是客厅 还有上二楼的楼梯 客厅两边是卧室和杂物室 里程峰在整个房间里转了一圈 从始至终都是眉头紧皱 房间的风水问题真的太多 有一间卧室竟然开了两扇门 后面的窗户留得也太大 一间房开两扇门 也会影响家运 导致家中不存财 其次就是 后面的窗户留得太大 后窗留得太大会财气外露 还有就是 厕所留在了东南角 厨房却留在了西边 这也是民间洋宅风水大计 按照正常的风水布局 厨房应该留在东边 西边是洗漱间 西南角是厕所的位置 杨六军家中的风水布局 完全是反的 李承峰真的不想再看下去 杨六军家中的宅子 如果从风水的角度上来看 那么就是一座凶宅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就算家财万贯也留不住 想要发财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能挣上花的就不错 李承峰讲出洋宅的问题后 杨六军被气得差点吐血 他现在才明白 他的财运为什么越来越差 原来是家中风水出了问题 杨三姐深吸了一口气 他做梦也没想到 弟弟家的风水 竟然存在那么多问题 一脸着急地问 小兄弟 我弟弟家中的风水问题那么多 应该怎么化解 是不是要把房子拆了重建 李承峰摇了摇头 如果杨六军有钱 把房子拆了重建 然后重新给他设计一下风水布局 这样是最好的 可是他现在也没钱 只能想其他的办法化解 接着说道 不需要 在房间里挂一面山海镇 便可百无禁忌 化解所有的煞局 杨六军感激的目光盯着李承峰 工厂的风水 还有杨宅的风水 已经全部找出来 也有了化解的方法 接下来就是要去祖坟上看看 看看祖坟风水有没有问题 现在才上午九点多 杨六军准备请李承峰 去祖坟上看风水 不把家中的风水问题解决掉 真的是寝食难安 想到这两天 一直在麻烦李承峰 杨六军不好意思地说 李先生 这两天真的麻烦你了 若是没有你 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家的风水 竟然有那么多问题 不用客气 李承峰随口说道 身为一名风水师 拿人钱才替人消灾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几个人坐上汽车 王小美把车倒过来 准备离开村子 可是刚刚走了没多远 迎面驶来一辆黑色的奥迪 这辆奥迪车 并没有让路的意思 而是直接拦住了 丰田霸道的去路 王小美急忙踩住刹车 看着挡住丰田霸道的奥迪车 杨六军的脸色微微一变 王小美的脸色也非常难看 只见奥迪车的车门被人推开 一个戴着眼镜 留着小平头 身高1米75微胖的中年男子 在车上下来 这个中年男子 脸上带着怒气 直接走到丰田霸道的车窗前 用力拍着车窗 愤怒的声音吼道 杨六军 你给我出来 赶快给我滚出来 车窗被砸得框框直响 看着眼前愤怒的男人 王小美被吓得脸色苍白 转而看向旁边的丈夫 担心的语气问 怎 怎么办 杨六军盯着愤怒的男人 脸上同样是无比的愤怒 不爽的声音说 他来得正好 省得我去找他了 杨六军接着推开车门 在车上下来 愤怒的眼神盯着 还在敲击车窗的男人 这个中年男人正是陈明远 当他看到杨六军从车上下来 抬手指着他愤怒的声音吼道 杨六军 今天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我送你的两幅猛虎图 怎么不见了 还有我在工厂门口栽的树 你为什么要给砍掉 杨六军表情冰冷 看着曾经的好朋友 曾经的好兄弟 因为两幅猛虎图 还有门口栽的树 竟然在这里大发雷霆 问自己要解释 心中特别难过 当他听到李承峰讲 他的朋友送他两幅猛虎图 是想害他 杨六军一点也不相信 赶出去 如今看着愤怒的陈明远 因为两幅猛虎图被摘掉 工厂门口树被砍掉 在这里大发雷霆 只要杨六军不是傻子 就会明白 陈明远为什么如此愤怒 因为他的计划被破坏了 杨六军冷哼了一声 非常失望的声音说 办公室是我的 猛虎图也是我的 我把猛虎图摘下来 那是我的事情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工厂门口的地也是 我家的 门口栽的那些树 我想砍就砍 你也无权过问 陈明远看着激动的杨六军 听着他愤怒的吼声 心里很清楚 他用风水术害杨六军的事情 已经被识破 虽然被识破 陈明远却一点也不担心 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 就算他识破了 又能怎么样 用风水术害人这种事情 原本就是封建迷信 就算去报关 也不会有人相信 在地球上 还没有一个国家规定 不准用风水术杀人 害人 同时心中很是恼目 眼看自己的计划就要成功 却被人识破了猛虎破财局 殷煞遮门局 还有杨宅第一兄穿堂煞 如果知道 是谁破坏了自己的计划 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 此时的李承锋 正坐在车上盯着陈明远 心中猜测 他应该也是一名风水师 陈明远冷哼了一声 一脸不屑地说 杨六军 你不要血口喷人 什么猛虎破财局 什么殷煞遮门局 什么穿堂煞 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又怎么懂得用这些东西害人 见对方死不承认 一副无赖的样子 杨六军很无奈 被气得脸色铁青 真的很想上去打他一顿 杨三姐怕弟弟吃亏 与王小美在车上下来 站在杨六军两边 愤怒地目光盯着陈明远 这个人可真够不要脸的 猛虎破财局 阴煞遮门局 还有杨宅第一兄 明明都是他设计的 他却在这里耍无赖 打死也不承认 杨三姐愤怒地说道 陈明远 你可真够无耻的 我弟弟拿你当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兄弟 你竟然用风水树害他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王小美也在此时 怒斥着陈明远 卑鄙无耻的行为 看着三人气势汹汹 陈明远的心里非常清楚 如今事情已经败露 继续留在这里 与他们发生争执 肯定讨不到好果子吃 凶狠的语气 留下一句话 杨六军 你敢污蔑 我用风水树害人 你就等着吧 咱们的事情还没完 料下这句狠话 陈明远便开车离开 然后掏出手机 拨通了青州悬术协会 副会长胡言松的电话 看着陈明远离开 杨六军的心里 还是有些不甘 因为他还不知道 陈明远为什么 要用风水树害他 杨三姐在原地跺着脚 怒骂一通陈明远 才愤愤不平地坐上汽车 杨六军回到车上 叹了一口气 十分感慨地语气说 李先生 真的多亏有你 让我看清了陈明远的真面目 李承锋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善意地提醒道 这个陈明远不是善类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你以后要小心一点 杨六军点了点头 然后转头看向了车外 心中的疑惑越来越重 陈明远为什么要用风水树害他 王小美开着车 没多久 便来到了杨家的祖坟所在地 李承锋从车上下来 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地形 此处地貌以丘陵为主 东边大约一千米的地方 正是一家砖厂 两座红色的烟囱 树立在火窑的旁边 由于砖厂常年挖土烧砖 到处被挖得坑坑洼洼 此处的地脉之气 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看到这里 李承锋忍不住摇了摇头 因为这家砖厂的存在 附近的所有阴宅 都会受到影响 在杨六军的引路下 大约走了五六分钟 便来到一片坟墓前 这片坟墓建在一处丘陵上 上面有很多坟墓 杨六军站在一座坟墓前 略带伤感的语气说 李先生 这就是我父亲的坟 那个埋的是我五个 哪个埋的是我大哥 李承锋点了点头 盯着不远处的一座坟丘 满脸疑惑地问 杨老板 那个坟子里埋的是什么人 杨六军看向那座 离他父亲坟墓不远的坟丘 接着摇了摇头 那块地不是他家的 他也不知道 那座坟丘里埋的是什么人 李承锋走到这座坟丘前 围着坟丘转了一圈 这座坟丘上的草都特别矮 特别小 接着弯腰 在坟丘上拔了一棵小草 看着草根 心中暗惊不好 杨三姐走到李承锋身边 看着他手里拿的小草 满脸疑惑地问 小兄弟 这个草有什么不对吗 李承锋捏着手里的草 看着坟丘一脸严肃地说 我没看错的话 这座坟子里 埋的应该是一个少王人 并且还是一个男人 不超过二十岁 还死得非常惨 杨六军 杨三姐 还有王小美 都是满脸疑惑 他们虽然相信李承锋说的话 但还是不明白 拔开棺材看 怎么会知道 这座坟丘里 埋的是一个少王人 还是一个男人的 杨六军见李承锋 盯着不远处的专场看 想到前面他在车上 说的血光扑坟 心中很是担心 他家祖坟附近 不仅有专场 还有葬的少王人 随即问道 李先生 我家祖坟风水 是不是风水衰败之地 血光扑坟 李承锋点了点头 一脸严肃地回答 你家祖坟东边有专场 西边葬的是少王人 这正是阴宅风水中的 大兄之地 血光扑坟 你们兄妹六人 之所以死得死残的残 正是血光扑坟造成的 杨六军和杨三姐听到这里 心中非常后悔 当初若是早点找个风水师 看看自家的风水 他们兄妹六人 应该不会死得死伤的伤 随即担心地问道 李先生 怎样才能化解血光扑坟 因为砖厂常年挖土烧砖 加上火药烧砖时产生的火气 已经破坏了此处的地脉之气 风水之气 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迁坟 不到万不得已 李成峰并不希望迁坟 俗话说 切莫迁坟 十千九拜 对于逝者 讲的就是入土为安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子孙后代便随意迁坟 这是对祖宗的不敬 如果惹怒了祖宗 被祖宗带走 也是有可能的 杨六军家中的祖坟 已经到了不迁不行的地步 既然决定迁坟 也就没有必要继续看下去 找一处风水浮地 选一个适合动土迁坟的吉日 把坟墓迁走便是 李成峰掐指算了一下 六天后便适合千坟动土 自古以来 千坟动土是一件大事 其中有着很多禁忌 如果触犯了这些禁忌 不仅会影响后世子孙的运势 还可能会死人 李成峰让杨六军 杨三姐准备千坟动土所需的物品 因为千坟需要的物品太多 两个人拿着手机一一记下 没想到 千坟动土竟然需要那么多东西 红手套 香竹 明币 古钱币 大萝卜 红布 五谷杂粮等 杨三姐满脸疑惑 千坟动土 需要香煮指前 还可以理解 为什么还需要大萝卜 心想 难道是李成峰在千坟时 还想吃萝卜 随口问道 小兄弟 你是不是想吃萝卜了 你若是想吃的话 给我说 等回去我就给你做 用羊肉炖萝卜 李成峰笑了笑 三姐 这个萝卜不是吃的 是等千坟坟扔到木坑里的 千坟后 在木坑里扔的大萝卜 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等把祖先尸骨牵走后 原来的木坑里 必须扔一个大萝卜 萝卜不能是红萝卜 要扔带根的青萝卜 之所以 要在木坑里扔一个萝卜 其实还有另一个用意 俗话说 一个萝卜顶一个坑 如果不在木坑里扔萝卜 传说就会死一个新人来顶坑 这也是千坟禁忌 不能马虎大意 杨三姐听完后 满脸惊讶 没想到千坟动土 竟然有如此多的忌讳 当把千坟所需的物品 全部寄好后 杨六军满脸疑惑地盯着李承锋 心想 坟墓附近有砖厂 会破坏地气影响风水 这个很好理解 为什么祖坟附近葬着少王人 也会形成血光扑坟的风水格局 随之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李承锋微微一笑 反而问道 杨老板 你应该看过古装电视剧吧 杨六军点了点头 十年前还经常看电视剧 如今电视剧的质量越来越差 加上工作太忙 手机智能化 已经很少打开电视 电视机在家里就是一个摆设 李承锋继续说道 你以前看古装电视剧的时候 应该看到过 一些家族的组长 不允许坐监犯科 未婚男女 自杀的人 死于非命的人 意外夭折的幼童 被官府砍头的人 葬入祖坟 杨六军和杨三姐都点了点头 这类事情 他们的确在一些古装电视剧上看到过 到现在也不明白 这类人为什么不能葬入祖坟 要是给他们解释 恐怕一天也解释不完 阴宅的风水禁忌 比阳宅的风水禁忌 不知要多上多少 李承锋随便敷衍了几句 这类人之所以不准葬入祖坟 主要原因就是 这些人会影响祖坟风水 把风水浮地 变成风水衰败之地 或是大凶之地 特别是被官府砍头的人 在古代基本上都是被抛尸荒野 就算有人收尸 也会被葬在荒凉之地 四周没有坟墓 孤零零的一座荒坟 没一会 王小美就开着车 把李承锋送回了隋元堂 下车后走进隋元堂 杨三姐拿出了两个红包 交到李承锋的手里 少说也有两万 然后用哀求的语气说 送走杨六军和杨三姐 李承锋便关上了隋元堂的房门 然后泡了一壶茶 坐在茶几前喝了起来 看着放在茶几上的钱 李承锋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心中有些纠结 是帮杨家选一处风水宝地 还是随便选一处阴宅 李承锋端起茶杯一饮而尽 考虑了很久 最终做出一个决定 给杨家选风水这件事 只能随元 如果能找到好的风水福地 说明他们杨家有这个福分 就把杨六军杨三姐的父亲 迁葬到风水福地上 如果寻不到上城的风水局 说明他们杨家没有这个福分 只能找一处普通的阴宅 迁葬他们的父亲 一切静看天意 这也是最好的办法 如果他们杨家有这个福分 风水福地定会轻松寻到 如果他们杨家没这个福分 就算踏破铁鞋 恐怕也无处寻觅 一日清晨 李承风刚刚吃完早饭 杨六军的老婆王小美 便开着车 来到了隋元堂 王小美刚从车上下来 副驾驶的车门也被人推开 一个长相甜美的女生 从车上下来 年龄大约20岁左右 与王小美长得有几分相似 这个女生正是王小美的妹妹王小娟 如今还在上学 脸上带着一副高傲的姿态 给人一种没钱勿尽的感觉 王小美看到李承风 便急忙迎上去 笑嘻嘻地向她介绍妹妹 李先生 这是我妹妹 今天正好是周末 她闲着没事 也想跟着去看看 李承风冲着王小娟点了点头 礼貌地笑了笑 这个女孩长得很漂亮 身材也很好 就是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对 高傲 冷漠 有着巨人鱼千里之外感觉 李承风还不知道 王小娟只是在穷人面前高傲冷漠 在有钱人面前 完全是另一副姿态 王小娟表情冰冷 略带嘲讽的眼神 从上到下把李承风打量了一遍 心中有些失望 这就是姐姐说的风水大师 长得也太普通了 一个看风水的能有什么前途 受过高等教育的王小娟 也不相信什么风水改运之说 在她的认知里 风水这种东西 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相信 今天若不是她姐姐王小美 非让她过来 她根本就不会来 转而把头转向一边 不愿再看李承风一眼 王小美看着妹妹的反应 脸上有些尴尬 这个妹妹真的太不懂事了 如此优秀的男人 她竟然看不上 面对王小娟嘲讽的目光 李承风没有任何反应 嘴角始终带着礼貌的微笑 心想又是一个只会以貌取人 肤浅至极的女人 随之说道 王姐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会去拿点东西 嗯 王小美轻轻地应了一声 转而看向妹妹 既然是去找风水宝地 三合罗盘并不可少 李承风转身回到隋元堂 找了好一会 也没有找到三合罗盘 不知被王兵放到哪去了 就在李承风找三合罗盘时 听到门外传来王小娟 王小美两姐妹的对话声 王小娟厌恶的语气说 姐 拜托 以后不要什么男人都给我介绍 就她这个样子 这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出血 听到妹妹说出这样的话 王小美很生气 小娟 李先生是真的有本事 她未来的成就肯定 王小美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王小娟打断 她不耐烦地语气说 姐 好了 你不要说了 一个看风水的能有什么本事 她看一辈子风水 能在青州城买一套房就不错 这样的男人我不喜欢 王小娟一副 见过大世面的语气说 姐 你知道什么样的男人 才叫有本事吗 王小美摇了摇头 在她眼里 李承风就是一个 有本事的男人 王小娟一脸得意地说 姐 实话告诉你 明天晚上我有一个聚会 你知道聚会的地点在哪里吗 王小美再次摇了摇头 王小娟依旧得意地语气说 望海格 姐 你知道望海格吗 能去那里吃饭的 都是什么人 你知道吗 能去望海格吃饭的 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大人物 这些人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 懂吗 王小娟在说这些时 非常的得意 她的同学邓志祖 明天过生日 地点就选在了望海格 并且还邀请了他 能去望海格吃饭 能被邓志祖邀请 对于王小娟来说 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在她的心里 只有邓志祖 才是有本事的男人 只有这样的男人才配追她 王小美把车停在家门口 在车上下来 想请李成峰去家里喝杯水 然后再去看她家的水库 李成峰并不想浪费时间 随口说道 王姐 我也不可 咱们还是先去看看你家的水库吧 王小美只好点了点头 准备带着李成峰 去她家的水库看看 王小娟则转身回到了家里 从始至终都是一脸嫌弃 看都不愿看李成峰一眼 见妹妹如此没有礼貌 王小美也很是无奈 略带歉意的语气说 李先生 不好意思 我妹妹的脾气有点怪 没事 李成峰随口回答 心想这个女人不是脾气怪 而是闲贫爱富 然后跟在王小美身后 向她家水库的方向走去 脚下是一条农村常见的水泥路 两边是绿油油的田地 地里有种的西瓜 还有玉米和花生 带着这样帽的大叔大妈 正在给庄稼除草 田野间翠绿的庄稼生机勃勃 田梗上 时而传来麻雀的叫声 感受着眼前的田园风光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李成峰很是陶醉 这种田园生活 可能是很多人都向往的 这种田径是城市里没有的 李成峰一边走 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地貌 此处的地形 一半是山地 一半是平原 山都不是很高 一条不宽的小河 游西向东在田中穿过 小河两边栽着杨树 这条小河的下游 正是王小美父亲承包的水库和山地 大约走了二十分钟 不远处的水库便映入眼帘 水库四周全是不高的山丘 山丘上栽满了松树 王小美看着近在眼前的水库 随即说道 李先生 这个水库和四周的山全是我家的 李成峰只是点了点头 目光始终盯着不远处的水库 整个水库成圆形 四周全是不高的山坡 这座水库 在山坡脚下的低洼处 是一个天然而成的水库 看到此景 李成峰深吸了一口气 接着紧走两步向水库走去 王小美紧紧地跟在后面 没一会 便来到了水库边上 李成峰惊讶的目光 看着水库和四周的山坡 忍不住脱口而出 这 这是水聚天心 圆形的水库 四周的山坡 让水迈之气再次汇聚 心中暗暗震惊 看来杨家的福分还真的不浅 出门便遇到了上城的风水局 水聚天心 上城风水局水聚天心主富贵 聚财气 望人丁 无论阴宅风水 还是阳宅风水 都讲究藏风聚气 但只藏风聚气 还算不上风水宝地 只有既藏风聚气 又得天地之水的风水 才算得上风水宝地 水聚于阴宅四周叫聚水 水聚于阴宅明堂前 就叫水聚天心 所谓的水聚天心 指的正是阴宅明堂出的聚水 这也叫做天心水 但水不能横穿明堂 水一定要在阴宅明堂前汇聚 这样的水 才能称其为水聚天心 如果水横穿明堂 直接在阴宅前流过 不在阴宅明堂前汇聚 这就形成了水破天心的风水局 一旦把逝者 葬入水破天心的风水局 后世子孙 就会人丁稀少 家财不聚 说得直白一点 所谓的水聚天心 就是阴宅正前方 有一处湖泊或是水库 这个湖泊和水库 不能有尖角 最好是圆形或椭圆形 这就叫水聚天心 如果水直接在阴宅前面流过 不做一丝停留 无法让水迈之气汇聚 导致阴宅不得水 这就叫做水破天心 水聚天心和水破天心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却有着天壤之别 前者主富贵 聚财气 后者破财气 损人丁 所以说 在点阴宅风水的时候 一定不能马虎大意 不懂不能乱点 见李成峰站在水库前 久久没有说话 王小美好奇地问道 李先生 我家的水库是不是有问题 李成峰摇了摇头 然后一脸严肃地说 王姐 风水浮地已经找到 等到了千坟冻土的吉日 把杨家老爷子的墓穴 迁到此处即可 听到风水浮地已经找到 王小美一脸欣喜 很是好奇地问 李先生 你说的风水浮地在哪里 就是你家的水库 李成峰随口回答 杨家的福分真的不浅 出门就找到了上城的风水局 水聚天心 如果把杨六军杨三姐的父亲 迁葬到此处 等契学结成 阴宅得水 杨家将会富甲一方 王小美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她家的水库 竟然是一处风水宝地 难以置信的语气问 把记号做好后 看着眼前的水库 王小美心中很是意外 没想到这么容易 就找到了风水浮地 心中也非常的期待 如果把公公的坟墓迁到这里 杨家真的会富甲一方吗 随之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李承风点了点头 一边向山下走去 同时一脸严肃地说 风水奇书 水龙经 尚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 胡有千年不喝水 家有千年不散财 这句话说的正是水聚天心的风水局 意思就是 只要阴宅前的天心水不干涸 这家人的后世子孙 可坐享千年富贵 王小美听到这里非常的激动 谁不想后世子孙 坐享荣华富贵 心中对李承风 那是无比的感激 李承风则一脸严肃 继续说道 能轻松找到上城的阴宅风水局 水聚天心 说明杨家的阴德福报很深 杨家有这个福分 若想后世子孙 坐享千年荣华富贵 必须多行善事 累积阴德 积攒福报 不然就算有上城风水改运 也富不过三代 华夏有句老话叫做 心存善念 福虽未至 或以远行 大善之家天必有之 大恶之家天必诛之 王小美认真的听着 把李承风说的话 牢牢寄于心中 但对她说的话 不能完全苟同 民间也有一句老话叫做 好人不偿命 坏人活千年 他们村里 就有一个恶霸叫吴池刚 整天欺负村里的男女老少 七行霸士 无恶不作 他却活得非常滋润 还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媳妇 生了一儿一女 也没见老天爷惩罚他 他们村里也有一个好人 勤劳善良 为人和善 乐于助人 却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什么大善之家天必诱之 大恶之家天必诛之 纯粹就是无稽之谈 他在现实中看到的就是 好人不偿命 坏人活千年 李承风听完王小美的描述 只是笑了笑 这种事情 在现实社会中的确有很多 善良的人没有好报 恶人却活得滋润 随之说道 王姐 那些恶人之所以没有遭到报应 是因为他祖上累积的福音 还没有被耗尽 一旦他祖上累积的应得福报被耗尽 就是他报应加深之时 王小美点了点头 感觉李承风说的很有道理 接着问道 那么 善良的人 为什么短命 李承风抬头看着天 若有所思 天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天到底是什么 天又在什么地方 接着一脸严肃的回答 那些善良的人 之所以会短命 是因为他们的善举感动了天地 老天爷让他们回天上享福了 不再经受轮回之苦 七情六欲之痛 人间并不是什么好地方 神仙犯了错 都会被打入凡间 经受人间疾苦 人犯了错 则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经受炼狱之苦 地狱里的魂 想着早日投胎转世 人则想着 修成正果位列先斑 神仙则想着 跳出天的束缚 翱翔于九霄天外 王小美刚才还感觉 李承风说的很有道理 突然感觉她 越说越离谱 但对她说的东西很感兴趣 这些事情 是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两个人聊着天 没一会 便回到了王小美的家中 此刻已是中午 王小美的父母 早已准备好饭菜 当他们看到李承风时 还是有些小小的意外 没想到女儿口中的风水师 竟然如此年轻 两位老人盯着李承风 眼神中带着质疑 这么年轻的风水师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 心想 不会是一个骗子吧 虽然有些质疑 但也没有直接说出来 还是非常客气地说 小先生 赶快洗洗手 准备吃饭 李承风点了点头 走到水龙头前 准备洗手吃饭 正洗着手 就听到门外 传来一个婴儿的啼哭声 接着转头向大门口看去 只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媳妇 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 无奈地语气哄着孩子 走进了院子里 小宝 乖 妈妈求你了 别哭了好吗 妈妈给你买汤吃 这个小媳妇 是王小美堂弟的老婆 因为孩子哭闹 便抱着孩子出来走走 王小美的母亲 听到孩子的哭声 急忙走了过去 看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孩 也是一脸的着急 疑惑地语气问 小宝这是怎么了 怎么三天两头地哭闹 小媳妇抱着孩子 也是一脸的无奈 叹了一口气说 婶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都快半个月了 小宝不是哭就是闹 还反复地发烧 市里的医院也去了 医生说 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 吃点要打几针就好了 王小美和她母亲 还有那个小媳妇 同时看向李承锋 她既然能看出 小宝是受到惊吓丢了魂 肯定有办法治好孩子 李承锋用手摸了摸小宝的脸 小孩子长得非常可爱 因为最近反复发烧 不想吃饭 经常哭闹的原因 看上去皮肤辣黄 精神状态也非常差 看到这么小的孩子 遭受这样的折磨 李承锋也是很心疼 随即回答道 没什么大事 等晚上我给孩子叫魂 把孩子的魂叫回来 就没事了 叫魂 小媳妇和王小美 都是满脸疑惑 对于叫魂两个字 他们并不陌生 以前在村头巷尾 也听那些老人说过 谁家的孩子魂被吓掉了 眼看都快不行了 然后他家找了一个神婆 把孩子的魂给叫了回来 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那孩子没吃药没打针 并就突然好了 对于丢魂 叫魂这种民间传说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几乎都不怎么相信 感觉这些都是封建迷信 江湖骗子的把戏 很多80后和90后 应该都听说过叫魂两个字 小的时候 也可能经历过丢魂 叫魂这种事 这种事情在民间 还是经常见的 叫魂在民间 也被称作喊魂 招魂等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民间都流传着 很多种叫魂的方法 王小美满脸疑惑 好奇地问道 李先生 把小宝的魂叫回来 他就会好吗 是的 李承锋点了点头 随口回答 小媳妇对李承锋说的 虽然存有质疑 但去了那么多医院 也没有治好孩子 如今也只能选择相信他 希望他能治好自己的孩子 叫魂一事 都是在晚上进行 原本准备吃完饭 就走的李承锋 决定先留下来 帮孩子把魂找回来再走 王小美的母亲 看向李承锋的目光 已经多了几分尊敬 客气地说道 小先生 咱们先去屋里吃饭吧 不然菜就凉了 李承锋点了点头 忙了一个上午 还真的有点饿了 在王小美和他母亲的邀请下 小媳妇也抱着孩子 向屋里走去 王小美的父亲 找出两瓶好酒 与李承锋 在饭桌上小酌了两杯 王小美一边吃着饭 脑子里却想着很多问题 小孩子受到惊吓后 为什么会丢魂 大人怎么就很少丢魂 随之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饭桌上的其他人 也在此时放下手中的筷子 转而看向李承锋 他们也很想知道 小孩子受到惊吓后 为什么会丢魂 看着众人好奇的目光 李承锋也没有隐瞒 一脸严肃 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小孩子之所以会丢魂 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魂积不稳 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魂积就会越来越稳 等孩子成年后 魂积就会稳固 就算受到惊吓 一般也不会丢魂 丢魂在民间 也被称为掉魂 失魂 这种事情 大多数发生在 未成年的孩子身上 有些孩子之所以会丢魂 并不全是因为 受到惊吓造成的 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例如 一些家长 带着不过两三岁的孩子 参加葬礼 去上坟 经过荒坟墓地 进入一些荒废的寺庙道观 还有荒废已久的老房子 冲撞到什么脏东西 都会导致小孩子丢魂 很多两三岁的小孩 天眼还没有闭合 能看到很多成年人 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不要带着孩子 出入这些场所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等孩子四五岁以后 天眼基本上都会闭合 也有孩子会等到七八岁 总之 在孩子祭祀以前 大多数人的天眼都会闭合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 年龄大的 上了年纪的老人 都知道这些民间禁忌 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很多年轻人 都不知道这些民间禁忌 王小美的母亲听完后 称赞的语气说 小先生 真的看不出来 你那么年轻 竟然懂得那么多 我刚看到你的时候 还以为你是一个骗子呢 王小美的母亲说到这里 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李承锋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感到意外 自从她重开隋元堂 因为太年轻的原因 经常被人当成骗子 那个小媳妇听李承锋讲完后 脸上若有所思 自从孩子出生后 她从未带着孩子 去过李承锋说的那些地方 孩子也没有受到过惊吓 怎么可能丢魂 心中很是疑惑 接着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李承锋一脸严肃 随即问道 你确定孩子没有受到过惊吓 也没带着孩子 去过寺庙什么的 王小娟越听越生气 放下手中的筷子 身为一名现代的大学生 上小学的时候 老师就告诉她 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 没有妖魔鬼怪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都要讲科学 不要相信封建迷信 此时听到李承锋 在这里妖言惑众 传播封建迷信 心中很是恼怒 她若不是姐姐找来的 真想报官把她抓起来 王小娟厌恶的眼神 瞟了李承锋一眼 转看向那个小媳妇 一脸严肃地说 二嫂子 如果你要听我的 就把小宝送到医院去 什么丢魂 叫魂都是骗子唬人的把戏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相信这些 我们要相信科学 相信专家教授 相信现代的医学 怎么能相信 封建社会留下来的迷信 王小美的母亲 见女儿出言不逊 对李承锋不尽 面带怒气训斥道 臭丫头 你懂什么 好好吃你的饭 不要乱说话 王小娟冷哼了一声 直接站起来 嘲讽的目光 瞟了一眼母亲 不屑地语气说 我不吃了 说完便转身回到房间 砰的一声关上房门 然后把李承锋说的那些话 发到了同学群里 怒斥封建迷信海人 见女儿如此没礼貌 王小美的母亲和父亲脸上 流露出尴尬的微笑 不好意思地说 小先生 对不起 这个女儿被我们惯坏了 李承锋笑了笑 对于这件事 她并没有放在心上 如今这个年代 一百个人里 能有几个人相信丢魂这种事 她不相信也很正常 李承锋转看向坐在旁边 抱着孩子的小媳妇 不知她信不信丢魂这种事 小媳妇看着发烧的儿子 脸上略带犹豫的神色 此时她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她怕耽误儿子的病情 又怕李承锋是个骗子 身为一个母亲 有这样的想法也很正常 但是当她想到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儿子对着房门喊爷爷 就感觉头皮发麻 最终她选择相信李承锋 接着打电话 把这件事告诉了她老公王二刚 王二刚再也没归KTV做内保 也算是一个小混混 手底下也有十几个小兄弟 没多久 王二刚便来到王小美家里 身后还跟着两个小弟 她虽然不是很相信李承锋说的 但还是愿意试一下 如果李承锋是骗子 以王二刚的性格 肯定也不会放过他 当李承锋看到王二刚时 见他霹雳脾气 流着光头 手臂上全是纹身 就知道这小子不是善类 但也没当回事 既然知道孩子的魂魄 是被他爷爷带走了 普通的叫魂方法肯定不行 如今唯一的办法 就是去孩子爷爷的坟上 把孩子的魂魄要回来 李承锋让他们去 买了一些明币 元宝 然后去纸扎店 扎一对金铜玉女 再买一些祭品机 苹果 白酒等 今天晚上 李承锋准备去 王二刚父亲的坟上 把孩子的魂魄要回来 没多久 王二刚就把所需的物品 全部买了回来 准备晚上去上坟 李承锋交代了一些禁忌 大约晚上十点多 几个人带着所有的祭品 拿着手电筒 来到小宝爷爷的坟上 黑天半夜站在坟前 时而刮起 阵阵微风 随时闷热的夏夜 却让人感到一丝寒意 李承锋让王二刚 把纸扎的金铜玉女 插在坟墓门口两边 然后在坟墓的门口 摆上祭品 又烧了很多鸣币和元宝 接着把纸扎的金铜玉女 一起烧了 当做好一切后 李承锋走到坟前 站在坟墓门口 用脚在地上剁了三下 这叫做敲音门 闲着没事 千万不要在坟墓门口剁脚 一不小心 就会触犯禁忌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王二刚跪在坟前 按照李承锋 先前交代的那些话 一脸严肃不停地重复着 爸 小宝该回家了 妈妈在家里等着你的 王小美的父亲 满怀敬意看着眼前的坟秋 这里面葬的是她大哥 那两个年轻人 看着跪在地上的王二刚 强忍着没有笑出来 这种事情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 还是不相信 这样就能治好小宝的病 如果用这种方法 就能治好小宝的病 那还要医院干什么 王二刚跪在坟前 反反复复说了大约十几分钟 坟前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他的两个小弟 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 这个声音来得太突然 听着身后坟秋里传来的声音 李成峰也被吓了一跳 急忙跳到一边 转而看向坟秋 王二刚被吓得双腿打颤 但是当他听到坟秋里传来的声音 正是儿子小宝 被吓得面无人色 转而看向李成峰震惊的语气温 李 李先生 我 我儿子怎么会在我爸的坟子里 想到刚才王二刚想揍自己 李成峰真的不想跟他说话 但想到可怜的孩子 还是随口说道 赶快跪下 继续喊 在李成峰的提醒下 王二刚不敢耽搁 急忙跪到坟前 继续喊着刚才说的那些话 没一会 坟秋里便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 好了 别喊了 我就是想孙子了 把他带过来住几天 随着声音落下 只见坟秋里飘出来一个阴魂 身上散发着清光 旁边还有一个小孩 小孩身上散发的却是白光 这个小孩 正是王二刚的儿子小宝 亡魂身上散发的是清光 生魂身上散发的是白光 因为是晚上 加上阴魂主动现身 在场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除了李承锋 王小美的父亲 王二刚都被吓得脸色苍白 她的两个小弟 被吓得撒腿就跑 一边跑孩 一边含有阴魂 摔倒了爬起来继续跑 两人惊恐的声音 打破了宁静的夜晚 冷静下来 王小美的父亲 看着大哥的阴魂 心情无比的激动 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去世的大哥 王二刚看到父亲的阴魂 刚开始还有些害怕 但是当想到这是自己的父亲 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颤抖的声音喊了一声罢 散发着轻光的阴魂点了点头 然后有些不舍地说 二刚 你把小宝带回去吧 都是我不好差一点害了小宝 王二刚擦了擦眼泪 急忙点了点头 王二刚父亲的魂魄 转而看向李承锋 然后一脸感激地说 谢谢 没有多余的话 只是简单的两个字 说完这两个字 王二刚父亲的魂魄 转头看了一眼王小美的父亲 冲着他笑了笑 然后便飘进了坟丘 见小宝的魂魄 以备要回来 李承锋让王二刚赶快站起来 然后让他拿着小宝 穿过的衣服走在前面 嘴里不停地喊着 小宝 跟爸爸回家了 小宝 跟爸爸回家了 王二刚没走几步就停下来 喊上这么一嗓子 小宝的魂魄 紧跟在他的身后 李承锋早就给王二刚交代过 他在引儿子魂魄回家的时候 千万不能回头 如果回头 就会前功尽弃 李承锋和王小美的父亲 远远地跟在王二刚身后 怕离得太近 惊扰了小宝的魂魄 再把魂魄下跑了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 王二刚才回到家门口 家里的大门 房门 卧室的门 全是开着的 此时 王二刚的媳妇满脸着急 小宝又发热了 哭闹得特别厉害 从早晨到晚上 都没怎么吃东西 好不容易喝了几口奶粉 又全部吐了出来 王二刚的媳妇 看到这里既心疼又无奈 不知该如何是好 就在此时 听到房外传来老公的声音 小宝 跟爸爸回家了 小宝 跟爸爸回家了 听着外面传来的声音 王二刚的媳妇 急忙跑了出来 只见丈夫拿着儿子的衣服 向屋里走来 因为李成峰早有交代 如果看到丈夫回来 千万不能说话 也不能挡在门口 王二刚的媳妇 急忙躲到了一边 王二刚拿着儿子的衣服 一路上没敢回头 直接走到儿子睡觉的卧室里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那句话 此时 躺在床上的小宝 因为发烧的原因 还在不停地哭闹 嗓子已经哭哑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李成峰和王小美的父亲 也在此时走到卧室门口 只见小宝的魂魄 缓缓地飘到床上 然后回到了肉身 当小宝的魂魄 回到肉身后 原本哭闹的小宝 突然安静了下来 没过一会 便闭上了眼睛 安稳地进入了梦乡 见儿子突然安静下来 不再哭闹 王二刚和他老婆 都被吓了一跳 以为儿子没了 转而看向李成峰 一脸担心地问 李 李先生 我儿子这是怎么了 他 他怎么没动静了 没事了 睡一觉 明天就好了 李成峰随口回答 顺便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5月12点 由于时间太晚 当天晚上 李成峰便住在了 王小美的家里 见众人都盯着自己 李成峰很是无奈 心里清楚 就算给他们讲了 他们也听不懂 只好随便敷衍了几句 《注油十三科》上记载 人丢了魂 之所以会感冒发烧 是因为人有三魂气魄 所谓的三魂 指的就是天地人三魂 也被称为阴魂 阳魂和神魂 人一旦丢了阴魂 或是阳魂 体内的阴阳二气 就会失去平衡 从而导致人体温失常 反复感冒发烧 10岁以下的小孩 受到惊吓后 导致丢魂 可以说是很常见的事情 民间也流传着 很多种叫魂的方法 像普通的丢魂 很容易就能把魂找回来 如果魂魄是丢到了寺庙里 或是倒灌里 想把孩子的魂找回来 就会非常麻烦 5岁以下的孩子 尽量不要带着去墓地 寺庙 倒灌等地方 如果只丢了一个魂 影响不是很大 如果丢了两个魂 相对来讲就比较麻烦 如果丢了三个魂 可能就会变成植物人 王二刚和他媳妇 把李承锋说的话 牢牢寄于心中 然后掏出一千块钱 李承锋也没有拒绝 结果钱直接揣到了兜里 如今事情已经解决 王小美开着车 把李承锋送回隋元堂 接下来就等着千坟冻土 不知把杨六军父亲的尸骨 迁葬到水聚天心的风水局后 杨家会不会富甲一方 风水术真的有那么神奇 风水术真的能改变人的命运 王小美的心里非常期待 她已经把这件事 告诉了父亲和母亲 父母也没有反对 毕竟只有两个女儿 如果水聚天心的风水局 真能改变女婿杨六军的命运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再回青州市区时 王小娟也坐上汽车一同前往 她脸上化了非常精致的妆 穿得也非常暴露 今天她要去望海阁 参加同学邓志祖的生日宴会 没多久 王小美便把李承锋送回了隋元堂 接着 王小美又开着车 把她妹妹送到望海阁 路上还不忘提醒 让她少喝一点酒 如果遇到什么事 就给她打电话 不要被男人占了便宜 王小娟则一脸都不在乎 不耐烦的语气说 姐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能管好自己就行了 王小美很是无奈 心里虽然担心 但对这个任性的妹妹 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希望她不会有事 回到隋元堂 李承锋献给祖师爷上了三柱清香 画像上的祖师爷眨了眨眼睛 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可就在此时 门口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李承锋转头向门外看去 只见叶无明急匆匆地走进隋元堂 心中有些疑惑 她来做什么 曾经被缩阳咒折磨的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叶无明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养 已经恢复了很多 她身后还跟着那两个保镖 此时的叶无明对李承锋 那是无比的尊敬 那两个保镖 对李承锋也是静若神明 李承锋还记得 他们第一次来隋元堂时 无比的嚣张 非常的霸道 还把隋元堂给砸了 此时就像孙子一样 李承锋见叶无明 走进隋元堂 随口问道 你来做什么 李先生 不好了 叶无明面色着急 把事情的经过 详细地讲述了一遍 我大哥叶无刚 跟那个岛国风水师 佐藤健一回来了 他们这次回来的目的 就是要找你算账 因为是你移走了 叶家祖坟上的赐槐术 我还听说 佐藤健一的弟弟 在青州城被人给杀了 他这次来青州城 还要替他弟弟报仇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早就知道 帮叶家会带来麻烦 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原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 没想到该来的还是来了 李承锋还不知道 佐藤健一的弟弟 佐藤健二也是因他而死 他与佐藤家族 迟早有一场生死对决 叶无明继续说道 跟佐藤健一过来的 还有一个老头 听我大哥说 这个老头非常厉害 好像叫什么佐藤正雄 我听大哥叶无刚说 佐藤正雄来青州城的墓地 也是为了杀一个人 这个人破坏了他们 在海城筹谋了十几年的计划 李承锋脸上流露出无奈的神色 最近麻烦还真的有点多 没想到给叶家祖坟上一束 去海城守护水龙脉 会带来那么多麻烦 李承锋赞许的目光 看向叶无明 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 没想到他会偷偷来报信 也能让他提前有个防备 随之问道 李承锋很生气 这个唐经理的胆子也推大了 为了迎接几个岛国客人 竟敢背着他 让员工穿上岛国服饰 搞一场岛国风情的欢迎仪式 在他的地盘上 用这种方式迎合讨好岛国人 对李承锋来讲 那就是一种耻辱 这个唐经理绝不能留 李承锋深吸了一口气 平复了一下愤怒的心情 打量着身穿和服的迎宾 保安 服务生用命令的语气说 去 把衣服都给我换下来 以后再让我看到 你们穿岛国服饰 通通开除 是 望海阁员工一口同声地回答 然后便急匆匆地离开 准备把岛国服饰脱下来 一直站在旁边的叶无明 满脸惊讶看着李承锋 这是什么情况 望海阁的员工 为什么会听他的 好像还非常的怕他 很快望海阁的所有员工 都收到新老板 过来视察的消息 很多穿岛国服饰的员工 全部放下手头上的工作 匆匆忙忙去更衣室 把身上的岛国服饰换下来 李承锋禁止走入望海阁 叶无明和那两个保镖 满脸疑惑 跟在李承锋身后 望海阁可不是什么人 都能进来的 他为何就像回家一样 当走进望海阁 主道路两边 竖着一根根红色的木棍 上面却挂着白色的灯笼 灯笼上写着歪歪扭扭的 岛国文字 路两边还竖着很多牌子 拉了许多欢迎横幅 挂着岛国的樱花图 看到眼前的一幕 李承锋差点被气地吐血 这哪里还是充满 华夏古运的望海阁 俨然成了一条岛国风情街 两个身穿岛国服饰的服务生 急匆匆地在李承锋身边经过 想去更衣室 把身上的衣服换下来 却被李承锋拦住 他一脸严肃地问 那些岛国人在哪里吃饭的 两个服务生吞吞吐吐不敢回答 李承锋脸上闪过一丝不悦 严厉地语气继续问 告诉我 那些岛国人在哪个楼阁吃饭的 其中一个服务生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在 在帝王阁 帝王阁 帝王阁和最上面的望海阁 是从来不对外开放的 左藤正雄和左藤健一 怎么会在帝王阁用餐 李承锋深吸了一口气 贫复了一下愤怒的心情 冰冷的语气问 是谁让他们去帝王阁用餐呢 是 是唐经理 两个服务生颤抖的声音回答道 他们好像很怕这个唐经理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又是这个唐经理 自从楚云红把望海阁送给李承锋 他从未过问过望海阁的事情 看来这个望海阁的问题 还真的不少 老板不在家 一个经理竟然敢私自做主 把帝王阁对外开放 这就是在挑衅老板的权威 不把他这个老板放在眼里 李承锋迈不向帝王阁走去 今天必须把这个唐经理给开了 让他知道 谁才是望海阁的老板 叶无名则满脸好奇 见李承锋向前走去 转而看向两个服务生 好奇地问道 两位小姐姐 能不能告诉我 他是什么人 你们为什么这么怕他 叶无名说话时 转而看向李承锋 其中一个服务生小声地回答道 他 他是我们望海阁的老板 破 这个答案是叶无名没有想到的 他怎么也不敢相信 一个在街边开隋原堂的风水师 会是望海阁的老板 这怎么可能 他既然是望海阁的老板 肯定非常有钱 这么有钱的人 怎么还会在街边开隋原堂 帮人算命看风水 他以前听人说过 望海阁的幕后老板 是一个京城的大人物 这个地方属于私人山庄 只接待一些有权有势的人 李承锋怎么会是望海阁的老板 难道他就是那个京城的大人物 想到前面砸了隋原堂 额头上冷汗直冒 这真是太碎头上冻土 差一点就丢了小命 叶无名带着两个保镖紧走两步 跟在李承锋身后 向上面的帝王阁走去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便来到了帝王阁门口 帝王阁的房门是关着的 李承锋原本想推门进去 却听到里面传来几人的对话 随之停住脚步 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讲话的人说的虽然是汉语 语气中却带着一丝 岛国人的味道 一个略显苍老 充满愤怒的声音 在帝王阁里传出来 望海阁是我们 大岛国人花剧自荐的 可是被你们卑鄙的 华夏人给抢走了 你们华夏人真的太卑鄙 太无耻了 胡言松 左腾正雄刚刚碰完酒杯 然后把酒杯放到嘴边 准备一饮尽时 房门突然被人踹开 帝王阁的正厅 大约坐了二十多人 正在推杯换盏相互敬酒 突然听到哐当一声 很多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了一跳 房门大开 一个年轻人满脸怒气站在门口 所有人的脸上 都流露出一丝不爽 这人是谁 胆子也太大了 竟敢惊扰他们举办的宴会 要知道 这里可是帝王阁 在座的都是青州城有头 有脸 有身份的大人物 当房门被踹开的那一刻 李承锋首先看到的 正是坐在主兵位置上的左腾正雄 他右边坐着一个妇女 五十多岁的年纪 左边坐的 正是青州悬术协会副会长胡言松 当看到左腾正雄时 李承锋微微一愣 感觉这个人很面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李承锋盯着左腾正雄仔细回忆 没多久 便想起在海城江边发生的事 当初在海城江边 那个身穿酒瓣菊花服饰的老头 正是他 左腾正雄的目光 正好与李承锋相对 很快便认出 他就是那个用奇门术法 护住海城水龙脉的李承锋 眼神中瞬间杀气腾腾 手中的酒杯随之被他捏碎 左腾正雄 这次来青州城的目的 就是为了杀他 上次他派田中次郎来杀李承锋 几个人却神秘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这让他很是恼怒 这个田中次郎就是一个废物 那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就在李承锋与左腾正雄 四目相对时 一个身穿岛国服饰 穿着木鸡的中年男子 迈步走到李承锋身边 每走一步 就会传来木鸡与地面碰撞的哒哒声 他不爽的目光 瞪着李承锋 愤怒的声音问道 你是什么人 竟敢私闯帝王阁 打扰尊贵的岛国客人用餐 马上给我滚出去 李承锋盯着身穿岛国服饰 穿着木鸡的男子 听他说话的口音 就知道是华夏人 应该也是望海阁的员工 随口说道 你被开除了 马上给我滚 李承锋转而看向胡言松 想到刚才他说的那些话 心中很是气氛 不爽的语气说 我是望海阁的老板 帝王阁的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马上给我滚出去 望海阁不接待岛国人 左腾正雄 左腾建议脸上闪过一丝不悦 胡言松听到这里 直接拍桌起 怒视着李承锋 愤怒的声音 吼道 混账东西 怎么说话的 在尊贵的岛国客人面前 说这样的话 就是对岛国客人的不尊敬 是在破坏两国的关系 胡言松已经调查过李承锋 他没有任何背景 只是在路边开了一家随缘堂 不知他走了什么狗屎运 前几天竟然攀上了 楚老将军这层关系 楚老将军 还把望海阁送给了他 但是经过他多方打探调查 李承锋去海城 并没有帮楚老将军解决好问题 没有拿到那项价值百亿的大工程 两人关系可能已经破裂 然后他被撵回了青州城 没有楚老将军给他做靠山 胡言松不再惧怕李承锋 他甚至还想把望海阁占为己有 因为他这种底层人 不配拥有望海阁 以前望海阁的老板是楚云红 没有人敢打望海阁的主意 毕竟他的身份和地位在那里摆着 如今望海阁的老板 换成了李承锋 他要身份没身份 要地位没地位 要权力没权力 要背景没背景 又怎么能守得住望海阁这份产业 李承锋还不知道 已经有很多人在打望海阁的主意 他愤怒的眼神盯着胡言松 嘲讽地语气说 估计你在家里 对你老爹也没这么尊敬 亏你还是华夏人 在岛国人面前就像一条哈巴狗 我们华夏有你这种人 真是一种耻辱 你 你说谁是哈巴狗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胡言松很愤怒 他堂堂青州悬术协会的副会长 竟被人骂成哈巴狗 还是当着面骂的 这种奇耻大辱 他怎么能忍 就在胡言松怒不可遏时 坐在佐藤郑雄右边的中年妇女 突然站了起来 他摆着一副关架子 打着一口关枪 轻蔑地语气说 哼 小小的望海阁老板 竟然如此嚣张 你刚才的行为和言语 已经严重冒犯了佐藤先生 我现在命令你 立即向佐藤先生道歉 同时 为了彰显你道歉的诚意 我们今天在望海阁的所有消费 由你负责 你不准 有任何异议与不满 这是命令 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 你就会得罪我 我是你得罪不起的人 懂吗 佐藤郑雄站起身来 向外面走去 佐藤健一紧紧跟在后面 另外几个岛国人 也都相继站起来 面带高傲的表情向外走去 见所有的岛国人要走 唐彩凤急忙站起来 跟在佐藤郑雄旁边 低声下气 一脸着急地说 佐藤先生 请您不要生气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让您满意的 佐藤郑雄 嘴角带着一抹冷笑 停住脚步看都没看唐彩凤眼 冰冷的声音说 唐城主 等你让我满意了 我们再谈投资的事情 说完这句话 佐藤郑雄便迈步向望海阁外面走去 在经过李成峰身边时 眼神中充满了杀气 就是这个人 坏了他们在海城筹谋十几年的计划 心中暗暗发狠 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 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把他大卸八块 鞭尸泄愤 让他永世不得超生 李成峰感受着对方眼神中的杀气 在他脸上看不到一丝巨异 不屑的眼神 与佐藤郑雄的目光相对 心里非常清楚 跟他即将有一场生死对决 就在佐藤郑雄 前脚即将踏出帝王阁时 唐彩凤着急地喊道 佐藤先生 请留步 今天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你再稍等片刻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 佐藤郑雄停住脚步 慢慢转身疑惑的目光 看向唐彩凤 然后点了点头 很想知道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在李成峰的手里抢夺望海格 见佐藤郑雄留下来 唐彩凤才松了一口气 转而愤怒的眼神盯着李成峰 剩下的其他人 也都用不善的目光盯着他 这些权贵好不容易 等来一个大的投资商 投资金额已经达到了600亿 如果他们能拿下这笔投资 等待他们的将是升官发财 特别是唐彩凤 他正需要这笔投资 来提高自己的政绩 因为青州城的老城主 马上就要退休 与他竞争青州城城主位置的 还有另一位副城主 如果唐彩凤能拿下这笔大投资 青州城城主的位置 就非他莫属 刚才与佐藤郑雄谈得很愉快 可是因为李成峰的出现 惹怒了佐藤郑雄 让投资的事情无法进行下去 唐彩凤很生气 他盯着李成峰愤怒的语气说 狗东西 如果佐藤先生放弃在青州城投资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给你半天的时间 把望海格交出来 送给尊敬的佐藤先生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 只要你把望海格交出来 我会送你一面锦旗 再给你五百块钱做奖金 我还会给你发一个 优秀成名的证书 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做 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 听到唐彩凤说出如此卑鄙无耻 仗势欺人的话 心中很是意外 没想到官府的人 竟然会干出这种事 说出这样的话 李成峰没有生气 嘴角露出冰冷的微笑 这个女人可真够强势的 为了讨好佐藤郑雄 拿到那项价值六百亿的投资 真的是不择手段 若是让李成峰 把望海格交出去 是为华夏本国做慈善 他会毫不犹豫地交出去 可是让他把望海格交出去 是为了讨好岛国人 满足唐彩凤的一己私欲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他虽然怕挨打 也怕这些青州城的权贵 但他绝不会轻易让步 除非无路可走 才会把望海格交出去 李成峰毫无巨色的目光 盯着唐彩凤 扫视着他身后的众人 把每个人的样貌都记下来 其中还有胡言松 这也算是老熟人 接着冰冷的声音说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就是把望海格一把火烧了 也不会送给那几个岛国人 李成峰在说这句话时 看了一下唐彩凤的面相 见他红光满面 印唐处红润有光泽 看上去仿佛笼罩着一层红光 在他的面相上就能看出来 他的官运很旺 仕途平坦 估计用不了多久 又要升官 唐彩凤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声中透着愤怒与不屑 一个屁民竟然也敢威胁他 我现在正式宣布望海格已经被我收购 从今天起 望海格就是我唐彩凤的私人财产 我想把望海格送给谁 就送给谁 唐彩凤接着让身后的人联系律师 准备起草转让合同 又调来一批官府的人 不过五分钟的时间 帝王阁便被官府的人团团包围 逼迫李成峰在合同上签字 一直跟在李成峰旁边的叶无名 还有那两个保镖 看到眼前的场面 脸上流露出惊慌的神色 担心的语气问道 面对强权 在唐彩凤的威逼下 李成峰不得不低头 如果不低头等待他的 将是疯狂的报复 俗话说 刘德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心中虽有万般不甘 感到无比的屈辱 事到如今 也只能在合同上签字 这只是一个开始 唐彩凤肯定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迟早有一天 李成峰会重新拿回望海格 李成峰在合同上签好字 放下手中的笔 面带微笑盯着唐彩凤 示弱的语气问 大姐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不要喊我大姐 你不配 唐彩凤厌恶的语气说 他看着签好的合同 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 转而抬头看向李成峰 发现他也面带微笑 看着李成峰嘴角洋溢的微笑 唐彩凤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心中竟然生出一丝寒意 他活了一把年纪 二十多岁就混迹官场 能坐到青州城副城主的位置 肯定有着过人之处 以前他用手中的权力强占别人的资产 敲诈勒索他人 大多数人都是无比的愤怒 又是叫又是骂 像李成峰这样的 价值近二十亿的望海阁 被一元钱收购 他竟然不恼不怒 嘴角还带着微笑 这种人他还是第一次见 想到前面自己没有展现实力 李成峰还想跟他硬刚 当他把实力展现出来 调来官府的人围住帝王阁 李成峰瞬间耸了 就像变了一个人 这让唐彩凤想到一句话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种受辱不怒 反而微笑的人 是最可怕的 李成峰已经在合同上签字 也没有理由继续找他的麻烦 但唐彩凤的心里非常清楚 这个人绝不能留 唐彩凤沉思了片刻 脸上露出冰冷的微笑 随之充满威胁的语气说 我知道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我必须先给你一个警告 你最好不要有报复我的想法 不然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李成峰有些小小的意外 常年混迹官场的人果然不简单 竟然被他看出了心中的想法 嘴角的笑容随之消失 然后一脸严肃地说 我懂了 你就是给我十个胆 我也不敢找你报仇 懂了就好 滚吧 以后不准再踏入望海阁 也不准网上面反应这件事 见到我要躲得远远的 明白吗 明白 李成峰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无奈的神色 接着转身向帝王阁外面走去 叶无明还有他的两个保镖 紧紧地跟在身后 叶无明的心里有些疑惑 大哥叶无刚不是跟左藤正雄 一起来的吗 怎么没有看到他 当快要走出帝王阁时 却被旁边的左藤正雄拦住 他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 轻蔑的眼神盯着李成峰 笑嘻嘻地说 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会让你知道 跟我们大岛国人作对 下场会有多么的悲惨 哈哈 李成峰瞟了左藤正雄一眼 礼貌地笑了笑 并没有说过鸡的话 现在是左藤正雄 唐采峰的主场 如果在这个时候说狠话 肯定会激怒他们 李成峰绕到一边 迈步走出帝王阁 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看着眼前的望海阁 心中暗暗发狠 他一定要让唐采峰付出代价 让左藤正雄 躺着离开青州 当李成峰走出帝王阁时 唐采峰脸色阴沉掏出手机 走到旁边的房间里 拨通了一个电话 大约过了三分钟 当他走出来时 脸上带着轻松的微笑 李成峰向山下走去 当经过妃子阁时 来望海阁参加邓志祖生日宴会的王小娟 正站在窗户前 欣赏望海阁的风景 一脸的陶醉 突然 他看到几个身影 从最上面的帝王阁走下来 从帝王阁走出来的人 肯定不简单 他满脸好奇盯着几个人 心想 这是哪里来的大人物 当他看清 走在最前面的身影时 心中顿时一惊 这 这不是那个穷逼风水师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还是从帝王阁里走出来的 心中很是好奇 正好旁边有一个服务生 他直接把服务生拉到窗前 指着李承锋好奇地问道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他怎么会在帝王阁里走出来 服务生只是看了一眼 便认出了李承锋 然后一脸尊敬地说 他是我们望海阁的老板 扑 你说什么 他 他是望海阁的老板 服务生随之点了点头 王小娟一脸的难以置信 他无法相信 一个在街边开隋缘堂的风水师 会是望海阁的老板 他一脸严肃盯着服务生 继续问道 李承锋虽然没有告诉叶无明 他要上吊绳做什么 但叶无明也能猜出来 他要上吊绳肯定是为了对付唐彩凤 想到李承锋鬼神莫测的手段 想到曾被缩阳咒折磨得生不如死 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个唐彩凤仗着手上有点权力 就不知道天高地厚 他欺负谁不好 偏偏欺负李承锋 这回他死定了 叶无明的心中有些疑惑 李承锋既然是望海阁的老板 肯定有着很深的背景 很广的人脉 他为什么不动用背后的势力 随之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李承锋也想过 只要他给楚云红打一个电话 这件事就能轻松地解决 但是他不想这么做 他要用自己的方法 让唐彩凤跪地求饶 没多久 汽车便停在了隋元堂门口的路边 李承锋在车上下来 叶无明和他的两个保镖 也相继推开车门走下车 李承锋顺手关上车门 接着向前走去 想绕过汽车回随元堂 刚刚走到汽车前面 突然听到身后 传来汽车发动机刺耳的轰鸣声 他还没来得及回头 便听到耳边传来一个声音 李先生 小心 刚刚从驾驶位上下来的保镖 用力推开李承锋 李承锋被推到路边的绿化带里 就在快要跌进绿化带的那一刻 他急忙回头想看看 是谁推的他 与此同时 只见推他的保镖 被一辆急迟而来的大型皮卡车撞飞 飞出去七八米 重重地落到地上 同时传来沉闷的哼声 被皮卡车撞飞的保镖躺在地上 身体不停地抽搐 嘴里不停地呕着鲜血 眼皮不断地往上翻 那辆撞人的皮卡车 一刻也没有停留 撞人后快速驶离了现场 正在开车的男子 转头看着右边的后视镜 盯着镜子里的李承锋 用力拍了一下方向盘 恼怒的语气说 草 竟然没有撞到他 坐在副驾上的男子 也是满脸怒气 算他走运 晚上再来收拾他 想弄死他 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 刚才发生的一切 实在太突然 夜无名和另一个保镖 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辆大型的皮卡车 就消失在事业中 李承锋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跑到被撞的保镖跟前 看着浑身还在抽搐 口中不停呕血的保镖 很是心疼 想到刚才是他救了自己 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半跪在他的身前 着急地语气说 兄弟 撑住 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躺在地上的保镖 看着眼含泪水的李承锋 嘴角竟然露出了微笑 然后轻轻地摇了摇头 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李 李先生 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张悠悠 她就在青州大学读书 我若是死了 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她 好吗 谢谢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李承锋一脸着急地说 却不敢触碰眼前的保镖 因为被汽车撞的人 骨头若是有碎裂 骨折 错位 随便移动触碰 可能会带来二次伤害 叶无名和另一个保镖 也急忙跑过来 看着躺在地上 奄奄一息的兄弟 心中很是难过 急忙拨通了急救电话 和报关电话 被撞的保镖 又偶了几口鲜血 神志已经有些模糊 虚弱的语气说 李先生 我 我一直想给你道个歉 当初我不应该砸碎原糖 你能原谅我吗 不要说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我早就忘了 保镖嘴角露出微笑 身体和四肢慢慢地停止抽搐 急速的呼吸 也变得越来越慢 瞳孔也开始扩散 没一会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因为伤势太重 很多器官已经破裂 这个保镖 最终还是失去了 年轻的生命 这个保镖跟着叶无名 少数也有五六年的时间 见自己的保镖死在面前 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想到刚才发生的一幕 李成峰的心里非常清楚 那辆皮卡车 是冲着他来的 他们离开望海阁没有多久 这辆皮卡车 就一直跟在他们车后 当时也没有多想 以为只是同路而已 没想到 这辆皮卡车却暗藏杀鸡 叶无名抬头看向李成峰 充满愤怒的语气说 李先生 我感觉这辆皮卡车 就是冲着你来的 你说 会不会是那个老娘们安排的 李成峰点了点头 佐藤正雄 不可能用这种方法对付自己 只有唐彩凤这种混迹官场的人 才会用这种方法 但是也没有证据 证明这辆皮卡车 就是唐彩凤安排的 就算有证据 估计也拿它没有办法 叶无名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期待的神色 他很想知道 李成峰会用什么方法 对付唐彩凤 看着满脸杀气的李成峰 他也不敢多问 直接转身离开隋元堂 去找上吊绳和见过血的刀 李成峰不想用风水术 邪术杀人 但唐彩凤做事太绝了 不仅强占了望海格 还想要他的命 还有一个保镖惨死 既然他想死 那就成全他 李成峰已经下定决心 哪怕是遭到天前 哪怕是万劫不复 这笔账必须算 这个仇必须报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灭他满门 李成峰心里清楚 那辆皮卡车 今天没有撞死他 唐彩凤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还会安排人来杀他 只要他们赶来 定让他们有来无回 李成峰重新启动了 隋元堂门口的 六丁六甲 六阴六阳 十二神将护身阵法 用这样的大阵 对付普通杀手 真的有点浪费感情 但李成峰的武力值太低 只能启用大阵 不知好一切 李成峰随便吃了一点饭 便躺到床上玩了一会手机 大约十一点左右 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隋元堂门外的路边上 停着很多汽车 不远处停着一辆黑色奥迪 车上坐着三个人 一个肥头大耳的胖子 个子不高 脖子上戴着一条金项链 不爽的语气说 你们两个废我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害得我被唐城主骂了一顿 刘哥 这件事也不能怪我们 白天有人替他挡过了一件 不要给我解释 今天晚上 你们若是弄不死他 就自己去给唐城主解释 两个人急忙保证 等一下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会把李成峰给弄死 这个胖子正是流一水 为了尽快完成 唐彩凤交代的事情 他决定跟两个人 一起去隋元堂 要亲眼看着李成峰被弄死 三个人在车上等了很久 不时向车外看去 每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不耐烦的神色 只想早点弄死李成峰 好回去交差 夜越来越近 路上的行人 车辆越来越少 黑色奥迪的车门 突然被人推开 三个男子从车上走下来 像是做贼一样 悄悄向隋元堂走去 没一会 便来到隋元堂门口 一个人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一个人试着推了一下房门 房门竟然没有反锁 直接被他推开 三人脸上同时露出微笑 这个傻子 晚上睡觉 竟然不锁门 接着拿出手电筒 悄悄地走进隋元堂 当他们走到中间 身后的房门突然被关上 三人都被吓了一跳 同时转身 看着房门满脸疑惑地问 奇怪 房门怎么自己关上了 就在三个人满脸疑惑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你们三个人 正好帮小花头挡天节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三个人又急忙转过身来 用手电筒在房间里四处照 没有发现任何人 只见墙上挂着一幅古画 其中一人凶狠地语气说 谁在说话 有本事就给我出来 你们确定让我出来 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三个人被吓得面无人色 他们看到了此生最诡异的一幕 只见挂在墙上的画像 散发着耀眼的白光 画像上有一位先锋倒鼓的老者 脸上带着微笑 正盯着他们看 还有一条菜花蛇 在画里飞来飞去 三个人看到如此诡异的一幕 瞬间被吓着魂不附体 他们活了一把年纪 何时见过如此诡异的事情 画里的人竟然能动 还会说话 有魂啊 救命啊 刘雨水被吓得大叫一声 转身便跑 只见画中的老人 轻轻动了动手指 三个人便被吸到了画中 画上散发的白光 也随之消失 祖师爷出手 轻松搞定三人 还在熟睡的李成峰 被外面传来的惊叫声吓醒 衣服也没穿 直接跑了出来 可惜什么也没有看到 疑惑地挠了挠头皮 难道刚才听错了 不可能啊 刚才明明听到有三个人在叫 李成峰打开隋缘堂的房门 站在门口四处瞅了瞅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接着转身走回房间 脚下突然踩到一个东西 捡起来一看 竟然是一把奥迪车的钥匙 怎么回事 怎么会突然多了一把车钥匙 李成峰看着手里的车钥匙 又看了看画像上的祖师爷 嘴角随之露出了微笑 接着给祖师爷上了三柱清香 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 笑着说道 想到这里 李成峰把牛静德请进了隋缘堂 然后泡了一壶茶 接着拿出三个茶杯 一一倒满 李成峰对这些混迹官场上的人 虽然没有什么好感 但还是一脸的尊敬 对于李成峰的态度 牛静德非常满意 然后把此行的目的 详细地描述了一遍 昨天 唐采凤用一元钱 强行收购望海格的事情 虽然做得十分保密 但还是被牛静德知道了 他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想让李成峰 把这件事情向上反应 然后动用一些媒体资源 在网络上 新闻媒体上 对这件事情进行曝光 以此来搞臭搞垮唐采凤 牛静德身居高位 看上去没有一点官威和架子 十分的和蔼 却是一个心机非常重的人 为了争夺青州城城主的位置 也是不择手段 他用温和的语气说 小李 我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替你讨还公道 让唐采凤付出应有的代价 只要你肯配合我 我一定让你重新拿回望海格 李成峰脸上不动声色 心里却想了很多 这个牛城主 也不是什么好人 表面上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不过就是想利用自己制造舆论 对付唐采凤 官场上的争斗 比商场上的争斗还要残酷 李成峰不想卷入官场的争斗 也不想被牛静德利用 可惜是到如今 想躲也躲不掉 牛静德的这种方法 根本就搬不到唐采凤 唐采凤的官运非常旺 要想搬倒 他须先破他的官运 反观牛静德的官运 天庭印堂处暗淡无光 地格不够方圆 下巴长得还有些歪 由此可见 他的官运非常差 他能坐上青州城副城主的位置 都是祖上烧了高香 利用李成峰 却不知此时的李成峰 也正想着怎么利用他 李成峰随之摇了头 略带歉意地说 牛承主 实不相瞒 我早就看过唐采凤的面相 他的官运非常旺 你用这种方法 根本就搬不到他 牛静德有些小小的意外 满脸疑惑地问 你还会看香 李成峰点了点头 然后毫不避讳 把牛静德官运差的事情 讲了出来 牛承主 从你的面相上看 你一点官运也没有 你之所以能坐到 青州城副城主的位置 我想 不是与你的八字命格有关 就是与你祖坟上的风水有关 牛静德满脸震惊盯着李成峰 他为什么能做官 自己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之所以能做官 正是因为家中阴宅风水的原因 身为官府的人 按说不应该相信这些 牛静德却是一个例外 他从小就相信风水 命运这些东西 还是非常着迷的那种 小李 你说唐采凤的官运非常旺 我的官运非常差 没错 李成峰再次点了点头 牛静德对李成峰说的话 也是半信半疑 他还是想用自己的方法 对付唐采凤 但是李成峰不肯出头 这让他很是为难 他为了扳倒唐采凤 已经准备了很久 联系了很多被唐采凤 欺负过的商人老板 准备在网络上制造舆论 一起向上面反映这件事 可惜李成峰不愿参加 牛静德心里有些不爽 表面上却还是面带微笑 你说唐采凤的官运太旺 我的方法根本搬不到他 那该用什么方法搬倒他 用风水与邪朔 牛静德脸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 风水 邪术 听上去很牛逼的样子 心中竟然有些小小的期待 牛静德的秘书 却是复杂的目光 看着李成峰 李成峰只管把自己的方法说出来 至于牛静德相不相信 那就是他的事情 如果他相信自然最好 如果他不相信自己也没办法 继续说道 要想搬倒唐采凤 首先要破他的官运 怎么破他的官运 在他的办公室里 还有他的家里放活人 上吊自杀用的绳子 然后再去他家的祖坟上 做一些手脚 牛静德一直观察着 李成峰的表情变化 看着他一脸认真的样子 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 接着问道 你说的这些方法 真的管用吗 牛承主 只要你相信我 用不了三天的时间 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方法 管不管用 牛静德沉默了片刻 然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相信李成峰 见牛静德选择相信自己 李成峰脸上露出微笑 牛静德从隋缘堂里走出来 坐上汽车的一幕 被站在不远处的王小娟 看得一清二楚 他刚开始并没有认出对方 旁边的王小美 却认出了牛静德 因为在去年的青州城 优秀企业家表彰大会上 见过他 随口说道 这不是牛承主吗 他怎么会在这里 王小娟也在此时认出牛静德 心中无比激动 对李成峰的身份 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他不仅是望海格的老板 就连青州城的副承主 也来隋缘堂找他 不明真相的王小娟 已经把李成峰 当成了大人物 看着妹妹一副花痴的样子 王小美好奇地问道 小娟 你不是很讨厌李先生吗 为什么又要来找他 姐 你还不知道 这个李成峰是望海格的幕后老板 刚才你也看到了 就连牛承主也亲自来找他 他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王小娟把他的想法说了出来 他想让姐姐帮他制造一些机会 把他重新介绍给李成峰 这一次 他一定会抓住机会 得知李成峰是望海格的老板 王小美也很震惊 他这么年轻 就是望海格的老板 身份和地位有多高 真的让人无法想象 却不知 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风水师 当知道妹妹的想法后 王小美嫌弃的目光盯着妹妹 没想到妹妹是一个贤贫爱妇的拜金女 略带愤怒的语气说 小娟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当初我把李先生介绍给你 你看不上他 还嫌弃他 嘲讽他 现在知道他的身份不简单 就想跟李先生重新交好 你感觉李先生还会搭理你吗 王小美说完这句话 便转身离开 见姐姐不肯帮忙 王小娟非常生气 对着姐姐的背影吼了几句 然后便转身离开 心里不愿放弃 想着怎么勾引李成峰 此时的李成峰 送走牛静德后 便盯着祖师爷的画像看 心中有些好奇 昨天晚上 肯定有人私闯随元堂 可是那些人去哪了呢 李成峰把奥迪车的钥匙 扔进垃圾桶 这种东西不能留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闲着没事的李成峰 泡了一壶茶 坐在店里慢慢地喝了起来 心想王冰 已经回家好几天了 也不知这小子在家里干嘛的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中午11点 牛静德的女秘书陈清怡 提着一个塑料盒来到随元堂 塑料盒里装了六七根上吊绳 还有几把见过血的刀 有的刀上还粘着干枯的黑血块 李成峰打开塑料盒 看了一下上吊绳 还有带血的刀 上面都散发着黑气 对这些东西非常满意 有这些大凶之物 想破唐采凤的官运 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陈清怡把这些东西放下 也没有多说话 便转身离开随元堂 李成峰把这些东西放在随元堂门口 然后给叶无名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他上吊绳已经找到 让他不要再找了 普通人想找上吊绳真的很难 因为在民间遇到上吊的人 都会把上吊绳取下来 直接烧掉 绝不会有人留着 傍晚七点左右 牛静德 陈清怡开车来到随元堂 准备接李成峰去官府大楼 这个时间点 大多数人都下班了 是去唐采凤办公室 做手脚的最佳时间 因为牛静德身份的原因 进出官府大楼非常方便 汽车没有受到任何阻拦 直接开进了官府大院 李成峰从车上下来 看着眼前的官府大楼 整个大楼就像是一个官印 明堂处干净整洁 无任何遮挡 连一棵树的影子都没有 可见官府大楼 在风水布局上 也是非常的讲究 很多地方的官府大楼 都隐藏着不同的风水局 有的像官印 有的像乌纱帽 有的像大唐案 所谓的大唐案 就是古代县衙审案的桌子 在华夏 所有官府大楼的明堂处 几乎都是干净整洁宽阔 没有任何遮挡 如果不是官府的人 进入官府大楼 很多人都会感到一股 莫名其妙的压迫感 官府大楼的气场 跟外面的气场完全不一样 李成峰还想多看两眼 看看官府大楼 用的是什么风水布局 牛静德却静止 走进了官府大楼 他只好跟上去 很快便来到唐采峰的办公室 当进入唐采峰的办公室 李成峰心中暗暗吃惊 这个女人果然不简单 他办公室里的风水布局 肯定有高人指点 李成峰思绪万千 这些官府的人 整天对老百姓 喊着要相信科学 不要相信封建迷信 暗地里却比任何人 都相信风水改运 李成峰观察着唐采峰的办公室 在他的办公室里 看到了很多崔官运的 风水布局 除了马上封喉的风水摆件 他的身后 还挂着一幅奔马图 他的办公桌前面 也是干净整洁 小名堂处 没有放任何物品 办公桌前面两米之内 也被称为小名堂 这两米之内 最好不要放任何东西 保持通透明亮 干净整洁 有些老板总喜欢 在办公桌前面 放两张椅子 有人来谈事情 好让他们坐在对面 如此一来 就挡住了小名堂的风水聚气 如果要谈事情 可以在办公室里 多摆一套沙发茶几 在沙发上谈 绝不能在办公桌前摆凳子 这是风水大忌 在办公桌前摆两张椅子 或是一张椅子 如果没有人坐的时候 抬头便能看到 办公桌前的两张空椅子 会感觉很不舒服 如果办公桌前面的 小名堂处 干净整洁 不摆放任何东西 坐在办公桌前 抬头向前面看的时候 会感觉特别舒服 李承锋 把唐彩凤办公室的 风水布局 一一讲出来 牛静德听完后 气愤地语气说 这个唐彩凤 身为官府的人 还身居高位 怎么能相信这些东西 他就是在搞封建迷信 如果上面知道了 他是要受到处分的 李承锋笑了笑 随之说道 牛承主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唐彩凤在搞封建迷信 他在办公桌上 放几个摆件 你就说 他在搞封建迷信 你感觉上面的人 会相信吗 如果你说 他搞封建迷信 他就能直接反咬你一口 道你诬陷诽谤 牛静德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在办公桌上摆这些东西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 这就是普通的装饰摆件 只有精通风水术的人才知道 这些摆件 都是崔冠运的风水摆件 不同的摆件有着不同的作用 有的摆件催官运 有的摆件旺财运 有的摆件催桃花 如果官运不好 财运不佳 桃运极差 可以在家里 卧室里 书桌上 汽车上 放一些风水摆件 催一下自身的官运 旺一下自身的财运 催一下自身的姻缘 身上也可以佩戴一些饰品 催一下自身的运势 牛静德转而看向李承锋 有些着急的语气问 小脸 这个唐彩凤 在办公室里弄了那么多风水局 应该怎么破 这些风水局 都是普通的风水局 想要破掉非常的简单 不过就是几个风水摆件 只能算是最低级的小风水 像唐彩凤办公室的风水布局 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 这种小风水 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他的官运之所以这么旺 还是跟他的面向 八字命格有关 他的官运之所以那么旺 八字应该是九宫命格中的官星 牛静德一脸期待 想看看李承锋 是用什么方法 破唐彩凤办公室风水的 他的秘书陈青仪 脸上却带着不耐烦的神色 现在已经下班了 他还要在这里听李承锋 胡说八道 真的好气人 李承锋拿出三合罗盘 走到唐彩凤的办公桌前 然后看着办公桌上的 马上封喉摆件 又看了看三合罗盘上的方位 这个摆件的位置 应该就是唐彩凤的本命官位 李承锋轻轻移动了一下摆件 大约向后退了五公分 让他的本命官位于 马上封喉摆件出现偏差 李承锋接着看向 办公桌后的奔马图 官府的人在办公室里 悬挂奔马图 叫做奔马催运 这个地方应该是 唐彩凤的流年官位 李承锋转看向唐彩凤的座椅 这是一个旋转座椅 下面有一根旋转轴支撑 他找了一根最细的上吊绳 然后蹲下身 把上吊绳藏到了座椅下面 做好这一切 李承锋转看向墙角处 那里摆放着一盆绿色的纹竹 上吊绳藏在了花盆下面 破掉唐彩凤的官位风水后 李承锋又拿出一把带写的刀 还有一根上吊绳 放到办公桌下面 做好一切后 李承锋深吸了一口气 转看向牛静德 牛承主 唐彩凤的官运已破 我们可以走了 小烈 这 这样就能搞垮唐彩凤 牛静德面带疑惑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用这些上吊绳 见过人血的刀 就能扳倒唐彩凤 李承锋点了点头 非常自信地语气说 牛承主 你尽管放心 三天后若是没有效果 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三个人离开唐彩凤的办公室后 牛静德又邀请李承锋 去他的办公室里看看 李承锋也没有拒绝 既然来了 就顺便帮他看一下 因为他有一种感觉 牛静德的官运之所以那么差 他的办公室里 肯定有人坐手脚 牛静德的办公室 距唐彩凤的办公室 并不是很远 一个在大楼的东侧 一个在大楼的西侧 没走几步 便来到牛静德的办公室 当李承锋走进他的办公室 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 打量着办公室的风水布局 很多老板和官府的人 都喜欢在办公桌的身后 挂上一些字画 挂山水画的比较多 寓意背后有靠山 牛静德座椅后面 挂的是一幅字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天道酬情 这幅字也是出自大师之手 这四个字笔走龙蛇 灰红大气 用的是黑色的墨水 黑色的字体 在灯光的照射下 竟然略显微红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盯着这幅字画 这幅字画上 竟然散发着血沙之气 办公桌前面 还放着两把黑色的椅子 正好挡住了 办公桌前的小名堂 办公桌的摆放也不正 倾斜得非常厉害 上面放着一个 动物骨头制作的笔筒 还有一个陶瓷大象的摆件 看着办公桌上放的摆件 忍不住笑了笑 这应该是一路向前的小风水 牛静德的办公室里 同样有着很多风水布局 但这间办公室的风水布局 与唐采峰办公室的风水布局 恰恰相反 唐采峰办公室的风水布局 是崔关玉 牛静德办公室的风水布局 却是伤关玉 牛静德也算是一个风水发烧友 对风水术也是非常的热爱 怎么会在办公室里 不伤关玉的风水局 李承锋随之好奇地问道 牛承主 你办公室的风水局 是谁帮你布置的 帮我布置风水的大师 叫陈明远 他是青州悬术协会的人 他的风水术非常厉害 听到陈明远这个名字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想到了杨六军的那个好兄弟陈明远 心中有些意外 没想到 这个陈明远 竟然是青州悬术协会的人 在别人办公室里坐手脚 陈明远真是玩得炉火纯青 陈明远在帮牛静德 布置办公室风水时 还信誓旦旦地告诉他 只要把一路向前的风水局不好 用不了多久 保他升官发财 一路向前的寓意 正是一路向前 官运无阻 为了表示感谢 牛静德还给他包了一个 两万元的红包 陈明远说 什么都不要 李承锋听完后 无奈地摇了摇头 牛承主 你被这个陈明远骗了 他在你办公室里部的风水局 不仅让你升不了官 发不了财 还会让你的官运受阻 麻烦不断 不可能 我跟这个陈明远是好朋友 他怎么可能会害我 牛静德跟陈明远的关系非常好 两个人经常一起喝酒吃饭 每一次都是陈明远买单 还经常给他送一些礼物 他怎么也不相信 这么好的朋友 会在他的办公室里动手脚 用风水术害他 李承锋的脸上闪过一丝疑惑 这个陈明远真的很不简单 先是用风水术对付杨六军 现在又用风水术对付牛静德 李承锋发现 这个陈明远 想用风水术对付某个人 会先跟这个人搞好关系 成为他的好朋友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 在风水上坐手脚害他 他的手段的确很高明 这种方法 让不懂风水的人 防不胜防 还好 陈明远只是精通一些小风水 不懂得上乘风水 不然杨六军 牛静德早就死翘翘了 陈明远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害一个人 他用风水术害人 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就是有人花钱雇他 让他用风水术对付竞争对手 李承锋思虑了片刻 既然与牛静德联手对付唐彩凤 遇到这种事 也不能坐视不理 他指着天道酬情四个字说 这四个字是不是陈明远送你的 牛静德点了点头 陈明远知道他喜欢收藏字画 就花重金买下这幅字画 然后送给了他 他有些疑惑地问 小李 这四个字有什么不对吗 李承锋也点了点头 这四个字从表面上看 的确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也不出在这四个字上 而是出在墨水上 因为写着四个字的墨水 被人掺了鲜血 至于掺的什么 写李承锋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些写肯定不是普通的写 面对牛静德的疑问 李承锋不知该怎么回答 他又怎么知道 陈明远为什么用风水术 对付牛静德 这种事情只能去问他本人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一定是有人花钱雇佣陈明远 对付牛静德 牛静德转而看向挂在墙上的字画 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无比 难怪这两个月来 做什么事情都不顺 运气变得越来越差 原来是因为办公室的风水原因 随即好奇地问道 小李 在墨水里掺血 对我有什么影响 李承锋随即解释道 在墨水里掺血画画 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风水害人术法 如今这个年代 知道这种害人术法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 在墨水里掺血 掺不同动物的血 对人有不同的影响 有的血会破人运势 有的血会伤人关运 有的血能要人命 只要把这种血花挂在家里 肯定会家宅不宁 是非不断 在风水学上 这叫做血光盖顶 是一种极其阴损的 风水破运方法 这种方法 也让人防不胜防 在古代的官员争斗中 经常被人使用 如今用血化骇人的方法 已经非常少见 血光盖顶术 几乎已经失传 估计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牛靖德看不出来也很正常 谁能想到一幅字画上 竟会暗藏着风水破运玄机 李承锋看着墙上挂的字画 很快便想到 画中掺的血 应该是女人的大遗血 但他并没有说出来 听完李承锋的解释 牛靖德气愤不已 直接把字画取下来 撕得粉碎 然后看着摆在桌子上的 古致笔筒 还有陶瓷大象气愤的问道 小李 这个一路向前 是不是也有问题 嗯 李承锋点了点头 然后转过身 看着桌子上的陶瓷大象 讲出了大象摆件的用途 大象是一种 非常吉利的风水转运摆件 在家中 办公室 商铺摆放大象 能提高个人的事业 财运 在风水上 也被风水师广泛利用 在家中 商铺摆放大象 大多以两个为宜 因为大象都是一对 雄像镇宅招财 雌像吉祥如意 家中 商铺 办公桌上 摆大象有着非常多的寓意 大象好吸水 水为财 所以 大象有着吸财的寓意 并且还能催官运 寓意出入降乡 封猴败象等 风水摆件大象 也有很多种类 有的大象背上 拖着宝葫芦 聚宝盆 白菜 玉如意 文昌塔等 还有卷着鼻子 伸着鼻子的 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寓意 摆放大象 也有一些禁忌 大象摆放的位置 不能对门对窗 不能摆在胸位上 如果财运不佳 官运不忘 运势极差 可以在家中 卧室 商铺 办公室 摆一对大象 吸一下财运 催一下官运 改一下运势 牛静德听完后 看着办公桌上的 一只大象 心中很是奥猛 亏他还是一名 风水爱好者 看了那么多 风水悬殊的书 竟然连这个 都看不懂 现在才明白 学以致用 是多么的重要 同时对李成峰 也是佩服不已 没想到他年纪轻轻 竟然懂得这么多 李成峰 又看向 骨头制作的鼻桶 上面散发着 淡淡的黑气 在办公桌上 家里 车上摆放骨头制品 也是风水大计 动物骨头制作的摆件 首饰 挂件最好不要 轻易带回家 也不要随便带在身边 把动物的骨头制品 摆在家里 会破坏家运 影响个人的运势 稍有不慎 还会带来血光之灾 牛静德听完后 被气得吹胡子瞪眼 没想到他的办公室里 到处都是问题 这一切都是 陈明远的杰作 想到这个最好的朋友 竟用风水 树害自己 被气得咬牙切齿 这个狗 草的 我拿他当兄弟当朋友 他竟然用风水树害我 他为什么这么做 听到这句话 李承锋感觉非常的耳熟 因为杨六军也这样说过 他也很想知道 陈明远为什么要用风水树害他 李承锋 把牛静德办公室的 风水问题全部解决后 并没有急着 在他办公室里 不新的风水局 因为他的官运实在太差 用普通的小风水催官运 根本就不管用 当把所有的事情解决完后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牛静德还想请 李承锋吃个晚饭 他也没有拒绝 正好肚子有点饿 李承锋心里清楚 牛静德之所以请自己吃饭 一定还有其他的事情要说 饭桌上 两杯小酒下肚 牛静德便说出了他的想法 他想请李承锋 去看看祖坟上的风水 牛静德身为青州城的副城主 对青州城的事情 也算是了如指掌 当初楚云红来青州城 把望海阁送给李承锋 带着他去海城的事情 他也有所耳闻 当他得知 望海阁被唐彩凤一元钱 强行收购 心中无比的激动 立马找到李承锋 想通过媒体 把这件事宣扬出去 只要楚云红知道此事 唐彩凤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可惜李承锋 不想利用他跟楚云红的关系 他想用风水邪术 搞死唐彩凤 牛静德便只好顺着他的意思来 先跟他搞好关系 再想办法利用他 刚开始他根本就不相信 李承锋说的风水邪术 能扳倒唐彩凤 但经过短暂的接触 他恍然感觉到 这个年轻人很不简单 陈庆怡此时才明白 姐夫只是想利用李承锋 对付唐彩凤 接着又好奇地问道 姐夫 唐彩凤肯定也知道 李承锋跟楚云红的关系 他为什么还敢用一元钱 收购望海格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要是让楚云红知道了 还不扒他一层皮 牛静德深吸了一口气 他与唐彩凤打交道多年 深知这个女人心狠手辣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些年不知有多少人 栽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牛静德也看不懂这个女人 明知李承锋跟楚云红的关系 还敢对他下手 还有什么底牌 牛静德沉思了很久 也没想出其中的原因 最后摇了摇头说 我也不知道 这个唐彩凤还有什么底牌 竟敢对李承锋下手 陈轻仪又好奇地问 姐夫 你真的打算 把上吊绳盒刀 放到唐彩凤的家里 再说吧 这些东西管不管用 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没事跑到他家里干什么 牛静德并没把李承锋 说的话当回事 他堂堂一个副城主 怎么会任由一个黄毛小子使唤 没多久 陈轻仪和牛静德便回到了家里 平时他就住在姐夫家中 关上车门准备上楼时 恍然想到李承锋前面说的那句话 不要把上吊绳和刀子带回家 跟在牛静德身后的陈轻仪 慢慢地停住脚步 一副不信邪的模样 转头看着身后的车 见小姨子没跟上来 牛静德转过身 好奇地问道 轻仪 怎么不走了 你还有事吗 姐夫 你先上去吧 我拿点东西 陈轻仪见牛静德上楼后 他转身回到车上 提起那个装着上吊绳和刀子的塑料盒 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微笑 冷哼了一声说 不过就是两根绳子和一把刀 能是什么大凶之物 纯粹就是无稽之谈 还说什么不能把这些东西拿到家里 我偏偏要把它们拿回去 我倒要看看这个上吊绳和刀子 到底有多凶 呵呵 当陈轻仪提着塑料盒向楼上走去时 有三个散发着轻光的虚影 两男一女 跟在她的身后向楼上飘去 陈轻仪瞒着姐夫 把上吊绳拿上楼 直接带到自己的房间里 那三个虚影也跟着飘进了她的房间 陈轻仪毫无察觉 还洋洋自得 从始至终都是一副不信邪的样子 直接把塑料盒放到了床上 然后便去洗澡 洗完澡便回到床上 用手机跟男朋友聊了一会天 便面带微笑盖上被子 没一会便进入了梦乡 牛静德躺在床上看了一会书 又跟老婆聊了一会天 接着关上台灯 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夜深人静 外面突然刮起了风 传来树叶摩擦 晃动的声音 陈轻仪 牛静德和他老婆睡得特别香 突然 三人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接着便感觉胸闷喘不开 想要睁开眼睛 却怎么也睁不开 脑袋在枕头上 不停地左摇右晃 看上去非常的痛苦 三个人全部陷入了奇怪的梦魇 陈轻仪 牛静德在梦中看到一根上吊绳 然后情不自禁地 把头伸进绳索里 接着便感觉脚下一空 整个人被吊在了绳子上 呼吸越来越困难 大脑瞬间缺氧 脖子被勒得疼痛难忍 双腿不停地乱蹬 用手拽着绳子 想把头从绳子里拿出来 却怎么也拿不出来 此时的陈轻仪躺在床上 双腿不停地乱蹬 想要醒过来 想要睁开眼 却怎么也睁不开 怎么也醒不过来 牛静德的情况 也好不到哪去 躺在床上不停地挣扎 却一点效果也没有 除了脑袋 身体根本就动不了 想叫也叫不出来 陈轻仪 牛静德 还有他老婆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想到昨天晚上的梦魇 惊恐的心情 久久难以平复 他们三个人 为何会同时陷入恐怖的梦魇 现在想一下 真的太可怕了 昨天晚上被梦魇折腾了一宿 如今连走路都费事 牛静德的老婆 直接哭了出来 惊恐的声音说 老 老妞 这是怎么回事 咱家是不是撞邪了 牛静德脸色苍白咽了咽口水 他也很想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回忆了片刻 想到昨天晚上 小姨子上楼前的异常行为 转看向陈轻仪 轻仪 昨天晚上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是不是把那些东西拿上来了 我 我 想到昨天晚上 把装有上吊绳和刀子的塑料盒 拿到房间里 又想到昨天晚上恐怖的梦魇 陈轻仪被吓得浑身颤抖 说话都变得非常不利索 过了好一会 陈轻仪才颤抖的语气说 姐夫 昨天晚上 我 我的确把那个塑料盒拿上来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上吊绳 还有那把刀 竟然这么邪门 傻 那一个字 牛静德还是没有说出口 差点被气得吐血 这个小姨子 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昨天晚上 李承锋已经提醒过 千万不要把上吊绳和刀子拿回家里 他竟然不信邪 偏把上吊绳和刀子拿进房间 想到昨天晚上 差点死在梦魇中 心中无比的愤怒 这个女人 就是头发长见是短 凶大无脑 牛静德真想上去抽他大嘴巴子 可是浑身无力 被牛静德骂了一通的陈轻仪 委屈地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说 姐夫 我 我真的不知道 上吊绳会这么凶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见小姨子哭得那么伤心 牛静德也是一脸无奈 事情已经发生了 说什么都晚了 牛静德的老婆陈轻仪 埋怨的眼神看了一眼陈轻仪 随即说道 老牛 咱们家一定是撞邪了 现在该怎么办 走 赶快去找小脸 她一定有办法化解此事 三个人摇摇晃晃穿好衣服 被梦魇折腾了一宿 只感觉浑身酸疼无力 然后相互搀扶来到小区门口 拦了一辆出租车 快速向隋元堂的方向驶去 李承锋刚刚起床 杨三姐便把早餐送了过来 帮他父亲签坟的日期还剩三天 他和杨六军已经准备好千粉所需的物品 李承锋刚刚吃完早饭 便见一辆出租车停在隋元堂外面 车门打开 两女一男在车上下来 他们走路摇摇晃晃 就像喝醉了 脸上却带着焦急 惊恐的神色 李承锋疑惑的目光看着三个人 男的正是牛静德 女的正是陈轻仪 另一个女人他不认识 这才一个晚上不见 牛静德和陈轻仪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李承锋急忙上前辅助牛静德 满脸好奇地问 牛承主 你这是怎么了 小脸 左 昨天晚上 李承锋听完后 白了陈轻仪一眼 只感觉哭笑不得 这个女人真的挺有个性 胆子也不是一般的肥 竟敢亲身测试一下 上吊绳的恐怖之处 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这么做 此时 陈轻仪看向李承锋的眼神 已不是先前那样冷漠 他现在才明白 李承锋在唐采锋办公室里所做的一切 并不是小孩过家家 而是真正的风水邪术 经过亲自测试 他已经知道上吊绳真的很可怕 李承锋把他们让进隋元堂 然后倒了三杯水 又在祖师爷画像前的香炉里 取了一点香灰 在每个茶杯里放了一点点 然后对着三个人说 把水喝了 牛静德毫不犹豫端起茶杯喝了起来 当把水喝下去的那一刻 只感觉浑身舒适无比 李承锋盯着牛静德 只见他额头上冒出一股黑气 心中暗暗惊叹 他们三个人没有死在梦魇之中 真的是万幸 陈清姨和陈清新两姐妹 看着眼前的茶杯 还有飘在上面的香灰 并没有要喝的意思 李承锋也没有劝他们 他们想喝就喝 不想喝就拉倒 命是他们自己的 见老婆和小姨子不喝 牛静德面带怒气说 赶快喝呀 喝了就没事了 在牛静德的劝说下 两个女人最终还是端起茶杯 喝下掺着香灰的水 当把水喝下去的那一刻 他们的额头上也冒出一股黑气 两个女人刚开始 还是一脸的不情愿 可是当把香灰水喝下去时 感受着身体的变化 脸上流露出震惊的神色 牛静德在隋元堂休息了一会 身体便恢复了七七八八 气色也好了许多 此刻 牛静德只想把上吊绳和刀子 送到唐采凤的家里 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中 找到上吊绳 还有那把刀 把东西放到黑色的公文包里 然后便让陈清姨开着车 急匆匆来到唐采凤的家中 这个时间 唐采凤已经去官府上班 他丈夫和孩子 也有自己的工作 家里只剩保姆 来到唐采凤的家里 敲开房门 看着站在门口的保姆 牛静德找了一个借口 说唐采凤忘了拿 新城规划文件 让他帮忙过来取 随便几句话 就把保姆给忽悠了 然后 让陈清姨给保姆说话 吸引保姆的注意力 他则假装在房间里寻找文件 故意进入卧室 然后把藏在公文包里的上吊绳 还有那把刀拿出来 快速塞到唐采凤的床底下 这一切做得非常顺利 保姆也没有任何怀疑 因为他也认识牛静德 知道他是青州城的副城主 牛静德假装在房间里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什么文件 然后满脸失望 非常客气地说 大姐 文件没有找到 不知被唐城主放到哪里了 我还是去找他问问吧 要不我打个电话 帮你问问 保姆热心地说 听到牛静德喊他大姐 感觉非常的亲切 脸上露出开心的微笑 堂堂青州城的副城主 竟然喊他大姐 这让保姆有些受宠落惊 牛静德急忙拒绝 这件事可不能让唐采凤知道 最后 保姆满脸微笑 把牛静德和陈青仪送到楼下 送走两人 保姆回到房间 突然有一阵阴风在他身边吹过 寒气逼人 他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抬手抱在胸前 搓了搓手臂 转而看向空调 空调温度开得太低了 难怪那么冷 接着走到空调前 拿起遥控器把温度调到了25度 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牛静德便把上吊绳和那把刀 放到了唐采凤的家中 坐在车上 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微笑 正在开车的陈青仪 从未见姐夫笑得那么开心过 随口问道 姐夫 你笑什么呢 自从在唐采凤的家里出来 你就笑个不停 哼哼 没笑什么 我只是想到了开心的事情 牛静德坐在车上想了很多 这个里程风果真不简单 如果能把她收入账下 为己所用 那该多好 转而看向正在开车的小姨子 笑嘻嘻地问道 轻衣 你感觉小李 这个人怎么样 陈青仪沉思了片刻 然后缓缓开口 刚开始 我感觉她就是一个神经病 现在她给我的感觉 就是很神秘 让人看不懂 两个人在车上聊了一路 没多久 便回到了隋元堂 李承风一直在隋元堂 等着牛静德 因为今天 还要去唐采凤 父母的坟上做手脚 牛静德走进隋元堂 便笑嘻嘻地说 小李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 把上吊绳和刀子 藏到了唐采凤的床下 好 李承风点了点头 心中多少还是有些纠结 他并不想用风水邪术害人 原本只是想教训一下唐采凤 但对方想要他的命 还有一个保镖 因为救他而死 想到惨死的保镖 这个仇不能不报 如果不把唐采凤弄死 怎么对得起惨死的保镖 李承风带上三合罗盘 在外面的绿化袋中找出两把带血的刀 然后表情冰冷地说 走 带我去唐采凤父母的坟墓 牛静德点了点头 今天 他连搬也不上了 直接坐上汽车 带着李承风 向郊区的公墓驶去 身为一名风水爱好者 他真的很想见识一下 李承风是怎么用风水斜术 搬倒唐采凤的 没多久 便来到郊区 汽车停在一处公墓的停车场 在车上下来 李承风习惯性地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旁边的山丘上 一排排墓碑并排而立 坟墓布满了整个山丘 远远看去 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让人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 山丘下面还有一处保安亭 两个保安正坐在里面玩手机 几个墓地管理员 正在修剪旁边的松树 打扫墓园的卫生 现在的公墓 很多都是小区化管理 有保安 有管理员 每隔十年到二十年 还要收一次管理费 李承风让陈清怡在外面等着 他跟牛静德向公墓里面走去 两个人一边走 一边聊着天 李承风很快便来到山顶 牛静德紧紧跟在身后 他也很想知道 这座公墓的风水布局是什么 李承风站在山顶上 手里拿着三合罗盘 看着四周的山丘 还有脚下的公墓群 视而看一眼罗盘上的方位 没一会 便看出了此处的风水局 站在旁边的牛静德 也在此时好奇地问道 小李 这座公墓的风水是什么 这里的风水好不好 李承风又看了一会 才开口回答道 这里的风水 应该是上城风水局太师椅 太师椅 牛静德在一些风水书籍上 看到过关于上城风水局 太师椅的记载 但只是在书上 看看过过眼影 并不懂得看地脉风水 李承风看着四周的山丘 给牛静德讲起了 太师椅的风水格局 此处的公墓 建在山丘的北面 位置正是玄武山 坟墓是坐南朝北的 阴宅布局 公墓的背面 也就是山丘的南面 公墓群的后面 还有一座更高的山丘 就像是椅子的靠背 在阴宅风水中 坟墓山后有高山 叫做靠山 父母山 公墓左右两边 还有两座小山 两座山丘比较矮 这叫做禅山 就像是椅子两边的扶手 李承风脚下的山丘 也是公墓所在的位置 正是中心的位置 就像太师椅的居座 牛静德听李承风讲完后 还是云里雾里 有些听不懂 便开始四处观察 看墓地后面的山丘 的确像是座椅的靠背 墓地两边的小山 就像是座椅的扶手 而脚下的墓地 正是座椅的中间居座 几座山丘连在一起 整体看上去 就像是一把太师椅 正是背后靠山如椅背 左右缠户如扶手 中心居宅如座位 这就是上城风水局太师椅 牛静德转了一圈 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山丘 与李承风说的一样 整个墓地就像是一个座椅 心中暗暗震惊 没想到 这辈子还能亲眼目睹 风水书上记载的 上城风水局太师椅 小脸 你今天真的让我长见识了 李承风只是笑了笑 脸上的神情却非常复杂 太师椅的风水局主富贵 望观韵 如果把祖上尸骨 葬在太师椅的风水局上 后代子孙肯定会出大人物 难怪唐采风的观韵会这么旺 除了他的命格面相 还有他家的阴宅风水 都是他观韵旺的原因 想到墓碑上还有一个名字 唐振国 心中突然感到一阵心慌 这个唐振国 可能就是一个大人物 转而看向牛静德好奇地问道 牛承主 那个唐振国是什么人 唐振国是唐采风的哥哥 李承风满脸好奇 继续问道 这个唐振国是做什么的 牛静德摇了摇头 唐采风很少在众人面前 提他哥哥的事情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还有一个哥哥 至于唐振国是做什么的 牛静德也不知道 李承风眉头微微一皱 接着说出了心中的推测 从此处的风水布局上 已经看出来 唐采风的哥哥 才是此处风水的受益者 身为一个女人 唐采风的观韵都那么旺 他哥哥更不用说了 这个唐振国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他的地位可能不低于楚云红 牛静德听完后 只感觉心头一紧 如果李承风的推测都是真的 唐采风的哥哥 的确是一个大人物 那么就可以理解唐采风 为何敢这么嚣张 为什么这么霸道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因为他背后 还有一个地位极高的哥哥 唐振国 想到这里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好当初听了李承风的 没有在网络媒体上 曝光唐采风一元前 说过望海格的事情 如果唐采风身后的哥哥 真是一个大人物 就算曝光出去 对他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还可能得罪一个大人物 带来很大的麻烦 李承风和牛静德 重新回到唐采风父母的坟墓前 看着坟墓两边栽的松树 又看了看其他坟墓两边栽的松树 两人脸上同时露出疑惑的神色 唐采风父母坟墓两边的松树 翠绿茂盛生机勃勃 再看其他的坟墓 旁边的松树真叶发黄 还有干枯的现象 整棵松树看上去半死不活 还有唐采风父母坟墓周围的小草 长得非常茂盛 其他坟墓周围的小草 都长得非常稀疏矮小 牛静德也发现了这一点 满脸好奇地问道 小李 同一处地方 这两棵松树长得那么好 旁边的松树为什么长得这么差 还有这些小草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牛静德看向李承风的目光 又多了几分尊敬 心中很是好奇 在公墓中抢风水要怎么抢 随之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想让李承风教他抢风水的术法 以后说不准就能用得到 李承风摇了摇头 这种墓地抢风水的术法 实在太过阴损 绝不能轻易教给牛静德 以免他学会了胡作非为 在自家坟墓上 布一个抢风水的风水局 风水阵法 四周所有的坟墓都要遭殃 普通的抢风水方法 只会影响周围的坟墓 如果是上城或大城的抢风水术法 可以影响方圆石几里的坟墓 抢夺这些坟墓的风水气韵 上城与大城的抢风水术法 几乎已经失传 现在已经非常少见 就连普通的抢风水方法 也很少有人会 见李承风不肯讲 牛静德脸上闪过一丝失望 对这种阴宅抢风水的术法 充满了好奇 他真的很想学 李承风不肯讲他也没办法 转而愤怒的目光 看向唐采风父母的墓碑 这个唐采风真的太卑鄙了 竟然用邪门术法 抢别人的风水气韵 牛静德转而看向李承风 有些期待地问 小李 遇到这种抢风水的事情 应该怎么破 好破 简单的抢风水方法很好破 方法还有很多种 找一点黑狗血 在坟前挖一个坑 然后把血倒到坑里 在坟前挖一道小沟 在里面倒上汽油点一把火 或找一把杀鸡刀 杀牛刀埋在坟前 都能轻松破掉 抢风水的风水局 如果对方用的是 上城或大城的抢风水术法 以上的方法 不一定能破得掉 牛静德把李承风说的 全部记了下来 如果以后遇到这种事情 说不准就能用得到 今天 他在李承风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心里非常开心 牛静德对李承风的尊敬之情 已经无以言表 他年纪轻轻 在风水术的造诣上 真的是无人能及 说了一堆废话 李承风也不想继续浪费时间 拿出那两把带写的刀子 然后拿出三合罗盘 围着唐采风父母的坟丘 转了一圈 找出72地煞位中的 阳灾位 岩岛位 这两个位置 分别在坟墓的前方 与坟墓的后面 找出两个地煞方位后 李承风把坟墓前面铺的地砖 取下来两块 又在这两个方位上 各挖了一个 深约20公分的小坑 然后把带写的刀 分别埋到两个坑里 刀不能平着放 坟墓门口的刀要刀刃往上 刀尖对着坟墓门口 然后用土埋上 不能让刀歪了 坟墓后面的刀 也不能平着放 刀刃必须往下 刀尖对准坟墓后面 正是一把刀对着头 一把刀对着脚 让坟墓里的阴魂不得安宁 李承风把刀埋好后 把坟墓门口的地砖重新铺好 然后用脚踩了几下 牛承主 事情已经办完了 咱们回去吧 牛静德点了点头 脸上满是疑惑 难道在坟前 坟后埋两把刀 就能达到害人的目的 这也太简单了吧 随之好奇地问道 小李 在坟前坟后埋刀 是什么意思 这个牛静德问题 真的太多了 李承风不耐烦地回答道 这叫做血刀充坟 是一种非常阴损的风水邪术 这种事情 你还是不要问了 给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咱们赶快回去吧 牛静德跟在李承风身后 走得特别慢 满脑子都是 他埋刀石的一幕 把所有的步骤 全部记了下来 想要偷学风水 邪术血刀充坟 接着嘴角露出微笑 如果学会了血刀充坟 以后看谁不爽 谁得罪了自己 直接去他家的祖坟上 买两把杀人刀 让仇人家宅不宁 断子绝孙 想到这里 牛静德笑得非常开心 走在前面的李承风 回头看了一眼牛静德 见他面带微笑 便猜出他在想什么 随之摇了摇头 接着说道 牛承主 你是不是感觉 用风水 邪术害人很简单 牛静德点了点头 然后面带微笑地说 难道不简单吗 在坟前坟后 买两把刀就可以 这个我一看就会了 李承风很是无语 亏他还是青州城的副承主 竟想这些用风水 邪术害人的方法 他认为这种方法很简单 却不止用风水 邪术害人会遭到天前 牛静德想要这种杀人刀 带血的凶器非常容易 他才会感觉 这种方法简单 吃完饭 便来到牛静德家的祖坟上 李承风站在坟前 观察着周围的山川地貌 不过片刻便看出了 此处的风水局 牛静德自家祖坟上 是什么风水局 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但他还是开口问道 小李 我家祖坟上的风水怎么样 很好 我没看错的话 你家祖坟上的风水 应该是岸前乌纱 李承风看着坟墓 正前方两三百米处 有一个形如乌纱帽低矮的山丘 在风水学术中 这个位置的山丘叫做岸山 这座山丘中间凸起 两边还有更低的尔山 左右两边的尔山 大小高低对称 整体看上去 就像是古代的乌纱帽 所谓的岸山 指的就是 学山与潮山之间的山丘 学山正前方 两三百米处的小山丘 叫做岸山 也被称为银沙 岸山又分为极岸和凶岸 极岸有香炉岸 笔架岸 龟背岸 沙帽岸等 学山正前方两三百米处 有乌纱帽形状的小山丘 便是岸前乌纱的风水局 学山指的 就是坟墓所在的山丘 潮山指的是 学山正前方 位置比较远的山峰 潮山距坟墓的距离 最好在一千米左右 山的高度 要超过岸山和学山 正所谓岸山要低 潮山要高 潮山又分一重山二重山 潮山以山高俊秀 草木茂盛为极 山有丸石 草木不升为凶 岸山距学山不能太近 也不能高过墓穴位置 站在坟墓前观看岸山 岸山的高度 最好与胸口 眉宇平齐为大吉 葬于此处 后世子孙可出关贵之人 如果岸山高过墓穴 岸山距学山太近 潮山有丸石 草木不升 都不会成关贵之气 葬于此处 后世子孙陆入无为 很难得知 若是学山前有岸山 远有潮山 后有靠山 左右缠山 成群山拱位之势 葬于此处 后世子孙定出全倾天下之人 像这种群山拱位的风水局 真的很难找 就算有 也早已被人霸占 宝学上不知埋了多少尸骨 关于学山 岸山 潮山 靠山 禅山的观山风水学术 就算讲上半个月 很多风水细节也讲不完 只能随便给牛静德解释几句 满足一下他的好奇心 就算讲多了 他也不一定听得懂 听懂了也不一定会看 精通风水术的人之所以少 正是因为风水术真的很难学 如今这个年代 孩子从小到大 就接受统一制式教育 谁又会学风水术 估计用不了两百年 老祖宗留下的风水术 中医等国术都会试传 想到这里 李承锋只感觉很心疼 牛静德虽然不能全部听懂 但也能听懂个七七八八 他站在坟墓前向后看了看 学山后没有靠山 左右没有缠山 只有正前方有一座沙帽山 远处有一座潮山 这样的风水局 也是极其罕见 牛静德之所以能当官 正是按前乌沙风水局的原因 牛静德担心 也有人在他家祖坟上做手脚 随之问道 小李 我家的祖坟风水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你家鹰宅风水好得很 不然你也不会做大官 李承锋随口回答 牛静德家的祖宅风水 的确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看此处的草木枯瘦 地气薄弱 风水气运已经被耗尽 以后 他们牛家很难再出达官贵人 大城的龙脉风水 不过才三五百年的气运 像岸前乌沙这种风水局 能有一两百年的风水气运 就已经很不错 但是看此处的坟墓 结合牛静德的年龄 此处的墓穴 绝不超过百年的时间 风水气运怎么会耗尽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恍然想到一个原因 牛静德祖坟下面 可能还藏着一座大墓 这才是地脉之气 风水气运耗尽的原因 这只是他的推测 没有仔细勘察 他也不敢确定 这座山丘下面 有没有大墓 李承锋不动声色 并没有把此处 风水气运已经耗尽 下面还有大墓的事情 告诉牛静德 如果告诉他 这件事肯定没完没了 今天 上午去唐采峰父母坟上 坐手脚 顺便看了一下 那座大型公墓的 风水布局太失忆 下午又看了 牛静德祖上的 阴宅风水暗前乌纱 李承锋感觉非常累 以后看风水 不能看得太多 每天最多看一个 看多了真的受不了 因为看风水很好神 牛静德把李承锋 送回隋元堂 便开车离开 他还想去找陶树枝 在房间里抽打抽打 区区煞气 李承锋听着电话里 传来唐采峰的声音 脸色变得无比阴沉 他并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手机 听着唐采峰的声音 手机里又传来 唐采峰愤怒的声音 刘雨水 你给我说话 我安排你的事情 做好了没有 那个小子死了没 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李承锋面带杀气 已经忍无可忍 愤怒的声音吼道 臭女人 死去吧 我要让你全家给你陪葬 说完这句话 快速点了一下红色的按键 李承锋气的脸色铁青 这个女人做事情太绝了 必须让她付出代价 让她死 唐采峰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声音 愤怒的神情中 带着一丝疑惑 这个刘雨水是不是活腻了 竟然敢骂她 但又感觉这个声音不像刘雨水 由于对方是吼出来的 在电话中她也分不清 说话的是不是刘雨水 从早晨到下午 唐采峰一直忙着 跟佐藤正雄谈投资的事情 她的心情非常好 因为投资青州新城的事情 已经定了下来 直到下午四点多钟 她才面带微笑走进办公室 当推开办公室 房门的那一刻 只感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 四股黑色的死煞之气 在办公室里飞来飞去 当唐采峰出现的那一刻 四股死煞之气 直接向她飞去 从她的蹊跷之中 鼻孔 耳朵等地方 钻入她的身体之中 唐采峰只是普通人 这些黑色的死煞之气 她根本看不到 死煞是一种非常愿毒的煞气 只有自杀 被杀 惨死之人 才会产生这种煞气 死煞之气 钻进唐采峰身体 正是传说中的煞气入体 她原本印唐处紫霞照顶 观韵很旺 当煞气入体的那一刻 印唐处的紫霞之光 瞬间被死煞之气冲散 黑色的煞气 直接照住了她的天庭 印唐处瞬间黑气缠绕 这一切 唐采峰毫无察觉 她只是打了一个冷战 接着走进办公室 可能是心情太好 她并没有注意到办公室的异常变化 她也不会想到 有人敢在她的办公室里坐手脚 唐采峰接着坐到沙发上 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此时她才感觉到 刚进入办公室的那一刻 浑身都感觉不舒服 以往进入办公室 给她的感觉就是非常舒适 今天的感觉怎么有些不对 唐采峰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 正是因为办公室的风水气场被改变了 在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可能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在去别人家中做客时 有些人家的房间进去后 会感觉特别舒服 有些人家的房间进去后 会感觉浑身不自在 如果进入房间后 感觉特别舒服 这家人的身体肯定非常健康 精神状态极佳 运气也非常好 家庭和睦 家里还挺有钱 一家人脾气性格也很和善 微笑常常挂在脸上 如果进入房间 感觉浑身不自在 这家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肯定不是很好 运气也非常差 家中也没什么钱 这家人性格脾气肯定很差 一家人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吵闹 脸上微笑很少 还有一些老人的房间 进去后如果感觉到不适 说明房间里凝聚了死气 老人可能没多少日子了 这就是洋宅风水气场 对人的影响 还有一点 刚刚装修完的房子 房子里用了一堆现代科技 导致空气中甲醛含量过高 时间久了 就会导致住户患病 最常见的就是白血病 败血症 如果用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 那就是洋宅风水气场受到了影响 气场遭到了破坏 如果用科学解释 那就是甲醛含量过高 导致身体中毒 若是用风水解释甲醛 那么这就是一种气煞 科学和风水也有相似之处 只是叫法不同 家宅风水对人的身体 运势影响非常大 日常生活中 绝不能马虎大意 办公室内 唐彩凤的座椅下面 文竹下面 办公桌下面 不断地散发着死煞之气 他却毫无察觉 一直等到下班 唐彩凤离开办公室后 当关上房门的那一刻 挂在墙上的奔马图 突然掉了下来 放在办公桌上的 马上风喉风水百见 在死煞之气的冲撞下 瞬间碎裂 摆在旁边的文竹 也在快速枯萎 整个办公室的风水气场 已经被彻底改变 充满了死煞之气 没有一丝生气 唐彩凤开开心心 回到家里 当打开家门的那一刻 保姆已经把饭菜准备好 不知过了多久 唐彩凤躺在床上睡得正香 恍惚间 不知是梦还是现实 他听到外面 传来敲门声 不耐烦地在床上坐起来 埋怨到黑天半夜的 怎么还有人敲门 转头看了一眼 床头柜上的闹钟 正好是凌晨十二点 心中很是疑惑 都这么晚了 怎么还有人敲门 面带怒气走到门前 接着打开了房门 当打开房门的那一刻 瞬间被吓得脸色铁青 只见去世多年的父亲 飘在门口 父亲的头上 却插着一把刀 他一脸痛苦的表情 当看到唐彩凤时 痛苦的声音喊道 彩凤 救命啊 快来救救爸爸 把爸爸头上的刀子拔出来 看到去世多年的父亲 出现在门口 唐彩凤被吓得一个机灵 接着在床上坐了起来 同时发出一声惊叫 躺在旁边的老公被惊醒 满脸疑惑地问 亲爱的 怎么了 我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爸来了 他的头上插着一把刀 他喊着救命 让我救救他 想到刚才的梦 他真的分不清 是梦境还是现实 转头看了一下 放在床头柜上的闹钟 此时正好是凌晨十二点零二分 刚才的梦则是十二点 相差只有两分钟 唐彩凤的老公听完后 只是笑了笑 然后翻了一个身说 亲爱的 你一定是想爸爸了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不过就是一个梦 没什么好怕的 赶快睡觉吧 明天还要上班呢 唐彩凤深吸了几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情 躺在床上继续睡觉 过了好一会 再次进入梦乡 可是刚刚睡着 他又听到外面 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心中很是懊恼 再次爬起来打开房门 门外 还是去世多年的父亲 耳边听到的 还是那句话 彩凤 救命啊 快来救救爸爸 帮爸爸把刀子拔下来 唐彩凤再次尖叫一声 直接在床上坐了起来 这又是一个梦 接下来的时间 只要唐彩凤睡着 外面就会传来敲门声 他每一次都会被吓醒 下半夜他 根本就没有睡觉 他老公却睡得特别香 大约凌晨三点 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是谁 怎么会在这个时间打电话 他好奇地拿起手机 看到上面的来电显示 正是哥哥唐正国 接着便接通了电话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 焦急 颤抖的声音 妹妹 不知今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只要我一睡着 就会做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梦见咱妈来找我 他的脚底还插着一把刀 嘴里喊着救命 让我帮他把刀拔掉 唐彩凤听完后 也是一脸震惊 他没想到 哥哥竟然也做了这样的梦 接着他把自己梦也讲了出来 一个梦到爸爸 一个梦到妈妈 真的太奇怪了 唐正国听完后 也是无比的震惊 兄妹二人 为何会同时做这样的梦 挂上电话 唐彩凤已经无法入睡 想着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就在此时 躺在他旁边的老公 突然间 表情变得争鸣可怖 脑袋在枕头上不停地摇晃 看上去非常的痛苦 他想要说话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双腿和手 还在不停地抽搐 看到这一幕 唐彩凤被吓得一脸猛逼 急忙用手拍着丈夫的脸 大声地喊道 亲爱的 你怎么了 你可不要吓我 躺在床上的老公 没有任何反应 他急忙去喊保姆 保姆看到这一幕 也是被吓了一跳 急忙去掐 唐彩凤老公的人中 却一点效果也没有 唐彩凤着急地语气问道 东姐 他 他这是怎么了 我 我也不知道 唐彩凤只好拨通急救电话 然后走到老公身边 看着满脸痛苦的丈夫 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老公的身体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疾病 今天晚上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就在他满脸疑惑 焦急地等着急救人员到来时 他老公突然安静了下来 停止了抽搐与挣扎 脑袋不再晃来晃去 看到老公脸上痛苦的表情消失 唐彩凤拍了拍老公的脸 就在他的手 刚刚触碰到脸颊的那一刻 唐彩凤老公的眼睛突然睁开 睁得特别大特别圆 嘴也同时张开 一脸惊恐的表情 唐彩凤被吓得大叫一声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旁边的保姆也被吓了一跳 看着躺在床上的老公 唐彩凤坐在地上颤抖的声音说 亲 亲爱的 你不要吓我 你到底怎么了 一日清晨 狂风暴雨已停 天地间恢复平静 路边行人三三两两 汽车急驰而过 见起叨叨水花落到行人身上 随之传来行人愤怒地叫骂声 大爷的 会不会开车 听到外面传来的骂声 李承风笑了笑 从床上爬起来 打开隋元堂的房门 准备去隔壁早点店 吃点油条 喝点豆浆 刚要走出隋元堂 身后突然传来祖师爷的声音 小滑头 你若是不想死 就好好在隋元堂待着 哪里也不要去 突然而来的声音 把李承风吓了一跳 转而回头 盯着画像上的祖师爷 不明白祖师爷话中的意思 随口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画像上的祖师爷 抬手礼了李胡须 看都没看李承风一眼 然后缓缓开口 非常严肃地说 人间有人间的律法 老天有老天的规矩 世间万物 皆有命数 你通晓阴阳之理 奉天之道 懂得窃取天机 却用风水邪术 民间禁数伤极无辜 上天又岂能容你 祖师爷盯着李承风继续说 自从你重开隋元堂 用风水邪术 民间禁数害了多少人 伤了多少人的性命 你应该非常的清楚 李承风愣在原地若有所思 自从他重开隋元堂 的确用风水邪术害了很多人 先是用三师党才术 让圣海经殿的员工流产 接二连三出事 还有一个司机惨死 他的死也是最无辜的 病死的猫 瘦死的蝙蝠 无毛的乌鸦 历经几世轮回 受尽轮回之苦 好不容易等来转世做人的机会 却因李承风的行为 让他们无法转世投胎 最终魂飞魄散在六丁六甲 六阴六阳十二神将护身阵法之中 在海城 李承风用奇门邪术褪皮术 扒掉了神木三太郎的人皮 还有五星锁魂术 风骑魂魄 手段太过残忍 如今又用风水邪术 报复唐彩凤导致无辜之人惨死 这一笔笔账 老天都给他记着的 想到这些事情 李承风还是有些不服 祖师爷 我承认那个司机是我害死的 可是神木三太郎 唐彩凤他们该死 圣海经殿卖假黄金 也是罪有应得 我这么做 也算是为民除害 老天爷为什么还要惩罚我 画像上的祖师爷摇了摇头 然后无奈地说道 本先也知道他们坏事做尽 的确该死 你用风水邪术报仇 也算合情合理 但世俗之事 只能用世俗的方法解决 你用风水邪术报仇杀人 人间的法律 虽然惩罚不了你 但无论你是对是错 害死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也逃不过老天的惩罚 李承风跟祖师爷聊了好一会 对于天谴的事情 最终还是释然 该来的始终躲不掉 但是他不后悔 随之好奇地问道 祖师爷 老天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祖师爷摇了摇头 他虽然是一个神仙 但也不知道 老天爷究竟是什么 就在李承风满脸疑惑时 杨三姐又把早餐送了过来 祖师爷瞬间恢复了平时的模样 李承风拿起筷子准备吃饭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顺手接通电话 传来牛静德的声音 李先生 今天唐彩凤没有来上班 我听说 他老公昨天晚上死了 死状非常吓人 李承风并没有感到意外 嘴角还露出一丝微笑 心中没有一点愧疚 只有一种大愁得报的快感 唐彩凤老公的死 只是一个开始 接着冰冷的声音说 牛承主 唐彩凤老公死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牛静德好像没听懂李承风的话 继续问道 李 李先生 唐彩凤的老公之所以会死 是不是因为上吊绳的原因 牛静德对李承风的称呼 已经从小里变成了李先生 他现在才知道 这个年轻人是不能招惹的 如果得罪的他 真的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李承风随口回答 牛承主 什么上吊绳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事不要给我打电话 接着便挂上了电话 这个牛静德一点脑子也没有 这种事情怎么能乱说 牛静德只是好奇 心里也很清楚 这种用风水邪术害人的事情 不能乱说 但好奇心太重 真的忍不住 虽然李承风没回答他 但他有一种感觉 唐彩凤老公的死 肯定跟上吊绳有关 今天早晨 一向准时的唐彩凤 竟然没有来上班 牛静德便感觉不对 没多久 牛静德 陈清怡便来到了青州大桥 桥上停着一辆黄色的大型吊车 还有很多官府的车 救护车辆等 很多救援 消防 警署 交通部门的人 在桥上走来走去 看上去非常的忙 他们正在对落水车辆 进行打捞救援 牛静德走在桥上四处乱丑 很快便发现了唐彩凤 只见唐彩凤失魂落魄 坐在一张凳子上 他目光呆滞 看着被汽车撞坏的护栏 脸上全是泪水 嘴中喃喃自语 不停地重复着 老公 儿子 儿媳 宝贝孙子 旁边两个医护人员 还有几个官府的人 正在不停地安慰着唐彩凤 唐彩凤主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也不要太难过 身体重要 我们会尽快实施救援 一定把他们找回来 唐彩凤没有任何回应 就像失去了灵魂 早晨五点多钟 唐彩凤把丈夫猝死的事情 告诉了儿子 儿子知道父亲猝死后 心中无比地难过 急忙开车向爸妈家里驶去 想要看看父亲 安慰母亲两句 可是谁曾想 汽车却突然失控 直接从桥上开到了河里 牛静德和陈轻仪 走到唐彩凤身边 说了几句安慰他的话 他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嘴里不断地重复着那几个字 喊着他儿子的名字 看着唐彩凤失魂落魄的样子 牛静德竟然有些同情他 这个女人真的够惨了 不过一天的时间 先是失去了丈夫 又失去了儿子儿媳和孙子 无论是谁 恐怕都接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想到上吊绳和血刀 牛静德心情很复杂 他自我安慰 唐彩凤的亲人之所以惨死 绝对是意外 不是上吊绳和血刀充分的原因 跟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 过了没一会 落水的汽车被吊车 慢慢地吊了上来 车里的水不停地向下滴落 当汽车被吊到桥上时 警署的人 救援的人急忙围了过去 开始实施救援 虽然知道车里的人已经死了 他们还是要进行救援 当车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救援的人都被吓得愣在原地 惊恐的目光看着车内 车内一共有三具尸体 一男一女一个小男孩 正是唐彩凤的儿子 儿媳和孙子 他们死状恐怖 全部瞪着眼 张着嘴 手张开向前伸着 好像想把什么东西推开 后排座位上的小孩 小小的身体蜷缩在一起 双手捂着眼睛 好像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看才选择捂上眼睛 原本失魂落魄的唐彩凤 看到熟悉的汽车被吊上来 直接向汽车跑去 一路上摇摇晃晃 摔倒了爬起来 继续向前走 此时的唐彩凤 完全没有当初在望海阁 嚣张霸道的气势 如今 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一个在一夜之间失去老公 失去儿子 失去儿媳 失去孙子的女人 唐彩凤来到车前 没有一丝恐惧 直接扑到儿子的身上 大声地哭喊着 儿呀 我的儿呀 你是妈的心头肉啊 你醒醒啊 那不能没有你啊 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死了我怎么办啊 唐彩凤在儿子身上哭了一阵 又跑到后座上 抱起她的孙子 紧紧地揽在怀里 泪如雨下 淒厉悲伤地哭喊着 我的宝贝啊 我的宝贝孙子 你醒醒啊 奶奶给你买最爱吃的薯片 奶奶带你去游乐场玩 她的孙子没有任何反应 接着唐彩凤 又跑到她儿媳妇的身边 喊着她儿媳妇的名字 不停地摇晃着儿媳妇的尸体 希望她能醒过来 老天爷 我到底是做了什么你啊 你要这样惩罚我 牛静德看到这里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眼眶有些湿润 陈清怡却捂着嘴哭了起来 旁边救援人员 医护人员 警署的人也都忍不住捂着嘴 擦着眼睛 这个女人真的太可怜了 不过一夜之间 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牛静德心情无比地复杂 这个女人现在看上去 真的很可怜 可是想到她以前做的那些事 真的不知是该同情她 还是该嘲笑她 罪有应得 这个女人心狠手辣 为了自己的利益 做事不择手段 用手上的权力 强占别人的资产 还威胁打击向上反应冤屈的老百姓 还记得两年前 因为新城规划要拆迁 有一家五口人不愿拆 后来唐采凤出手 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这一家五口人神秘失踪 唐采凤的解释是 自己出钱给他们买了一座楼 让这家人去别的城市住了 当时老城主还重点表扬了她 对方话还没有说完 唐采凤手中的手机便掉到地上 人也瘫倒在地 瞬间昏迷过去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唐采凤最终还是挺不住了 不过一夜的时间 整个唐家就还剩下她一个人 所有的亲人都没了 医护人员急忙上前 对唐采凤进行急救 没一会 她又醒了过来 当她醒过来后并没有哭 而是咧着嘴笑了起来 她脸上的笑容非常诡异 可能是受到的刺激太大 她已经有些精神失常 陷入癫狂的状态 牛静德真的不忍心再看下去 这个女人虽然坏事做尽 但此时却非常的可怜 一件一件噩耗接踵而来 牛静德已经确信 唐采凤一家人的死 绝不可能是巧合 天底下不可能有这妖巧的事情 这一切都是李承锋的风水 邪述起到了作用 也不知李承锋 在上吊绳和刀上 做了什么手脚 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让这个高傲 霸道的女人家破人亡 断子绝孙 同时心中有些不解 唐采凤的家人都死了 她为什么还活着 看她的气色也是非常差 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估计她也撑不了多久 就在此时 有几个人急匆匆地走了过来 正是胡言松 胡天正疏职二人 还有陈明远 他们得知唐采凤家人出事 急忙赶了过来 胡天正静止走到唐采凤身边 当看到她的气色 瞬间被吓得愣在原地 只见她硬堂发黑 弥漫着一股黑色的煞气 这股煞气 还不是普通的煞气 而是死煞之气 死煞之气有多凶 身为悬门中人的胡天正 非常清楚 接着又看向 汽车上的三具尸体 额头上冷汗直冒 看他们死状 应该不是被淹死的 汽车落水前 他们就已经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的死状 为何如此恐怖 胡言松也是满脸疑惑与惊恐 胡天正转而看向唐采凤 满脸疑惑着急地问 唐城主 你是不是碰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撞了什么险 身为青州城悬术协会的会长 本事多少还是有点的 一眼便看出 唐采凤这是撞了鞋 被大凶之物冲撞到了 面对胡天正的问话 唐采凤没有任何反应 嘴角依然带着傻笑 时不时发出呵呵声 见唐采凤神志不清 胡天正手掐法印 口中迎送着灵台清明咒 当咒语迎送完毕 他双手同时点到唐采凤的太阳穴上 原本精神受到严重刺激的唐采凤 精神已经变得有些癫狂 当胡天正把手点到他的太阳穴上 他便慢慢地清醒了过来 但表情还是有些呆滞 胡天正趁此机会着急地问 唐承主 你遇到了什么脏东西 怎么会被煞气入铁 唐采凤摇了摇头 然后虚弱的声音说道 我 我也不知道 说完这句话 唐采凤便再次昏迷过去 医护人员还想把他抢救过来 却被胡天正制止 这个时候 必须让他休息一下 几个医护人员 把唐采凤抬到担架上 准备把他送到医院去 就在此时 他脖子上的黑色玉坠滑了出来 当胡天正看到这块玉坠 心中再次一惊 急忙走了过去 上前拿起玉坠看了起来 这块玉坠是一个护身符 心中很是疑惑 这块护身符怎么会是黑色的 仔细回忆了一下 以前去唐采凤的办公室不风水 见他带过这个玉坠 当初明明是白色的 现在却变成了黑色的 上面还出现了很多裂纹 一股股黑色的死煞之气 在玉坠里涌动 拿在手里含气逼人 唐采凤被煞气入体 却没有死 正是因为这块玉坠的原因 如果没有这块玉坠 估计他也活不到现在 心中很是疑惑 唐采凤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些死煞之气又是从哪来的 看着唐采凤脖子上的玉坠 胡天正除了震惊 也不知该怎么表达此时的心情 他到底冲撞了什么大凶之物 竟然这么凶 旁边的胡言松 满脸好奇地问道 二叔 唐城主到底是怎么了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应该是煞气入体 冲撞到了大凶之物 胡天正看着昏迷的唐采凤 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然后一脸无奈地说 他身上的煞气太重了 我根本就化解不了 赶快给你三叔打电话 让他过来帮忙 化解唐采凤身上的煞气 胡天刚接到侄子胡言松的电话 一刻也不敢耽搁 开着车向青州医院的方向驶去 由于风雨太大 事业不好 车速并不是很快 原本只需要十几分钟的路程 却用了半个多小时 当胡天刚赶到医院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唐采凤 虽是护龙卫的成员 见过很多稀奇古怪的事 还是难免有些震惊 唐采凤上半身的皮肤 已经变成了黑色 身体不停地抽搐抖动 看上去非常地痛苦 他脖子上的护身符 已经四分五裂 就还剩下一根空荡荡的红绳 胡言松 陈明远站在病床旁边 胡天正手中 捏着一张黄色的化煞符露 口中迎送着上清化煞符 想化解唐采凤身上的死煞之气 可是他的道行太差 根本无法化解死煞之气 还被累得气喘吁吁 尴尬地说道 老了 不行了 见二哥化解不了唐采凤身上的死煞之气 胡天刚也很无奈 二哥的天赋实在太差 这么多年过去了 道行没有一丝精进 接着向前走了两步 随口说道 二哥 还是让我来吧 胡天正点了点头 无奈地退到一边 跟胡言松和陈明远站在一起 七代的目光盯着胡天刚 只见胡天刚手指轻轻一动 手上便多了一张紫色的符露 他手捏符露放于胸前 同时双目微闭 平神聚气 口中迎送着三清化煞符 随着咒语的迎送 符露上散发出紫色的光芒 当咒语迎送完毕 胡天刚突然睁开眼 口中大声喝道 天地无极 乾坤斥令 破 随着声音落下 只见紫色符露脱手而飞 落到唐采凤的天庭处 紫色符露随之光芒暴涨 照住了唐采凤的全身 紧接着 只见一股股黑色的死煞之气 从唐采凤的鼻孔里 耳朵里飞了出来 胡天刚急忙往后退了几步 同时对站在旁边的胡天正 胡言松 陈明远喊道 赶快闪开 三人急忙退到一边 胡天刚手指一动 手上又多出几张紫色符露 手臂一挥 把符露抛向空中 紫色符露与死煞之气碰撞在一起 瞬间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 同时 紫色的符露突然爆开 化成一团团紫色的火焰 瞬间冲散黑色的死煞之气 消失在空气之中 胡天正 胡言松 陈明远没有开过天眼 看不到黑色的死煞之气 但能看到紫色的火焰 心中很是震惊 胡天刚不愧是护龙卫的成员 先用一张符露 把唐采凤体内的死煞之气逼出来 又用符露化解煞气 动作一气呵成 轻松化解唐采凤身上的煞气 胡天正 胡言松 同时看向唐采凤 他的皮肤也在此时恢复了正常 气色好了许多 身体也不再抽搐 但依然昏迷不醒 胡言松走到胡天刚身边 笑嘻嘻地说 三叔 你可真厉害 随便比坏了两下 就轻松化解了唐承主身上的煞气 胡天刚只是点了点头 对这个不学无数的侄子 一点好感也没有 他平时仗着胡家的势力 还有与唐采凤的关系 在青州城胡作非为 这些事 他也有所耳闻 昨天又听说 这个侄子跟岛国人走得还很近 胡天正看了一眼唐采凤 转而问道 三弟 唐承主应该没事了吧 胡天刚摇了摇头 唐采凤身上的死煞之气 虽然已被驱除 但问题还没有解决 必须找到死煞之气的来源 弄清楚他冲撞了什么邪物 才能彻底化解 他身上的死煞之气 胡天刚看着胡天正问道 二哥 你可知道唐采凤冲撞了什么邪物 他身上的煞气 怎么会这么壮 胡天正摇了摇头 接着把唐采凤一家人 全部惨死的事情讲了出来 每个人的死都非常诡异 他们全是浑身发紫 瞪着眼 张着嘴 胡天刚眉头紧锁 转头看着病床上的唐采凤 一夜间家人全死 死得还如此离奇 这一切绝不是巧合 心中好奇 他们一家人死得这么惨 到底冲撞什么邪物 就在此时 唐采凤的秘书来到医院 胡天刚顺便询问了一下 这些天唐采凤都去过什么地方 是不是遇到过什么诡异的事情 秘书整天跟着唐采凤 对他的行程非常了解 唐采凤除了跟佐藤正雄谈投资的事情 其余的时间不是在办公室里 就是在家里 也没遇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汽车行驶在风雨中 时不时有一道闪电划过 刺耳的雷鸣声响彻天地之间 没多久 便来到唐采凤的办公室 当推开办公室房门的那一刻 情况与他家中的一样 到处弥漫着黑色的死煞之气 胡天刚又往里面撒了十几张紫色芙露 把煞气驱散得一干二净 才迈步走进办公室 唐采凤办公室的风水局 都是胡天正给布置的 当他走进办公室 看到办公桌上马上封喉的风水摆件 已经四分五裂 奔马图也掉到地上 摆在墙角的纹竹 已经干枯变成黑色 一脸的难以置信 唐采凤的办公室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胡天正看着眼前诡异的一幕 声音有些颤抖地问 三弟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唐采凤的办公室 被人做了手脚 胡天刚随口回答 他在办公室里四处寻找 在座椅下面 找到了一根很细的上吊绳 又在花盆下面 找到一根上吊绳 还在办公桌下面 找到了一根上吊绳 和一把刀 看着已经找到的五根上吊绳 还有两把刀 心中很是好奇 这是什么人做的 竟然敢用风水邪术害人 这种心术不正的人 绝不能留 胡天刚拿出最后一张紫色符露 把几根上吊绳烧得一干二净 刀上的煞气 也在火焰中消散 胡言松看着消散的上吊绳 转而又看向胡天刚 满脸疑惑地问 三叔 唐采凤一家人出事 是不是跟这些绳子和刀子有关 是的 胡天刚点了点头 这些上吊绳 还有刀子 原本没有那么凶 但有人 在这些上吊绳和刀上下了诅咒 并且还是非常恶毒的死咒 原本就是大凶之物 上面又被下了死咒 把这东西放在家里 不出一天的时间 全家人都要死光 听胡天刚讲完后 胡天正脸上闪过一丝疑惑 好奇地问道 三弟 唐采凤各个一家人 昨天晚上也全部死了 难道他们的家里 也被放了上吊绳和刀子 青州城距京城非常远 这个用风水邪术害唐采凤的人 不可能同时往返两地 他哥哥全家出事 也可能是别的原因 恍然间 胡天刚想到了一个问题 对方既然在唐采凤的办公室里 家里做了手脚 那么一定 也会在他家的祖坟上做手脚 随之着急地问道 你们谁知道 唐采凤父母的坟墓在哪里 我知道 在西郊公墓 胡言松急忙回答道 几个人冒着风雨开着车 很快便来到了西郊公墓 两辆汽车停在公墓前的停车场 几个人从车上下来 迎着风雨向山丘上面走去 由于风雨太大 上山的路有些滑 用了很长的时间 才来到唐采凤父母的坟前 站在坟前 看着坟前的墓碑 只见墓碑中间 从上到下 出现了一道很大的裂痕 坟墓周围的小草全部枯死 坟墓前面的两棵松树 已被狂风吹断 倒在坟丘上 松树的树芯已经变成黑色 胡言松 胡天正 陈明远虽然是青州悬树协会的人 如此诡异离奇的一幕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 三叔 旁边的墓碑都好好的 这个墓碑怎么会裂开 还有这两棵松树 树芯怎么变成黑的了 由于风雨太大 胡言松问了好几遍 胡天刚才听清 有些不爽的语气回答道 这个还用问吗 肯定有人在 唐采凤父母的坟上 做了手脚 胡天刚围着坟墓转了一圈 想看看坟墓上 被做了什么手脚 可是转了一圈 也没找出原因 不死心的胡天刚 又围着坟墓转了一圈 当走到坟墓后面时 右脚踩到了松软的泥土上 半只脚都陷了进去 这个地方的泥土如此松软 肯定被人动过 胡天刚急忙低头看向脚下 接着弯腰仔细查看起来 把上面的草皮拿开 然后慢慢地挖了起来 其他几个人 也都急忙围了过来 没一会 只见胡天刚在土里 挖出了一把刀 看着手里的刀 胡天刚想了一会 随即说道 这应该是风水邪术中的 血刀充坟 这个人好狠 他是要让唐采风断子绝孙呀 没一会 胡天刚又把埋在坟墓前面的刀 找了出来 大凶之物虽然已经找到 可是一切都晚了 唐采风的老公 儿子 儿媳 孙子 还有他大哥一家 全都死了 站在坟前 看着墓碑上的裂缝 胡天刚非常的愤怒 这是什么人 竟然如此阴狠歹毒 敢用风水邪术 诅咒术骇人 用的还是大凶之物与死咒 胡天刚转看向胡言松 满脸好奇地问 唐采风怎么得罪的这个人 胡言松吞吞吐吐 并没有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而是思考了片刻 一本正经地说 三叔 你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那个小子不识抬举 唐成主想让他为华夏做点贡献 然后还会给他颁发锦旗 优秀成名证书 还有巨额的奖金 唐成主给他那么多荣誉 这个小子竟然死活不同意 说什么不愿意为华夏做贡献 还当场威胁唐成主 口出狂言 说什么惹急了他 让唐成主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胡天刚听完侄子的描述后 心中无比的愤怒 他最讨厌这种不爱国的人 唐采风让他为国家做点贡献 又不是让他白做 还给他颁发锦旗 给他发证书 还给他发巨额奖金 如此多的荣誉摆在面前 他竟然拒绝 真的是不识好歹 胡天刚愤怒的语气问 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马上带我去见他 好 胡言松点了点头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然后让正在开车的陈明远 向隋元堂的方向驶去 胡天刚坐在车上 脸上闪过一丝杀气 如果真是这个人 用风水邪术害人 绝不能轻易放过他 一定要让他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狂风暴雨依然没有停 汽车缓慢地行驶在道路上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 汽车才缓缓停在隋元堂门口 胡言松坐在车上 看着隋元堂的招牌 急忙说道 散说 这家隋元堂 正是那个小子开的 胡天刚没有说话 表情冰冷 直接推开车门 不顾外面的狂风暴雨 拍打在脸上 静止向隋元堂走去 可是刚走了两步 便感觉到不对 抬头向天空看去 惊奇地发现 雷电只在隋元堂上方盘旋 如今已经明白 引来天前的人 此刻正在隋元堂 看到天空如此异常的景象 胡天刚更加确信 用风水邪术 诅咒恕唐彩凤一家的人 正是胡言松口中的那个人 胡天正 胡言松 陈明远 还有唐彩凤的秘书 跟在胡天刚身后 向隋元堂走去 很快便来到了隋元堂门口 因为外面下着大雨 隋元堂的房门是关着的 陈明远刚想抬手敲门 房门便被胡天刚一脚踹开 接着迈步走进隋元堂 只见右边的红木沙发上 坐着三个年轻的男子 旁边的茶几上 放着一壶茶和三个水杯 沙发上的三个年轻人 被突然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他们同时抬头向门口看去 只见一个人迈步走进隋元堂 胡天刚也同时看向三人 就在他想质问对方 有没有用风水邪术害人 是谁用风水邪术害人时 话刚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他惊讶的目光 看着坐在中间的年轻男子 声音有些颤抖地问 李 李先生 您怎么会在这里 看着突然闯进隋元堂的胡天刚 李成峰也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他会出现在隋元堂 心中很好奇 胡天刚怎么会来隋元堂 还直接用脚踹开隋元堂房门 这是很不友善的行为 坐在旁边的叶无名和一个保镖 见有人踹门闯进隋元堂 直接站起来 瞪着胡天刚愤怒地吼道 你们是什么人 谁让你们进来的 赶快给我滚出去 不然要你们的命 李成峰笑了笑 他让叶无名和保镖坐下 转而看向胡天刚 随之冰冷的声音问道 你 来隋元堂做什么 胡天刚刚想回答他的问题 刚刚走进隋元堂的胡言松 一眼便看到了李成峰 他满脸怒气 抬手指着他愤怒地吼道 三叔 就是他用风水邪术 民间禁术骇人 你一定不能放过他 原本还想回答李成峰问题的胡天刚 听到侄子说的话 想到唐采凤让他为国家做点贡献 他却直接拒绝 还敢威胁辱骂官府人员 顿时变得一脸严肃 非常严厉地语气质问 你为什么要用风水邪术 民间禁术骇人 唐采凤一家人惨死 跟你有没有关系 圣海经典门口部 三师党财术的是不是你 胡天刚的心情非常复杂 他希望这些事不是李成峰做的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想到在海城发生的一幕幕 心中真的很崇拜这个年轻人 如果这些是真是他做的 就算楚云红来了 也保不住他 曾经一起并肩作战 守护华夏龙脉的两个人 此时却是针锋相对 他期待的目光盯着李成峰 真心希望他回答不是 听着胡天刚愤怒的吼声 李成峰很是无语 直接站起身来怒视着对方 铿锵有力的声音说道 如果真是国家需要 我可以为国家做任何贡献 别说把望海阁捐出来 就算要我这条小命 我也毫不含糊 但唐采峰为了一己私利 为了讨好岛国人 让我把望海阁捐出去 送给左腾正雄 这种贡献我能做吗 如果换了你 你会做吗 满脸疑惑 胡天刚愣在原地 脑海中全是李成峰刚才说的话 望海阁 岛国人 这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 怎么还跟岛国人扯上了关系 此时他才意识到 胡言松欺骗了他 并没有给他说实话 当胡天刚知道 用风水邪术害人的是李成峰 心里就非常清楚 他不可能平白无故 用风水邪术害人 这里面肯定另有隐情 胡天刚转看向旁边的胡言松 略带愤怒的语气问 给我说实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言松吞吞吐吐 想着该怎么解释 想了片刻才开口说道 三说 你还问这个干嘛 他已经承认 是他用风水邪术害了唐城主义家 其他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 你直接打电话 让龙门八局的人来抓他 不就行了吗 剑侄子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的问题 而是岔开话题 胡天刚脸色阴沉 冰冷的声音说 回答我的问题 唐采凤让他做的贡献是什么 怎么还牵扯到了 岛国人和望海阁 胡言松不敢把真相说出来 三叔最痛恨的就是岛国人 如果他知道了真相 肯定会打断自己的双腿 正想着该怎么给胡天刚解释 就在此时 坐在旁边的叶无明 直接站了起来 冷哼了一声 愤怒的语气 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唐采凤为了拉投资 为了讨好岛国人 便逼迫李承锋 把望海阁捐出来 送给岛国人 遭到了拒绝后 这个女人便用手中的权力 用一元钱 强行收购了望海阁 为了斩草除根 以绝后患 唐采凤还想要李承锋的命 还好他被保镖所救 可是保镖却因此丧命 叶无明把事情的经过讲完后 想到被车撞死的保镖 情绪非常激动 嘶吼的声音说 这个女人心狠手辣 霸占了望海阁不说 还想要李先生的命 你们说 这个女人该不该死 胡天刚听完事情的真相后 一脸的难以置信 没想到 在华夏这片土地上 竟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一个女人 竟敢用手中的权力 强占别人的资产 恍然想到 这些年很多有钱人 都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跑 网络媒体上 整天报道 谁谁谁带着巨额财富 移民到了那个国家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到底是这些有钱的人 不爱华夏了 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为什么有钱的人 都要往外跑 是不是因为有 唐采峰这种人 由于常年驻守在昆仑山 对于世俗的事情 胡天刚了解的并不多 他真的不敢相信 这些人为了拉投资 竟然忘了华夏之耻 用这种无耻的方法 讨好岛国人 胡天刚恍然想起 一件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华夏最北方的一个小县城 为了讨好岛国人 吸引岛国人去投资 投资了七八十万 为岛国人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让人气愤的是 这座纪念碑 旁边就是华夏先烈的墓园 常年没有人打理 荒草丛生 垃圾遍地 当年发生的这件事 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全国网友口诛笔伐 面对愤怒的网友 最后只能拆掉 岛国人纪念碑 胡天刚想到这件事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这真的是一种悲哀 为了拉投资 竟忘了华夏先烈不顾生死 为首华夏山河 血洒河山的一幕幕 当然 也有一些地方 不忘华夏之耻 在一些特殊的景区 竖着牌子 岛国人不准入内 胡天刚沉默了片刻 转而看向胡延松 眼神中充满了杀气 愤怒地问道 你跟我说实话 他说的可是事实 感受着胡天刚身上 散发的杀气 胡延松被吓得脸色发白 他清楚地知道 这个三叔有多么恨岛国人 无比慌张的语气回答道 三 三叔 唐城主这么做 也是为了青州城的发展 青州城的百姓 只要讨好那几个岛国人 就能拿到600亿的投资 用价值十几亿的旺海格 就能换到600亿的投资 这笔买卖 不是非常的划算吗 刚刚露出微笑的李承锋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不懈的目光看着胡天刚 他是不是在昆仑山带傻了 竟然说出如此可笑的话 估计只有小孩 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自古以来 无论是哪个国家 法律都是给普通人准备的 更不要相信 什么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这都是古代帝王 忽悠老百姓的手段 只有傻子才会相信 一个普通人 想扳倒一个 有权有势的大人物 有多么困难 恐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李承锋深知其中的道理 从古至今 无论是什么朝代 一个普通人 想要扳倒一个 有权有势的人 跟天方夜谭 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他才会选择 用风水邪术 让唐采凤付出应有的代价 哪怕遭到天前 他也绝不后悔 李承锋也懒得 继续跟他说废话 冷哼了一声 不懈的目光盯着胡天刚 挑衅的语气说 这些事情就是我做的 你想怎么样 是不是想通知 龙门八局的人 把我抓起来 面对坦然的李承锋 胡天刚竟然不知该怎么做 是让龙门八局的人 把他抓起来 还是隐瞒这件事 反而问道 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难道心中 就没有一丝愧疚吗 我为什么要愧疚 在李承锋的脸上 看不到一丝悔意与愧疚 而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俗话说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胡天刚感觉 唐采凤很可怜 因为他 只是一个旁观者 没见过这个女人 嚣张霸道的一面 李承锋微微一笑 他并没有回答 胡天刚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我想问一下 如果这件事 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会用什么方法解决 是用你口中的滑下律法 还是用风水邪术 我 胡天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想说 他会通过律法的途径解决 但话到嘴边 还是验了回去 因为他也知道 这个方法太困难了 李承锋转身看着祖师爷的画像 然后冰冷的声音说 你走吧 希望以后 我们不会再见面 如果你们想抓我 可尽管放马过来 到时候不要怪我不念旧情 心狠手辣 胡天刚叹了一口 接着转身离开 他原以为能亲手抓住 用风水邪术害人的风水师 然后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 却没想到 这个人竟然会是李承锋 不管李承锋受了多大的委屈 他用风水邪术害人是事实 胡天刚决定 把这件事告诉龙门八局的人 让他们来处理 胡天刚又脚刚刚踏出隋元堂的门槛 头顶便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声 突然停住脚步 他能不能躲过这次天前 还是一个未知数 胡天刚转过身 复杂的目光盯着李承锋 真诚的语气说 李先生 保重 李承锋没有任何回应 胡天刚离开隋元堂 向停放汽车的方向走去 刚刚走到车前 想要打开车门 可就在此时 一个衣衫褴褂 披头散发的中年女人 在路上不停地奔跑 双手举过头顶 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疯女人 看到疯女人在身边跑过 几个人都急忙躲到一边 好奇的目光 看着疯疯癫癫的女人 这个疯女人跑了没几步 突然停了下来 接着跪到地上 双手举向空中 抬着头 望着天悲泣的声音说 哈哈 老天爷有眼 老天爷有眼 那个恶女人的全家都死了 她也有惊天 哈哈 全家都死了 爸 妈 英子爸 英子 咱们家的仇终于爆了 那恶女人的全家 都死了 都死了 我终于可以去找你们了 我真的好想你们 女人说完这些话 突然站了起来 然后向一辆迎面驶来的汽车冲去 一直盯着疯女人看的胡天刚 眼看女人就要撞上汽车 想要上前救她 可一切都晚了 这个疯女人 还是被汽车撞倒 车轮在她的肚子上撵过去 疯女人没有叫一声 她躺在车底下 雨水落到她的脸上 司机在车上下来 看着躺在车下的疯女人 一脸都无辜 刚才汽车在正常行驶 不明白这个女人 为什么会突然跑过来 接着掏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 胡天刚快速跑到疯女人身边 蹲下身来查看女人的伤势 由于车轮在肚子上撵过去 她的伤势非常重 心中很是好奇 这个疯女人受了这么重的伤 她应该很疼 很痛苦才对 为什么她的脸上却带着微笑 一副解脱的神情 疯女人一家五口 就这样被人活活勒死 当天晚上就被送到了火化厂 幸运的是 疯女人并没有死 她只是大脑缺氧晕了过去 可能是疯女人命不该绝 就在她快要被推进焚尸如石 突然醒了过来 负责烧尸的老头见她可怜 便悄悄地把她藏了起来 从此以后 疯女人隐姓埋名 装疯卖傻 流浪在城市的街头 每当想起惨死的家人 她就会生不如死 就在今天 由于下雨的原因 疯女人在一家店铺门口躲雨 听到店里的老板和老板娘 正讨论唐城主一家 离妻惨死的事情 当疯女人听到这个消息 心中无比的激动 急忙冲到店里 询问老板事情的真假 店里的老板掏出手机 把今天的新闻找了出来 疯女人看到后 大笑着跑了出去 在路上一路狂奔 正是刚才胡天刚看到的一幕 疯女人在讲完她的故事后 便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她终于解脱了 可以与家人团聚了 听完女人的遭遇后 胡天刚的眼眶湿润了 她没想到 唐彩凤竟然是这样的人 这个女人真的该死 她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胡天刚还不知道 她找出来的那五根上吊绳 其实并不是上吊绳 正是当初那些人 用来勒死疯女人 一家五口的绳子 当初警署的人 对这一家五口失踪的事情 也进行了调查 却没有查出任何结果 只是在她家里 发现了五根带血的绳子 然后便把这五根绳子 带回警署 想要继续调查这件事情 可是后来收到上面消息 这一家五口人 去别的城市生活了 不准继续往下查 此事只好作罢 然后这五根绳子 就一直留在了警署的政务室 天道轮回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可能是天意 也可能是机缘巧合 牛静德让陈清怡 去警署政务室找上掉绳 正好拿到了这五根绳子 然后交给了李承锋 这五根绳子 又阴差阳错 出现在唐彩凤的家里 办公室里 人生在世可不行善事 但切勿作恶 不然忠实恶果 唐彩凤就是最好的例子 看着躺在地上的疯女人 胡天刚深吸了一口气 接着转头看向隋元堂 一脸歉意地说 李先生 你是对的 天刚在这里 祝你平安无事 成功避过天前 胡天刚接着便起身离开 在回去的路上 胡天正满脸好奇地问 三弟 你与那个李承锋认识 胡天刚点了点头 转而看向胡言松 陈明远 用不可商量 威胁地与其说 今天发生的事情 不准告诉任何人 谁要是赶出去胡说八道 不管他是谁 我肯定会弄死他 胡天刚原本还想把李承锋 用风水邪术害人的事情 告诉龙门八局 让他们来处理这件事 可是当他听完疯女人的故事 他改变了主意 哪怕就是违反纪律 他也要包庇李承锋 帮他把这件事情隐瞒下去 因为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对的 这可能就是天意 李承锋一直站在隋元堂门口 看着外面发生的事情 他却不敢出去 旁边的叶无名 很是好奇地问 李先生 你是不是认识那个人 我听他说话的语气 好像有些怕你 不认识 李承锋随口回答 叶无名和那个保镖 准备离开隋元堂时 李承锋拿出一张支票 这张支票 还是当初在海城回来 楚云红给他的 他把支票交给叶无名 让他转交给那个保镖的妹妹 叶无名随手接过支票 然后便离开了隋元堂 当坐上汽车才拿起支票 想看看上面的数额 当看到支票上的数字 叶无名仔细地数了好几遍 然后惊讶地说 卧槽 亮 两千万 李先生出手也太大气了 当叶无名离开后 李承锋关上隋元堂的房门 转身看着祖师爷的画像 沉默了很久 当他在胡天刚口中得知 唐采锋一家人全死了 还死了很多无辜的人时 内心也是非常的纠结 他也不知道 自己的做法究竟是对 还是错 唐采锋的所作所为 的确有错 但自己用风水邪术 害了那么多人 就没有错吗 李承锋不知沉默了多久 外面的天色已经渐渐变暗 随着时间的转动 天色越来越黑 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 沉默了很久的李承锋 突然叹了一口气 然后给祖师爷上了三根清香 又跪在地上 给祖师爷磕了几个头 一句话没说 接着便转身 走出了隋元堂 值班员瞪大双眼 看着监控屏幕上的男子 原以为他必死无疑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过了一会 这个男人又站了起来 地上还留下了一滩水渍 看着再次站起来的男人 心中无比的震惊 这还是人吗 被闪电连续击中两次 竟然没死 这怎么可能 就在值班员满脸震惊时 屏幕中的男子 摇摇晃晃 继续向前走去 走了没几步 紧接着又是一道闪电 从天而降 再次落到男人的身上 男人接着倒在地上 看着屏幕上发生的一幕 值班员彻底不淡定了 直接站起身来 把脸贴到屏幕上 瞪大了双眼 仔细地观看 想看看 这个被雷劈的男人 长得什么样 可惜 这个男人从始至终 都是被朝摄像头 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留着短发 根本就看不到他的脸 值班员心想 这个人连续被雷劈了三次 如果还不死 那就真的是奇迹了 刚想到这里 奇迹就真的发生了 紧接着 只见男人再次站了起来 摇摇晃晃向前走去 很快便消失在监控视频中 看着逐渐消失的背影 值班员站在监控屏幕前 愣了很久 才惊讶地开口说道 卧槽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被闪电击中了三次 竟然还没死 这一切真的太不真实了 值班员反复观看这段监控 然后把这段监控截取下来 发到了一些视频网站上 这一段诡异的视频 很快在网上发酵 迅速引起了热议 还好监控视频 只拍到了李成峰的背面 若是拍到正面 以后肯定会麻烦不断 被当成怪物 抓到特殊部门进行研究 被三次闪电击中的李成峰 只感觉脑袋嗡嗡作响 神志迷迷糊糊 摇摇晃晃走在路上 可能身上还有残存的电流 时不时打一个哆嗦 抖动一下 他也不知是怎么回的隋缘堂 走进店里 直接倒头躺在床上 接着便失去了知觉 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抑郁清晨 李成峰在床上爬起来 想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急忙查看被闪电击中的地方 衣服已经被烧焦 裤子也湿了一大片 身上却没有一点伤痕 心中顿时一惊 随之脱口说道 不会吧 我有这样牛逼的吗 被雷劈了三次竟然没死 难道我是天选之子 被闪电击中了三次 感觉不到丝毫疼痛 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身体也没有不良的反应 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李成峰成功避过了这次天前 心中无比的兴奋 接着走到前厅 准备给祖师爷上香 可是当手握清香 看着挂在墙上的画像 瞬间愣在了原地 画像上只还剩下山川河流 还有三间茅草屋 与那条菜花蛇 原本站在草屋前 观看山水的祖师爷 早已消失不见 昨天晚上出去时 祖师爷明明还在画像里 这才过了一个晚上 画像上的祖师爷 怎么就突然不见了 转而看向画中的菜花蛇 满脸着急地问 臭长长 我 我祖师爷怎么不见了 画像中的菜花蛇摇了摇头 他也不知道祖师爷去哪了 昨天晚上 祖师爷突然在画中飞了出去 接着便消失不见 画像上的祖师爷虽然不见了 李承锋还是点燃清香 插在了香炉里 看着没有祖师爷的画像 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 失去了非常重要的东西 心情也是无比的失落 非常的难过 祖师爷怎么就突然不见了 随之悲伤地说 我的祖师爷 你去哪了 我还能见到你吗 虽然祖师爷经常骂他 但李承锋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祖师爷 想到昨天晚上成功躲过天前 被闪电击中三次 却安然无恙 想到祖师爷消失不见 心中已经猜到 自己没有被闪电劈死 肯定是祖师爷出手救了自己 至于祖师爷用了什么先术救的自己 李承锋根本无法想象 先术跟人间术法 没有可比性 若真是祖师爷救了自己 他肯定违反了天条 定会惹上大麻烦 仙界的那些政神定然不会放过他 心中虽然无比地担心 但也没有办法 自己一介凡夫 也帮不上祖师爷 只希望祖师爷平安无事 早日归来 李承锋叹了一口气 虽然已经成功地避过天前 但想到唐采凤没有死 也不知胡天刚会不会插手这件事 他若真把这件事告诉龙门八局的人 一日清晨 杨六军带着十几个帮忙的人 还有千分所需的物品 一大早便来到了隋元堂 等着李承锋起床 见杨三姐 王小美也站在旁边 还有她大哥 五姐的子女 李承锋便提议让女生回去 千分动土这种事情 女人最好不要去 特别是怀孕的 还有来大姨的女人 绝对不能去 如果没这些情况的女人 也可以参与千分动土 俗话说 十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 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规矩和风俗 华夏之大 不能一概而论 杨三姐和王小美 知道李承锋不是开玩笑 只能带着侄女回家 以免去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当来到杨六军父亲的坟上 东方的天际已经微微发白 在坟前摆好供桌 然后让杨六军带着杨家的男丁 在坟前进行了祭奠 然后让他告诉父亲千分的原因 说一些好话 让父亲不要生气 做好一切后 李承锋又念了一遍 安土地咒 然后便开始挖坟动土 在挖坟动土时 必须是墓主的长子 儿子开坟 然后其他的人在动手 孙子辈的不能动手 只能跪在旁边等着 在千分的时候 一定要严肃 不能嬉戏打闹 没事的人最好不要说话 当坟墓被挖开 尸骨不能被太阳照到 如果被烈日灼烧到尸骨 对后世子孙有着很大的影响 当棺材被打开后 进去捡尸骨的 必须是墓主的儿子 等把尸骨牵走后 千万不要忘了 在原有的墓坑里 扔一个萝卜 千坟动土的规矩实在太多 也比较麻烦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 千万不要随便千坟 老话说 切末千坟 十千九拜 只要祖坟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后代子孙的影响不是很大 祖坟的地气风水 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 一般不需要千坟 如果祖坟风水出了问题 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化解 比如改变地势 灾树 使用法器 证物等方法化解 在现实生活中 千坟动土的事情很少见 后世子孙都不愿轻易惊扰祖宗 除非遇到后世子孙 人丁受损 子孙伤残 影响比较严重 必须千坟化解的 再做千坟的打算 从早晨一直忙到十点多 才把杨六军父亲的尸骨 安葬到水聚天心的上城风水局上 当把所有的事情做完后 杨六军把李成峰送回隋元堂 然后在车上拿出一个小包 里面装了整整十万块 他把钱放到茶几上 一脸感激地说 李先生 真的多亏有你 自从你在我的办公室里 布了山水招财局 破了我家工厂门口的 阴煞遮门局 化解了我家的川塘煞 我厂里的生意好了很多 积压的那些成品 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全部卖了出去 如今还有很多订单 厂里的工人根本就忙不过来 我准备再招一些工人 李先生 这些钱只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请您收下 日后我杨六军若是富甲一方 定不会忘了您的大恩大德 我整个杨家后人为您马首是瞻 奉您为主 杨六军说了很多肺腑之言 他是真的见识到了风水术的厉害 原本一个面临倒闭的石雕场 在改动了风水以后 不过十天的时间便起死回生 这也让杨六军对李成峰更加的佩服 更加的尊敬 李成峰看着放在茶几上的十万块钱 想到了刚刚重开隋原堂的时候 叶梦瑶也是把十万块钱 放到这张茶几上的 那时候穷得连饭都吃不上 当他看到十万块钱 心中真的无比激动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如今再次看到茶几上的十万块钱 脸上却没有一丝波动 李成峰并没有拒绝 直接收下了这些钱 转而看着杨六军用开玩笑的语气说 杨老板 等你副甲一方后 还能记得我李成峰 我就心满意足了 不要说那些马首是瞻的话 听着很别扭 李先生 您尽管放心 我杨六军绝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您的大恩大德 我杨家人绝不会忘 杨六军非常诚恳地说 如果没有李成峰 他的石雕场肯定会倒闭 也不会知道 父亲坟上的风水是血光扑坟 若不化解血光扑坟 就算杨家不会断子绝孙 也会伤得伤残的残 是李成峰给他们杨家重生的机会 这种恩情 他们杨家又怎么能忘 如今父亲的尸骨 已经迁到了水炬天星的风水局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的事业将会如日中天 穿过马路 便来到杨三姐的面馆里 桌子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 王小美和王小娟也在 吃饭时 王小娟夹起一块鸡翅 放到李成峰的碗里 然后笑嘻嘻地说 李先生 这个可乐鸡翅可好吃了 是我亲手做的 你尝尝好不好吃 谢谢 我有手有脚要吃 自己回家 不需要你帮忙 李成峰说话时 直接把鸡翅夹出 扔到地上 杨三姐家里的小狗急忙跑过来 把鸡翅叼到一边 趴在旁边的桌子底下 眯着眼 幸福地吃了起来 王小娟一脸尴尬 心中很是愤怒 恨死了这个男人 但想到李成峰是望海阁的老板 也不敢当场发怒 感觉到饭桌上的气氛有些尴尬 杨六军急忙找了一个话题 打起了原厂 面带微笑说 李先生 最近我接到一个大客户 他在我这里定了八只神兽 每一只神兽的价格 都在二十万以上 听到对方一次性定了八只神兽 李成峰也来了兴趣 这个人遇到了什么麻烦 竟然需要八只神兽来化解 杨六军继续说 这个预定八只神兽的老板是深城人 好像遇到了一些非常棘手的事情 急需八只神兽化解 再过一些天 他就亲自来青州城 对我们的厂进行考察 那个深城 李成峰面带疑惑地问 就在此时 杨三姐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一阵悦耳的歌声回荡在小店里 1979年 那是一个春天 杨六军听到这首歌直接笑了起来 然后说 就是这个深城 深城 华夏重要的经济城市也被称为经济之窗 对于这个城市 很多人都不陌生 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量仔多 包租婆 包租公 有钱的老板 有钱的富婆非常多 这个城市很繁荣 经济非常的发达 在华夏还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 不去海城 不知道楼高 不去深城 不知道钱多 李承锋对这座城市的风水改造 也是略有所闻 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发展得那么快 跟他的风水布局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果有机会 李承锋也想去这座城市看看 看看大鹏之地的风水布局 就在李承锋 杨六军吃饭时 佐藤正雄正在改造望海阁的风水 准备重新布局天子作朝的大城风水 自从佐藤正雄成为望海阁的老板后 就开始对望海阁进行改造 先是破掉了望海阁的风水 也就是压制天子作朝风水的太皇阁 经过这些天的改造 佐藤正雄已经重新布好了 大城风水局天子作朝 此刻 佐藤正雄跪在帝王阁中 他的正前方铺着一张白布 上面放着一把武士刀 微闭着双眼 神情非常的沉重 跪在旁边的佐藤健一眼含泪水 伤心的声音说 父亲 我已经查到害死弟弟的人是谁了 谁 就是那个李承锋 是他破了地煞捡牛树 导致弟弟遭到反噬惨死 巴嘎 又是他 佐藤正雄说话时 突然睁开了眼睛 眼神中充满了杀气 怎么也没想到 害死儿子的人竟然也是他 他先是移走了叶家坟顶上的赤槐树 又化解了地煞捡牛树 导致儿子惨死 最可恶的是 他还守住海城的水龙脉 破坏了他筹谋十几年的计划 佐藤正雄真的很想杀了李承锋 可是他没有时间了 因为天斩杀的计划失败 加上神木三太郎离奇惨死 神木家族非常的愤怒 九局一流的高层同样很愤怒 那些出资建造军刀楼的老板 也是无比的愤怒 他们投资了那么多钱 想要破坏华夏的水龙脉 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这个失败的结果 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当初提出这个计划的人 佐藤正雄在半个月前 就收到岛国传来的通知 让他在半个月之内 安排好所有的后事 然后剖腹自尽 为自己的失败谢罪 今天是最后的一天 他虽然心有不甘 但也不敢违背上面的命令 佐藤正雄无奈地语气说 建一 为你弟弟报仇的事情 就只能交给你了 父亲 不要 我已经失去了弟弟 不能再失去你了 我这就打电话求求神木家族 求他们放过你 不用了 那些人是不会改变主意的 父亲 佐藤建一真的不忍心 看着父亲剖腹自尽 可是他也没有办法 这是上面的命令 如果违背了他们的命令 整个佐藤家族 都会遭到灭顶之灾 佐藤建一站在帝王阁门口 等了很久 当里面的声音彻底消失后 才推门走入帝王阁 看着父亲的尸体 佐藤建一并没有难过 而是按照佐藤正雄生前交代的 把他的尸体整理好后 与高桥正男一起把龙袍 给佐藤正雄的尸体穿上 然后 又对佐藤正雄的尸体 做了一个简单的告别 看着身穿龙袍的尸体 佐藤建一无比的期待 期待父亲化先归来 期待佐藤家族 一统华夏河山 无比振奋的语气说 父亲大人 我期待您早日归来 您放心 弟弟的仇我一定会报 我一定会让李成峰生不如死 把他碎尸万段 佐藤大人 您是我们大岛国的英雄 我高桥正男 以您为荣 高桥正男 是佐藤家族最忠实的仆人 对于佐藤正雄的死 刚开始他无比伤心 但当他知道事情的真相后 却是无比的期待 期待佐藤大人化先归来 征服华夏大地 让华夏人扶地跪拜 想到这里 心中就无比的兴奋 佐藤建一 高桥正男 把佐藤正雄的尸体 拖到早就挖好的木坑里 然后把地面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让人看不出一丝破绽 此时的李成峰 在杨三姐的面馆里吃完饭 又在他的店里坐了一会 便回到了隋元堂 杨六军 杨三姐祖坟上的问题 也算是完美解决 相信用不了多久 等水聚天心的风水气学结成 杨家就会快速崛起 不知不觉已是三天后 吃完早饭的李成峰 回到隋元堂 刚走到门口 准备推门进去时 突然停住了脚步 一阵微风在脸上浮过 这个微风很怪 不像平时的风 是一阵一阵地吹过 此时的微风 却是延绵不断 就像是在流动的河水 如果不仔细感受 甚至感觉不到 这股气的流动 李成峰 站在隋元堂门口 沉默了很久 恍然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 这不是风 这是风水气场在流动 风水气场 无时无刻都在流动 但平时流动的速度比较慢 就算开过天眼 通过蹊跷的人 也很难感应到气场流动 但此时的风水气场 流动的却比较快 李成峰 能清晰地感觉到气场流动 他急忙回到隋元堂 拿出三合罗盘 站在门口盯着罗盘上的指针 指针平时都是指向南方 此时 罗盘上的指针 却转个不停 这就代表此处的风水气场 异常混乱 接着他拿着三合罗盘 又换了几个地方 罗盘上的指针 依然转个不停 一会指向南方 一会指向东方 指针不停地晃动 李成峰看着罗盘上的指针 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这是怎么回事 青州城的气场 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乱 感受着气场的变化 这是要有大事情发生吗 如果一个地方 快要发生地震时 气场就会变得混乱 当然 一般人是感应不到 这种气场变化的 像一些动物 却能感应到气场的变化 比如地震前一些动物 都会变得狂躁不安 比如狗 鸡 鸭等 都能提前预警地震 感应到气场的变化 奇怪的是 人类自称高级动物 普通人却无法感应到气场的变化 那些家禽家畜 却能提前感应到 这是为啥 这个问题 就连李承锋也搞不明白 按说人比家禽家畜的灵质还要高 为什么感应不到这种气场变化 他看着三合罗盘上指针的变化 与身边风水气场的流动 总感觉有些不对 这不像是地震前的风水气场变化 因为风水气场 再向一个方向流动 李承锋转头看向那个方向 想到望海格就在这个方向 李承锋很快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是有人在窃取天地气韵 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佐藤正雄 他一刻也不敢耽搁 拦了一辆出租车 急忙向望海格驶去 他很想知道望海格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时的爷爷李天成 正坐在小院里 悠哉悠哉地喝着小酒 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盘花生米 一盘猪头肉 正享受着悠闲的时光 一杯小酒下肚 用手捏了一块猪头肉放入口中 一脸满足地说 好吃 真香 话刚出口 突然感觉到不对 上看看下看看 东丑丑西旺旺 接着看向脚下地面 只见地面上的有些沙尘 再没有风 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 竟然慢慢向一个方向滚动 怎么回事 这些沙子 难道还活了不成 胡天刚看着李成风满脸的惊讶 怎么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他 他竟然敢站在这里 说明他成功地躲过了天前 他用风水邪术 害了那么多无辜 导致那么多人惨死 竟然躲过了天前 他是怎么做到的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见李成风平安无事 震惊过后的胡天刚 脸上露出微笑 他既然能在天前中活下来 就说明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唐采凤的确该死 不然上天也不会放过李成风 李成风看着从车上下来的胡天刚 接着把头转向一边 看着山上的望海阁 装作不认识这个人 想到前两天 胡天刚一脚踹开隋缘堂房门的态度 还对着自己大吼大叫 心中很是不爽 胡天刚则面带微笑 走到李成风的身边 一脸歉意真诚的语气说 李先生 对不起 那天都是我的错 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便对着你大吼大叫 都是我的不对 李成风没有说话 还是盯着山上的望海阁看 心想 绝不能轻易地原谅他 见他不理自己 胡天刚脸上有些尴尬 继续说 李先生 请您原谅我 我真的不知道唐采凤是那样的人 如果被他欺负的人是我 我肯定也会用你的方法对付他 这几天 我在青州城论坛上 看到了很多关于唐采凤全家惨死的评论 同情他遭遇的人非常少 很多人都是拍手叫好 这说明您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您是在为民除害 想到那个惨死在车下的疯女人 看着网上的一条条评论 胡天刚才知道 唐采凤是一个多么恶毒的女人 此时的李成风 就像一个小孩 见对方一脸真诚的道歉 心中已经原谅了他 他转过头看着胡天刚 假装不爽的语气说 哪天你对我那么凶 还想让龙门八局的人来抓我 你给我说一声对不起 就想让我原谅你 你感觉可能吗 见李成风开口回应 胡天刚开心得不得了 接着开口说 李先生 您尽管放心 龙门八局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 唐采凤也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李成风惊讶的目光盯着胡天刚 心中有些好奇 不知他把唐采凤怎么了 随之问出了心中疑惑 胡天刚脸上没有一丝同情 深吸了一口气 如释重负地说 唐采凤全家都死了 他一定很想念他的家人 我也只是想帮帮他 让他早点与家人团聚 胡天刚把在唐采凤父母坟上 找到的两把血刀 又重新埋了回去 相信这个女人肯定活不过今晚 李成风笑了笑 冲着胡天刚竖起了大拇指 如此一来 唐采凤的麻烦也算解决了 见李成风笑了 胡天刚也跟着笑了起来 然后一脸诚恳地问 李先生 您肯原谅我了吗 你说呢 一直坐在车上的胡天正 看着外面发生的一切 心中很是疑惑 自己的三弟可是护龙卫的队长 怎么会对李成风如此恭敬 两人的误会已经化解 并且重归于好 胡天刚转看向山上的望海阁 眉头微微一皱 李先生 这个望海阁好像有问题 咱们要不要上去看看 既然来了 当然要上去 李成风坐上胡天刚的汽车 发现车上除了司机 只有胡天正 不见胡言松和陈明远 随之好奇地问道 你那个侄子怎么没来 还有你侄子的跟班陈明远 胡天刚叹了一口气 那天晚上回家后 他便打断了胡言松的腿 省得他在四处作恶 至于陈明远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估计以后再也不敢回青州城了 这个胡天刚下手可真狠 竟然亲手打断了他侄子的双腿 坐在车上的胡天正 因为胡天刚的原因 对李成风的态度 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主动给他打了一个招呼 汽车在上山的时候 有几辆汽车在山上下来 这些人正是刚才上山的几位大师 他们原本想上山讨伐李成风 问问他在山上做了什么手脚 导致青州城的气场混乱 可是等他们来到望海阁 才发现 此时的望海阁 已不再是以前的模样 老板已不是李成风 而是岛国人 他们想要进去 可惜根本就进不去 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先回去 多召集一些人 再来望海阁 这些大师在下山时 只见一辆汽车向山上驶去 心中有些好奇 不知这辆车里 坐的是哪位大师 胡天刚最痛恨的就是岛国人 如今在华夏的土地上 岛国人竟然如此嚣张 说出如此狂妄的话 他已经忍无可忍 只见手指轻轻一动 手上便多出一张紫色符露 就在胡天刚准备动手时 手腕却被李成风抓住 只好无奈地收起符露 他心里也清楚 在这个时候动手肯定会吃亏 望海阁门口的十几个岛国人 没有一个是善类 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 看着眼前的岛国人 李成风也是恨得牙痒痒 可是又能怎么办 除了胡天刚战斗力强一点 他跟胡天正 只能算是老弱病残 只好笑嘻嘻地说 我们这就走 这就走 真的是一种耻辱 李成风能忍 胡天刚却忍不了 手指一动 紫色符露再次出现 准备轰杀了这个岛国人 眼看局势无法控制 李成风心中暗暗叫苦 对方人那么多 一旦动起手来 根本没有时间 启用七煞锁魂阵 对付这些岛国人 原本想跟这些岛国人 然后用七煞锁魂阵 把他们灭了 因为启动阵法 还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距离太近 阵法还没启动 可能就被他们砍死了 如今也只能拼了 就在李成风 准备启用七煞锁魂阵时 有一辆出租车开到了山上 一个老和尚 带着一个小和尚 从车上下来 正是了梵大师 和他的徒弟小铁蛋 乐梵大师从车上下来 目光直接锁定在 李成风的身上 然后手掌并拢 放于胸前 那摩阿弥陀佛 小施主 我们又见面了 完备 见过了梵大师 小施主 你是不是遇到了麻烦 要不要平僧帮忙 多谢大师 李成风急忙回礼 心想 老和尚来的正是时候 第一次见到了梵大师时 就感觉他气宇不凡 知道他不是普通的和尚 应该是禅武 双修的大师 如今了梵大师 突然来到望海阁 肯定也感应到了 青州城的气场变化 顺着气场流动的方向 找到了这里 如今又多了一个帮手 李成风的底气足了很多 但还是有些担心 怕不是岛国人的对手 就在李成风担心时 又有两辆汽车开了上来 出马仙张迎出 推开车门在车上下来 他一眼便看到了李成风 心中顿时一惊 接着上前 面带微笑说 小兄弟 我们又见面了 见过大仙 李成风急忙回礼 心中很是意外 没想到这个出马仙也来了 看来他供奉的仙家 道衡的确不浅 也察觉到了青州城气场的变化 张迎出之所以会来 是因为他供奉的仙家 需要功德 左腾正雄 窃取天地气韵 想要师姐成仙 这是天地所不能容的事情 只要能破了天子作巢 就是大功德一件 对仙家修行 有着很大的帮助 胡天刚打量着两个人 一眼便看出 他们绝非普通人 特别是那个老和尚 一看就是武道高手 佛法修为应该也不低 让胡天刚惊讶的是 这两个人对李承锋 竟然如此恭敬 紧接着 另一辆车的车门 也被人推开 张北斗从车上下来 可能是来得太匆忙 他身上的白大褂 还没有脱下来 胡天刚看到张北斗 先是一愣 没意会便认出了他 直接喊道 张哥 你怎么也来了 胡老爹 你都能来 我就不能来嘛 你什么时候回的青州 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 咱哥俩好喝两酒 张北斗满脸微笑 直接给胡天刚 来了一个拥抱 故人重逢 两个人都十分的开心 乐凡大师和他的徒弟铁蛋 出马先张迎出 护龙卫的张北斗 几个人的实力 都非常强悍 没想到短短的时间 就来了三个帮手 看着突然出现的三个人 李承锋很感动 华夏危难之际 总是有人不顾生死 挺身而出 刚才还想拉着胡天刚 跑路的李承锋 转而看向怀里 抱着五十刀的岛国人 底气非常足地说 这里是我们华夏的土地 该滚的是你吗 爸啊 岛国人话还没有说完 便传来一声惨哼 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 动手地正视了 梵大师的徒弟小铁蛋 小铁蛋不过十多岁的年纪 身高不过一米三四 瘦弱的身材 却充满了力量 舞蹈修为非常高 他不屑地语气说 师父 我要打他们一拳 乐凡大师点了点头 然后有些担心地说 铁蛋 我佛慈悲 下手不要太轻 让他们走得痛快一点 胡天刚 张迎出 乐凡大师 张北斗站在望海阁门口 向里面看去 整个望海阁内 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一看就知道 被人做了手脚 步了阵法 如今要想进入望海阁 只能先破阵 四个人除了风水勘于之术 齐门顿甲阵法 不如李承锋 自身道横 修为都比李承锋高 想要破阵 也不是一件难事 左腾正雄 在望海阁内 步了三重沙阵 想要阻挡来破天子作潮的 华夏风水师 三重沙阵 阻挡一些道横低 修为差的悬门风水师还行 想要阻挡了梵大师 张迎出 张北斗这些道横高深的悬门中人 简直就是吃人做梦 张北斗看了看门两边 隐藏的黑色骷髅头 一脸不屑地说 区区三重沙阵 就想挡住本师 这也太小瞧本师了 久居一流的风水师 也就这点本师 这个浑沙阵 就让本师来破 说完这句话 便直接向前一步 身影瞬间消失 进入了浑沙阵 看着走进浑沙阵的张北斗 除了李成峰 其他人都一脸淡定在旁边等着 根本就不担心张北斗的安危 也不知道浑沙阵内发生了什么 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摆放在门两边的黑色骷髅头 突然冒起一股股黑烟 没过一会 黑色骷髅头 便化成一堆黑色粉末 与此同时 张北斗突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他的脚边 还躺着一个岛国人的尸体 他冷哼一声 嘲讽的语气说 什么浑沙阵 太垃圾了 不过就是几个恶魂守阵 李成峰很无语 不是浑沙阵不厉害 而是张北斗太强 也不知这个老家伙是什么身份 竟然轻松破了浑沙阵 想到他跟胡天刚称兄道弟 估计他的身份也不简单 轻松破掉浑沙阵 几个人继续向前走去 走了没多远 前面不远处 又出现了两个泥塑人偶 李成峰停住脚步 看着两个泥塑人偶说 这应该是人杀阵 这个阵就让我来破好了 话音刚落 出马仙张迎初便直接走进大阵 也是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摆放在路边的泥塑人偶 变化成一滩烂泥 人杀阵轻松被破 张迎初破掉人杀阵后 八个岛国人的尸体出现在地上 每个人都是一身黑衣 身上全是被动物撕咬的痕迹 他轻烈地与其说 什么人杀阵 不过就是几个废物 借着阵法隐匿身形 搞搞偷袭 这也能叫人杀阵 李成峰笑了笑 看来是自己高估了佐藤正雄 他步的三重杀阵 真的是不堪一击 魂杀阵 人杀阵轻松被破 接下来就还剩下神杀阵 也是三重杀阵中最厉害的阵法 当快要接近帝王阁时 前面不远处出现了五座陶瓷神像 全是岛国人供奉的神明 分别是天狱中主神 高皇产灵神 神皇产灵神 天赵大神 肃斩明尊大神 李成峰看着眼前的几尊陶瓷神像 随之说道 这应该就是三重杀阵中的神杀阵 也是最厉害的一阵 那摩阿弥陀佛 就让平僧来破这个神杀阵 乐凡大师迈步向前走去 李成峰急忙提醒道 大师 小心一点 神杀阵是最厉害的一阵 多谢小施主提醒 平僧早已看破生死 又何惧生死 乐凡大师直接迈步走进神杀阵 身形瞬间消失在众人面前 几个人都有些担心 不知了凡大师能不能破掉神杀阵 前面的魂杀阵是请阴魂守阵 人杀阵是借人之力守阵 守阵之人在阵法中会实力大增 神杀阵则是请神灵守阵 三重杀阵最后的神杀阵 与六丁六甲六阴六阳十二神将护身大阵 有的一拼都是请神分身 三重杀阵也是失传的悬门阵法 三重杀阵虽然在华夏失传 却在岛国流传了下来 可惜他们没有学到三重杀阵的精髓 只是学了一点皮毛 无法发挥大阵的真实威力 如果是里城峰部三重杀阵 以张北斗 张迎出的实力想要破阵 恐怕就有点困难 当了凡大师进入神杀阵后 只感觉眼前一亮 五个岛国神明的分身便出现在眼前 四个神明驻守四个方位 其中还有一个神明守住了阵眼 在神杀阵坐阵的 正是佐藤家族最忠实的仆人高桥正男 当他看到了凡大师进入神杀阵后 便关上了神杀阵的阵门 然后一脸得意地说 老和尚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偏要闯进来 既然来了 我就送你去见佛祖 佐藤建一站在帝王阁门口 看着几个人走到面前 脸上无比的愤怒 你们这些可恶的华夏人 这是我们岛国人的地方 是我们岛国人建的 你们竟然敢私自闯入 这是犯法的 你们知道吗 马上流滚 听到没有 佐藤建一非常地激动 见几人没有离开的意思 继续说道 我已经打电话报关了 相信官府的人很快就会来 你们杀了那么多岛国人 就等着被抓吧 张北斗冷哼了一声 冰冷的目光盯着佐藤建一 嘲讽的语气说 我们护龙卫做事情 其他部门无权过问 不想死的话就束手就擒 佐藤建一无比的愤怒 此时已经明白 这些人为什么能轻松破掉 父亲部的三重杀阵 原来他们都是护龙卫的人 他脸上充满了杀气 知道今天难逃此劫 原本还期待父亲化先归来 踏碎华夏河山 让华夏人跪地沉浮 看来这个计划要破灭了 虽心有万般不甘 却也无可奈何 咬着牙 就是死也不能让他们 破坏父亲的计划 他举起五十刀 对准了几个人愤怒的吼道 帝王阁是我们岛国人的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正做是违法 那摩阿弥陀佛 我佛慈悲 以超度众生为己任 就让贫僧来超度你吧 勒凡大师话音刚落 只见他身形一闪 便出现在佐藤剑一身边 伸手掐住他的脖子 接着便听到一阵骨头 被捏碎的声音 佐藤剑一满脸的惊讶 不敢相信的眼神 看着眼前的老和尚 谁能想得到 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和尚 竟然会杀人 捏死佐藤剑一的勒凡大师 看着地上的尸体 双手合十放于胸前 一脸慈悲的模样说 那摩阿弥陀佛 愿施主早日投胎 佐藤剑一就这么死了 他瞪着双眼盯着天空 死不瞑目 李承锋手持三合罗盘 在帝王阁里转了一圈 很快便找到了血眼 接着便开始往下挖 没一会便挖到一幅棺材 当打开棺材 只见佐藤正雄的尸体 穿着龙袍躺在棺材里 四周的风水地气 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尸体 滋养着他的尸身 他的尸体没有任何变化 还像生前一样 嘴角带着微笑 估计佐藤正雄在临死前 还想着尸解成仙 位列仙班 他们佐藤家族后人 一统华夏的美梦 可是这一切 终将成为泡影 看着身穿龙袍的尸体 每个人都是一脸的怒气 胡天刚愤怒地说 还想尸解成仙 真是痴人做梦 胡天刚在说话时 手上同时多出一张 紫色的真火符露 接着低声迎送起真火咒 只见符露脱手而飞 化成一团火焰 落到佐藤正雄的尸体上 佐藤正雄的尸体 瞬间被火焰包裹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变化为一堆灰烬 佐藤正雄 想要尸解成仙 位列仙班 佐藤家族 一统华夏的美梦 彻底破灭 当佐藤正雄的尸体被毁 整个青州城的风水气场 也瞬间恢复了正常 不再向望海格的方向流动 李承锋看着了梵大师 张迎初 张北斗 胡天刚 心中很是意外 原以为想破掉 天子作潮的风水局 非常的困难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都没有出手 从始至终 就是一个看客 看着眼前的四位大师 轻松破掉 天子作潮的风水局 毁掉佐藤正雄的梦想 华夏民间 到底还隐藏着多少高人 真的让人无法想象 平时这些人 不显山不露水 当华夏遇到麻烦时 这些人便会突然出现 当麻烦解决后 这些人又会突然消失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 张北斗有些着急地说 好了 事情已经解决 我医院里 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就先回去了 张哥 你不是还要跟我喝两杯的吗 怎么这就走了 喝酒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张北斗急匆匆地 向山下走去 事情已经解决 张迎出 乐凡大师 也都相继离开 就还剩下李承锋 胡天刚站在帝王阁门口 看着眼前的望海阁 胡天刚随之说道 李先生 这帮岛国人已经死了 你可以重新拿回望海阁了 这也算是物归原主 李承锋看着眼前一栋栋楼阁 把这种大城风水局留在华下 留在人间 就是一个祸害 如果被心怀不轨的人利用 可能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很大的灾难 最终李承锋做出一个决定 找出一个打火机 重新走回帝王阁 然后点燃了窗帘 任由火势肆意燃烧 解决了望海阁的问题 佐藤正雄 与他两个儿子全部惨死 事情也算是圆满结束 李承锋回到小渔村 陪了几天爷爷 把望海阁的事情 佐藤正雄的事情 给爷爷描述了一遍 李天成感慨万千 那么多年过去了 这些久居一流的阴阳风水师 竟然还不死心 还想重新布局天子作巢 破坏华夏的国运 当得知孙子 把望海阁一把火给烧了 嘴角露出微笑 当年他都没舍得烧掉望海阁 而是把望海阁送给了楚云红 没想到 这傻小子竟然一把火给烧了 看来还是他有魄力 一个星期后 李承锋回到隋元堂 如今已经名声在外 附近的居民口口相传 都知道隋元堂有一个年轻的风水大师 看阴阳两世特别的准 来隋元堂找李承锋 看阴阳两世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他始终坚持原则 每天只看一处风水 因为看多了很累 一大早 李承锋便坐上一辆武林汽车 来到位于郊外的一处居民小区 李承锋在车上下来 习惯性地看了一下小区的布局 这个小区共有18栋楼 分成了三排六行 全部是座北朝南的布局 小区采光也非常好 小区后面有一座不高的山丘 山丘上有几座零零散散的坟墓 看着山上的几个墓碑 李承锋眉头微微一皱 瞬间想到了阳宅风水 禁忌阴阴阳阳 很多人都知道 阳宅后面有阴宅 不吉利 大凶 如果阳宅后面有坟墓 距离在50米以内 这就叫做阴阳 会形成阴煞 影响家人的财运 子女姻缘 夫妻感情等 如果超过50米 影响相对来讲会比较小 当然 这也要看坟墓里埋的人 是怎么死的 如果是自杀 意外惨死 他杀 病死的人 光棍 还有没人祭奠的荒坟 对阳宅的影响会非常大 正常死亡的人 影响就比较小 如果阳宅后面 东面这两个方位有阴宅 距阳宅还比较近 不超过50米 同时 家人的财运又非常差 家庭不和睦 花钱的地方很多 毛病不断 一定要注意了 很可能是屋后 坟墓的原因 李承锋在楼下观察了一会 便跟着老人来到楼上 坐在沙发上喝着茶水 听两位老人 讲他们家遇到的事情 两位老人 有一个儿子叫杨大强 跟儿媳妇刘欣星 三天两头地吵架 动不动就闹离婚 昨天 小两口又闹得特别厉害 还动起了手 而媳妇一生气回了娘家 到现在还没回来 这次非要跟儿子离婚不行 儿子二媳吵架 最头疼的莫过于老人 如果他们离了婚 剩下两个孩子怎么办 最可怜的是孩子 对于儿子儿媳吵架的事情 他们也是束手无策 不知该怎么办 两位老人看着孙子没人照顾 每天都是愁容不展 就在前两天 两位老人听外甥王二刚说 隋元堂有个李先生 会看阴阳两世 本事特别厉害 他家小宝丢了魂 就是李先生给找回来的 两位老人听说后 一刻也不敢耽搁 第二天就让王二刚 带着来到隋元堂 把李承锋请到家里 想看看 是不是家里的风水出了问题 坐在旁边的王二刚 从始至终都是一脸尊敬地 看着李承锋 然后满脸疑惑地问 李先生 我表哥表嫂老师吵架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李承锋没有回答王二刚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 就天天吵架吗 还是突然某一天 才开始吵架的 这个问题 王二刚不知道 两位老人若有所思 过了好一会才开口说 他们吵架 好像是在半年前开始的 以前他们小两口 从来没有半过嘴 更没有吵过架 非常的恩爱 也不知为什么 半年前就突然开始吵架了 两位老人一脸无奈地说 想到儿子 而媳妇天天吵架 就是一脸愁容 李承锋沉默了片刻 想着其中的原因 如果两位老人的儿子和儿媳 是八字不合 属相相冲 结婚后肯定会天天吵架 不会等到结婚好几年 才突然开始半嘴吵架 像他们这种情况 时有星号星号是风水出了问题 也可能是冲撞到了什么邪物 或是被什么邪物缠上了 李承锋正想着是什么原因 后面窗户外 突然传来鸟叫声 接着转头 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不远处的山丘上 有一只乌鸦正站坟顶上 冲着窗户叫 两位老人听完后 忧心忡忡 没想到屋后有坟墓 对家人的影响会这么大 急忙询问化解的方法 可是他们还没开口 旁边的王二刚 就满脸好奇地问 李先生 屋后有坟 为什么两口子就会吵架 还会影响人的身体 财运和姻缘 李承锋原本不想给他解释 但看着他一脸好奇无比的期待 还是给他讲起了其中的原因 阳宅附近有阴宅 阴宅距阳宅太近 就会导致阴气入宅 入宅的阴气也被称为毒阴煞 对阳宅影响非常大 在风水学术中 最忌讳的就是阴感阳 民间也流传着很多俗语 比如东一宅 西一幕 宅木同储 少乐多优 人魂作灵 灾凶不可挡等 这些话的意思就是 阳宅在坟墓东边有益 坟墓在阳宅西边有益 如果阳宅与坟墓靠得太近 形成宅木同储的风水 这家人就会欢乐少 优势多 在阳宅风水学术中 还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宁愿阳感阴 不要阴感阳 最忌两阴加阳 四阴抱阳 所谓的阴感阳 指的就是屋后有坟 阳感阴指的是房前有坟 两阴加阳 就是阳宅左右有坟 四阴抱阳指的是 阳宅四周全有坟 总之来讲 无论是哪个方向有坟墓 距阳宅比较近 对阳宅都会有影响 阴宅若是与阳宅大门相对 也叫阴遮面 对家人的眼睛影响比较大 屋后有坟 会影响家人的身体 财运 子女姻缘等 两阴加阳 也就是阳宅左右有坟 可能会导致白发人送黑发人 如果是四阴抱阳 阳宅四个主方位 全是坟 主大凶 触绝户 这种情况也很少见 几乎没有 分辨阳宅吉凶 还要根据是先有坟 还是先有宅来判断 如果是先有阳宅后有坟墓 主望阳宅 如果是先有坟墓后有阳宅 主望阴宅 阳宅周围每一个方向有墓 对阳宅有着不同的影响 这也要根据吉凶方位 五行方位来判断 坟墓是吉坟 还是凶坟 也不能一概而论 总的来讲 只要阳宅附近有阴宅 形成宅目同处 因其入宅的风水 就会少福多灾 家宅不安 所以 无论是自建房 还是买房 都要尽量地避免 周围有大型目的 坟场 以免影响家人的运势 如何判断阳宅附近的阴宅 对家中有没有影响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如果家中 有人经常生病 性格脾气突然变得暴躁 家中存不住财 财运不佳 夫妻不和睦 经常为了一些琐事争吵 子女姻缘不顺 夜里多梦等情况 并且 阳宅50米以内 正好有阴宅 很可能就是 宅目同处风水造成的 遇到这种宅目同处的情况 要尽快化解 时间久了 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王二刚和两位老人听完后 心中感慨万千 没想到阳宅周围有坟墓 对人的影响 竟然会这么大 两位老人刚要开口 王二刚又急忙问道 李先生 如果遇到宅目同处的风水 应该怎么化解 遇到这种宅目同处 因其入宅的风水不要慌 化解的方法有很多 李成峰给他们讲起了化解的方法 如果对家人影响很大 家中有人丁受损 最好的办法就是搬家 如果影响不是很大 可以在洋宅中 悬挂五行八卦服化解 也可以修建影背墙 阻挡读音纱 身上也可以佩戴一些护身符 化解宅目同处风水的方法有很多 如果对家人运势影响不大 也可以自行化解 不需要找风水师 得知化解的方法后 两位老人松了一口气 王二刚却像一个好奇宝宝 影背墙他知道是什么 在民间影背墙很常见 但他不知道 什么是五行八卦服 满脸疑惑地问 李先生 什么是五行八卦服 李成峰皱了皱眉头 这个王二刚问题可真多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什么是五行八卦服 不知道也很正常 因为平时很少有人 接触这些镇宅化纱的物品 所谓的五行八卦服 大多是陶木 青铜制作 还有符纸制作 种类比较多 价格也不贵 便宜的几块钱 贵的百元左右 五行八卦服 就是中间有一个福字 外面刻着五行八卦 大多以圆形 八角形为主 大五行八卦服 挂在家里 可镇宅画纱 小五行八卦服 戴在身上 可驱斜避凶 在日常生活中 有些人会在钥匙扣上 挂一个黄铜制作的 五行八卦服 李成峰从车上下来 看着眼前的 野玫瑰KTV 门前是霓虹灯 LED灯组成的招牌 招牌上 还有两个巨型话筒 野玫瑰KTV 共有五层 外面装修的富丽堂皇 非常有情调 但是看着眼前的KTV 给人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李成峰跟着王二刚 进入野玫瑰KTV 闲着没事 顺便看得热闹 看看王二刚 是不是真的牛逼 也想知道 这家KTV 为什么会给人 一种诡异的感觉 当李成峰 跟在王二刚身后 走进KTV 瞬间感觉到 KTV的气场不对 整个大厅里 充斥着阴邪之气 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感觉到KTV气场不对 李成峰放慢了脚步 考虑着 还要不要往前走 就在李成峰考虑之际 只见前方楼梯旁 突然出现一个 穿着红杜兜的婴儿 身高不足半米 皮肤发青 正坐在楼梯旁玩耍 李成峰被吓得汗毛乍起 不敢再迈步往前 惊恐的目光 看着距离不足五米的婴儿 穿着红杜兜的婴儿 也发现了李成峰 转头看向他露出 诡异的微笑 紧接着便消失不见 不过片刻 又突然出现在 转头盯着李成峰 再次露出诡异的微笑 笑嘻嘻地喊道 哥哥来啊 来陪我玩 婴儿说完这句话 便穿过房门钻了进去 看着眼前诡异的一幕 李成峰只感觉头皮发麻 心中疑惑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 如此诡异的婴儿 李成峰脑海中 全是那个身穿红杜兜的婴儿 还有那挥之不惧 诡异的微笑 与他最后说的那句话 想着想着 李成峰的神志 突然变得模糊 整个人失去了控制 他机械的移动脚步 慢慢向那扇门走去 他表情呆滞 走到门前想推开房门时 耳边突然传来王二刚的声音 把李成峰惊醒 李先生 这个房间不能进 这是我们KTV老板玫瑰姐的房间 他不准任何人进入 走在前面的王二刚 见李成峰没有跟上 便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他表情呆滞 走到那扇房门前 还想推开那扇门 便急忙制止 清醒过来的李成峰 急忙往后退了两步 惊恐的目光 看着眼前的房门 再也不敢想那个婴儿的样子 恍惚间 他听到房间里 传来一个婴儿的声音 哥哥 进了 不要走 进来陪我玩 空洞的声音 在耳边挥之不去 李成峰又往后退了几步 这也太邪门了 刚才明明站在KTV门口 怎么就突然出现在了这扇门前 就在李成峰思绪万千 想着怎么回事时 王二刚已经走到旁边 有些疑惑地问 李先生 您这是怎么了 怎么一惊一乍的 没 没什么 这扇门 李成峰话还没有说完 王二刚再次提醒道 李先生 这个房间是我们老板玫瑰姐的 他不准任何人进入 咱们还是走吧 此时楼上又传来争吵的声音 王二刚急忙转身向楼上走去 李成峰又看了一眼房门 脸色非常难看 心想 那个婴儿到底是什么邪物 竟然差点着了他的道 这个房间里 肯定藏着什么邪物 接着转身 跟在王二刚身后 向三楼走去 从一楼到三楼 都透着一股阴邪之气 普通人感觉不到这股气息 开过天眼 通过蹊跷的李成峰 却能清晰地感觉到 KTV内气场不对 没一会 便来到了三楼 只听不远处的一个包厢里 传来一个男人愤怒的吼声 你们这个KTV也太黑了 竟然敢拿假酒忽悠我们 你们还想不想开了 接着又传来一个声音 非常坚定的语气说 这位先生 我们KTV所有的酒 全部是从正规渠道进的货 不可能有假酒 请你不要污蔑我们KTV 如果你们想在这里闹事 讹诈我们KTV 那么我想告诉你们 你们找错地方了 我们也没归KTV 可不是好惹的 你们知道这家KTV 是谁照的吗 二刚哥听说过没有 不想惹事的话就马上滚 不然等二刚哥来了 你们想走也走不了 一个身穿职业装 长相漂亮的女生 嚣张霸道不可一世的语气 威胁着眼前的三对男女 面对威胁 三对男女 没有一个人害怕 其中一个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嘲讽的语气说 什么二刚哥 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你把她叫过来 我倒要看看 她能拿我们怎么样 李承风站在门口右边 并没有现身 听到陈清怡三个字时 忍不住笑了笑 真是巧得很 又在这里碰到了这个女人 王二刚先是一愣 心 新任城主秘书 转而看向 一直坐在沙发上 没有说话的陈清怡 她还是不想相信 这个女人 会是新任城主的秘书 心里非常担心 如果这个女人 真是新任城主的秘书 那可就真的摊上大事了 嚣张的气焰瞬间消失 试探性的语气说 城主秘书每天都忙得很 怎么可能来我们这种地方消遣 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哼 不幸的话 你们可以去网上查 前天新任城主牛城主上任 清怡姐就站在牛城主旁边 有两个保安拿出手机 然后查了起来 当看到手机上的画面 站在牛城主旁边的女人 又看了看坐在沙发上 表情冰冷的陈清怡 手机差一点掉到地上 这个女人真的是新任城主秘书 这回可真是惹上了大麻烦 接着把手机放到王二刚眼前 当王二刚看到手机上的画面 脸上的肌肉忍不住抽动了一下 这个女人 竟然真的是新任城主秘书 这下摊上大事了 他们这些混江湖的 最怕的就是官府的人 何况对方还是新任城主的秘书 如果他想拿捏KTV 只要一个电话 就能让KTV关门 把他们全部带走 然后关进去 想到严重的后果 王二刚真的怕了 刚才还一脸嚣张 无比霸道的王二刚 当知道陈清怡的身份后 瞬间耸了下来 挤出一丝微笑 一脸歉意地说 陈 陈秘书 真的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刚才不知道您的身份 多有冒犯 还请您原谅 不要跟我们这些臭鱼烂虾计较 陈清怡笑了笑 他并没有打算跟王二刚计较 非常大气地说 身为牛城主的秘书 我肯定不会跟你这种小人物计较 还会主动原谅你的过错 但我这几位同学原不原谅你 我就说的不算了 陈清怡旁边的五个同学听到这里 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身为牛城主的秘书 如果陈清怡跟王二刚计较 这件事传出去 肯定会影响牛静德的声誉 所以 他才会选择原谅对方 这就代表后面发生的事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让几个同学好好折磨王二刚 陈清怡非常自信 只要他坐在这里 让他胆子再大 也要任由他几个同学折腾 仗着陈清怡在旁边撑腰 他几个同学 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王二刚听到这里 额头上冷汗直冒 心想这个女人好阴狠 转而看向 刚才被他用啤酒瓶爆头的男子 很是无奈的语气说 兄弟 刚才都是我的错 你能原谅我吗 男子摇了摇头 一脸胸很冰冷的语气说 想让我原谅你也可以 只要你把桌上的酒瓶全部爆了 我就原谅你 王二刚看着桌子上的十几个啤酒瓶 犹豫了片刻 然后咬了咬牙 拿起一个啤酒瓶 直接砸到头上 一个接一个的啤酒瓶砸到头上 传来啤酒瓶爆裂的声音 王二刚的头皮也被玻璃扎划破 鲜血顺着头皮流到脸上 当把所有的啤酒瓶爆掉后 王二刚面带无奈的苦笑 看向那个男子问 哥 这回你满意了吗 还有这两个酒瓶 一起给我爆了 男子又指向旁边的两个洋酒瓶 这两个酒瓶比较厚 如果砸到头上 肯定会非常的疼 但王二刚还是咬着牙 直接拿起酒瓶砸到头上 连续砸了好几次 才把两个洋酒瓶爆掉 王二刚只感觉脑瓜子嗡嗡作响 脑袋晕晕乎乎 但对方还没有原谅他的意思 又逼着他 让他跪在地上道歉 没完没了的报复 让王二刚很是无奈 但他也不敢发作 看着表情冰冷的澄清一塌 没得选择 就在王二刚准备跪下道歉时 一个声音突然在门口传来 好了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包房里的人全部转头 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不知什么时候 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年轻人 包房里的人 看到这个突然出现的年轻人 都是一脸不屑 他算什么东西 他说算了就算了 王二刚盯着这个年轻人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心想 李先生是出来搞笑的吧 突然跑出来说这么一句话 这些人又怎么会听他的 要知道 这个女人可是青州城新任城主的秘书 估计只有城主来了 才能管得了这个女人 每个人都是一脸震惊 疑惑 不解 这个年轻男子是什么人 陈轻怡为何对他如此尊敬 要知道 陈轻怡可是牛城主的秘书 也算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在这个年轻人面前 为何如此卑微 因为李成峰的出现 成功化解了此事 陈轻怡带着他的五个同学 离开了KTV 走在楼道里 刚才被他打的男子 心中有些不爽 满脸 好奇地问 轻怡 那个小子是什么人 你怎么对他那么尊敬 他是什么人 你还不配知道 你只要知道 就连牛城主本人 对他也是无比的尊敬 就够了 当陈轻怡带着他的同学离开 王二刚抹了一把脸上的血 不敢相信的目光 看着李成峰 真的无法相信 他只说了两句话 陈轻怡就乖乖地离开了 这怎么可能 更奇怪的是 陈轻怡看上去 还很怕李成峰 这就更让人无法理解了 堂堂一城之主 陈轻怡的秘书 怎么会派一个风水师 王二刚随之好奇地问 李 李先生 那个陈秘书 为什么会听你的 好像还很怕你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帅吧 李成峰很自信地说 旁边的人都很无语 见王二刚满脸是血 让他送回隋怨堂 已经不可能了 准备打车回去 让他去医院看看 包扎一下 李成峰刚想离开 恍然想到了一件事 转身看着王二刚继续说 二刚 这家KTV不干净 有脏东西 你最好离开 如果你继续留在这里上班 可能就会大祸临头 神 什么脏东西 王二刚对李成峰说的话 那是无比的相信 李成峰之所以告诉王二刚这些 是因为他不想让小宝失去父亲 接着继续说 这家KTV的脏东西是什么 我现在也不清楚 但这个东西很邪门 刚才在楼下大厅 我就差点着了他的道 李成峰话音刚落 门口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谁说我的KTV里有脏东西 赶快给我站出来 当话音落下 包房门口同时出现了一个女人 四十多岁的年纪 留着干练的齐儿短发 脸上画着很浓的妆 铺了一层很厚的粉底 血红色嘴唇 身上全是呛人的香水味 李成峰转头向门口看去 当看到这个女人心中大惊 这个女人不正常 她身上散发着很浓烈的阴气 就连死人身上的阴气 也没她身上的重 虽然她在身上喷了很多香水 但李成峰还是闻到了 一股淡淡的湿臭味 眉头瞬间紧紧地皱在一起 王二刚看着突然出现在门口的女人 急忙迎了上去 面带微笑地说 玫瑰姐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KTV里遇到了一点麻烦 就顺便过来看看 那几个人去哪了 这个女人正是也没归KTV的老板 别人都喊她玫瑰 或叫她玫瑰姐 四十多岁的年纪 追求她的男人却依然很多 王二刚急忙说 玫瑰姐 事情已经解决了 那几个人都走了 玫瑰姐点了点头 转而一脸着急地问 刚才我听到 有人说KTV里有脏东西 这句话是谁说的 赶快给我站出来 王二刚一脸无奈 不知该怎么回答 李成峰向前走了一步 毫不避讳地说 是我说的 玫瑰姐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先是一愣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她这么年轻 怎么能看出 KTV里有脏东西 众人原以为 玫瑰姐会大发雷霆 把李成峰狠狠地教训一顿 就连王二刚也是这么想的 急忙向前走了两步解释道 玫瑰姐 这位李先生是我朋友 他说 KTV里有脏东西 只是开个玩笑 你不要当真 不要生气 我这就让她离开 玫瑰姐没有搭理王二刚 而是奇怪的目光 看着李成峰 声音有些颤抖地问 你 你怎么知道 KTV里有脏东西 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李成峰并没有回答 而是转头 看了看包房里的服务生和保安 玫瑰姐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 把王二刚 与其他的保安 服务生全部赶了出去 然后关上包房房门 期待的目光 看着李成峰 此时 李成峰才开口说 刚才我在楼下大厅里 看到一个身穿红杜兜的婴儿 浑身散发着阴邪之气 你身上的阴邪之气 跟那个婴儿身上的阴邪之气一样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婴儿应该跟你有关系吧 李成峰坐在沙发上 看着眼前的女人听着她的故事 心中暗暗感叹 这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玫瑰姐原名曹丘妹 她并不是青州本地人 祖籍是东广府生成人 她丈夫魏晨阳 是一个嗜酒如命的赌徒 平日里什么事情也不做 最喜欢的就是喝酒 赌博 打老婆 她丈夫十赌九输 几乎没有赢过钱 外面还欠了一屁股赌债 三天两头 有人上门要债 为了躲债玫瑰姐的丈夫 便跑到了外地 大约过了半年多的时间 她丈夫才在外地回来 回来时 怀里抱着一个不大的木盒子 木盒子里 装着一个泥塑娃娃 大约有二十公分高 泥塑娃娃有手有脚 五官齐全 表情却非常的诡异 身上还画了很多诡异的符文 看着表情诡异的泥娃娃 玫瑰姐被吓了一跳 询问丈夫这是什么 她却不肯说 丈夫把泥塑娃娃拿回家后 便找了一个隐蔽的房间 把窗户全部遮住 把诡异的泥塑娃供了起来 每天都会按时按点 给泥娃娃上香 半夜还会起床给泥娃娃说话 在泥娃娃面前许愿 玫瑰姐看着丈夫诡异的行为 心中很是不解 心想丈夫为什么要拜一个泥娃娃 趁着丈夫心情好时 小心翼翼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丈夫却一脸得意 自傲的语气说 不该问的别问 你就等着看我发财好了 自从丈夫把泥娃娃带回家 丈夫的运气突然变得好了起来 每一次去赌钱 都是赢得盆满钵满 用麻袋把钱背回来 最奇怪的是 那些输钱的庄家 也不会找他麻烦 不过三年的时间 丈夫便从一个穷赌徒 变成了千万身价的富豪 并且还开了几家服装厂 酒店 玫瑰姐原以为丈夫有了钱 她就能跟着过上好日子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丈夫钱越来越多 身边的女人也就越来越多 围在丈夫身边的 不是漂亮的女明星 就是身材火辣的女模特 每一个都是年轻貌美 因为丈夫有了新欢 便提出了离婚 还给了玫瑰姐两百万做补偿 她也没有拒绝 但在离婚前 她问了丈夫一个问题 想知道 丈夫为什么从一个穷赌徒 突然变成了千万富豪 要知道 在新号新号十年代 那个贫穷的时期 身价千万的老板 可以说是非常的少 丈夫也没有隐瞒 把她突然报复的原因 讲了出来 原来三年前 丈夫抱回来的那个泥娃娃 并不是普通的泥娃娃 而是一个先罗国的古曼童 当时的玫瑰姐 并不知道什么是古曼童 还以为是东南亚一带流行的杨小浑 当时玫瑰姐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而是拿着二百万选择了离开 两个孩子也全部给了丈夫 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 二百万对每个人来讲 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原以为有这二百万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惜玫瑰姐遇人不输 原以为遇到了真爱 没想到对方却是一个骗子 离婚前 丈夫给她的二百万全被骗走了 就还剩下一套房 被骗的玫瑰姐对男人彻底死心 同时她又不甘心 不甘心做一个平凡的女人 想到前夫从一个穷赌徒一夜暴富 想到那个诡异的泥娃娃 玫瑰姐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也要请一个泥娃娃回来供养 然后她便找到前夫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奇怪的是前夫并没有隐瞒 还非常热情地告诉她 去请古曼彤的国家与位置 接着玫瑰姐便卖掉了房子 带着卖房子的钱来到了仙罗国 当时花了六十多万泰铢 请回来一个古曼彤 当玫瑰姐开始供养古曼彤后 她贫苦的命运也在此时发生了改变 命里的很多灾结 在古曼彤的提示下都能逢凶化吉 财运 男人 事业 想要什么有什么 她也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 从一个穷苦的女人 变成了身价上亿的富婆 后来 因为东广府严查不正规娱乐场所 玫瑰姐在古曼彤的提示下 提前关闭了所有的娱乐场所 带着资金来到北方 继续开设娱乐场所 在古曼彤的帮助下 玫瑰姐的事业越做越大 只要在古曼彤面前许愿 几乎很多愿望都能实现 深知古曼彤带来的好处 玫瑰姐一丝也不敢大意 每日每夜都小心翼翼供养着古曼彤 恐怕触犯了什么禁忌 供养古曼彤 每天凌晨都要起床给古曼彤说话 清晨必须上香 不能在古曼彤面前做男女之事 不能让古曼彤见邪等 玫瑰姐去了很多地方 找了很多大师 当那些大师看到她身上的情况后 直接摇了摇头 然后便让她离开 还有一些脾气不是太好的大师 直接把她撵了出去 让她回家等死 供奉邪物改命遭到反噬 那就是罪有应得 玫瑰姐很是绝望 看着身体一天天的变化 她已经撑不下去了 她想一死了之 但想到还有几十亿的资产没有花完 还是舍不得人世间的财富 最终 玫瑰姐的情绪 从绝望变成了愤怒与后悔 这一切都是古曼彤害的 心中又无比的后悔 早知今日 说什么也不会在家中供养邪物 宁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可是一切都晚了 心中除了后悔 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把所有的怨恨 全部指向古曼彤 无比愤怒的玫瑰姐 来到野玫瑰KTV 想亲手把古曼彤给砸了 可是刚走到KTV大厅便听员工说 有人在KTV闹事 当愤怒过后 可能是出于对古曼彤的恐惧 原本想亲手摔了古曼彤的玫瑰姐 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向楼上走去 就在玫瑰姐上楼时 正好有三对男女在楼上下来 正是陈清怡和她的五个同学 当陈清怡与她的五个同学 在玫瑰姐身边经过时 其中一人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 一脸嫌弃地说 这是什么味道 好恶心啊 玫瑰姐完全当作听不见 继续向三楼走去 刚进入三楼的楼道 便听到包房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说KTV里不干净 有脏东西 若是换了正常的老板 听到这样的话 肯定会无比地愤怒 然后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个人 可是当玫瑰姐听到这句话后 心中却是一惊 心想 这是什么人 竟然能看出KTV里有脏东西 心里也非常的明白 这个人竟然能看出KTV里有脏东西 很有可能不是普通人 便急忙走进了包房 然后寻找是谁说的这句话 当玫瑰姐把王二刚 保安 服务生全部撵出包房后 听到李成峰亲口讲出 她刚才在一楼大厅看到一个婴儿 激动的心情已经无法遮掩 心中更加确定 这个年轻人绝对不是普通人 无路可走的玫瑰姐 毫不犹豫 直接跪到地上 希望李成峰能救她的命 经受古曼彤反噬折磨的玫瑰姐 已经无法承受这样的痛苦 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些天 她不知在多少大师面前下跪过 希望那些大师能救她的命 可惜这些大师也是束手无策 这个古曼彤太邪乎 如果这些大师解决不了古曼彤 很可能会被古曼彤缠上 到时候 真的就是自身难保 所以这些大师看到玫瑰姐身上的烂肉 还有她身上浓郁的死气 道横秀为不是很高的大师 都不敢过问这件事 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 玫瑰姐才把她的遭遇全部讲完 然后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李成峰 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 接着又跪到了地上 悲气的声音说 先生 求求你 救救我 只要你能救我 我什么都答应你 哪怕我所有的财产 为了活下去 其他的真的不重要 此时的玫瑰姐才知道 钱财不过就是身外之物 身体健康和生命 才是最重要的 李成峰看着跪在地上的玫瑰姐 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她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化解古曼彤的反噬 这个女人真的太愚蠢了 明知道公养古曼彤非常的危险 稍有不慎 就会遭到反噬 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可是她为了改变命运 为了一夜暴富 还是选择公养古曼彤 李成峰略带愤怒的语气质问 我想 你在去陷罗国亲古曼彤时 制作古曼彤的高僧 应该告诉过你 公养古曼彤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你为什么还要不顾生死 选择公养古曼彤吗 玫瑰姐跪在地上沉默了很久 然后看向李成峰 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眼神中涌现出 无限的悲伤与无奈 然后伤感的声音说 因为穷 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比穷可怕 玫瑰姐说到这里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脸上的浓妆被泪水弄花 看上去非常诡异 她是亲身体会过穷有多么可怕 看着别人的孩子有吃有穿 自己的孩子衣不遮体 每天啃着番薯土豆 那种感觉真的太痛苦了 当初 因为穷 她真的后悔 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 让孩子跟着她一起受罪 玫瑰姐走在前面 李承锋跟在后面 向楼下面的大厅走去 在楼道里正好遇到了王二刚 王二刚并没有去医院 只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因为她怕玫瑰姐 找李承锋的麻烦 所以才一直在外面等着 心里也下定了决心 只要玫瑰姐敢找李承锋的麻烦 她一定会跟玫瑰姐撕破脸皮 见李承锋平安无事地走出包房 王二刚才松了一口气 悄悄地跟了上去 小声地问道 李先生 玫瑰姐没有找你的麻烦吧 没有 李承锋随口回答 王二刚面带疑惑 玫瑰姐竟然没找李承锋的麻烦 这可不像她的作风啊 想到两个人在包房里待了那么久 恍然想到了什么 玫瑰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王二刚非常地清楚 这就是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以玩弄男人未乐的女人 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李承锋 想到这里 脸上露出坏坏的微笑 接着继续问 李先生 你跟玫瑰姐在包房里待了那么久 你跟玫瑰姐是不是 那个啥了 滚 李承锋白了王二刚一眼 这个人的思想怎么那么龌龊 脸上闪过一丝愤怒 也没有跟他解释 只是继续向前走去 王二刚脸上笑得更加灿烂了 没有解释 那就是默认了 紧走两步急忙跟了上去 没一会 三个人便来到了一楼大厅 站在楼梯下面的房门前 王二刚知道这个房间是玫瑰姐的 他不准任何人进入 转身想要离开 却被李承锋给拉住了 今天 你也可以进去看看 李承锋之所以让王二刚陪着 因为多一个人能壮胆 玫瑰姐也没有拒绝 王二刚瞬间来了兴趣 他也很想知道 这个房间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玫瑰姐一直不让别人靠近 玫瑰姐有些紧张地看着房门 然后轻轻地推开房门 当房门被推开的那一刻 一股阴寒之气扑面而来 李承锋和王二刚都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这一股阴寒之气实在是太凉了 能穿透人的皮肤 进入人的身体侵入骨髓之中 王二刚摇头晃脑 看着李承锋疑惑地说 怎么会这么冷 没事 可能是空调坏了 李承锋随口解释道 应该是的 我要不要找人修一下 王二刚急忙点了点头 对李承锋说的话 那是深信不疑 推开门的玫瑰姐 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然后转头看着李承锋 嘴角露出一丝苦笑说 先生 李 里面请 因为玫瑰姐脸上的浓妆花了 还有嘴唇上鲜艳的口红 当她笑起来的时候 看上去非常的诡异恐怖 感受着房间里散发的诡异气息 李承锋可不敢先进去 而是让玫瑰姐走在前面 这间杂物室并不是很大 只有十几个平方 里面只放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当李承锋进入杂物室 瞬间被摆在墙角的桌子 吓了一跳 这张桌子上 放着一个不是很大 却非常诡异的神龛 确切地说 这不是神龛 只是一个竖着的木盒子 这个木盒子上 刻满了诡异的符纹 这些来自仙罗国的符纹 李承锋一个也看不懂 竖着的木盒子里 放着一个盘腿做的泥塑小娃娃 高度不过二十公分 娃娃的脸上 身上也画满了奇怪的符纹 小小的眼睛 双手合十放于胸前 看上去就很邪惑 第一眼看到这个泥娃娃 还感觉有些可爱 当在看第二眼的时候 就感觉非常的诡异 王二刚也被吓了一跳 有些颤抖的声音问 李先生 这 这个是什么东西 李承锋的目光 紧紧地盯着泥塑娃娃 并没有回答王二刚的问题 而是震惊的语气说 这 这就是古曼童 什么是古曼童 王二刚满脸好奇地问 玫瑰姐虽然知道 古曼童能改变人的命运 让人一夜暴富 也知道供养古曼童的禁忌 却不知古曼童是怎么制作的 转而看向李承锋 也想听听他怎么解释古曼童 看着王二刚和玫瑰姐好奇的目光 李承锋还是给他们讲起了 关于古曼童的制作方法 与具体用途 李承锋对仙罗国邪术古曼童的制作方法 多少也有一些了解 仙罗国的大多邪术 毕竟都是华夏奇门邪术眼辫来的 前些年一些网购平台 还有人在网上出售古曼童 古曼利 降头粉等物品 因为出了一些事情 后来全部被下架 不准继续出售古曼童古曼利 李承锋震惊的目光看着玫瑰姐 看着紧紧贴在他胸前的小婴儿 婴儿把黑色的嘴唇 吸附在玫瑰姐的心口 正在贪婪地吸食着玫瑰姐身上的阳气 随着阳气的流失 玫瑰姐心口从正常的肤色 慢慢地开始枯萎腐烂 此时的李承锋才明白 玫瑰姐的身上为什么会腐烂 因为她身上的阳气 都被古曼童给吸走了 刚才精神状态还不错的玫瑰姐 此时突然感觉特别的疲惫 上下眼皮不停地眨动着 嘴角露出一丝疲倦的微笑 转而看向李承锋 李先生 对不起 我 我突然感觉好累 好想休息一会 玫瑰姐说完这句话 便躺到了床上 接着便疲惫地闭上眼睛 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诡异的古曼童依然贴在她的心口 不断地吸食着她身上的阳气 人身上的阳气一旦流失 导致阳气不足 就会感觉疲惫无力 没有精神 身体变得越来越差 看着眼前恐怖的一幕 此时的李承锋也是束手无策 不知该怎么办 只好拉着王二刚悄悄地退出房间 然后慢慢地关上房门 当退出房间后 王二刚满脸疑惑 盯着李承锋好奇地问 李先生 玫瑰姐这是怎么了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就突然躺到床上睡着了 我在她身上 还闻到了一股很难闻的腐臭味 李承锋深吸了一口气 走出KTV后 才把玫瑰姐供养邪物古曼童 触犯禁忌 遭到古曼童反噬的事情 告诉了王二刚 当王二刚得知 刚才那古南闻的气味 是玫瑰姐身上散发的湿臭味后 首付正面包车 忍不住呕吐了起来 吐完了才抬起头说 这 这也太恐怖 太恶心了 没 玫瑰姐是不是疯了 怎么敢供养这种东西 她说因为穷 李承锋随口回答 王二刚也是一阵感叹 穷虽然可怕 但让他拿命去换钱 他肯定不干 转而看向李承锋 恳求的语气说 李先生 求求你 一定要救救玫瑰姐 玫瑰姐是一个好人 她对KTV的每个员工 都非常的好 还经常捐款做善事 资助孤儿院 嗯 我会尽量想办法救她 李承锋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非常的清楚 像玫瑰姐这种情况 身上已经开始腐烂 就算化解了古曼童的反噬 她也不一定能活下来 如今也只能尽力而为 希望能有奇迹发生 为了帮玫瑰姐 化解古曼童的反噬 李承锋一刻也不敢耽搁 让王二刚开着车 去菜市场买了两只公鸡 莫汁 糯米 然后又买了几根麻绳 去寺庙里 请了两尊开光的佛像 又买了一根五公分宽 半米长的黑布条 准备好所需的物品 李承锋又回到隋元堂 把公鸡杀掉 鸡血 莫汁 糯米汁 全部倒进碗里 又在里面放了一点朱砂 祖师爷画像前的香炉灰 然后用手指搅拌了一下 鸡血 莫汁 糯米汁 朱砂 香炉灰搅拌在一起 瞬间变成了黑红色 当把鸡血汁调好后 李承锋又把麻绳放到碗里 把麻绳染成红色 当再把麻绳拿出来 这根麻绳就成了复魂锁 捆尸绳 接着又画了两道阵魂符 准备好一切后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 李承锋一刻也不敢耽搁 让王二刚开着车 带着准备好的物品 急匆匆地回到野玫瑰TTV 很快 又来到那扇房门前 李承锋 让王二刚找了两个胆大的保安帮忙 毕竟人多了能壮胆 在进去前再三叮嘱道 等一下 无论看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害怕 一切听我安排 听到没有 两个保安点了点头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李承锋看了看两个保安 愣头愣脑的样子 应该不会怕事 上午 自从玫瑰姐进去后 到现在一直没有出来 王二刚想到 那恶心难闻的气味 还有那个诡异的古曼童 他一点也不想进去 有些胆怯地说 李先生 我 我能不能在外面等着 不能 李承锋说话时 便推开了房门 然后向房间里面看去 只见玫瑰姐依然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趴在他心口的小婴儿 早已不见踪影 应该是吸足了阳气 回到了泥塑娃娃里 这是镇压他的最好时机 李承锋 左手拿着装有鸡血汁的碗 右手拿着一只毛笔 悄悄地走到 摆放古曼童的桌子前 把毛笔沾上鸡血汁 然后快速点在古曼童的眉心处 眼睛 封住了古曼童蹊跷 以免住在泥娃娃里的古曼童跑出来 当李承锋把两张镇魂符 拍到你娃娃的头上 泥娃娃虽然还在摇晃 但力度又比前面小了很多 加上王二刚双手死死按住泥娃娃 你娃娃这才停止晃动 但依然在颤抖 王二刚着急地说 李先生 快点 我 我快按不住了 坚持一会 马上就好 你娃娃里 还在不断发出婴儿愤怒的嘶吼声 这个声音非常的刺耳 听到这个声音 李承锋只感觉耳朵里奇痒难忍 但李承锋顾不上这些 急忙用复魂锁把泥娃娃绑了起来 眼看就要把泥娃娃绑好 可就在此时 泥娃娃里的声音突然变了 带着哭腔喊道 妈妈 救我 妈妈救我 当听到这个声音 李承锋顿感不妙 可是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只见玫瑰姐直挺挺地在床上站了起来 快速挥手推开李承锋 看上去轻轻地一推 力道却非常的大 李承锋直接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到墙上 同时传来一声惨哼 疼得呲牙咧嘴 还没来得及抬头 便听到王二刚震惊的语气说 梅 玫瑰姐 你这是怎么了 王二刚话音刚落 也被玫瑰姐一把推开 重重地摔到地上 同样传来一声惨哼 只见玫瑰姐表情呆滞 整个眼珠下翻全是白色 看到这里 李承锋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 玫瑰姐这是被古曼童控制了心智 心中暗暗吃惊 这个古曼童果真不是一般的邪乎 被封了蹊跷 贴了镇魂符 并且被附魂所缠住 竟然还能控制玫瑰姐的心智 玫瑰姐推开李承锋和王二刚后 便抱起泥娃娃 转身向外面跑去 李承锋急忙喊道 不能让他跑了 赶快拦住他 李承锋说话的同时 急忙抱住玫瑰姐的脚 一股腹臭味扑鼻而来 直接呕吐了起来 但还是死死抱住他的脚 绝不能让他出去 王二刚也从地上爬起来 在后面一把抱住玫瑰姐 刺鼻地俯臭味熏的他 差点昏厥 眼珠子翻来翻去 另外两个保安也急忙冲了上来 抓住了玫瑰姐的双手 玫瑰姐紧紧地抱着泥娃娃 拼命地挣扎 想要摆脱四个人的控制 不知为何 玫瑰姐的力气非常大 轻轻松松把王二刚甩到一边 其中一个保安也被撞倒在地 四个大男人 竟然控制不了一个女人 李承锋抱着玫瑰姐的脚 被他拖着在地上滑 另一个保安急忙去扯玫瑰姐的衣服 接着用力往后一拉 可能是用的力气太大 玫瑰姐的衣服竟然被撕了下来 失去了衣服的遮掩 玫瑰姐的后背 袒露在四个人面前 当李承锋 王二刚 两个保安看到玫瑰姐的后背 每个人都是一脸的震惊 同时感觉一阵恶心 忍不住吐了起来 只见玫瑰姐的后背上 有五六块黑色的斑点 大小与手掌差不多 流出黑色的湿液 整个房间里瞬间变得奇臭无比 这个味道实在太难闻了 四个人弯着腰不停地呕吐 玫瑰姐也在此时打开了房门 眼看就要离开这个房间 李承锋急忙直起身 一脸着急地喊道 绝不能让他离开这个房间 赶快把他给我拦住 只要把他拦住 我每人给你们一千块钱 李承锋话音刚落 王二刚和两个保安再次冲了上去 强忍着恶心 用尽全身力气 把玫瑰姐给拽了回来 身上的衣服沾满了让人恶心的失液 李承锋趁着这个机会 用力去抢玫瑰姐怀中的泥娃娃 费了很大的劲 才把泥娃娃抢回来 抢到泥娃娃后 李承锋急忙用复魂锁 紧紧地绑住泥娃娃 接着又拿出一块黑布条 蒙住了泥娃娃的眼睛 又用毛笔沾了一下鸡血脂 在泥娃娃的嘴上狠狠地画了一笔 当把泥娃娃的眼睛蒙住后 彻底封住泥娃娃的嘴 泥娃娃里的声音也瞬间消失 与此同时 玫瑰姐的眼睛又翻了翻 黑眼珠重新出现 就像一滩烂泥倒在了地上 看着倒在地上的玫瑰姐 几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被累得气喘吁吁 李承锋转盯着泥娃娃 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古曼童看上去不大 竟然会如此的邪性 还好没有让她跑出去 王二刚看着躺在地上的玫瑰姐 有些担心的语气问 李先生 玫瑰姐 没事了吧 不知道 把她抬出去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当王二刚和两个保安 把玫瑰姐抬出去后 玫瑰姐身上腐烂成这个样子 之所以还没死 是因为古曼童不想让她死 还要吸食她身上的阳气 如今把古曼童震住 估计玫瑰姐也撑不下去了 李承锋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可怜的女人 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穷虽然可怕 但钱还能比生命重要吗 见李承锋没有回答 王二刚又一脸担心地问 李先生 那个古曼童 还会缠着玫瑰姐吗 他还会不会出来害人 我也不知道 李承锋摇了摇头 又眼皮不停地跳 心中特别慌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想要震住古曼童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在只是暂时震住了古曼童 不知他身上的邪气 什么时候才能被佛像化解 但愿不会有意外发生 李承锋其实可以用奇门阵法 轻松地灭掉古曼童 但是经历过上次的天遣后 他明白了很多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想再做违背天理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一个生灵 就在李承锋和王二刚 坐在KTV门口休息时 一个漂亮的服务生跑了出来 着急地语气说 二刚哥 玫瑰姐要见李先生 李承锋和王二刚 跟在服务生身后 来到了一间包房 此时的玫瑰姐 正躺在沙发上 双眼微闭 看上去非常虚弱 王二刚走进房间 轻轻地喊了一声 玫瑰姐 听到喊声 玫瑰姐慢慢地睁开眼 先是看了一眼王二刚 接着又转头看向李承锋 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然后缓缓地开口 李先生 谢谢你 如果能早点遇到你 我可能就不会变成 现在这个样子了 此时 玫瑰姐已经卸掉了 脸上的浓妆 她的脸色非常难看 嘴唇已经变成了黑紫色 身上的生机 也在慢慢地消散 看着玫瑰姐的样子 李承锋非常清楚 她已经撑不了多久了 因为她身上的阳气 已经被古曼铜锡干净 想要把她救过来 根本就不可能 这也是那些大师 不愿出手救她的原因 因为那些大师也救不了她 供养邪物 本就是天理难容的事情 她有这样的结局 也是咎由自取 李承锋看着躺在沙发上 奄奄一息的玫瑰姐 略带同情的语气问 玫瑰姐 很抱歉 我没能救得了你 玫瑰姐笑了笑 缓缓开口说道 李先生 你不用道歉 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 我真的好后悔 好后悔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只想做一个 扑普通通的女人 玫瑰姐说完这一句话 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脸上还带着无尽的回忆 李承锋看着玫瑰姐的尸体 这个女人很可怜 但也很可悲 她虽然靠着 供养古曼童一夜暴富 想尽了世间荣华富贵 却也丢掉了年轻的生命 很多事情真的不能强求 命中有时中虚有 命中无时莫抢求 万事随缘天地宽 该放手时且放手 眼前无路早回头 莫做痴汉欲抢求 李承锋转身离开包房 准备离开眼玫瑰KTV 刚走到门口 却被一个漂亮的女人拦住 这个女人一脸恭敬地说 你好 我是玫瑰姐的助理秦笑笑 请问你就是李承锋 李先生吗 嗯 有事吗 是这样的 就在刚才 玫瑰姐已经联系了 她的私人律师 准备把眼玫瑰KTV送给你 律师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请您稍等一下 千万转让合同再走好吗 李承锋摇了摇头 对于这家KTV 她一点兴趣也没有 并不享受这份大礼 秦笑笑却继续说道 李先生 玫瑰姐在临死前嘱托我 让你务必收下这家KTV 她并不是为了感谢你 只是给你的报酬 她还说你懂的 李承锋明白玫瑰姐的意思 她是想让自己帮忙 彻底地毁掉古曼彤 以免把她留在世上继续害人 这家KTV 就是玫瑰姐给自己的酬劳 想到古曼彤还在这家KTV里 李承锋便没有拒绝 等律师来了后 直接在转让合同上签下了名字 李承锋也没想到 原本只是跟着王二刚来KTV看个热闹 没想到遇到了陈清怡 更没想到 也没归KTV的老板玫瑰姐 之所以能坐拥几十亿的资产 是因为供养了一只古曼彤 可怕的是 玫瑰姐因为在古曼彤面前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触犯了禁忌 遭到了古曼彤的反噬 李承锋出于善心 想帮玫瑰姐 化解古曼彤的反噬 可惜还是晚了 玫瑰姐最终还是走了 看着伤心的菜花蛇 李承锋叹了一口气 自己何尝不想祖师爷 也不知祖师爷跑到哪去了 李承锋真的很想知道 祖师爷用了什么方法 帮自己躲过了天前 他虽然救了自己 却也触犯了天条 天上那帮正神 肯定不会放过他 若是祖师爷 被天上的那帮正神抓到 肯定会被贬入凡间 经受轮回之苦 一日清晨 李承锋躺在床上睡得正香 放在床头上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迷迷糊糊拿起手机 放到耳朵上 接通电话 里面传来一个着急的声音 李先生 不好了 你 泥娃娃不见了 原本还迷迷糊糊的李承锋 当听到古曼彤不见了 直接在床上坐了起来 着急的语气问 你说什么 你再给我说一遍 李先生 那个泥娃娃 古曼彤不见了 电话里传来王二刚自责的声音 李承锋对着手机 气愤的语气说 我不是让你找人看着的吗 李先生 你还是过来一趟吧 我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 李承锋很生气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古曼彤给震住 没想到 这才过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古曼彤竟然就被偷了 是谁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连这种邪物也敢偷 李承锋急忙穿上衣服 匆匆忙忙走出隋缘堂 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 快速向野玫瑰KTV的方向驶去 由于是早晨 正式出行的高峰期 车辆非常的拥堵 大约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KTV 王二刚看着走进KTV大厅的李承锋 急忙迎了上去 一脸自责地说 李先生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看好古曼彤 让人得偷了 我不是让你找人看着的吗 你是怎么看的 怎么还让人得偷了 李承锋略带怒气地问 心中非常的担心 若是古曼彤跑出来 肯定会找自己报仇 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王二刚无比地自责 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原来偷走古曼彤的不是别人 正是昨天帮忙的两个保安 李承锋很意外 真没想到 那两个保安竟然会偷走古曼彤 想到他们愣头愣脑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这种事 他们真能干得出来 李承锋心中疑惑 两个保安并不知道古曼彤的用途 他们为什么要偷古曼彤 转而看向王二刚好奇地问 这两个保安 又不知道古曼彤的作用 怎么会偷古曼彤 都怪我 昨天下午喝酒喝多了 就把古曼彤能让人报复的事情 告诉了他们 王二刚十分后悔地说 俗话说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当两个保安知道 古曼彤能让人报复后 心中的贪欲战胜了恐惧 谁不想一夜报复 谁不想开豪车住豪宅 谁不想左手揽着明星 右手抱着模特 当天晚上 两个保安主动要求值班 看守镇压古曼彤的房间 王二刚也没多想 还表扬了他们两个人 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两个保安竟然趁着值班的机会 偷走了里面的古曼彤 李成峰很是无语 两个保安亲眼目睹玫瑰姐 遭到反噬惨死 竟然还敢打古曼彤的主意 真的是人未才死 鸟未食王 这句话 真的是一点都没错 王二刚也知道古曼彤的邪性 一脸着急地问 李先生 古曼彤被那两个保安偷走了 现在该怎么办 那两个保安叫什么名字 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两个保安 一个叫黄强 一个叫陈忠 都是青州本地人 李成峰很是担心 如果他们把泥娃娃身上缠的麻绳 还有蒙住眼睛的黑布摘下来 那可就麻烦了 想到可怕的后果 心中非常担心 这两个保安真的是不知死活 如今只能先去他们家里看看 如果找不到他们 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王二刚开着车 带着李成峰来到两个人的家里 询问了一下他们的家人 得知两个人并没有回家 只是昨天晚上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 说是要去南方发大财 得知两个保安的去向 王二刚愤怒地说 这两个混蛋 竟然带着古曼童 跑到南方去了 我非把他们找回来 拔他们一层皮不行 算了 但愿他们平安无事 如果两个保安把古曼童带到南方 对李成峰来讲 也是一件好事 首先可以避免古曼童上门复仇 怕的是 两个保安还没把古曼童带到南方 就被古曼童给弄死了 怕的是 两个保安还没把古曼童带到南方 就被古曼童给弄死了 李成峰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这一次又失信了 原本答应玫瑰姐毁掉古曼童 没想到阴差阳错 古曼童又被两个保安偷走了 当李成峰和王二刚回到野玫瑰KTV后 玫瑰姐的两个哥哥曹丘良 曹丘阳 收到妹妹惨死的消息 连夜坐飞机来到了青州城 当看到妹妹身上的肉已经烂掉 做哥哥的心里也是很难受 玫瑰姐供养邪物古曼童的事情 她的家人都知道 都劝她不要供养邪物 可是尝到甜头的玫瑰姐 根本就不听如今忠实恶果 玫瑰姐的两个哥哥 把她的尸体火化后 带着她的骨灰回南方安葬 至于玫瑰姐留给她们的遗产 她们一分也没要 她们不敢要这个钱 怕遭到报应 只是带走了玫瑰姐的骨灰 李成峰对两个人的做法非常敬佩 如果玫瑰姐像她两个哥哥一样 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受到玫瑰姐两个哥哥的影响 李成峰也没要KTV 面带微笑拦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了隋元堂 当出租车停在隋元堂门口时 李成峰推开车门在车上下来 只见门口站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李成峰非常熟悉 正是杨六军 另外一个人李成峰并不认识 长得高高瘦瘦 戴着一个金边眼镜 身上的穿着也非常随意 但是从他的面向上看 戴着一股才气 这个人应该挺有钱 杨六军看到李成峰 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 急忙上前恭敬地说 李先生 中午好 李先生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来自深城的马自成马老板 李成峰看着眼前的中年男子 恍然想到 杨六军曾经说过 有一位深城的大老板 在他的石雕场里 定了八座石雕神兽 想必这位马老板 就是定八只神兽的人 这个马老板 遇到了什么麻烦 竟然需要八只神兽镇压 杨六军既然把他带到隋元堂 肯定是想让自己帮马老板 化解这个麻烦 正想着找个机会 去深城看一下大棚之地的风水 就有深城的老板找上了门 李成峰微微一笑 看来要去深城走一趟了 让李成峰感到意外的是 这个马自成 不像以前遇到的那些老板 见他年轻 就会冷嘲热讽 不相信他是一名风水师 马自成却是非常的恭敬 主动伸出右手 客气地说 李先生 能见到您这种世外高人 我真的很高兴 像您这种有真本事的风水师 并且还这么年轻 如今这个年代 真的很难见到 马老板 过奖了 李成峰面带微笑 马老板的普通话真的非常差 隋原堂门口 三个人一番客套后 李成峰便把两个人让进了隋原堂 然后倒了两杯茶水 杨六军率先开口说道 李先生 马老板遇到了一些麻烦的事情 想请您帮忙化解一下 不知您有没有时间 李成峰并没有急着回答 杨六军的问题 马自成既然定了八只神兽 可见他遇到的事情绝对不简单 想要化解他遇到的麻烦 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马自成既然知道用八只神兽 化解他遇到的麻烦 肯定已经请过高人指点 如果直接答应 就是抢别人的生意 这样做也不太好 再说 能不能帮他化解遇到的麻烦 还是一个未知数 也不能把话说得太满 而是委婉地说 时间我倒是有 就是不知马老板遇到什么麻烦 如果事情非常棘手 我也不一定能化解得了 对于李成峰的回答 马自成非常的满意 这个风水师虽然年轻 但是谦逊不说大话 身上肯定有点本事 马自成的确请了两位大师 化解当下遇到的麻烦 这两位大师 一位是风水大师田国锋 另一位则是艺学大师刘子明 这两人虽然不是风水界 艺学界的泰山北斗 但在华夏也是有名的大师 本事也是非常的厉害 当马自成把两位大师 请到公司后 他们也没想到 彻底化解对方风水的方法 当时还记得刘子明无奈地说 要是他爷爷在就好了 如果他爷爷在 一定有化解对方风水局的方法 当时马自成听到这句话 也是一脸震惊 刘子明已经六十多岁的年纪 如果他爷爷还活着 那年龄应该多大了 马自成想请刘子明的爷爷出山 帮忙化解遇到的麻烦 谁曾想 对方却说不知道爷爷爷去哪了 马自成被弄得一头雾水 最后还是田国锋大师 提议用八只神兽 抵御对方的风水局 刘子明又给马自成补了一挂 让他去北方订购八只神兽 能遇到贵人相助 这也是马自成不在深城附近 订购八只神兽 不远千里跑到北方 预定神兽的原因 当马自成来到青州城 听完杨六军的遭遇后 便对李成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认为他可能就是 刘子明挂象中说的贵人 便让杨六军带着他来找李成峰 马自成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老板 旗下万里集团 设计的方面也是特别广 个人资产已经达到了三百多亿 万里集团的生意原本非常好 可是自从两年前 一家叫做东郡集团的公司 买下了万里集团大厦对面的一座大楼 当作东郡集团的办公大楼 东郡集团把大楼买到手后 便开始对大楼进行了改造 经过长达一年的改造 整个大楼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贡桌 自从这个贡桌大楼开始使用后 周围的企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受到影响最大的正是万里集团 因为万里集团就在这座贡桌大楼的对面 两栋相邻的大楼整体看上去就像万里大厦的办公楼 正在贡桌大楼前祭拜 万里集团的风水顾问 很快便发现了对方的阴谋 这种贡桌形状的大楼叫做神仙药供 是一种抢夺风水气运的上城风水局 奇怪的是 当万里集团的风水顾问 把这个问题告诉马自成后 当天晚上 这个风水顾问便离奇地死亡 他的脖子上还留下了两个黑色的手印 手印非常的小 看上去像是婴儿的 万里集团的另外两个风水顾问 再不到三天的时间里 也相继离奇死亡 他们的脖子上 全部留下了小小的黑色手印 马自成的资产也在快速地缩水 不过半年的时间 万里集团的股票 就从每股66下跌到每股32 东郡集团的股票 却从每股3元 涨到了每股37元 正好是万里集团跌幅的总额 知道情况不对的马自成 四处寻找风水师 想要破解对方的神仙药供风水局 可是风水师找了很多 没有一个人能活过三天 知道情况不对的马自成 四处寻找风水师 想要破解对方的神仙药供风水局 可是风水师找了很多 没有一个人能活过三天 只有田国锋大师 刘子明大师相安无事 但他们的脖子上 也留下了黑色的小手印 只有他们两个人 侥幸活了下来 当得知对方的大厦风水局 是神仙药供 李承峰直言不讳地说道 马老板 有句话我还是要告诉你 如果对方的风水局 真是神仙药供 你请八只神兽回去 只能减轻你的损失 想要彻底破解 神仙药供的风水 根本就不可能 马自成点了点头 当初田大师也是这么说的 想要化解 神仙药供的风水局 仅靠八只神兽还不行 马自成 讲完公司遇到的麻烦后 很识诚恳地说 李先生 我想请您去深城走一趟 不知您愿不愿意 只要您能帮我化解 眼前的危机 我马某人绝不会亏待你 李承峰考虑了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说 好 我就给你去一趟深城 看看这个东郡集团是何方神圣 如今的李承峰 对金钱和女人 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 钱不需要太多 只要够花就好 至于女人 只会影响她看风水的速度 现在的李承峰 只想走遍天下 看遍天下风水 解析神秘的风水世界 这一次 李承峰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还特意带了两身名牌服装 这些衣服 还是在海城时 储青年给买单 当初因为穿得太差 在海城丢了一次人 这回去 深城可不想继续丢人 马上就要去深城 身边也没有一个跟班 总感觉心里不踏实 如果遇到麻烦 身边也没有一个帮手 原本想喊上王丁 可是打电话他也不接 不知他最近在忙什么 自从回家后 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 李承峰想到王二刚 这家伙一一正正 还是一个小混混 让他跟在身边 多少也有一个照应 王二刚也没拒绝 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 便来到了隋原堂 准备跟着李承峰去深城 见识一下南国风光 李承峰在离开隋原堂时 站在祖师爷的画像前 看了很久 希望从深城回来时 能看到祖师爷 当天晚上 马自成便订好了 头等舱的机票 次日八点 便坐上了飞往深城的飞机 头等舱里 一共坐了七八个人 除了李承峰和王二刚 另外几个人 不是有钱的老板 就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其中还有一个女孩 不过二十多岁的年纪 穿着一身奢侈品 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 从东山府到东广府 差不多需要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从华夏的北方 飞往华夏的南方 途经多个地域 随着飞机向南飞去 一路上的风景 也在不停地变化 透过飞机上不大的小窗户 可以看到一朵朵白云 在飞机旁边飘过 向下看去 可以看到华夏的大好河山 穿过华北大平原 很快便来到了南方 南方的山脉丘陵 明显比北方的多一些 李成峰坐在飞机上 看着窗外的风景 闲着没事的马自成 正在看书 看得非常认真 坐在旁边的王二刚 要了两份飞机餐 吃饱喝足后 转而向飞机窗外看去 看着陆地上繁华的都市 有些好奇地问 李先生 为什么东广府的经济那么好 每年GDP的排名都是第一 是不是跟东广府的风水有关系 李成峰转头看了一眼王二刚 心里突然有些后悔 这又是一个话牢 并且问题还特别的多 但王二刚说的也没错 东广府的经济 之所以这么发达 的确跟风水有着很大关系 原本不想跟王二刚解释 但马自成 却放下了手中的书 转而看向李成峰 他也很想听听 李成峰会怎么解释 东广府经济发达的原因 坐在飞机上 闲着也没什么事情 李成峰便给他们 讲起了其中的原因 东广府的GDP 每年都排在第一位 的确跟他的风水 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东广府较大的水龙之系 就有16条 在华夏 共有30多个州府 无论是哪个州府 想找出有16条大型水龙之系的 除了东广府 绝对找不出第二个 一个城市发展的好不好 与城市的水系龙脉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 李成峰给两个人 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坐在旁边的其他老板 也都一脸好奇地听着 有些人还是第一次听说 东广府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 竟然与16条大型水龙之系有关 那个全身穿着奢侈品的女孩 略带惊讶的目光 盯着李成峰 疑惑地与其问 西广府也有很多河流 为什么经济却不发达 与东广府比 就是天壤之别 李成峰看了看这个女孩 长得虽然不是很漂亮 却非常有气质 说话柔声细语 也很有礼貌 可见她的家教非常好 其他人也都好奇地目光盯着李成峰 想听听 他是怎么用风水解释 西广府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西广府与东广府 两府虽然交界相邻 一个经济却非常的差 一个经济却非常的强 两个州府靠得那么近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李成峰简单地给这些人解释了一下 两个州府的经济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别 就是因为一个是水系的入海口 一个是水系的途经处 西广府的水流之系虽然也不少 但由于地势比东广府高 导致部分地区水流湍急 水脉之气无法停留聚气 河水快速流入了东广府 西广府的水流之系虽然也不少 但由于地势比东广府高 导致部分地区水流湍急 水脉之气无法停留聚气 河水快速流入了东广府 当水系流入东广府以后 因为地势的原因 水流的速度开始减缓 特别是一些地势比较平坦的区域 水流的速度特别慢 如此以来水龙之气就能停留聚气 在风水学术中最忌讳的就是急流水 急流水也被称为恶水 无论是阳宅还是阴宅 旁边有急流水的话 主家都不会聚财 因为西广府留不住水脉之气 经济才一直发展不起来 当然这里面也有其他的原因 天时地利人和 对一个地方的发展都有影响 风水正是所谓的地利 如今西广府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开始锁水龙 最近几年西广府的经济发展 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身穿奢侈品的女孩点了点头 感觉李承锋说得很有道理 接着面带微笑说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我叫刘思宇 也是一名风水爱好者 不知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承锋 刘思宇听到这个名字 感觉有些耳熟 却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 坐在头等舱的其他老板 精英 有人感觉李承锋就是在湖州巴扯 也有人感觉他说得很有道理 其中有两个老板潘万山 林启通 主动问李承锋要了联系方式 还特意留下了两张名片 马自成听完李承锋的讲解 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因为他早就听公司里的风水顾问讲过 关于东广府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 两个人讲得几乎一模一样 马自成放下手上的书 转而看向李承锋 这个年轻人的确不简单 如今他更加确信 刘子鸣挂相中的贵人 应该就是他 没多久 飞机便停在了深城安保机场 刚走出机场 一辆商务车便停在面前 马老板非常客气地说 李先生 请上车 马老板 客气了 李承锋跟王二刚坐在商务车上 向位于蛇口的顿尔西大酒店 驶去 透过车窗 看着繁荣的街道 周围高楼大厦林立 路上有很多外国人 黑人特别地多 有的黑人身边 竟然跟着两三个华夏女人 左拥右抱 好不享受 看到这些女人 李承锋眉头紧皱 不知该说些什么 真的不想多看一眼 转而看向其他地方 真的很难想象 三十几年前 这里还是一个脏万差的小渔村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竟然会变得如此繁华 坐在车上的王二刚 感叹的语气说 我们青州城的经济 在华夏虽然也不差 但是跟深城比 那就差得太远了 同样都是沿海城市 为什么深城经济发展得那么快 我们青州 却发展得那么慢 李先生 深城发展得那么快 是不是也跟风水有关系 李承锋面带微笑 这个王二刚越来越聪明了 什么事情上 都会往风水上想 但是他想的没有错 深城之所以发展得那么快 确实跟风水 有着很大的关系 李承锋虽然是第一次来深城 但在很早以前 他就听爷爷说过 深城曾两次填海造陆 造就大棚之地 改造深城风水 坐在旁边的马自成 转而看向李承锋说 李先生 我带你去坐直升机 看看深城的风景可好 好 李承锋随口回答 心里清楚 看风景是假 看深城风水是真 马自成真的很会来世 刚刚来到深城 他并不急着让李承锋 帮他化解神仙药供的风水 而是想让他休息一下 带着他在深城转转 深城有两座机场 一座是国际机场 还有一座是直升机机场 原本准备去顿尔西大酒店休息 因为想让李承锋 看看深城的风水 马自成便让司机调转车头 向直升机机场的方向驶去 没一会便来到了直升机机场 李承锋 王二刚 马自成三个人坐上了直升机 随着直升机上方的扇叶不停旋转 速度越来越快 直升机缓缓升起 很快便来到了深城的上空 李承锋坐在直升机上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深城最高建筑安平金融中心 这座大厦整体高度约600米 大厦的设计看上去非常的霸气 同样暗藏着高深的风水玄机 直升机很快飞离了安平金融中心 在空中不停地飞行 一栋栋高楼大厦出现在李承锋的脚下 看着一栋栋高楼大厦在眼前闪过 李承锋心中暗暗惊叹 很多高楼大厦都暗藏着风水玄机 马自成又让直升机驾驶员 把直升机拉升 当飞机飞到限定高度后 便在空中盘旋不动 马自成对李承锋说 李先生 你可能看出深城的风水布局 李承锋非常清楚 马自成这是想考考自己 随之微微一笑说 马老板 想必你应该知道深城的风水 又何必来问我 哈哈 李先生 我的确知道一些关于深城的风水 但知道的并不是很详细 我想听听您是怎么解析深城风水的 王二刚也一脸期待地盯着李承锋 很想知道深城发展得这么快 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水布局造就的 李承锋看着脚下的城市 然后讲起了深城快速发展的原因 深城的风水与海城的风水 可以说有的一拼深城的风水甚至比海城的风水还要好 深城是五大河流之系的入海口 也是江河水龙土气之地 位于深城的吴山河 同样是九区来水的风水局 并且与深城河 苍蓝河形成了三江汇聚的局势 造就了天然的风水宝地 整个深城的地形 从上往下看 就像是一只展翅翱翔的大鹏鸟 位于蛇口的位置 正是大鹏的头部 关于深城 同样有着很多人造的风水布局 深城湾的风水聚宝盆 还有大桥锁水口 也被称为锁龙桥 两次填海造路 铁轨扯龙局等 李成峰把深城的风水布局讲完后 马自成面带微笑 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 坐在旁边的王二刚 却满脸疑惑地问 李先生 我有一点不明白 深城的风水既然这么好 为什么在清朝时期没有发展起来 而是在三十年前 才开始快速发展的 前面已经讲了那么多 王二刚还没听明白 李成峰不想讲了 只能讲点更玄妙的 他们听不懂得 消除他们的兴趣 一个地方的崛起 除了跟风水有关系 还跟一个地方的石运有关 所谓的石运 也就是所谓的三元九运 一个地方的崛起 除了跟风水有关系 还跟一个地方的石运有关 所谓的石运 也就是所谓的三元九运 所谓的三元九运 是华夏古人划分大时间的推运方法 二十年为一运 每三个二十年为一运 又分为上运 中运 下运 这被称为三运 每一运有三个二十年 共计九个二十年 这被称为九运 三元一派的第十 推运算法 正是根据三元九运推算 蛇口成立于1979年 它的成立 就是为了迎接 1984年到2003年的第七运 正东方的七运望财水 为了迎接七运望财水 推动深城的快速发展 华夏曾经耗费巨资 历经两年的时间 对蛇口进行了挖山 填海造陆工程 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 深城能快速地发展 除了天然造就的风水之外 与人为的风水改造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个地方的突然崛起 讲的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 清朝以前 深城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 正是因为没有抓住 三元九运中的前六运 直到1984年到2003年的第七运 华夏才抓住了时机 对深城进行了风水改造 深城第一次填海造陆 迎接的七运望财水 第二次填海造陆 迎接的是八运望财水 李承锋只是随便解释了一下 因为他非常的清楚 就算他讲得再多 马自成和王二刚 也不可能听得懂 两个人虽然听不懂 但他们也多少明白了一些 深城之所以发展得那么快 主要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原因 所谓的天时 就是一个地方的时运 地利指的就是风水 人和指的 就是人为改造风水 抓住发展的时机 看完深城的风水后 直升机便向机场的方向飞去 在回去的时候 李承锋突然发现 不远处的一座大楼 形状就像一个巨大的贡桌 这座大楼的正面 还有一座大厦 像是在对着贡桌祭拜 看到这两座大厦 李承锋随口说道 神仙要贡 李承锋坐在直升机上 看着不远处 形如贡桌的大楼 这座大楼不是很高 整体高度只有九层三十米左右 长度大约五十米左右 大楼的顶部非常平整 没有任何夹概的阁楼 东西两边的楼檐向外突出 看上去就像贡桌两边的耳朵 马自成见李承锋盯着贡桌大楼看 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随之问道 李先生 你是不是看出那座大楼的问题了 嗯 这应该就是东郡集团的贡桌大楼吧 李承锋随口说道 从这座大楼的风水上 就可以猜出来 这个东郡集团的背后 肯定有非常厉害的风水大师坐镇 这一座形如贡桌的大厦 在风水中被称为 忽行鹤像的形态风水 忽行鹤像是风水学术中的一个术语 意思就是根据建筑 山丘 物体的形象 来定义此处的风水 忽行鹤像指的是 风水学术中的形栏部分 也是最简单 最基础的部分 根据山丘 建筑 水潭的形栏 像什么动物 物体 来判断风水及凶 形态风水 在高楼大厦 山丘地貌上 也是最常用到的 很多知名公司的办公大楼 都会采用形态风水 来提高公司的气韵 也有公司会加入 攻击形态的风水 借风水的形态风水 在华夏 公司与公司之间 风水斗法的事情 也是很常见 特别是一些大城市 经常可见 掺杂着风水斗法的形态建筑 像神仙 要供这种风水 就属于形态风水 借风水的一类 主要作用 就是抢夺周围公司的气韵 关于风水 除了呼行鹤像 像其他部分 比如礼器 方位 九星 石韵等相对来讲 就比较复杂 学起来也是 非常的麻烦和困难 看行团风水 相对来讲比较容易 三个人在直升机上 聊着天 没一会 直升机便飞回了机场 在深城上空飞了一圈 大体看了一下 深城的风水布局 心中很是感慨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迅速 绝对不是偶然的事情 在直升机上下来后 向停车场的方向走去 从始至终 马自成都很少说 关于神仙要供的事情 也没有问过李成峰 他能不能化解神仙要供 看上去一点也不着急 马自成之所以不说 因为他的心里非常担心 担心李成峰也遭遇不测 毕竟他前面找的风水师 还有他公司的风水顾问 全部离奇死亡 想到这些他便心神不宁 李成峰倒是一点也不担心 他竟然还有些期待 很想知道 马自成前面请的风水师 为什么会离奇死亡 脖子上还留下了两个小手印 商务车在去顿尔西大酒店的路上 李成峰有些好奇地问 马老板 这个东郡集团的老板是什么人 竟然懂得用风水 抢夺周围公司的风水器语 东郡集团的老板叫董大海 二十多年前 就是一个是赌如命的赌徒 也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 突然间一夜暴富 他旗下的上市公司 就有好几家 个人的资产 更是无法估计 马自成哼了一声继续说 这个董大海非常的神秘 很多企业家会议 他也从来不参加 都是派一些代表过去 几乎没有人见过他 马自成在介绍董大海时 脸上带着轻蔑不屑的神情 真的不明白 一个是赌如命的赌徒 在二十年前 怎么会突然报复 这真的让人无法理解 听完马自成的介绍 李成峰对这个董大海也来了兴趣 每个人一夜暴富的背后 肯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很快便来到了顿尔西大酒店 遗憾的是酒店已经住满 没有空余的房间 原本想再换一家 马自成却开口说 李先生 要不就去我家住吧 我家的空房间有很多 你去我家 顺便帮我看看家里的风水 这样不太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去我家 李成峰也没再推脱 便坐着商务车 来到了马自成的家里 他家住在深城有名的 密香湖别墅区 这个别墅区的住户 都是有钱的大老板 汽车停在一栋别墅前 李成峰 王二刚在车上下来 马自成非常客气地说 李先生 里面请 马老板 你不用这么客气 你这么客气 我都不好意思了 咱们还是一起走吧 马自成点了点头 面带微笑 与李成峰一起向别墅走去 王二刚则跟在后面 当推开房门 房门向内三四米的地方 便是一处悬棺 悬棺上挂着一幅酒里飞天图 画的左上角画着一串葫芦 当推开房门 房门向内三四米的地方 便是一处悬棺 悬棺上挂着一幅酒里飞天图 画的左上角画着一串葫芦 悬棺在洋宅风水上 主要的作用就是画煞 画解穿堂煞 行煞 气煞 还有招财那幅 起到美观的作用 看着眼前的悬棺 可见马自成 也是一个相信风水改运的人 越是有钱的人 越是相信风水 去有钱人的家里看看 到处透着风水布局 很难找出风水竞技 去普通人的家里看看 不是穿堂煞 就是对门煞 到处都是风水问题 这些设计好像都是有人刻意为之 目的就是让这些住户漏财 不存财便于各种收费管理 如果每家每户都不漏财 想要收费估计很难 很多有钱的老板 不管是在公司里 还是在家里 都有布的风水局 普通人家却不在乎这些 这可能就是 穷人和有钱人的区别 刚走进客厅 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浑身感觉很轻松 这正是客厅气场的原因 也叫做风水养生 客厅的装修也是非常豪华 每一件家具都价值不菲 但这并不是客厅的亮点 亮点是客厅的风水布局 每一件家具的摆设 都有着招财 聚财的效果 在风水学术中 洋宅讲的就是藏风聚气 客厅则是洋宅最主要的 藏风聚气之所 只有客厅藏风聚气 其他房间才能通气 才能起到招财 存财 聚财 旺财的效果 如果进门 房门正对着阳台或是窗户 还有后门 这样就会导致正门进入客厅的财气 从窗户或是后门流走 就达不到藏风聚气的效果 也就是前面说的穿堂煞 马自成的家里 因为玄关的遮挡 完全避免了穿堂煞的存在 他家客厅里 还摆放着两棵盆栽金钱树 摆放的位置 正是旺财的风水位 在家中布置招财风水局 可以在客厅摆一些极树催运 比如兰花 发财树 富贵竹 金钱树 君子兰 菊树等植物 都是极树 洋宅中植物也不能放得太多 有些植物可以给洋宅带来生气 财气 有些植物却会抢夺洋宅的生气 影响洋宅的风水气韵 马自成家中 客厅的光线也非常充足 客厅明亮在洋宅风水中 也是非常的重要 在风水学术中 有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客厅洗量不洗暗 如果客厅光线过暗 会导致客厅不聚财 不利于洋宅的财运 洋宅除了要避免穿堂煞 光线阴暗外 其他家具的摆放位置 也非常的重要 比如沙发 沙发在客厅的摆放位置 就非常的重要 摆放时 也要根据住宅的朝向来判断 对于常见的坐北朝南住宅 沙发摆放的极位 大多在客厅的正东 正南两个方向 其他的四方宅位坐向 就要根据坐向方位来定 马自成家中的客厅风水布局 可以说是非常的讲究 每一件家具的摆放 都有着催运旺财的效果 并且还暗藏着五行催运的玄机 李成峰心中暗暗感叹 难怪他这么有钱 家里到处透着招财的风水布局 就算他不想有钱 估计财运也会找上门 马自成让保姆倒了两杯茶水 然后面带微笑看着李成峰 有些得意地说 李先生 我家的风水布局还可以吧 你家的风水布局不是还可以 应该说非常的好 给你布置家宅风水的人 肯定也是一名风水大师 李成峰非常的清楚 他家中的风水布局 一定有高人指点 被神仙要供风水折腾了那么久 马自成还没有破产 跟他家宅的招财风水有着很大的关系 马自成露出一丝苦笑 他家中的风水招财布局的确非常好 这正是他公司的风水顾问给布置的 可惜这个风水顾问已经死了 坐在旁边的王二刚 虽然看不懂客厅的风水局 但是从两人的对话中已经听出来 马自成家中的风水布局非常好 这也是他有钱的原因之一 王二刚看着布局有序的客厅 伤心地撇了撇嘴 他现在已经明白 有钱人为什么有钱 没钱的人为什么没钱 因为有钱的人都很注重洋宅风水布局 阴宅风水布局 想着怎么用风水来催运 招财 聚财 旺财 怎么用风水养生 有些人只有二十多岁 看上去却像四十多岁长得非常着急 有些人四十多岁 看上去却像二十多岁 看上去很年轻 这除了跟熬夜干活有关 跟家宅风水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很多人都不知道 家宅风水养生 对人的身体有着很大的影响 王二刚从未想过改变家中的风水 用风水来催运招财 这可能就是他穷的原因 每天就想着上班打工 挣点可怜的薪水 都不够养老婆孩子的 更不用说孝敬长辈了 此时的王二刚面对马自成 一个是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一个是社会上层的成功人士 从家宅风水上 就已经看出鲜明的对比 普通人不注重风水 有钱人非常重视风水 这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差别 心想等回到青州城后 也让李先生去他家里 布一个招财的风水局 催一下自己的运势 王二刚又叹了一口气 其实很多普通老百姓 也想找风水师 去家里布置一下风水 可是想找一个 有真本事的风水师 真的太难了 现在游走在民间的风水师 一百个风水师 几乎一百个是骗子 一千个风水师里 可能才有一个 是有真本事的风水师 但这种人真的很难遇到 想到这里 王二刚略带不爽的语气问 李先生 为什么现在有真本事的风水师 那么少 我们普通老百姓 想找一个有本事的风水师 为什么那么难 李成峰看向马自成 这个问题在有钱人面前 不方便回答 马自成却一脸地不在意 面带微笑地说 李先生 我也想知道 现在真正有本事的风水师 为什么那么少 你就给我们讲一下吧 见马自成不在意 李成峰便把原因讲了出来 现在老百姓之所以 很难见到有本事的风水师 主要有原因就是 真正有本事的风水师 要么隐居世俗 不问世间事 要么就是只为有钱人 有权人服务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 很多重要的资源 都被有钱人 有权人给垄断了 就像真正有本事的风水师 普通老百姓 根本就接触不到 李成峰又把当初 在爷爷那里听到的故事 讲了出来 你们应该知道 在几十年前 那一场打倒封建迷信的运动 很多神奇的书籍 民间流传的奇门秘书 玄门秘法 都遭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初爷爷李天成 便亲身经历了那次运动 当时他被人压着游街示众 警告他不准再妖言获众 迷惑百姓 传播封建迷信 还被抓进去 关了两年 用爷爷的话说 打倒封建迷信 就是一个借口 真正的目的是 不想民间有其人意识存在 因为这类人的存在 对于一个皇朝来说 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用爷爷的话说 打倒封建迷信 就是一个借口 真正的目的是 不想民间有其人意识存在 因为这类人的存在 对于一个皇朝来说 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 如果精通风水的人 把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尸骨 葬在龙穴上 将会给这个皇朝 带来很大的动荡 影响皇朝的气韵 甚至导致皇朝负面 在历史上 这样的事情 也发生过很多次 在民间流传着 一个这样的传说 唐太宗李世民 曾让袁天刚和李淳峰 破掉天下所有的龙脉风水 以保大唐江山千秋万代 可惜有一处龙脉 没有被破掉 间接导致了 大唐江山的灭亡 朱元璋创建大明皇朝后 他深知刘伯温的厉害 也对民间的奇人意识 进行过打压 皇室的人 担心这些也很正常 数千年来 随着各代皇朝 对奇人意识的打压赵安 间接导致华夏奇术失传 到了现在这个年代 精通奇门秘书 悬门术法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 马自成 王二刚听完李成峰的讲解后 心里也是一阵感叹 对他说的话 也是非常的赞同 无论哪个朝代 很多资源的确都被有钱人 有钱人给控制着 普通老百姓 根本就接触不到 就算接触到了 也不一定请得起 现在 像一些有名的风水大师 随便去家里走一趟 就是几十万 几百万 普通老百姓 又怎么请得起 只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花个几百块 几千块 请个风水师去家里看看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三个人正聊着天 别墅的房门 突然被人推开 一个穿着非常时髦 左边耳朵上戴着大耳环 右边头发染成了黄色 左边头发染成了蓝色 嘴里嚼着口香糖 走起路来肩膀一抖一抖 非常嘚瑟的年轻男子 走进了客厅 马自成看到这个年轻人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略带气氛的语气问 你回来干嘛 没钱了 再给我五百万零花 这个年轻男子 正是马自成的大儿子马俊飞 二十八岁的年纪 整天正式不干 在外面胡作非为 马自成已经快被这个儿子气死了 气得咬牙切齿 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毕竟这是自己的儿子 只能怪自己没有教育好他 看着马俊飞 还有满脸怒气的马自成 李成峰恍然想到一个民间传说 有的孩子是来还债的 有的孩子是来讨债的 马自成被气得吹胡子瞪眼 看着儿子嘚瑟的样子 打扮得不伦不类 颤抖地手指着马俊飞的鼻子 愤怒地吼道 你个逆子 是不是想气死我 天天正式不干 就知道要钱 我怎么生了一个你这样的东西 马上给我滚 想要钱一份也没有 面对愤怒的父亲 马俊飞一点也不害怕 同样用愤怒的声音吼道 老东西 今天你必须给我钱 少一份都不行 你要是不给我钱 我就跟你没完 马俊飞在说话时 一脚踢在旁边的花盆上 花盆倒在地上摔得粉碎 接着又把电视机给砸了 完全就像一个疯子 马自成被气得脸色铁青 咬牙切齿 颤抖地声音说 逆子 逆子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哼哼 我就是要气死你个老东西 好继承你的全部家产 你都活了一把年纪 怎么还不去死 马俊飞在说话时 转而瞟了一眼 坐在沙发上的李承锋 王二刚 这才发现 客厅里竟然还有客人 就算有客人 他也毫不收敛 比前面还要过分 继续问马自成要钱 一副气死人不偿命的样子 王二刚看着眼前的一幕 一脸的难以置信 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的儿子 对老子一点也不尊重 真的是活久见 这样的事情 还是第一次遇到 李承锋却是非常的淡然 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想 不知上辈子马自成欠了 马俊飞什么债 这辈子投胎成他儿子 来找他讨债 马自成被气得捂住心口 颤抖地手指着儿子 张开嘴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马俊飞却不依不饶 看着愤怒的父亲 嘴角露出冷笑 哼 赶快给我钱 五百万一分都不能少 不然谁都别想好过 眼看儿子又要砸东西 马自成一脸的无奈 就在此时 别墅的房门被人推开 马自成的老婆白翠兰 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看着捂住胸口的丈夫 急忙走过去 关心的语气问 自成 你 你没事吧 逆子 逆子 把这个逆子给我赶出去 我不想看到他 马自成声音颤抖 气愤地说 把父母气得半死 马俊飞却开心得不得了 晃动着肩膀嘚瑟地说 今天 你们不给我钱 我就不走了 飞气死你们两个老东西不行 把你们气死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 呵呵 白翠兰无奈伤心的眼神 看了一眼儿子 接着在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 还没递到马俊飞的面前 便被他一把抢了过去 拿到钱的马俊飞 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一句话也没说 转身离开了别墅 看着离开的儿子 马自成愤怒地声音吼道 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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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去死 自成 别生气了 身体重要 不管怎么说 他都是我们的儿子 马自成过了好一会 才缓过神来 然后给李成峰介绍了一下 他夫人白翠兰 接着无奈地语气说 李先生 让你见笑了 也不知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念 竟然生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早知他这样 当初我就该把他掐死 李成峰原本不想把心中的猜测 告诉马自成 但看着他伤心气愤的样子 还是把自己的猜测告诉了他 随之劝说道 马老板 以后你儿子再问你要钱 你直接给他救世 也不要跟他生气 跟他生气一点用处也没有 因为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马自成 白翠兰疑惑地眼神盯着李成峰 不明白他话中的意思 这个儿子那么不争气 眼里没有一点父母 如果要钱就给 岂不是太惯着他了 马自成有些不爽 这个李成峰 是不是想看自己的笑话 竟然帮着那个逆子说话 随之略带不爽的语气问 李先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帮着那个逆子说话 马老板 你误会了 我并没有帮你儿子说话 俗话说 钱是债金是长 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这个儿子 应该是来找你讨债的 马自成 白翠兰两人面面相去 转而又看向李成峰 两人同时开口说道 讨债 没错 想必你们这个年纪 应该也听过这个民间传说 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 有的孩子是来讨债的 有的孩子是来还债的 有的孩子是来报恩的 怎样分辨 孩子是来讨债的 还债的 还是来报恩的 其实方法很简 怎样分辨 孩子是来讨债的 还债的 还是来报恩的 其实方法很简 从孩子刚出生的时候 就能看出来 如果这个孩子是来讨债的 刚刚出生就爱哭爱闹 非常的折腾人 身体还特别差 经常生病 花钱的地方比较多 等孩子长大一点后 性格就会变得暴躁 不听父母的话 整天就想着跟父母做对 并且不孝顺 只想着一味地向父母索取 还不懂得感恩父母 从讨债的孩子出生 做父母的 就为这个孩子操碎了心 长大了 同样不让人省心 就像马自成的儿子 绝对就是来找他们讨债的 马自成和白翠兰 听完李成峰的讲解后 两人回忆了一下 儿子小时候的事情 果真与他说的一模一样 他的大儿子从出生开始 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哭闹 不是饿了就是尿了 做父母只能半夜起床哄孩子 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特别的累 儿子身体还经常有小毛病 隔三差五 就要带他去医院走一趟 花钱的地方也非常多 带这个孩子真的太难了 直到十四五岁后 儿子身体才逐渐变好 但性格却越来越差 天天都在找事情 不是菜做得不好吃 就是饭菜凉了 经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整天给父母添堵 如今儿子长大了 更是变本加厉 几乎要被这个儿子气死 听李成峰讲完后 马自成老两口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对他说的话也是深信不疑 毕竟是亲身经历 白翠兰一脸担心地说 李 李先生 如果我儿子真是来找我们讨债的 那待怎么办 我们这些年都快被他气死了 有没有什么化解的方法 李成峰点了点头 如果生了一个讨债的儿子 或是女儿 千万不要跟他生气 也不要跟他计较 一切顺着他的意思来便是 因为跟他生气 一点用处也没有 这都是前世因果造成的 上辈子欠了别人的债 这辈子偿还也是理所应当 如果遇到来讨债的孩子 对一个家庭来说 的确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孩子从小到大就事情不断 真的很折磨人 做父母的几乎能被气死 有的时候想一下 真想把这个孩子给掐死 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能做 如果做了 就变成了孽债 乃是更难偿还 李成峰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想要化解孩子讨债的问题 其实并不难 只要顺着孩子的意思来 把债还完了 孩子可能就会性格大变 变得听话 也可能会离开人世 民间传说 很多讨债的孩子 在向父母讨完债后 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特别是一些四五岁 便夭折的孩子 很可能是讨完了前世债 便悄悄地离开了 在民间流传着很多 讨债孩子的传说 如果孩子发生意外 不要太伤心 不要太难过 那是孩子讨完债走了 也有孩子讨完债不会走 性格却会突然变好 变得孝顺听话 非常懂事 李成峰继续说 还有另一个方法 那就是供养佛家三宝 平日多积德行善 放生 迎送 受生经 把所有的功德 全部记在孩子的身上 也可以化解孩子 讨债因果 在民间还有一个这样的传说 如果遇到讨债的孩子 等到深夜孩子睡着后 跪在床前祈求孩子原谅 了却前世的因果 这些方法管不管用 也无法证实 只是一些民间流传的方法 听到化解的方法后 马自成 白翠兰都无比地激动 着急地与其问 李先生 什么是佛家三宝 佛家三宝 指的就是佛宝 法宝与僧宝 说的直接一点 就是去寺庙里布施 告诉寺庙的置客师 想要供养三宝 然后交上钱 留下姓名就可以 李成峰 只是把民间流传的方法 告诉了他们 至于这些方法管不管用 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管这些方法管不管用 马自成也要尝试一下 因为他们真的受不了了 只想早点了去这场前世战 让儿子变得听话 马自成一脸感激地说 李先生 真的非常感谢 听完你的讲解 我感觉不是很生气了 可能真是我上辈子欠他的 既然他想折腾 那就让他折腾好了 此时的马自成也想开了 如果这个儿子真是来讨债的 跟他计较也没什么用处 不如顺着他的意思来 早点把债还完 白翠兰也是一脸感激 李成峰的一席话 也算解开了 他们老两口子的心结 知道了孩子不听话的原因 这时 别墅的房门再次被人推开 一个穿着非常得体的年轻男子 急匆匆地走进了客厅 当看到马自成和白翠兰后 语气着急地问 爸妈 我哥是不是又来找你们要钱了 马自成看到这个儿子后 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这是他的小儿子马俊杰 大儿子与小儿子的性格完全相反 这个小儿子非常的懂事 也非常的孝顺 什么事情都会替父母着想 一个家庭同样的教育方式 两个儿子的性格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值得让人深思 是不是争与讨债 报恩这些传说有关系 马俊杰走进客厅 直接半跪在马自成身边 手搭在他的膝盖上握着父亲的手 一脸关心地说 爸 您就不要生气了 我哥在找你要钱 你给他救食 不要跟他生气 气坏了身体可怎么办 哈哈 乖儿子 放心吧 我以后不会再生气了 马自成面带微笑说 看着眼前的儿子 感觉无比的欣慰 马俊杰却面带疑惑 以前每次哥哥来家里要玩钱 爸爸都被气得脸色铁青 很久都缓不过来 今天这是怎么了 跟以前怎么不一样了 不管怎么说 只要爸爸不再生气 他也就放心了 马自成转而看向李成峰 有些自豪地说 李先生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小儿子马俊杰 现在替我管理着公司 从小到大就非常的懂事 你看我这个儿子怎么样 如果我没看错 你这个儿子 应该是来报恩的 报案 马自成一家三口 还有王二刚 全部转头看向李成峰 想听听他是怎么解释的 马自成一家三口 还有王二刚 全部转头看向李成峰 想听听他是怎么解释的 今天他们算是长了见识 关于孩子是来讨债 还债 还是来报恩的事情 他们以前也听说过一些 但谁又会相信 这种民间传说 就算孩子不听话 也不会往这方面想 感觉就是 孩子淘气顽皮 自己没有教育好 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竟然还牵扯着讨债 还债 钱是今生的因果 李成峰微微一笑 给他们解释了起来 想要分辨一个孩子 是不是来报恩的 其实方法很简单 如果是来报恩的孩子 从孩子出生开始 孩子的身体就非常健康 这些来报恩的孩子 都有一个特点 特别的好养活 从小到大不哭不闹 也不挑食 父母说什么就听什么 孝顺懂事 从来不让父母操心 有点好吃好喝的 都会想着父母 把最好的东西留给父母 这种孩子 就是来报恩的 报恩的孩子非常好养活 不像讨债的孩子 从小到大事情不断 会让你感觉非常累 这就是报恩的孩子 还债孩子的区别之处 听完李成峰的解释后 马自成 白翠兰又陷入了沉思 惊讶的目光 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虽然他们不想相信 这些民间留下来的传说 但事实却如他说的一样 他们的小儿子马俊杰 在刚刚出生的时候 就能吃能睡 很少哭闹讹人 一晚上基本不用起床喂奶 换尿片 非常的好养活 上学以后 也是非常的懂事 学校里举办活动 他还会悄悄地 装一些糖果瓜子 回家给爸妈吃 特别地孝顺 哪怕是打他骂他 孩子也会逆来顺受 主动认错 从来不计父母的仇 这样的孩子 就是来报恩的 马自成与白翠兰对视了一眼 同时站起来 对着李成峰 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恭敬的语气说 李先生 谢谢你 真的非常感谢你 解开了 我们老两口多年的薪捡 两位 不要客气 我只是讲了一些民间传说而已 是真是假 我也不知道 你们也不要相信 更不要当真 传说就是传说 一番客套后 马自成对一直站在旁边的保姆说 陈姐 今天晚上多炒几个菜 我要跟李先生多喝几杯 哈哈 马自成跟他老婆 开心地笑了起来 王二刚却若有所思 心想 我家小宝是来讨债的 还是报恩的 马俊杰见父母无事 便离开别墅 回到了公司 听到马自成 要跟自己好好地喝两杯 李成峰也来了兴趣 他虽然不是嗜酒如命的酒萌子 但酒量还算可以 可是到了酒桌上 李成峰难免有些失望 马自成喝了不过二两酒 便脸红头晕说话 也变得有些不利索 没一会 便趴在桌子上睡了过去 白翠兰看着喝醉的丈夫 脸上露出尴尬的微笑 转而看向李成峰 李先生 不好意思 我家老马酒量真的不行 你们随便喝 不用管他 马自成平时很少喝酒 因为今天开心 知道了大儿子不听话 是因为前世的因果债 也不再跟大儿子生气 了却了多年的心结 便少喝了一点 可还是喝醉了 白翠兰让李成峰和王尔刚帮忙 把喝醉的马自成 扶回卧室休息 两个人也没有拒绝 一人一边架着 马自成向楼上的卧室走去 走在楼梯上 李成峰难免感叹 马自成的家中 到处都是风水布局 就连楼梯都暗藏着风水玄机 楼梯风水正是步步高升 在阳寨风水中 富士楼房和别墅 房间里都会加装楼梯 楼梯的风水布局 在阳寨中也很重要 阳寨楼梯也有很多风水禁忌 比如 楼梯台阶不能太多 台阶以基数为宜 也就是单数13 79个台阶为基数 因为单数被称为阳数和天数 偶数为阴 也就是双数24 68 10个台阶为凶数 因为双数被称为阴数和地数 关于阳寨的楼梯台阶 在风水中还有一段这样的术语 叫做 一阶富贵富长寿 两阶灾厄退田庄 三阶防防处贵子 四阶退财灾祸殃 五阶吉地报平安 六阶南道病女昌 七阶五福自天来 八阶官福又生灾 九阶贵贤水无降 十阶材财主贫穷 这就是楼梯台阶数量 对阳宅风水气韵的影响 每一个台阶都有着它的寓意 还有一点 楼梯也不能太过陡峭 台阶不宜过多 最好不要超过十阶 如果楼梯太过陡峭 上楼台阶过多 又是双数 在风水学术中 叫做妖兽梯 主招血光 破财 漏财 伤身 阳宅楼梯位置 应该靠前里 不能设在房间的中心 如果把楼梯设在中心 就像是把房子分成了两半 主大胸 楼梯也不能面对大门 房门 楼梯对门会导致主家破财 还会有伤病之灾 不利于家人健康 对于楼梯是吉士兄 还要根据五行的声 旺 死 绝来推断 凡是五行相声则急 则生 旺 如果是五行相克 则死 绝 阳宅的楼梯风水布局 还有很多细节 李承锋也不愿继续往下想 只要避免双数 对门这两项 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 心中暗暗感叹 这些有钱人 真的太注重阳宅风水了 难怪他们这么有钱 李承锋搀扶着马自成 走在楼梯上 看着脚下的楼梯 楼梯不抖 全部对应吉数 心中暗暗感叹 这个楼梯的布局 真的太完美了 有着步步平稳 步步高升的寓意 如果换了普通人 谁又能想到 一个普通常见的楼梯 竟然还暗藏着 那么多风水学问 真的让人难以想象 很快便来到了 马自成的卧室 当推开房门的那一刻 一股土星气扑鼻而来 李承锋 王二刚眉头微微一皱 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 这么豪华的别墅里 怎么还有土星味 当向卧室里面看去 只见卧室的地上 没有铺任何地板砖 而是铺了一层厚厚的泥土 其中有黄土 沙土和黑土 看到卧室地上的泥土 王二刚直接愣在了原地 心想这家人是不是有病 这么豪华干净的别墅 不铺昂贵的地板砖 竟然在卧室的地上铺泥土 这是什么操作 什么癖好 这些有钱人 真的让人看不懂 李承锋同样愣在了原地 他看到的 却是另一幅景象 只见五种不同颜色的气息 在卧室里有规律的旋转 看着眼前的一幕 心中暗暗吃惊 这 这是五行之气 很快便明白了怎么回事 马自成的卧室里 应该是布了 风水养生术中的 五行催运阵法 李承锋不得不佩服 给马自成布置家宅风水的 风水大师 竟然还精通五行催运阵法 若是他不死 真想给他交个朋友 与他畅谈天下风水 打开房门的白翠兰 见两个人站在门口 面带微笑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打开房门的白翠兰 见两个人站在门口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李先生 让你见笑了 我家老马有些怪癖 非要在卧室里铺泥土 我也没办法 没事 我懂 李承锋笑了笑 意味深长地说 普通人肯定看不出 其中的玄机 但是对于精通风水的 李承锋来讲 又怎会看不出 卧室中暗藏的风水玄机 听到我懂两个字 白翠兰也是心中一惊 心想 丈夫这是在什么地方 找的年轻人 好像看出了卧室的风水 催运阵法 李承锋也没有多说话 与王二刚把马自成 扶到床上 刚把马自成放到床上 只见一股土黄色的气息 飞入他的身体 李承锋心中暗惊 这是五行香声 白翠兰却一脸客气地说 李先生 王先生真的很感谢你们 估计你们还没喝好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们下去继续喝便是 嗯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李承锋笑了笑 然后与王二刚离开卧室 准备下去继续喝酒 两个人刚刚离开 白翠兰便悄悄地关上房门 接着转身想去看看丈夫 却被丈夫吓了一跳 只见马自成已经坐在床边 白翠兰急忙说道 自成 你 你没有喝醉 马自成老脸通红 说话依然很不利索 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谁说我没喝醉 你看我的样子 像是没喝醉吗 哎 是我大意了 一时高兴 竟忘了这个李先生是北方人 还是东山府的人 东山府的人在华夏酒量排名 那可是排在前列的 一个比一个能喝 酒蒙子特别多 喝酒的规矩 更是多得不得了 马自成拍了拍 昏昏沉沉的脑袋 让白翠兰去给他倒了一杯水 看着马自成的样子 白翠兰笑了笑 东山府的人能喝酒 那可是全华夏出名 丈夫又怎么喝得过北方人 心想闲着没事 千万不要给东山府的人喝酒 倒了一杯水 端到丈夫面前 一脸关心地说 自成 以后可别逞门了 还口出狂言 要跟李先生好好地喝两杯 这下好了 真的就喝了两杯 便醉成这个样子 你说丢不丢人 以后再遇到北方人 你可别说自己会喝酒 喝醉了丢人是小 伤身体是大 嗯 马自成点了点头 心想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更不会跟东山府的人喝酒 白翠兰见丈夫把水喝完 有些好奇地问 自成 你在哪里找的这个李先生 我感觉这个年轻人很不简单 马自成缓了一口气 把刘子明给他补了一挂 让他往北走 可以遇到贵人相助的事情 告诉了白翠兰 白翠兰听完丈夫的讲解后 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惊讶地与其说 你确定 这个李先生 就是刘老瓜相中的贵人 你不会搞错吧 他也太年轻了 应该不会搞错 你别看他年轻 他身上的确有点东西 马自成一脸坚信地说 白翠兰也是若有所思 想到刚才李成峰说的那两个字 随之说道 我看这个李先生 身上的确有点真东西 刚才他好像看出了我们卧室的风水阵法 是吗 马自成脸上闪过一丝惊讶 若是李成峰真能看出卧室的五行催运阵法 那么这个小子就太不简单了 还记得当初 公司的风水顾问 在给卧室部五行催运阵法时 就一脸认真的说 若是有人能看破卧室的风水阵法 这个人在风水上的造诣 绝不在他之下 马自成沉默了片刻 然后开口说道 我相信这个李先生 一定能帮我化解这次危机 破掉东郡集团的神仙药供 但还是不敢确定 这个李成峰 有没有看破卧室的风水阵法 就在马自成与白翠兰聊李成峰时 李成峰 王二刚两人毫无顾忌 在楼下餐厅继续推杯换盏 五瓶上好的国产白酒 被喝得一干二净 王二刚略带醉意 有些意犹未尽地说 李先生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喝这么香的酒 就是还没喝过瓶 行了 你还想喝多少 这都喝五瓶了 再喝下去 人家马老板怎么看咱们 还不把我们当成酒萌子 李成峰略带醉意 也有些意犹未尽 王二刚喝得迷迷糊糊 恍然想到 在搀扶马自成去卧室时 看到卧室地上 铺了一层泥土 随之满脸疑惑地问 李先生 马老板那么有钱 为什么不在卧室里铺地砖 却在卧室里铺了一层泥土 这是不是也跟风水有关 李成峰笑了笑 这个王二刚 越来越懂风水了 借着酒精 李成峰毫不必会 站在旁边的保姆 把马自成卧室里 不铺地砖 铺泥土的原因 讲了出来 我没看错的话 马老板卧室里的 风水布局 应该是五行催运阵法 李先生 什么是五行催运阵法 王二刚满脸好奇 此时罪意全无 一脸认真听李成峰讲解 什么是五行催运阵法 李成峰侃侃而谈 旁边的保姆拿着一张抹布 假装擦着柜子 时而转头看向这个最熏熏的年轻人 听他高谈阔论谈风水 人除了生肖属相以外 还有五行命数 所谓的五行命数 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五行命数 有的人是金命 有的人是木命 有的人是水命 有的人是火命 有的人是土命 五行相生相克 五行相生 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五行相克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所谓的五行催运阵法 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命数 利用五行相生的原理 来催动一个人的运势 滋养一个人的身体 李成峰略带罪意 继续说 强金得水 方错其风 金能克木 木多金缺 木若逢金 必未砍折 金赖土生 土多金埋 土能生金 金多土变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 马老板应该是精命 他之所以要在卧室里铺满土 就是想以土生金 以土催运 以土养金 以土养生 可能是五行催运阵法的原理 比较简单 王二刚竟然听懂了七七八八 然后一边想一边说 李先生 你说的五行催运阵法 就是利用五行相生的原理 在卧室内摆放 跟自己五行相生的物品对吗 李成峰点了点头 所谓的五行催运阵法 的确就是那么简单 像马自称五行命术为金 就以土催运 因为土生金 还有风水养生的效果 如果是木命 就可以用水催运 如果是火命 就可以用木催运 方法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利用五行相生的原理来催运 五行既能相生催运 也能相克伤身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一个人是木命 在卧室里摆放金属制品 并且还比较多 就会对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 因为五行相克金刻木 五行命术为木的人 在卧室里放金属制品 这个人晚上睡觉 可能就会失眠多梦 时间久了 还会影响身体健康 因为五行相克金刻木 五行命术为木的人 在卧室里放金属制品 这个人晚上睡觉 可能就会失眠多梦 时间久了 还会影响身体健康 当然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 具体还要根据五行方位 五行相生相克细绝来推算 总之有一点 身上尽量不要带 与自己五行命术相克的首饰 卧室里不要摆放 与自己五行命术相克的摆件 尽量在身上带一些 与自己五行命术相生的首饰 卧室里摆放一些 与自己五行命术相生的摆件 旁边正在擦桌子的保姆 听得非常入迷 手放在抹布上 都忘记了擦桌子 王二刚面带微笑 今天又学了很多东西 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 很多人都知道 但却很少有人注意这一点 其实李成峰还隐瞒了一些事情 在卧室里摆五行摧运阵法 是要把五行相生的物品 根据吉凶方位 五行相生的顺序 在卧室里摆放 不能随便摆放 比如马自成是精命 在他的卧室里 表面上只是看到了土 但其他的脊位 肯定还暗藏着金木水火 只有按照正确的方位 和顺序摆放 才能达到五行摧运阵法的效果 如果位置摆错了 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在卧室里 不金木水火土摧运阵法时 一定要根据五行相生的原理 来布置 床位必须在相生的位置 不能在相克的位置 如果不会摆五行摧运阵 只是在身上或卧室里 摆一些与自身五行命数 相生的物品 也有一些摧运的效果 但效果不是很大 王二刚若有所思 虽然知道了五行摧运的方法 但还不知道 怎么推算自己的五行命数 随之好奇地问道 李先生 应该用什么方法 推算一个人的五行命数 方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根据一个人的生辰八字 来推算 对李成峰来讲 用八字推算五行命数 可能非常简单 但对于一个外行人来说 那就非常的困难 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的生辰八字是什么 更不用说准确的五行命数了 王二刚挠了挠头皮 盯着李成峰 笑嘻嘻地说 李先生 你能帮我屁一下八字吗 我长这么大 连自己的生辰八字 都不知道是什么 你再顺便 帮我算算五行命数 等我回家后 也在家里布一个五行催运阵法 不行 我喝多了 我现在想睡觉 李成峰摇了摇头 刚才喝了那么多酒 酒精已经上来了 只感觉头晕脑胀 哪里还有心情给他批八字 推五行命数 批八字其实很简单 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四柱生辰来推算 四柱就是一个人出生的年 月 十 从天干地支各取一字 加起来正好组成八字 然后再根据八字推算五行命数 以前批八字 推算五行命数 都要去找算命先生 如今这个年代根本不需要 因为很多网站平台 只要输入出生日期 就能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 与五行命数 李成峰摇摇晃晃站起来 醉熏熏地说 你自己去网上查好了 不行了 我要去睡觉 王二刚则抱着手机 查起了自己的生辰八字 和五行命数 可惜很多平台都是收费的 收费价格还不低 找了很久 才找到一个免费的平台 可是在输入出生日期时 王二刚只知道自己出生的年月日 却不知道具体的时间 以前听母亲说 她好像是上半夜出生 具体是几点出生 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不知道具体时辰 最后只能作罢 二三十年前 很多人都是在家中出生 家里穷得连一块表都没有 又怎么知道具体的出生时间 王二刚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保姆 脸上露出一丝傻笑 然后摇摇晃晃走进了客房 保姆一脸嫌弃地说 两个揪鬼 一日清晨 李承锋和王二刚起床后 便跟着马自成去喝早茶 从早晨七点半 一直喝到中午十一点 两个人一脸的无语 吃个早餐 竟然吃了三四个小时 屁股都做妈了 在北方吃个早点 最多一个小时搞定 一个早餐吃了三四个小时 李承锋有些急了 主动提出 想去马自成的公司看看 看看怎么破掉神仙 要供的风水局 马自成原本还想带着李承锋 在深城好好的玩两天 让他体验一下南国妹子的柔情 却意外发现 这个年轻人对女人 好像没什么兴趣 穿着暴露的美女 在他身边走过 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这样的男人真的很少见 再看王二刚 看到美女两眼发直 直到美女消逝 才意犹未尽地擦擦口水 还乐呵呵地一脸傻笑 嘴里说着 嘿嘿 这娘们 真带劲 马自成见李承锋 想去公司看看 也没有拒绝 喝过早茶后 便来到了万里集团的办公大楼 汽车停在楼下 李承锋推开车门从车上下来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办公楼前面的一处人造喷泉 李承锋盯着人造喷泉看了一会 莲花形状的石雕喷泉上 一股清澈的水柱 在莲花中间喷出来 手臂粗细的水柱 喷出高约60公分 然后水柱成圆形向外散开 形成一道漂亮的水花 落到莲花水池里 这种莲花状的喷泉 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 很多公司都会在办公楼前 修建一个风水池 或是风水喷泉 李承锋又转头看向 东郡集团的办公大楼 东郡集团的办公大楼 与万里集团的办公大楼 中间只隔了一条马路 两座大楼正好相对 相隔的距离并不是很远 最多也就是六七十米 李承锋看着东郡大厦 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大楼中心位置的一个房间 窗户被一块黑色的窗帘遮住 整栋大厦弥漫着淡红色的邪气 看着眼前的大楼 李承锋心中疑惑 应该有如此强烈的邪气 但从大厦的形状上判断 的确是神仙要供的风水 马自成见李承锋盯着 对面的东郡大厦看 迈步走到他的旁边 开口说道 李先生 对面就是神仙要供的风水局 这个董大海真的太卑鄙了 竟然在商业圈部 如此阴狠歹毒的风水局 李承锋摇了摇头 一脸严肃地说 李承锋摇了摇头 一脸严肃地说 马老板 我没看错的话 对面的风水局 可能不是神仙要供 马自成疑惑的目光盯着李承锋 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公司的几个风水顾问 还有风水大师田国锋 医学大师刘子明 都说东郡大厦的风水局 是神仙要供 就在昨天 李承锋坐在直升机上 看东郡大厦时 也感觉他是神仙要供的风水局 那是因为距离太远 没有看到东郡大厦散发的邪气 此时近距离观看 才看到东郡大厦内 弥漫的邪气 马自成还没有开口 旁边的王尔刚 便满脸好奇地问 李先生 对面的风水局 若不是神仙要供 那是什么 我没猜错的话 对面大厦里 应该有供养的邪物 神仙要供的风水 不过就是一个掩人耳目幌子 李承锋看着 对面大楼弥漫的邪气 想到了玫瑰姐 这股邪气 与野玫瑰KTV散发的邪气 非常相似 但这股邪气更加浓郁 并且还是淡红色 此时的马自成 也不知该相信谁 前面那些大师都说 对面是神仙要供的风水局 李承锋来到后 只看了几眼 就直接否定了 那些大师的判断 说东郡大厦里 供养着邪物 现在到底该相信谁 东郡大厦 到底是神仙要供的风水局 还是在大厦里 供养了邪物 马自成随之纠结地问 李先生 你确定对面的大厦 不是神仙要供 而是在大厦里 供养了邪物 我也不敢确定 这只是我的猜测 马自成听到这里 难免有些失望 不管对面 是不是神仙要供的风水 还是供养了邪物 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李承锋能不能让 万里集团起死回生 如今的万里集团 已经到了 濒临破产的地步 股票每天都在下跌 股价马上就要跌破十元 马自成表面上看很淡定 心里却非常的着急 随之开口说 李先生 咱们还是去楼上谈吧 嗯 李承锋点了点头 跟着马自成 向万里大厦的办公楼走去 就在李承锋转身的那一刻 对面东郡大厦 遮住窗户的黑布 突然被拉开 一个穿着鲜罗森袍的和尚 手里捧着一个不大的骷髅头 与一个中年男子 出现在窗户前 两个人站在窗户前 盯着向万里大厦走去的李承锋 王二刚 马自成三人 李承锋走到万里大厦门口 突然感觉后背不舒服 慢慢地停住脚步 急忙回头向身后看去 身后什么也没有 马自成满脸疑惑地问 李先生 有什么不对吗 我感觉有人在盯着我看 李承锋盯着东郡大厦看了一会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接着转身说 走吧 可能是我想多了 三个人转身向大厦里面走去 很快便消失在两个神秘人的视野中 东郡大厦 被黑布遮住窗子的房间内 两个神秘的身影依然站在窗前 透过缝隙盯着万里大厦 就在李承锋转身的那一刻 他们急忙放下了黑色的窗帘 穿着仙罗僧袍的和尚 非常地瘦弱 身高不足一米五 五十岁左右 手里拿着婴儿的骷髅头 浑身透着一股邪气 阴冷的声音说 刚才转身的年轻人 好像发现了我们 他是什么人 感知力为什么那么强 康巴大师 你是不是想多了 刚才那个年轻人突然回头 可能迟巧合 董大海一脸不屑地说 康巴大师是来自仙罗国的高僧 精通降头术 藤术还会制作古曼铜 董大海花重金把康巴大师请过来 目的就是为了对付万里集团的马自成 见董大海不相信自己 康巴大师脸上闪过一丝不悦 把手中的骷髅头放到董大海面前 然后不爽地语气说 告诉你 那个年轻人绝对不是普通人 很有可能就是你的克星 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自己看 阿希克在颤抖 他害怕了 董大海盯着康巴大师手中的骷髅头 只见骷髅头在康巴大师的手上 不停地晃动颤抖 好像非常的害怕 看着不停晃动的骷髅头 董大海并不认为是骷髅头自己在动 心想应该是康巴大师的手在动 可当他看向康巴大师的手时 只见他的手非常平稳 没有一丝晃动 他手上的骷髅头 却还在不停地晃动 看到如此诡异的一幕 董大海并没有害怕 脸上闪过一丝杀气 阴狠的语气说 难道这个年轻人 真是我的克星 没错 阿希克在颤抖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克星 今天晚上 我就会让他死 董大海在说话时 转头看向旁边的桌子 桌子上放着一个血红色的泥娃娃 泥娃娃的身上 刻满了诡异的鲜罗符纹 这个泥娃娃高约20公分 低着头 眼睛看着前方 眼神中透着邪恶与杀气 康巴大师也看向这个泥娃娃 脸上闪过一丝惊恐 有些担心地说 他已经沾上了好几条人命 如果继续让他去杀人 他身上的邪气就会越来越重 可能会从邪恶变成凶恶 到时候 恐怕没有人能压得住他 放心 一个阴魂而已 我既然敢养他 就有办法镇压他 董大海一脸不屑地说 此时的李承锋 已经走进马自成的公司 看着公司内部的风水布局 真的是无话可说 无论是马自成的家里 还是他的公司里 真的找不出一点风水问题 每一个地方的风水布局 都非常的完美 当来到公司后 马自成找了一个借口 让李承锋和王二刚 在公司里转转 他则躲在办公室里 打起了电话 电话里 马自成纠结的语气说 刘老 你说我贵人出北方 往北方总能遇到贵人相助 你说的没错 我的确遇到了一个贵人 这个贵人来到我的公司后 说东郡大厦的风水局 不是神仙要供 他说神仙要供的风水 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 真实的情况 是里面供养了邪物 马自成话刚说完 便听到手机里 传来一个愤怒的声音 狗屁 什么供养邪物 明明就是神仙要供的风水局 你这是遇到的什么贵人 是不是搞错了 遇到了一个骗子 他 他应该不是骗子 是不是骗子 等我和田老哥回去就知道了 我们明天就从广城回去 我倒要看看 这骗子有什么本事 敢否定我们的判断 刘子明在电话里 不爽的语气说 挂上电话后 马自成叹了一口气 这个刘老性格刚烈 如果他从广城回来 不管李成峰是不是骗子 肯定都会找他的麻烦 李成峰和王二刚 王二刚在公司里转了一圈 这个公司男的少女的多 有的妹子还长得很漂亮 美中不足的就是身高 面对这些漂亮的美女 李成峰非常的淡定 王二刚却看得眼花缭乱 一会盯着这个看看 一会盯着那个看看 还时不时地擦擦口水 小混混的气质 显露无疑 兴奋的语气 小声地说 面对这些漂亮的美女 李成峰非常的淡定 王二刚却看得眼花缭乱 一会盯着这个看看 一会盯着那个看看 还时不时地擦擦口水 小混混的气质 小声地说 李先生 你快看 那个小姐姐长得真带劲 长得跟女明星似的 能不能有点出血 不就是几个女人吗 咱们北方又不是没有女人 咱们北方的女人 不比南方的女人好看多了 李成峰有些后悔 怎么把王二刚给带出来了 这小子不仅是画牢 还是一个色鬼 听到李成峰说 北方的女人 比南方的女人好看漂亮 王二刚很不服气 急忙摇了摇头 他很不认同这个观点 急忙争辩道 李先生 我感觉南方的女人 比北方的女人好看 你看这些南方的小姐姐 都小巧玲珑的 说起话来也温柔得很 不像咱们北方的姑娘 整天杂杂呼呼 有的个子比我还高 站在她们面前 我都找不到一点存在感 两个人站在窗户前 看着办公室里 正在忙碌的女人 讨论起了南方姑娘 与北方姑娘的差异 一个说南方好 一个说北方好 具体是南方姑娘好 还是北方姑娘好 这个问题恐怕没有答案 因为每个地方 都有好看的女人 性格也是有好有坏 就在两个人 不停地争辩时 有一个很丑的黑人 走进了办公室 她身边还跟着一个女人 当李成峰看到 黑人身边的女人时 心中一惊 这不是叶梦瑶的 姑姑叶无双吗 她怎么会在这里 还跟黑人在一起 叶无双站在黑人旁边 一脸的高傲与自豪 没想到 会在马自成的公司里 遇到叶无双这个女人 对于叶姑成一家人 李成峰没有一丝好感 叶姑成忘恩负义 叶无双刁钻刻薄 叶梦瑶也是待人高冷 后来虽然有些改变 那也是因为 见识到了自己的能力 站在旁边的王二刚 见李成峰不再说话 直勾勾的眼神 盯着走进办公室的女人 嘴角露出坏笑 见兮兮的语气说 李先生 你为啥老是盯着这个女人看 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李成峰冷哼了一声 不屑地语气说 开什么玩笑 我就是看上一只老母猪 也不会看上这个女人 李先生 你认识这个女人 看着一脸厌恶的李成峰 王二刚已经猜到 他应该认识这个女人 两个人的关系 应该还很复杂 两个人说话时 叶无双和那个黑人男子 跟在前台美女身后 向马自成的办公室走去 见叶无双走过来 李成峰不想跟这个女人碰面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口舌之争 接着转身看向窗外 原以为这样就能避开叶无双 可惜还是晚了 叶无双刚刚走进办公室 就已经看到李成峰 他也有些意外 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这个臭男人 对于李成峰 叶无双同样没有一丝好感 在他的眼里 这就是一个卑鄙无耻 忘恩负义的小人 当初哥哥叶孤成 把他带到望海阁 让他在楚云红面前 出尽了风头 楚云红还把望海阁送给了他 他却望恩负义 独吞了望海阁 这是叶无双无法接受的 他应该把望海阁送给叶家 感恩叶家对他的栽培 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却忘了哥哥叶孤成的大恩大德 他也不想想 若不是哥哥把他带到望海阁 他又怎么能攀上楚家 成为望海阁的老板 还好苍天有眼 就在半个月前 一把大火把望海阁烧得一干二净 这就是他望恩负义的报应 当叶无双经过李成峰身边时 缓缓地停住脚步 轻蔑的眼神看着李成峰的后背 嘲讽的语气说道 李成峰 你以为把脑袋转过去 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像你这种卑鄙无耻 望恩负义的小人 就算化成灰 我也认识你 站在旁边的王二刚 听着叶无双愤怒的声音 心中好奇 李先生做了什么 丧尽天良的事情 让这个漂亮的女人如此愤怒 李成峰原本不想搭理这个女人 但是当听到叶无双说的话 原本就冷漠的表情 此时变得更加阴沉 随之慢慢地转过身 盯着眼前的女人 叶无双 你说我卑鄙无耻 望恩负义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做了什么卑鄙无耻 望恩负义的事情 你做了什么卑鄙无耻 望恩负义的事情 还用我说吗 这才过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难道你就忘了 叶无双冷嘲热讽 弄得李成峰一头雾水 他真的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做了卑鄙无耻 望恩负义的事情 李成峰不想跟这个 不讲理的女人争辩 不屑地语气说 嘴长在你的下巴上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不想跟你说话 我还要事先走一步 说完这句话 李成峰便转身想要离开 身后却又传来 叶无双的声音 等等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还冤枉你了不成 李成峰不想跟叶无双计较 叶无双却不依不饶 他一手掐腰 一手指着李成峰的鼻子 就像一个泼妇 继续说道 李成峰 当初我哥哥费尽心机 把你带到望海阁 让你在楚老将军面前 出尽了风头 楚老将军还把望海阁 送给了你 你个望恩负义的狗东西 拿到望海阁后 翻脸不认人 你不把望海阁 送给我们叶家就算了 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嘲讽我哥哥 你说 你做的事情卑不卑鄙 无不无耻 让大家说说 你是不是一个 望恩负义的人 站在旁边的王二刚 听完叶无双的描述后 大体猜到了事情的经过 转而看向李成峰 说什么他也不相信 李先生会是一个 卑鄙无耻 望恩负义的人 经过短时间的接触 李成峰在王二刚的心中 已经有了很高的地位 他风水术无人能及 还懂得很多民间奇术 人品更是没得说 怎么可能做出 望恩负义的事情 李成峰忍不住皱起眉头 真的好无语 接着又转过身 盯着眼前不讲理的女人 李成峰忍不住皱起眉头 真的好无语 接着又转过身 盯着眼前不讲理的女人 叶无双 说话的时候要摸着良心 叶孤城在望海阁 做了什么事情 相信你比我清楚 你现在反过来咬我一口 说我望恩负义 这话你怎么说的出口 如果没有我李成峰 你们叶家早就完蛋了 你跟叶孤城就算不死 也是瞎子和瘸子 我救了你们叶家 你却说我望恩负义 你说 望恩负义的人到底是谁 李成峰已经忍无可忍 直接对了回去 心想这家人可真够不要脸的 可能是两个人争吵的声音太大 正在集体办公室里工作的员工 都抬起了头 向争吵声传来的方向看去 叶无双始终都不相信 他们叶家人身上的疾病 在一夜间全部康复 跟李成峰有关系 就算跟李成峰有关系 他也不会承认 叶无双冷哼了一声 一脸不屑的语气说 狗东西 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们叶家人康复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不管你怎么解释 在我们叶家人的眼里 你就是一个卑鄙无耻 望恩负义的小人 哼 我也懒得跟你计较 就算你成了望海阁的老板 又能怎么样 望海阁不还是被一把火烧了 这就是你望恩负义的报应 哈哈 叶无双说完这些话 感觉心里憋得那口气 顺畅了很多 也不再跟李成峰计较 转而抱住黑人男子的手臂 把脸贴在他的手臂上 然后轻易地语气说 亲爱的 咱们还是去忙正事吧 不行 我必须让他承认 他是一个卑鄙无耻 望恩负义的华夏人 黑人男子挑衅的目光 从下道上把李成峰打量了一遍 然后用生硬的汉语 学着叶无双的口气挑衅地说 狗东西 你今天必须承认 你就是一个卑鄙无耻 望恩负义的华夏小人 叶无双见黑人男友 要替自己出头 脸上流露出幸福的微笑 激动的语气说 萨托尼 亲爱的 你真的太勇敢了 我真的爱死你了 你若是能帮我 教训这个混蛋 我这辈子就非你不嫁 叶无双的这句话 更加刺激了萨托尼 他摇头晃脑 非常得意 继续用生硬的华夏语说 狗东西 我以卡里塔尼亚王子的身份命令你 赶快向我未来的王妃道歉 然后承认你就是一个卑鄙无耻 望恩负义的华夏小人 我就可以考虑放过你 李承峰微微一愣 略带嘲讽的目光 盯着眼前的黑人男子 他的脑袋肯定有毛病 在华夏的土地上 竟然拿异国王子的身份威胁自己 他是不是有点自信过头了 卡里塔尼亚这个国家 李承峰还是第一次听说 在非洲大地上 一个部落酋长的儿子 都能自称王子 这种王子水分太大 李承峰一脸不屑 轻蔑地与其说 长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你算了什么玩意 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还自称王子 就算你是王子 在我们华夏的土地上 也只能算是一个屁 李承峰的话 无疑激怒了萨托尼 叶无双也是无比的恼怒 他瞪着眼吼道 李承峰 你这是在侮辱萨托尼王子 你赶快 叶无双话还没有说完 早已忍无可忍的王二刚 直接向前一步 愤怒的眼神盯着叶无双 亏你还是一个华夏娘们 竟然找一个又黑又丑 长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黑东西做男朋友 你他妈不先丢人 老子还先丢人呢 狗东西 敢说我男朋友长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叶无双与王二刚 大眼瞪小眼 愤怒地吼道 你说我丢人 我怎么丢人了 难道你不知道吗 找一个外国人当男朋友 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叶无双话还没有说完 王二刚甩手 便是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 然后又是一脚 直接把他踹倒在地 你妈 老子受不了了 像你这么不要脸的臭娘们 老子还是第一次见 很意外 王二刚竟然敢动手 小混混就是小混混 火爆的小脾气 那是没得说 李承锋随之笑道 二刚 打得好 看着被王二刚 踹倒在地的叶无双 李承锋感觉非常的解气 同时又感觉这是一种悲哀 在华夏 有一些女人看不上华夏男人 感觉华夏男人配不上他们 自认为 找一个外国人当老公 很有面子 拼了命地 想要嫁给外国人 并且以嫁给外国人为荣 前些天 李承锋还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 一个外国男子 在外网上晒出了很多图片 全是被他玩弄过的华夏女人 这个外国男子非常的自豪 在华夏短短几年的时间 玩弄了1200多个华夏女人 平均两三天就换一个 这真的是一种耻辱 一些华夏女人 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如果一个民族 有些女人以嫁给外国人为荣 被外国人玩弄为荣 感觉嫁给外国人很有面子 能光宗耀祖 那么 对一个民族来讲 这就是一种耻辱 这就是一种悲哀 李承锋真的不明白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导致华夏小部分女人 变成这个样子 李承锋盯着坐在地上的夜无双 越想越生气 这种女人该打 打得太轻 夜无双被打得一脸猛逼 坐在地上充满杀气的眼神 瞪着王二刚 愤怒的声音 吼道 狗东西 你敢打我 你死定了 夜无双 转看向旁边的黑人男友 用委屈的声音说 亲爱的萨托尼 他敢打我 你赶快帮我打他 把他丢往死里打 萨托尼满脸杀气 直接挥拳 向王二刚太阳穴上砸去 这一拳 若是砸在王二刚的太阳穴上 后果很难想象 眼看拳头距王二刚越来越近 李承锋一脸担心 王二刚 小心 王二刚早有防备 快速低头 轻松躲过对方挥来的一拳 接着一个闪身 便退到了李承锋身边 李先生 放心 我能干得过他 李承锋还是有点担心 这个黑人男子 五大三粗 身材魁梧 王二刚在他面前 显得非常瘦小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萨托尼一击落空 非常愤怒 再次挥动拳头 面目猙獰 咬牙切齿冲了上来 王二刚毫无畏惧 脸上带着轻蔑的微笑 直接迎了上去 王二刚毫无畏惧 脸上带着轻蔑的微笑 直接迎了上去 李承锋露了露袖子 也想上去帮忙 还没等他冲上去 只见王二刚没有躲避 直接冲向萨托尼 与萨托尼重重地撞到一起 用肩膀顶在对方的胸口上 原以为瘦小的王二刚会被撞飞 结果却出乎意料 倒飞出去的 竟是人高马大的萨托尼 李承锋此时才意识到 王二刚竟然是一个恋家子 萨托尼重重地摔到地上 疼得呲牙咧嘴 还没等他爬起来 王二刚已经冲到他跟前 俗话说 趁他病要他命 王二刚是大理晨的一脚 直接踢到萨托尼的面门上 对着他就是一顿猛踹 萨托尼双手抱着头 被打的母语都说了出来 集体办公室的员工 都在工位上站了起来 看着王二刚抱坐萨托尼 有些人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个黑人男子 可是老板马自成的重要客户 这个男人真的疯了 竟然连他也敢打 等下他就要倒霉了 马老板肯定会让他 吃不了兜着走 几个部门经理 急忙跑过来制止 还有人快速跑向 马自成的办公室 前谈小姐姐急忙上前劝说 你们不能打萨托尼先生 他是马老板的重要客户 滚 老子今天要打死他 王二刚已经上头 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地上爬起来的夜无霜 见黑人男友被打 愤怒的声音吼道 他是外国人 是卡里塔尼亚的王子 你们不能打他 李承锋看着疯狂的王二刚 心中大惊 这是谁的部将 竟然如此勇猛 王二刚的确很猛 下手没轻没重 把萨托尼打得口鼻冒险 李承锋也没有上前制止 一个黑人 赶在华夏的土地上嚣张 就要为他的嚣张付出代价 得知萨托尼被打 马自成急忙从办公室里 跑了出来 看着还在猛踹萨托尼的王二刚 愤怒的声音吼道 给我住手 王二刚转看向马自成 又在萨托尼的肚子上 狠狠地踢了一脚 啪哩啪气地说 狗砸碎 算你走运 要是在青州城 我非打死你 盯着嚣张的王二刚 马自成非常生气 他不过打了一个电话的时间 竟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非洲市场最大的客户 被王二刚打得鼻青脸肿 他白了王二刚一眼 急忙去搀扶萨托尼 萨托尼先生 你没事吧 我 我怎么可能没事 我帅气的脸 已经毁容了 萨托尼被打得满脸是血 惊恐的目光看着王二刚 急忙躲到马自成的身后 这个华夏男人个子不高 竟然如此地彪悍 此时的叶无双无比愤怒 他盯着马自成威胁的语气说 马先生 我和萨托尼刚到你们公司 就被你的人给打了 今天 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不然 我们就终止与万里集团的一切合作 马自成陷入了沉默 如今万里集团已经濒临破产 很多大客户都与万里集团 终止了合作关系 如果再失去非洲市场 对万里集团来讲 那就是雪上加霜 自古以来 商人都是以逐利为主 孰经孰众马自成心里非常清楚 李承锋能不能破掉神仙 要供的风水 让万里集团起死回生 还是一个未知数 让马自成无法接受的是 其他风水大师 医学大师都说 那是神仙要供的风水局 唯独他说 东郡大厦里有供养的邪物 这让马自成对李承锋失去了信心 马自成权衡利弊 考虑了片刻 随之开口说道 这位小姐 你放心 今天我一定会给萨托尼先生 一个满意的答复 马自成嘴上这么说 但还是不想跟李承锋撕破脸皮 他转看向王二刚 王先生 谁让你在我公司里打人的 王二刚不想连累李承锋 想把打人的事情 全部揽到自己身上 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 他正想开口回答 身后却传来一个声音 马老板 是我让他打的 王二刚急忙看向李承锋 眼神中尽是感激 急忙说道 李先生 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打人的是我 大不了我进去蹲几天 呵呵 二刚哥 你是一条汉子 我也不是闹肿 有事咱哥俩一起扛 李承锋微微一笑 开口说道 马自成脸色阴沉盯着李承锋 原本想把这件事 全部推到王二刚的身上 谁曾想 他偏要蹚这一次浑水 李先生 你在我的公司里打人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人已经打完了 你想怎么样 李承锋微微一笑 柔和的声音说 昨天晚上 还一起喝酒相谈甚欢 像是相识多年的好友 事事无常 这才不过一个晚上的时间 李承锋跟马自成 就要针锋相对 为了萨托尼 也无双撕破脸皮 马自成陷入了沉默 人已经打完了 他又能怎么样 打电话通报官府 把他们抓起来 这样做 他又有些于心不忍 不管怎么说 李承锋也是他在青州城 请过来的 俗话说 做人刘一线 日后好相见 马自成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无奈地说 李先生 带上你兄弟 走吧 李承锋有些意外 没想到马自成 会让他们离开 随之开口说道 马老板 告辞 不送 看着李承锋和王二刚 大摇大摆 向办公室外面走去 叶无双满脸怒气 愤怒地吼道 马先生 他们打了我男朋友 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你不是要给我们交代吗 你的交代就是这样的 马自成没有搭理叶无双 转而看向萨托尼 然后把他送到了医院 李承锋和王二刚 在万里集团大厦走出来时 门口有个男子 正抱着拍立得 给他女朋友拍照 奇怪的是 这个男子镜头对准的 并不是他的女朋友 而是李承锋和王二刚 然后按下了快门 李承锋和王二刚 并没有察觉 这个男子的所作所为 等两人走远后 男子拿着照片 向东郡集团的办公大楼走去 把照片交给了董大海 等两人走远后 男子拿着照片 向东郡集团的办公大楼走去 把照片交给了董大海 董大海拿到照片后 盯着照片上的两个年轻人 嘴角露出一丝阴狠的冷笑 他双手捧着照片 放到血红色的泥娃娃面前 然后又给泥娃娃上了两柱清香 恭恭敬敬在泥娃娃面前拜了起来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让泥娃娃帮他把这两个人杀掉 直到泥娃娃眼中散发出血光 董大海才停止念叨 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什么狗屁克星 你就给我等死吧 哈哈 站在旁边的康巴大师 看着泥娃娃眼中闪烁的红光 心里特别慌 这个古曼童沾染了太多的人命 估计很快就会从邪物变成大凶之物 康巴大师摇了摇头 这个董大海贪欲太强了 此时的李承锋 王二刚茫然地走在路上 没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王二刚一脸歉意地说 李先生 对不起 都怪我没有忍住 不用给我道歉 你没有做错 实话告诉你 我很早以前就想打那个女人了 李承锋笑嘻嘻地说 今天虽然跟马自成撕破了脸皮 丢掉了这笔生意 但心里却非常地开心 这次来深城 原本是想帮马自成化解神仙 要供的风水局 可是当来到以后 才发现这里面的事情 并没有那么简单 相信以马自成的实力 一定能找到更厉害的大师 来化解这次危机 但愿他能平安无事 逢凶化吉 王二刚跟在李承锋旁边 无奈地语气说 李先生 这笔生意已经黄了 咱们要不要收拾收拾回青州城 折什么急 好不容易来一趟深城 不挣点钱 怎么能回去 由于天气炎热 李承锋让王二刚去旁边的超市里 买了两瓶水 一人拎着一瓶水 在繁华的街道上瞎溜达 看着道路中间急迟而过的车辆 路两边匆匆而行的人群 王二刚直勾勾的眼神 盯着一个外国美女说 这座城市的外国人 真的好多 王二刚的目光 全在外国女人的身上 那些腹白貌美 大长腿的外国女人 在他身边经过时 他便直勾勾的盯着外国女人看 还忍不住称赞两句 嘿嘿 这个外国娘们长得可真带劲 能不能有点出血 咱们华夏又不是没有女人 咱们华夏的女人 哪个不比她们长得好看 李承锋一脸嫌弃地说 这个王二刚真的太色了 这可能也是男人的本性 天底下不色的男人很少 今天晚上 想去马自成家里住 已经不可能了 眼看天色越来越晚 只能先找一家酒店落脚 李承锋走在繁华的街道上 东瞅瞅西看看 寻找落脚的酒店 经过一个路口时 见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穿着一身地摊货 脚上是一双廉价的布鞋 她拎着一个塑料袋 在一排商铺门前 捡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 这个老太太真的好可怜 一把年纪了 还要出来捡饮料瓶卖钱 李承锋的同情心瞬间泛滥 急忙把瓶子里的水喝干净 又让王二刚把水喝干净 然后拿着两个矿泉水瓶 走到老太太身边 恭敬地与其说 老奶奶 给你 正在捡矿泉水瓶的老太太 看着眼前的矿泉水瓶 然后慢慢地抬起头盯着李承锋 非常和蔼地说 亮仔 前面就是垃圾桶 你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 不要给我好吗 一些年龄大的深层老人 普通话讲得并不是很好 李承锋不明白对方说的什么 又把矿泉水瓶往前递了递 继续说 老奶奶 这两个瓶子给你的 你拿去卖钱 平时在路上遇到石荒的老人 把矿泉水瓶给他们 他们都会面带微笑 说一声谢谢 眼前这个老太太 却是一脸嫌弃 并不想要这两个矿泉水瓶 李承锋不明白 想做一次好人 为什么这么难 把矿泉水瓶送到他面前 他还不要 老太太看着再次递过来的矿泉水瓶 有些不耐烦地说 亮仔 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 不要给我 我不要 李承锋很事无语 直接把两个矿泉水瓶 扔进了塑料袋里 然后转身继续向前走 身后却传来老太太的唠叨声 唉 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这么没素着 王二刚晃了晃脑袋 真是齐了个拐 好心好意给他矿泉水瓶 他竟然还不要 好人真难做 刚才发生的一幕 被坐在商店门口的中年妇女 看得一清二楚 她面带微笑 冲着李承锋喊道 亮仔 你是不是把这个老太婆 当成捡垃圾的了 难道她不是吗 李承锋满脸疑惑反问道 中年妇女笑嘻嘻地说 她当然不是捡垃圾的了 这条街上的商铺 全是她家的 每年光收租子 就收好几个亿 李承锋不敢相信 转而看向老太太 看她全身穿着非常普通 身上连一件首饰都没有 怎么看都不像有钱人 中年妇女面带微笑 继续说 你不用看的啦 我是不会骗你的 这条街上的商铺 全是她家的 李承锋又看了一下老太太的面相 圆脸额平 鼻梁直挺 人中身长 下巴圆厚 眼神清澈 再看她拎着塑料袋的手 掌厚纸绣 这个面相是典型的望夫相 这个老太太的老伴 肯定不是普通人 李承锋急忙跑过去 把两个矿泉水瓶拿出来 然后扔到了垃圾桶里 老太太这才笑嘻嘻地说 年轻人 这才对嘛 不要乱扔垃圾 真的没有想到 一个在街边捡矿泉水瓶的老太太 竟是隐藏的老富婆 恍然想起 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 如果到了东光府 千万不要小看那些穿着拖鞋 裤衩的普通人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包租公 包租婆 王二刚满脸疑惑地说 李先生 真的看不出来 这个老太太 竟然这么有钱 嗯 这个老太太 是难得一见的望夫相 有钱的不是她 是她老公 望夫相 王二刚面带疑惑 很多人都听说过望夫相 却很少有人能找到望夫的老婆 望夫相的女人 有很多特征 如果一个女人 能把所有的望夫特征集齐 就算乞丐娶了这个女人 也能一飞冲天 这个老太太 就是难得一见的望夫相 集齐了六个望夫特征 真的非常少见 一个男人 如果娶了一个望夫的女人 在望夫女人的催运加持下 无论做什么事情 估计都会顺风顺水顺财神 一个男人 如果娶了一个望夫的女人 在望夫女人的催运加持下 无论做什么事情 估计都会顺风顺水顺财神 一些豪门在选了媳妇的时候 对面向八字都有很高的要求 特别是港城的一些豪门 对这些事情非常讲究 李承风和王二刚找了一家快捷酒店 准备在深城晚几天 然后就回青州城 在酒店里休息了一下午 傍晚十分 两个人离开快捷酒店 准备出去吃点东西 刚刚来到一家饭店门口 李承风便感觉一股阴风 在身边吹过 王二刚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 感受着刚才吹过的阴风 李承风只感觉浑身都不舒服 汗毛也竖了起来 他急忙转身向四处观望 王二刚见李承风 在饭店门口停住脚步 随之满脸疑惑地问 李先生 你在看什么 李承风并没有回答王二刚的问题 而是惊恐的目光 看着不远处的马路中间 只见一个身高不足半米的婴儿 正穿过马路 向自己所在的方向飘来 这个婴儿下半身围着一块绿布 上半身穿着一个黄色的小马甲 一副鲜罗服饰的打扮 婴儿脸色血红 双眼中散发着诡异的红光 嘴角带着邪魅的微笑 看到这个诡异的婴儿 李承风顿感不妙 见李承风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王二刚再次问道 李先生 你在看什么东西 快 快跑 李承风撒腿便跑 王二刚却满脸疑惑 不解地问 李先生 为什么要跑 李承风刚跑出去五六步 见王二刚没有跟上来 急忙转身 想让他赶快跑 可是一切都晚了 当转过身时 只见那个血红色的小婴儿 已经骑到了王二刚的肩膀上 两个肥嘟嘟的小腿 夹着他的脖子 两个小手抱住他的脑袋 发出诡异的笑声 李承风看到这一幕 虽然见过很多大场面 但还是被吓得双腿打颤 李承风盯着 坐在王二刚肩膀上的古曼童 肥嘟嘟的双腿 夹住了他的脖子 两只小手抱着他的脑袋 正用舌头舔他的头发 嘴里时不时发出 咯咯黑黑的怪笑声 平复了一下恐惧的情绪 现在跑也没用了 古曼童已经缠上了王二刚 心中不解 平白无故 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古曼童 好像还是冲着自己来的 这个古曼童 并不是玫瑰姐公养的那一只 这一只比那一个还要可怕 浑身血红 眼睛里透着邪魅的红光 李承风眉头紧锁 此刻已经明白 马自成公司的风水顾问 为什么会离其死亡 脖子上还留下了 两个黑色的小手印 这一切都是古曼童干的 想到东郡集团办公大楼 用黑布遮住窗子的房间 心中已然明了 那座大厦里供养的邪物 正是古曼童 眼下最重要的是 怎么赶走其在王二刚肩膀上的古曼童 不然他肯定活不过今晚 等古曼童完够了 就会要他的命 可是身上没有带任何驱邪的物品 李承风一脸着急 不知该如何是好 站在饭店门口的王二刚 却毫无察觉 见李承风瞪着双眼盯着自己看 露出尴尬的微笑 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李先生 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事情 没有 李承风随口回答 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迈不向饭店里走去 脑子里却想着对付古曼童的方法 这个古曼童毕竟太小 很贪玩 暂时不会要王二刚的命 王二刚面带疑惑 想到刚才李承风的表情变化 总感觉有些不对 但也没有继续追问 跟在他的后面 向饭店里走去 刚走了没有几步 王二刚便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然后擦了擦鼻子 李先生 我怎么突然感觉好冷 两个肩膀酸痛得很 脖子上凉嗖嗖的 浑身都不得尽 此时的王二刚 只感觉特别的累 浑身疲惫 李承风并没有告诉王二刚真相 头也没回 直接回答道 你可能是感冒了 等吃完饭 我带你去买点感冒药 嗯 王二刚疲惫地点了点头 李承风哪有心情吃饭 随便点了两个菜 一边吃饭 一边想着 怎么对付古曼童 可是绞尽脑汁 也没想到对付古曼童的方法 现在去准备那些驱邪用的物品 根本就来不及 原本很饿的王二刚 突然变得昏昏沉沉 没有一点食欲 随便吃了几口 便疲惫地说 李先生 我好困 咱们回去吧 我想睡觉 好 好吧 李承风不敢看王二刚 一抬头便会看到 骑在他肩膀上的古曼童 耳边还不时传来古曼童的怪笑声 对于李承风来讲 这真的是一种折磨 古曼童在王二刚的肩膀上 却玩得非常开心 一会拽拽他的耳朵 一会扯扯他的头发 还时不时用手拍打他的脑袋 王二刚却毫无察觉 只是感觉脖子里凉嗖嗖的 特别的疲惫 特别的累 还好王二刚看不到古曼童 如果他能看到 坐在肩膀上的邪灵 就算不被吓死 也会被吓得精神失常 李承风买完单 跟在王二刚身后走出饭店 心中无比的焦急 饭都吃完了 还没想到对付古曼童的方法 是自己把王二刚带出来的 如果他若出了事 把命丢在这里 又该怎么给他的家人交代 走在回酒店的路上 李承风茫然地 跟在王二刚身后 不知该如何是好 在经过一座大桥时 恍然发现 桥下的河边 种着两排柳树 看着一根根垂落的柳条 李承风慢慢地停住了脚步 想到了一个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 柳树枝有驱邪打鬼的功效 用柳树枝打鬼打一下 矮三寸 柳树枝之所以能用来打鬼 主要原因就是 柳树阴气太重 魂魄无法承受这种阴气 柳树枝抽到魂魄身上 会把魂魄身上的阴气抽散 所以用柳树枝打一下魂魄 魂魄就会因为阴气的减少 矮上三寸 在民间 每当清明节时 很多老人都会去河边 折几根柳树枝 插在门上或是门两边 这种习俗在农村很常见 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了避邪 让腰碎邪物不敢靠近洋宅 当然 不是所有的柳条都能驱邪 只有河边上的柳树 才有避邪驱鬼的效果 如果柳树是长在旱地里 离水很远 这种柳树是不能用来驱邪的 这种旱地柳不仅不能驱邪 还会招来脏东西 如果柳树是长在旱地里 离水很远 这种柳树是不能用来驱邪的 这种旱地柳不仅不能驱邪 还会招来脏东西 李承锋想到这个民间传说 一刻也不敢耽搁 直接向河边跑去 迅速折了星号星号跟柳树枝 长约一米左右 当李承锋拿着柳树枝回到路上 发现王二刚已经走出去四五十米的距离 李承锋冲着那个背影急忙喊道 二刚哥 等等我 李承锋不停地喊着 急忙追了上去 可是王二刚一点反应也没有 眼看就要追上他 他却突然停住脚步 然后慢慢地转身 刺着牙 咧着嘴 神情呆滞 眼中全是白眼珠 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 看着王二刚诡异的样子 李承锋想到了玫瑰姐 当初玫瑰姐被古曼桐控制心智 眼中便全是白眼珠 这在民间被称作鬼遮掩 但玫瑰姐的表情没有如此诡异 李承锋按惊不好 拿着柳树枝急忙冲了上去 可就在此时 王二刚快速向马路中间走去 马路上一辆汽车急迟而来 眼看汽车就要撞上王二刚 还好司机及时刹车 地上留下一道长长的黑色轮胎印 车头距他只有半米的距离 差点被车撞到 王二刚却没有一点反应 司机在车上下来 对着王二刚就是一阵怒吼 怎么走路的 能不能看着点 司机话还没有说完 便发现王二刚表情呆滞 双眼翻白 表情诡异 吓得他急忙往后退了几步 与此同时 只见李承锋双手握着一把柳树枝 快速地冲了过来 然后举起手中的柳条 直接抽到王二刚的头上 当柳树枝抽在王二刚的头上时 同时传来婴儿痛苦的尖叫声 刺耳 圣人 让人不寒而栗 骑在王二刚肩膀上的古曼童 直接被抽得飞了出去 上半身黄色的小马甲 被柳树枝抽得四分五裂 露出血红色的皮肤 原本身高二十公分的古曼童 被柳树枝抽到后 身体缩小了很多 表情变得更加争鸣可怖 当古曼童离开王二刚的肩膀后 他直接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柳树枝抽在魂魄的身上 因为柳树阴气的影响 魂魄就会现出圆形 普通人也能看到魂魄的存在 刚才还在怒斥王二刚的司机 惊恐的目光 看着不远处的路面上 趴着一个浑身血红的婴儿 婴儿表情猙獰 瞪着李成锋 古曼童血红的双眼瞪着李成锋 发出刺耳圣人的怪叫声 然后在地上飘了起来 站在旁边的司机看到这一幕 背下的大叫一声 大呼有鬼 同时一股热流 顺着裤腿流到了鞋子里 想要打开车门离开这里 不知什么原因 车门却怎么也打不开 司机上半身靠在车上 双手死死地抓住门把手 惊恐的目光 看着飘在空中的血红色婴儿 只见血红色的婴儿 发出七粒刺耳的怪叫声 张牙舞爪 向手握柳条的李成锋飞去 李成锋一点也不害怕 双手握着柳树枝 对着古曼童说 小东西 有本事就别躲 李成锋说话时 再次挥动手中的柳树枝 狠狠地抽在古曼童的身上 再次传来婴儿七粒刺耳痛苦的叫声 古曼童再次被抽飞十几米远 身上还留下了几道黑色的印记 身体再次缩小了一些 原本还一脸恐惧的司机 看着眼前英勇无比的李成锋 脸上的恐惧正在慢慢消失 转而是一脸的惊讶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这种场景 做梦都没想到 竟然能亲眼目睹 大师降妖除魔的一幕 司机一脸崇拜的目光 看着李成锋 转而又看向那个面目猙獰 浑身血红的婴儿 此时感觉 这个小东西 好像并没有那么可怕 古曼童再次从地上飘起来 惊恐的目光 看着李成锋手中的柳树枝 毕竟是一个胎儿的魂魄 智商很不够用 被柳树枝抽中两次后 才知道柳树枝的可怕 李成锋盯着古曼童 嘴角露出微笑 没想到柳树枝这么好用 双手紧紧地握住柳树枝 挑衅了语气说 小东西 来啊 再来 看我不抽的 你魂飞魄散 话音刚刚落下 古曼童再次发出刺耳 愤怒地叫声 快速飞向李成锋 肥嘟嘟的小手 向他的脖子上掐去 李成锋咬牙切齿 这个小东西绝不能留 如果留着 就是一个祸害 眼看古曼童已经飞到跟前 他双手举起柳树枝 再次抽了下去 原以为还能抽中古曼童 可是这一次 却抽了一个空 这个小东西变聪明了 快要接近李成锋时 突然向右飞去 轻松躲过柳树枝 接着从右面 快速扑向李成锋 两只小手 向他的脖子上掐去 顿感不妙 柳树枝还在地上 只感觉一阵阴风 从右边扑面而来 古曼童呲牙咧嘴 表情猙獰 伸着双手 快速扑向李成锋 眼看两只小手就要 掐在脖子上 吓得他菊花一紧 急忙弯腰低头 古曼童贴着头皮 飞了过去 然后落在汽车的引擎盖上 吓得司机连忙往后退了 十几步 再一次扑空 古曼童气得哇哇乱叫 血红的双眼盯着李成锋 再次伸着双手 掐向他的脖子 这一次 李成锋不敢掉以轻心 瞄准飞来的古曼童 再次挥动柳树枝向他抽去 可还是抽了一个空 这个小东西 不仅飞得快 还变聪明了 再次抽空的李成锋 心中一惊 急忙举起柳树枝 想要继续抽 柳树枝刚刚举起来 只见一个红色的身影迎面扑来 顿时感觉脖子上一凉 喉咙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掐住 低下头 惊恐的目光 李成锋看着紧紧贴在胸前的古曼童 两只血红色的小手 死死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李成锋急忙用柳树枝 抽打趴在胸口的古曼童 可能是距离太近使不上镜 柳树枝抽在古曼童的身上 造不成太大的伤害 也可能是古曼童不顾死活 非要掐死他不行 无论李成锋怎么抽打古曼童 小东西就是不松手 死死掐住他的脖子 无法呼吸 大脑缺氧 双目圆睁 脸憋得通红 身上的戾气正在慢慢消失 手上的柳树枝掉在地上 接着直挺挺地向后倒去 李成锋看向王尔刚 想让他救救自己 可惜他还在昏迷中 心中无比的绝望 看来要死在这个小东西的手上了 由于缺氧 大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就在李成锋 以为要命丧于此时 耳边突然传来急速的脚步声 紧接着便听到古曼童刺耳痛苦的惨叫声 掐住脖子的力道也随之消失 呼吸瞬间变得通畅 李成锋急忙从地上坐起来 贪婪地呼吸着氧气 意识也在慢慢地恢复 当他抬起头 只见司机手里握着那一把柳树枝 崇拜的眼神看着自己 真的很意外 没想到 关键时刻 竟是这个司机救了自己 一脸感激地说 真的很意外 没想到 关键时刻 竟是这个司机救了自己 一脸感激地说 大哥 多谢 不用谢 降妖除魔人人有责 能与大师一起降妖除魔 是我的荣幸 司机脸上充满了正义感 然后不好意思地说 这位大师 这把降妖除魔的法器 能送给我吗 大哥 这不是法器 就是一把普通的柳树枝 这种东西阴气太重 最好不要放在家里 李成锋面带微笑回答道 今天 真的多亏这个司机 不然小命就要交代在这里 四处瞅了瞅不见古曼通的踪影 随之问道 大哥 那个小东西 怎么不见了 哪个小东西 被我用柳树枝 狠狠地抽了两下 然后就向南边的方向飞去了 速度特别快 我根本就追不上 李成锋转头看向南边 那个方向 正是东郡集团办公大楼的方向 看来这个古曼通 真的跟东郡集团有关系 这个东郡集团的老板 董大海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竟敢供养邪物害人 原本想完几天 就离开深城回青州 现在却不想回去了 刚才差点死在古曼通的手上 这笔账 必须给东郡集团 好好地算一下 司机在车上 拿了一瓶矿泉水 倒在手上 往王二刚的脸上拍了拍 没一会 他便醒了过来 醒过来的王二刚 一脸猛逼 满脸疑惑地问 李先生 我们不是正在饭店里吃饭吗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等回酒店再跟你讲 今天多亏这位大哥 不然咱们俩都要死在这里 两个人又对着司机一阵感谢 然后便回到了快捷酒店 司机看着两个人的背影 一脸崇拜 然后开车离去 东郡集团大楼 董大海正坐在 公养古曼通的房间里 微闭着双眼 嘴里哼着小曲 等着古曼通 把那两个年轻人杀掉回来 突然感觉一阵阴风拂面吹过 董大海急忙睁开眼睛 只见古曼通从窗户飞了进来 身上的衣服已经不见 红色的皮肤上 一道道黑色的印记 身体比出去石小了一半 古曼通飞进房间后 直接钻进了泥塑的雕像里 没一会 雕像里便传来婴儿啼哭的声音 听着泥塑雕像里 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董大海并没有感到害怕 而是急忙走到泥塑雕像前 一脸着急地问 小杂种 哭什么哭 那两个人弄死了没有 董大海盯着泥塑雕像 着急地等待古曼通回答 古曼通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雕像里传来一个婴儿愤怒的叫声 接着只见雕像红光一闪 小小的魂魄 又在泥塑里飞了出来 小小的魂魄飘在半空中 眼中透着邪魅的红光 瞪着董大海不停地嘶吼 突然的变化把董大海吓了一跳 他供养了二十多年古曼通 还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不明白 古曼通为什么会如此愤怒 还变小了那么多 面对愤怒的古曼通 董大海并不害怕 他急忙把挂在脖子上的佛牌拿了下来 然后用佛牌正面对准飘在空中的古曼通 大声地吼道 滚回去 快点滚回去 当佛牌对准古曼通时 瞬间散发出耀眼的白光 一道道白光照在古曼通的身上 小小的魂魄上 瞬间冒出阵阵黑烟 同时发出痛苦的嘶吼声 快速飞回了倪向中 紧接着 倪向里传来一个求饶的声音 爸爸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放过我 呵呵 董大海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看着倪向威胁的语气说 小杂种 敢戳我吼 信不信我 让你魂飞魄散 赶快告诉我 你有没有杀掉那两个人 没有 有一个人能看到我 我还被他打了一顿 差点就魂飞魄散 倪向里传来一个 胆怯委屈的声音 董大海脸色变得无比阴沉 这个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能看到古曼彤 也不知他用的什么法器 竟如此厉害 差点把古曼彤打得魂飞魄散 这个年轻人 果真不简单 董大海瞪了倪向眼 然后把佛牌重新挂到脖子上 接着便转身离开 准备去找康巴大师 想办法对付这两个神秘的年轻人 一日清晨 上午十点多 李承风刚从床上爬起来 然后去洗漱间洗脸刷牙 当站在镜子前 发现脖子上有两个小小的黑色手印 心中顿时一惊 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情 心中还是后怕不已 那个小东西神出鬼没 真的让人防不胜防 王二刚从床上爬起来 一脸疲倦只感觉浑身无力 脖子两边同样有黑色的印记 正是被古曼彤双腿夹出来的 站在镜子前 看着脖子两边的黑色印记 被吓得脸色苍白 随之愤怒地说道 李先生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笔账咱一定要跟东郡集团算 嗯 这笔账肯定要跟他们算的 咱们先出去吃点饭 吃饱了 再说算账的事情 昨天晚上 由于古曼彤的原因 就随便吃了几口 现在肚子非常饿 两人找了一家饭店 准备吃点饭甜甜肚子 刚刚在一张桌子前坐下 身后便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爷爷 爷爷 李承风并没有回头 而是面带疑惑 听这个声音少说也有六七十岁了 竟然还有爷爷 估计他爷爷应该一百多岁了 王二刚却抬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老头 正冲着自己所在的方向喊爷爷 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个老头是不是有病 竟然冲着咱们两个人喊爷爷 呵呵 我可没有这么老的孙子 李承风这才转头向身后看去 只见两个苍老的身影 正急匆匆地向这边走来 甜老 刘老 看到两个人 李承风真的不知是该笑 还是该哭 他最怕的就是见到刘子明 如今却又偏偏遇到 田国锋和刘子明刚从广城回到深城 随便找了一家饭馆 准备吃点饭 刚刚坐下没有五分钟 便见两个年轻人走进饭馆 刘子明一眼便看到了李承风 刚开始并不敢确定 他就是那个在海城化解天斩煞 守护水龙脉的年轻人 田国锋也不相信 会在这里遇到李承风 他们可能只是长得像而已 可是当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时 两个人瞬间不淡定了 样子可能长得像 但声音绝不可能这么像 他们确信 这就是李承风 刘子明非常激动 也不分场合 直接喊起了爷爷 然后与田国锋急忙走了过来 见两个人走过来 李承风也急忙站起来 脸上带着尴尬的微笑 田老 刘老 没想到这摇巧 会在这里遇到你们 田老 刘老 没想到这摇巧 会在这里遇到你们 哼 李先生 这可能就是缘分 田国锋面带微笑 客气地说道 刘子明盯着李承风 一脸兴奋 有些激动地说 爷爷 你怎么来深城了 刘老 拜托 不要喊我爷爷好吗 我真的说不起 当初不过就是一个玩笑 你何必当真 不行 我刘某人愿赌服输 既然输了 就要履行承诺 刘子明一脸严肃地说 李承风拿这个老家伙 真的是一点办法 也没有 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并没有把来深城的目的 告诉两人 说是来旅游的 王二刚看着眼前的一幕 脸上带着一丝震惊 李先生怎么会有一个 这么老的孙子 看两位老人的穿着打扮 还有他们身上的气质 绝对不是普通人 熟人见面 难免一番客套 然后四个人坐在一起 从上午十点多 一直喝茶 喝到下午三点钟 喝茶时 刘子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爷爷 我一个朋友遇到了一些麻烦 我们两个老家伙 也想了很多化解的方法 但能不能化解 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把握 如果我们化解不了 不知爷爷能不能出手相助 帮我那个朋友化解这次危机 刘子明和田国锋开口 李成峰也不好拒绝 只好点头答应下来 双方相互留下联系方式 然后便离开了饭店 李成峰和王二刚 准备去弄点柳树枝 以免晚上再遇到古曼童 昨天晚上 古曼童没有弄死他们两个人 今天晚上 供养古曼童的人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俗话说 有备无患 提前做好防备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田国锋和刘子明 则坐上汽车 向万里集团的方向驶去 汽车很快停在 万里集团的大楼前面 两位老人在车上下来 迈步向大楼里面走去 田国锋 刘子明走进 万里集团的办公大楼 坐上电梯 穿过集体办公区 直接来到马自成的办公室 正坐在办公桌前 面带愁容的马自成 看到两位大师后 脸上瞬间露出微笑 急忙起身相迎 田老 刘老 你们终于回来了 我已经快顶不住了 万里集团的股票 还在不断下跌 再这样下去 用不了半个月 万里集团就会破产 田国锋点了点头 对于万里集团的情况 他非常的了解 刘子明却在办公室里 瞅了瞅 然后满脸疑惑地问 马老爹 怎么不见你 从北方带回来的贵人 他敢否定我们的推断 说对面东郡大厦 不是神仙 要供的风水局 是供养的邪物 我倒想问问他 他是怎么看出来的 马自成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把昨天发生的事情 全部讲了出来 田国锋听完后 眉头微微一皱 看来这个人 并不是什么风水大师 时有信号信号 是一个走江湖的骗子 刘子明冷哼了一声 略带傲慢的语气说 不管他是不是 挂像中的贵人 已经无所谓了 走就走吧 看着一副无所谓的刘子明 马自成不明白 他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没有贵人相助 又该怎么渡过这次难关 刘子明继续说道 就在今天 我哥俩在饭店里吃饭 正好遇到了我爷爷 我把你的事情给他提了一下 他答应出手相助 得知刘子明的爷爷 如今就在深城 并且答应出手相助 刚才还一脸失落着急的马自成 此时非常激动 以前就听刘子明 讲过他爷爷的事情 他爷爷在海城 用奇门风水术 守护水龙脉 用褪皮术 对付九局一流的风水师 然后设计了飞龙卷大厦 成功化解了九局一流的阴谋 每件事可以说 都是一个传奇 对刘子明的爷爷 马自成心中早生敬仰之情 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见到这位传奇人物 随之着急的语气说 刘老哥 我现在就想见见老爷子 你能不能这就把他请过来 好让我了表敬仰之情 等两天再说吧 我爷爷忙得很 他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每当刘子明提到里城风时 脸上就带着一股莫名的高傲 好像有一个这样的爷爷 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 马自成的脸上 闪过一丝失望 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刘子明的爷爷 田国锋又询问了一下 八只石雕神兽的情况 八只石雕神兽已经运到了深城 就等着田国锋点摆放的位置 田国锋看了一下时间 由于时间太晚 只好等到明天再说 一日 八只栩栩如生的石雕神兽 便出现在万里集团办公楼前 按照田国锋点的八处方位 一一摆放 马自成看着摆好的八只石雕神兽 也不知能不能破解 神仙要供的风水局 原以为八只神兽 多少能对抗一下神仙要供的风水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不过一个晚上的时间 八只石雕神兽上 便出现了手指宽的裂痕 清晨 来公司上班的马自成 看到这一幕 急忙给田国锋 刘子明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看看 是怎么回事 田国锋 刘子明接到电话后 真的不敢相信 八只石雕神兽 才刚刚摆在万里集团楼下 怎么就会出现裂痕 两位老人急急忙忙赶到万里集团 看着昨天才摆上的八只神兽 每一个石雕神兽的背上 中间位置都出现了一条 又宽又长的裂痕 刘子明难以置信地语气问 马老弟 这八只神兽在运输的时候 是不是就出现了裂痕 或是质量上有什么问题 不会的 昨天把八只神兽拉过来时 我还亲自检查了一下 全部完好无损 没有一点裂痕 昨天 在摆放八只神兽石雕时 田国锋也仔细地检查过 上面没有任何裂痕 昨天晚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八只石雕神兽 为什么会在一夜间 全部出现裂痕 马自成一脸着急地问 田老哥 刘老哥 这八座石雕神兽 好像并不能化解神仙要供的风水局 现在该怎么办 马老弟 不要着急 让我们再想想办法 田国锋看着石雕上的裂痕 叹了一口气 这些石雕虽然雕刻得栩栩如生 但毕竟就是普通的石雕 并没有八大神兽的神韵 根本无法对抗神仙要供 马自成很着急 转而看向刘子明 马自成很着急 转而看向刘子明 刘老哥 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您赶快把老爷子请过来吧 现在除了你家老爷子 估计没有人能化解神仙要供的风水局 刘子明点了点头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趁着李成峰还在深城 赶快把他请过来 看看怎么化解神仙要供的风水 随之说道 好吧 我带你去见我爷爷 让他过来看看 有没有化解神仙要供的方法 好 我们现在就去 马自成着急地说 刘子明先给李成峰打了一个电话 让他在昨天吃饭的饭店里等着 李成峰正好没有吃早饭 便跟王二刚来到那家饭店 一边吃饭 一边等着刘子明带着他朋友过来 心里也挺开心 不管怎么说 也能挣点回去的路费 不得不说 南方的物价比北方物价高很多 两个人花了一百多块钱还没吃饱 如果在北方花一百块钱吃早餐 根本就用不完 在深城 一龙素线的小笼包都要二三十块钱 分量还特别的小 王二刚吃了五六T小笼包 依然没有吃饱 李成峰看着还想吃的王二刚 略带不爽的语气说 好了 少吃一点 吃多了撑得难受 李先生 我还没有吃饱 再来一龙好不好 王二刚委屈巴巴地说 李成峰一副扣嗦嗦嗦的样子 这次来深城一分钱还没赚到 光住店和吃饭就花了两三千块 这年月挣点钱不容易 要省着花 好 只准再吃一龙 就在服务生把一龙包子 放在王二刚面前时 有两位老人和一个中年男子 急匆匆地走进了饭店 田国锋 刘子明走进饭店后 站在门口向就餐区看去 很快便看到了 正在吃饭的王二刚和李成峰 两位老人面带微笑 急忙走了过去 马自成紧紧跟在身后 马上就要见到刘子明的爷爷 心中难免有些激动 刘子明是国内有名的医学大师 他爷爷肯定是医学界的泰山北斗 能见到这种传奇人物 真的是三生有幸 还没走到餐桌前 刘子明便面带微笑 看着李成峰的背影 开心地喊道 爷爷 我把朋友带过来了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李成峰慢慢地回头 见田国锋和刘子明 已经走到跟前 随之露出微笑 可是 当看到两位老人身边的马自成时 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此时已经意识到 两位老人口中说的朋友 应该就是马自成 马自成看到李成峰时 慢慢地停住脚步 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下来 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他 想到前天发生的事情 害得他给萨托尼 夜无双又是赔礼 又是道歉 心里就有一些不爽 情不自禁地瞟了李成峰一眼 转而看向刘子明 不知道他在喊谁爷爷 按照马自成的想法 刘子明已经六十多岁 他爷爷最起码也要一百多岁 肯定是一位 鹤发童颜掀气飘飘的老人 马自成站在餐桌前扫尸了一圈 也没有看到 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 顿时满脸疑惑与不解 心想 刘老是不是在戏耍自己 这里哪有 像是他爷爷的人 就在马自成胡思乱想之际 刘子明 田国锋 已经站到李成峰面前 脸上带着微笑 无比尊敬的语气说 爷爷 不好意思 让您在这里等着我们 真的有些过意不去 刘老 没事 我们正好吃个早饭 李成峰看都没看马自成一眼 随口回答 亲眼看到 刘子明竟对这个年轻人如此恭敬 亲耳听到 他竟然喊这个年轻人爷爷 此刻 马自成彻底地不淡定了 神情复杂 满脸疑惑 已经无法用言语描述此时的尴尬心情 他无法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幕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怎么会给一个黄毛小子喊爷爷 这也太离谱了 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 刘子明还没有发现马自成的情绪变化 他面带微笑 转而看向马自成用高傲的语气介绍道 马老爹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爷爷李成峰 李先生 就是他用奇门秘书 守住了海城的水龙脉 奇门风水秘书无人能及 看着还在吃饭的李成峰 马自成的脸上一阵红 一阵白 这样的事情 真的让他无法接受 不敢相信的语气说 这 这怎么可能 刘老哥 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他 他怎么可能会是你爷爷 马老爹 这种事情 我会跟你开玩笑吗 他真的是我爷爷 刘子明一脸严肃地说 他还没有看出 马自成的表情 有些不对劲 旁边的田国锋 却发现了不对 满脸好奇地问道 马老爹 你是不是认识李先生 马自成尴尬地点了点头 把去青州城 遇到李成峰的事情 全部讲了出来 田国锋和刘子明 听完事情的经过后 两人面面相去 他们做梦 也没想到 马自成去北方遇到的贵人 竟然会是李成峰 俗话说 无巧不成书 这真的是太巧了 想到前天 马自成 因为一个黑人 和一个泼妇 赶走了李成峰 两位老人的脸色非常难看 特别是刘子明 愤怒地眼神盯着马自成 开口就骂 马自成 你个魂秋 我真的没想到 你竟然为了一个黑人 把我爷爷 从你的破公司里赶了出来 我 我真的想抽死你 田国锋也在旁边 不断地指责马自成 马自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很快便意识到 刘子明之所以喊李成峰爷爷 肯定另有隐情 这两位老人在风水界 艺学界也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他们竟然对李成峰如此恭敬 可见这个年轻人 绝非普通人 若是他没有真本事 两位老人又怎么会对他如此恭敬 高傲的刘子明 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喊他爷爷 此时 心中无比的后悔 早知刘子明口中的爷爷是李成峰 那天说什么也不会赶他离开 而是毫不犹豫地赶走萨托尼和叶无双 马自成一脸尴尬地看着李成峰 嘴张了好几次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马自成一脸尴尬地看着李成峰 嘴张了好几次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旁边的刘子明满脸怒气 继续说道 马自成 你个魂求 赶快给我爷爷道歉 求我爷爷原谅你 对 赶快给李先生道歉 如果李先生不肯原谅你 我们就给你绝交 田国峰也在旁边附和道 还不停地冲着马自成挤眼睛 马自成不是傻子 他知道两位老人在给自己找台阶下 他急忙弯腰对着李成峰鞠了一个躬 一脸歉意地说 李先生 对不起 那天都是我不好 有眼不识泰山 我不应该袒护萨托尼 还有那个叶无双 更不该把你赶出公司 在这里 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希望你能原谅我 李成峰拿起茶杯 轻轻地抿了一口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从始至终都是一副淡然的神色 王二刚却面带微笑 嘲讽的目光看着马自成 真的是事实无常 那天他把李先生撵出公司时 肯定不会想到 不过两天的时间 就会发生如此尴尬的一幕 马自成见李成峰没有说话 然后又鞠了一个躬 继续求他原谅 李成峰依然没有搭理他 拿起一个包子 直接咬了一口 马自成站在餐桌前 反反复复给李成峰鞠了 六七次躬 不停地道歉 他脸上没有一丝不耐烦 只有真诚地歉意 继续求着对方原谅 李成峰吃完一个争脚 马自成还想继续鞠躬 他突然开口说话 马老板 可以了 我原谅你了 多 多谢李先生 马自成一脸地激动 他的真诚 最终还是打动了李成峰 李成峰之所以没有 继续为难马自成 主要原因就是 前天他没有把事情做得太过分 如果那一天 他真的打电话报官 把官府的人叫来 然后把王二刚抓进去 蹲上十天半个月 或是判个一年半载 他说什么也不会原谅马自成 马自成也按按庆幸 还好他始终牢记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这句话 当时没有把事情做得太绝 太过分 不然李先生肯定不会原谅他 站在旁边的田国锋和刘子明 见李成峰原谅了马自成 两个人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同时松了一口气 然后又满脸怒气 数落了一番马自成 马自成始终面带微笑 任由两位老人数落 还时不时地说一句 都是他的错 这让李成峰对马自成刮目相看 这个人的确是一个人物 能放得下身份 能低得下头 能放得下面子 能弯得下腰 这种人绝对是做大事情的 田国锋 刘子明都没有吃早饭 接着坐下来 又点了一些吃的东西 此时的马自成对李成峰 比前面还要恭敬 说话也非常的小心 几个人一边吃着饭 顺便谈起了 东郡集团办公大楼的事情 若是别人说 东郡集团办公大楼 不是神仙要供的风水局 田国锋和刘子明 肯定不会相信 但说这句话的人是李成峰 两位老人没有一点质疑 刘子明夹起一只虾脚 然后满脸疑惑地问 爷爷 你说东郡集团的办公大楼 不是神仙要供的风水局 而是在里面供养了邪物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李成峰把古曼彤的事情 详细地讲了一遍 然后又仰起下巴 让他们看了一下脖子上 两个小小的黑色手印 田国锋和刘子明 看到李成峰脖子上的黑色手印 一脸的惊恐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急忙拉了拉一领 把下巴抬了起来 他们两个人的脖子上 也有两个小小的黑色手印 由于他们脖子上的手印 已经过去了很长的时间 黑色手印 已经变得非常淡 两位老人 也把他们遇到的事情 讲了出来 那天晚上 他们正睡着觉 突然感觉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掐住了他们的脖子 由于他们没有开过天眼 根本就看不到古曼彤 然后拼命地在床上挣扎 还好他们两个人的脖子上 带着相同的护身符 才免遭遇难 马自成原本还不相信李成峰说的 当知道他就是刘子明的爷爷 想到公司惨死的风水顾问 此时对他说的话 那是深信不疑 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吼道 这个董大海真的太卑鄙了 竟然敢供养 邪物害人性命 难道他就不怕遭到天谴吗 田国锋和刘子明 也是无比的愤怒 没想到董大海 竟然敢供养邪物古曼彤 这个人真的是不知死活 几个人吃完饭 再次来到万里集团的办公大楼 当李成峰看到出现裂痕的八只石雕神兽 心中也是暗暗吃惊 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把这八座石雕神兽 冲撞地出现裂痕 可见这个东西绝不简单 恐怕比古曼彤还要可怕 旁边的田国锋叹了一口气 一脸无奈地说 原以为八只石雕神兽 能制衡对方的神仙要供 没想到 他们却是供养的邪物 这八只石雕神兽 才刚刚摆上一天 就全部出现了裂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时的李成峰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转头看向东郡大厦那个 用黑布遮住的窗户 这个东郡集团真的太神秘了 他们究竟还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 心里也非常的清楚 董大海背后肯定有高人坐镇 旁边的刘子明盯着李成峰 有些期待的语气问 爷爷 你既然知道对方是供养的邪物古曼彤 应该也有对付古曼彤的方法吧 嗯 方法有的是 他们既然敢供养邪物害人 那么我们就以邪制邪 我倒要看看是他们仙罗的邪术厉害 还是我们华夏的邪术厉害 区区一个邪物古曼彤 就想在我华夏兴风作浪 围护人间 但我华夏没人了吗 李成峰冰冷的声音说道 田国锋 刘子明 马自成 听到李成峰的这句话 都感觉无比的振奋 这让他们恍然感觉到 这场华夏邪术与 鲜罗邪术的斗法 并不只是公司之间的争斗 而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邪术争斗 四个人都无比的期待 期待李成峰会用什么样的邪术 对付东郡集团 对付鲜罗邪物古曼彤 站在旁边的马自成 看着一脸自信的李成峰 心中诧异 他自信的脸上 竟然带着一丝邪恶 很是好奇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恶时承恶扬扇 扇时普度众生 这是了樊大师和李成峰去岛国 与岛国阴阳师斗法 破掉岛国龙脉引发海啸后 了樊大师对李成峰的评价 马自成微微一笑 非常恭敬的语气说 马自成微微一笑 非常恭敬的语气说 李先生 里面请 这已经是第二次来万里集团的办公大楼 李成峰迈不向里面走去 刚刚来到楼上的集体办公区 马自成的秘书便急忙跑了过来 非常着急地说 董事长 萨托尼先生和叶无双小姐 带着你好的合同 正在办公室里等你 好 我这就过去 马自成冰冷地声音回答 然后迈不向办公室的方向走去 李成峰并不想见到萨托尼 更不想见到叶无双 看到这个女人就来气 从小到大 他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女人 李成峰 王二刚 田国峰 刘子明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 闲着没事聊起了天 很快便听到马自成的办公室里 传来叶无双愤怒的嘶吼声 马自成拿着合同 同样非常的愤怒 如果按照合同上的要求合作 他们万里集团 就是赔钱赚吆喝 随即不爽地说道 萨托尼带上你的女朋友 马上给我滚 从今天起 我们万里集团 终止与你的一切合作 听到马自成要终止合作 叶无双不干了 愤怒地说道 马自成 你不要言而无信 那天是你说的 只要我男朋友不追究 在你公司挨打的事情 你就答应我们任何条件 我的条件 就是你签下这份合同 你为什么不答应了 你这个条件太过分了 你就当我言而无信好了 说什么 我也不会签的 可能是为了给李成峰出气 马自成并没有惯着他们两个人 直接让保安把两个人撵了出去 叶无双在被赶出公司时 不停地咒骂着 也可能是机缘巧合 李成峰所在的角落 虽然非常隐蔽 还是被这个女人看到了 她随之愤怒地吼道 李成峰 你个混蛋 怎么又来了 难怪马自成不签我们的合同 一定是你在里面搞的鬼 李成峰很是无语 怎么走到哪里 都能碰到这个女人 接着抬头看向这个女人 突然发现她的手臂上 长了一块白斑 这是典型的皮肤病 还记得以前 叶无双的手臂很正常 根本没有皮肤病 这个皮肤病 一定是最近才染上的 想到她 交了一个黑人男朋友 顿时恍然大悟 她可能感染了HIV病 面对叶无双的咒骂 李成峰非常的淡定 嘴角还露出了微笑 这个女人找什么人 做男友不好 偏偏找一个黑人 哪怕她找一个 有低保的老头 肯定也比找一个黑人强 难道这个女人不知道 世界上首例HIV病毒 就是在黑人身上发现的吗 这种病 在非洲大地上 非常的泛滥 上世纪二十年代 西方科学家 在一个非洲人的身上 发现了HIV病毒 传播的病原体 是一只黑猩猩 那个时期 由于奴隶贩卖的原因 HIV病毒 开始在世界上广泛传播 欧洲大地上 很多人被HIV感染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华夏还没有发现 一例HIV患者 八十年代以后 随着大量外国人 涌入华夏 华夏发现了首例HIV患者 这个患者就是一个外国人 这个外国人 在华夏医院接受治疗 没多久 便病死在了医院里 从此以后 HIV也算是正式进入了华夏 开始在华夏生根发芽 如今被感染的人 已经非常多 叶无双瞪着李成峰 还在不停地咒骂 李成峰 你就是一个卑鄙无耻 忘恩负义的小人 我们叶家跟你势不两立 李成峰依然面带微笑 接着摇了摇头 这个女人死到临头了 还在这里大吼大叫 也不赶快去医院里检查一下 如果她真是感染了HIV 那也是她自作自受 久由自取 找个黑人做男朋友 以后还有她哭的时候 萨托尼也用声音的汉语 对着李成峰一顿嘲讽 李成峰转而看向萨托尼 对于黑人 她心中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 还记得小时候 老师在地理课上说 非洲很贫穷 那里生活的黑人很可怜 没得吃 没得穿 连喝的水都没有 我们要节约粮食 那时候的李成峰 也感觉他们 真的好可怜 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 可是 等后来长大了才知道 老师说的不全面 他们之所以没得吃 没得穿 连喝的水都没有 并不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 而是因为他们懒 他们真的不值得同情和可怜 李成峰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从始至终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看着两个人被保安推出门外 马自成紧接着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一脸歉意地说 李先生 真的很抱歉 我没想到他们两个人会来 又让他们惹你不开心了 我没有不开心 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萨托尼 应该是一个HIV患者 叶无双应该被他感染了 李成峰面带微笑 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马自成听完李成峰的推测后 被吓得脸色苍白 双腿忍不住地抖了一下 这个萨托尼可是他的老客户 两个人经常一起吃饭 有时候还带着他去找女人 不知会不会交叉感染 只是吃饭一般不会传染 这种病的传染途径 主要就是血液 还有型男女之事 马自成还是不放心 急忙让秘书打电话 预约了一下专家 准备找个时间去医院里检查一下 然后又对秘书说道 小张 马上找人把我办公室里的沙发全部扔掉 他们用过的水杯也都给我扔了 茶几也给我扔了 总之他们碰过的东西全部给我扔了 再对我的办公室进行一次全面消毒 好的 我这就去做 在马自成一脸的惊恐中 这件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 接下来 李承锋便要放开手脚 与东郡集团一决高下 马自成把李承锋 田国锋 刘子明 王二刚请进了公司的会议室 商讨对付东郡集团的办法 马自成恭敬的目光看着李承锋 然后一脸无奈地说道 李先生 我们万里集团的股票还在不断下跌 时刻面临着破产的风险 我真的扛不住了 不知你有什么好办法 能缓解一下我们公司的压力 田国锋和刘子明转头看向李承锋 等着他说出化解的方法 李承锋并没有直接回答马自成的问题 而是沉默了片刻 然后走到窗户前 隔着透明的玻璃看向对面的大楼 盯着被黑布遮住窗户的房间 东郡集团办公大楼内 绝不是公养古曼彤那么简单 如果只是公养古曼彤 对万里集团的影响不可能这么大 大楼内肯定还隐藏着其他的秘密 可惜李承锋还没有看出来 随之说道 马老板 能不能带我去楼顶上看看 好 几个人很快便来到楼顶 李承锋站在楼顶上 目光始终盯着对面的大楼 看了很久 也没有看出其中端倪 几个人很快便来到楼顶 李承锋站在楼顶上 目光始终盯着对面的大楼 看了很久 也没有看出其中端倪 站在楼顶上 从下午两点 一直等到太阳落山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 东郡大厦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李承锋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这座大楼里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 田国锋 马自成等人站在楼顶上 陪了李承锋一个下午 见天色已晚 刘子明向前一步 随口说道 爷爷 天已经黑了 咱们下去吃饭吧 好吧 李承锋随口应了一声 心中有些失望 盯着对面的大楼 看了一个下午 也没看出东郡大厦的秘密 李承锋刚刚转过身 就听到树叶晃动的声音 感受着在脸上吹过的阴风 他慢慢地停住了脚步 接着急忙转身 看向对面的大楼 只见五个诡异的黑影 在大楼里飞了出来 静止飞入万里集团的办公大楼 没一会 只见五个诡异的黑影 又在万里集团大楼飞了出来 奇怪的是 五个黑影的背上 都多了一个黑色的袋子 这五个诡异的黑影 背着袋子 重新飞回东郡集团的办公大楼 过了大约十秒钟 这五个诡异的黑影又飞了出来 他们背上的袋子 却变成了空的 五个诡异的黑影 再次飞入万里集团的办公大楼 当出来时 背上的袋子又是满满的 接着又飞入了 东郡集团的办公大楼 这五个诡异的黑影 如此反反复复 从万里集团的办公大楼出来时 肩上背的袋子就是满的 从东郡集团的办公楼出来时 背上的袋子就是空的 看到眼前诡异的一幕 李承锋嘴角露出了微笑 今天在楼顶上等了一个下午 真的没有白等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如今已经知道 东郡集团在这座大楼上 布了什么局 王二刚见李承锋 又盯着对面的大楼看 心想他都看了 一个下午了 还有什么好看的 随之说道 李先生 还有什么好看的 咱们赶快下去吧 找个地方吃晚饭 我已经饿得受不了了 等等 我已经知道 董大海在这座大楼上 布了什么局 刘子明满脸好奇地问道 爷爷 什么局 李承锋一脸严肃 随口回答 我没看错的话 东郡大楼用的 应该是民间竞数无鬼运彩 这个董大海 除了公养古曼童 还供奉了无鬼 让无鬼给他运彩 李承锋说话时 看着对面的大楼 陷入了沉思 这个董大海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不仅敢公养古曼童 还敢供奉无鬼 驱使无鬼为他运彩 田国锋 刘子明 马自成 听到无鬼运彩四个字后 都是满脸的震惊 对于无鬼运彩 很多人都听说过 王二刚很小的时候 就听说过无鬼运彩 能让人一夜暴富 民间也有很多 关于无鬼运彩的传说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 无鬼运彩的恐怖之处 如今听李承锋讲 对面大楼 用的正式民间竞数 无鬼运彩 瞬间来了兴趣 满脸好奇地问 李先生 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无鬼运彩数 可以 咱们先找个地方吃饭 一边吃饭 我一边给你们讲无鬼运彩 李承锋点了点头 随口回答 如今已经知道 对面大楼用的是无鬼运彩数 接下来就要想办法破局 想要破掉对方的无鬼运彩 对李承锋来讲 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田国锋 刘子明 马自成 也是一脸的期待 他们也很想知道 无鬼运彩数的神奇之处 急忙找了一家星际饭店 走进一间安静的包房 他们连点菜的兴趣都没有 直接让服务生捡最好的菜上 坐在餐桌前 四个人的目光 全部盯着李承锋 迫不及待 想听他讲 关于无鬼运彩的事情 趁着等菜的时间 李承锋 给他们讲起了无鬼运彩数 其实无鬼运彩数 就是供奉无鬼 驱使无鬼 帮自己抢夺别人的财气 所谓的财气 也就是风水之气 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 无鬼运彩这几个字 感觉无鬼运彩非常的神秘 不知道无鬼运彩 是一种什么术法 在民间 有很多人为了一夜暴富 不惜铤而走险 在家中或是公司里 供奉无鬼 驱使无鬼运彩 无鬼运彩 属于借人财运的邪术 说白了 就是抢夺别人的风水财气 这也属于借阴债 供奉无鬼 虽然能让人暴富 但稍有不慎 就会遭到反噬 无论是悬门道士 还是奇门术士 一般都不愿意 替人不无鬼招财局 主要原因就是 有损应得 弄不好 还会遭到无鬼的反噬 但还是有人铤而走险 在家中用无鬼运彩符 驱使无鬼为自己运彩 虽然请来了无鬼 却被弄得精神失常 住进了精神病医院 后来请了一个倒是做法 把无鬼送走后 这个人的精神病 才逐渐消失 无鬼运彩术 虽然是民间禁术 因为能改变人的财运 还是流传下来 很多种施术方法 如今最常见的两种方法 就是在家中供奉无鬼 或是用无鬼运彩符 总之与阴邪之物打交道 是一件非常危险事情 无论多穷 李承锋都不建议 用这种方法改变财运 除非你有压制邪物的方法 或是你的生辰八字非常硬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 无鬼见了你 都要直接伏地叩手 但这种命运的人很少见 拿别人的东西 今世不还来世长 用无鬼运彩术 抢夺别人器运 最常见的报应 就是子女命短 虽有万贯家财 却无人继承 王二刚听完后 脸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 他真的太穷了 他也想用无鬼运彩术 改变一下自己的财运 让老婆孩子都过上好日子 李先生 你是不是也会无鬼运彩术 你问这个做什么 告诉你 这种民间禁术 最好不要乱用 李承锋一脸严肃地说道 他的确会无鬼运彩的术法 但他不建议使用这种术法 很多事情只能顺其自然 不能强求 用无鬼运才竖脸具钱财 就是在耗损应得福报 迟早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王二刚的脸上闪过一丝失望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田国锋和刘子明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佩服的目光盯着李承锋 他虽然年轻 懂得却非常多 随之好奇地问道 爷爷 你是怎么看出民间禁术无鬼运才的 因为我开过天眼 能看到你们看不到的东西 李承锋把看到五个诡异黑影 进出东郡大厦与万里大厦的一幕讲了出来 四个人都瞪大了双眼 听得一愣一愣的 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感觉就是天方夜谭 让人匪夷所思 让他们更惊讶的是 李承锋竟然开了天眼 关于开天眼的事情 他们在很多电视剧上都看到过 却不知道天眼是怎么开的 刘子明盯着李承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刘子明盯着李承锋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爷爷 你能不能帮我打开天眼 开天眼未必是一件好事 开了天眼后 就能看到很多恐怖的东西 我建议你 还是不要开得好 李承锋非常认真地劝说道 前面说过 小孩子在出生的时候 天眼都是开着的 能看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甚至有些孩子 还带着前世的记忆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孩子祭祀前 天眼就会闭合 前世记忆也会消失 当然也有个别例外 天眼不会闭合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阴阳眼 上天既然让人类的天眼闭合 肯定有他的道理 如果打开天眼 也算是触犯天条 所以不建议普通人开天眼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灾祸 刘子明听完后 还是不想放弃 他活了一把年纪 真的很想打开天眼 看看这个神秘的世界 爷爷 我都活了一把年纪 真的很想看看这个神奇的世界 见刘子明苦苦相求 李承锋问了一下他的年龄 当得知他的年龄后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刘子明今年已经63岁 因为天眼闭合的时间太久 想要重新帮他打开天眼 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果他是一个小孩子 天眼刚刚闭合没有多久 想要帮他打开天眼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李承锋摇了摇头 接着说道 刘老 你的年龄已经太大了 想要打开天眼 根本就不可能 除非有天才地宝 刘子明一脸失望 天才地宝 哪是那么好找的 两人对话结束后 旁边的马自成 满脸着急地问 李先生 我们既然知道了 对方用的是无鬼运材术 接下来 我们应该怎么化解 看着一脸着急的马自成 李承锋点了点头 想要化解无鬼运材 并不是什么难事 原本还想跟他们讲一下 怎么破无鬼运材 包房的门却被人推开 服务生端着菜走了进来 吃饭要紧 此事只好作罢 由于天色已晚 几个人吃完饭后 马自成想让李承锋 和王二刚去他家里住 却遭到了拒绝 住在别人的家里 总感觉不如住在酒店里自在 马自成只好让司机开车 与刘子明 田国锋送两人回到酒店 然后又主动交付了半个月的房费 离开前小心翼翼地问 李先生 不知你明天几点起床 我好过来接你 九点半吧 李承锋随口回答 对于马自成所做的一切 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人真的很会做事情 很多地方都想得非常周到 做人也比较谦逊 马自成 刘子明 田国锋走出酒店后 在门口停住了脚步 马自成深吸了一口气 转而看向刘子明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刘老哥 你都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给他喊爷爷 呵呵 刘子明笑了笑 把打赌的事情讲了出来 马自成听完后 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真的很佩服刘子明 这种愿赌服输的气魄 若是换了别人 就算输了 恐怕也不会认账 一日清晨 马自成一大早 便来到了酒店 从车上下来 站在酒店门口 只见田国锋和刘子明 早已在酒店大堂等着 随之开口问道 田老哥 刘老哥 你们怎么也来了 我过来等李先生 我过来等我爷爷 两位老人同时回答道 马自成微微一笑 他们来得那么早 肯定是想知道李先生 是怎么破解无鬼运材术的 三个人并没有上楼 打扰李成峰 而是在大堂聊起了天 直到九点左右 才看到那个年轻人 从电梯里走出来 马自成急忙迎上去 面带微笑弯腰鞠躬 非常客气地说 李先生 早上好 李成峰点了点头 心中很是无语 这个马自成 真的是越来越客气了 他这么客气 让自己感觉很不舒服 随之说道 马老板 拜托 不要那么客气好不好 就跟平常一样不行吗 如果你再这么客气 你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你自己想办法吧 好好 马自成急忙回答道 心里也很开心 这个李先生那么有本事 却没有一点架子 不像有些大师 没有什么真本事 尾巴却翘上了天 你要是对他不尊敬 他就会给你甩脸色看 其实马自成也想自然一点 可是不知为什么 只要他看到李成峰 就会情不自禁地对他恭敬 其实这也不能怨马自成 无论是哪个世俗之人 遇到那些掌握神秘力量的大师 都会情不自禁地产生敬畏之心 李成峰看着马自成 说出了破无鬼运材术的方法 他们供奉无鬼 驱使无鬼运材 那我们就供奉神佛 请神佛破无鬼 李成峰要在万里集团的楼顶 修建一座佛堂 请神佛来化解无鬼运材术 李成峰让马自成在楼顶中间 修建一座神庙 神庙不需要太大 只需要三米长 三米高 三米宽就可以 马自成一刻也不敢耽搁 与田国峰回万里集团修建神庙 李成峰与王二刚 刘子明去寺庙 准备请两尊佛像回来 开着汽车 在去寺庙的路上 王二刚满脸疑惑地问 李先生 风水师应该属于道门 你为什么不请道家的神仙 而是去请佛家的神仙 因为佛家的神仙 可以随便供奉 道家的神仙 却不能随便供奉 李成峰不想给王二刚解释 转而看向坐在旁边的刘子明 把这个问题甩给了他 面带微笑说 刘老 你能不能给他解释一下 好 刘子明也想在后背面前 展示一下自己的学识 便给他讲起了其中的原因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见 很多人都会在家里供奉佛像 比如佛祖 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等 却很少有人 敢在家里供奉道家的神像 敢在家里供奉道家神像的 大多是一些道门弟子 但也只敢在家里供奉 三清寺域以外的神仙 不敢在家里供奉三清祖师 因为三清祖师的气场太过强大 不能在家里供奉 甚至在一些人流密集的城市里 也不能供奉三清祖师 不能修建道观 因为三清祖师的气场太过强大 不能在家里供奉 甚至在一些人流密集的城市里 也不能供奉三清祖师 不能修建道观 道观大多都建在人烟稀少的地方 不像寺庙可以建在城区 很多人都认为 在城市里建不到道观 是因为那些倒是喜欢安静 其实是因为三清祖师的气场太过强大 在去寺庙的路上 刘子明闲着没事 兴致勃勃地给王二刚讲了很多 说的说 听得听 没多久便来到了深城有名的东山寺 刘子明与东山寺的方丈是好朋友 这也是他选择来东山寺的原因 三个人在车上下来 向寺庙走去 静止走进了大雄宝殿 迈过高高的门槛 只见三座高大雄伟金光闪闪的佛像 佛像前面放着三个蒲团 和一个红色的功德香 李承锋虽然属于道门 但还是在佛像前上了三竹清香 然后磕了几个头 俗话说 进什么庙拜什么神 不管你信奉的是道家还是佛家 进了道观拜三清 进了寺庙拜佛祖 进了城皇拜阎罗 给佛祖上完香后 刘子明便去找念空方丈 李承锋和王二刚 则在大雄宝殿里转了一圈 大殿两边还供奉着十八罗汉的佛像 每尊佛像的高度大约一米左右 身上全部涂着金粉 李承锋的目光 停在降龙罗汉和俘虎罗汉的身上 然后一脸虔诚 冲着降龙罗汉和俘虎罗汉拜了拜 没一会 刘子明便带着念空方丈 来到了大雄宝殿 在来的路上 刘子明已经把事情的经过 告诉了念空方丈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老和尚 李承锋双手合十 一脸尊敬地说 见过大师 念空大师点了点头 对于请佛像化解无鬼运材术的事情 他并没有拒绝 当他看到李承锋时先是一愣 然后面带微笑 双手合十 非常恭敬地说 不知施主 想请哪几位佛爷 大师 我想请降龙尊者和俘虎尊者 等我破掉无鬼运材术 就把两位尊者送回来 李承锋一脸恭敬地回道 寺庙里正在接受香火供奉的佛像 按正常道理来讲 是不能带出寺庙的 因为李承锋需要两尊佛像破无鬼运材 念空大师便爽快地答应了 李承锋谢过念空大师后 便带着降龙罗汉和俘虎罗汉的佛像 回到了万里集团的办公大楼 此时的马自成正在楼顶上 指挥二十多个工人 快速修建供奉佛像的庙宇 非常霸气地说道 各位工人大哥 麻烦你们快点 天黑钱 你们若是能修好庙宇 我给你们每个人一千块钱 好 兄弟们 抓紧时间干 老板又给我们加钱了 在金钱的鼓励下 这些工人干活都非常的卖力 不过三五个小时的时间 便在万里集团的楼顶上 修建了一座庙宇 并且还修好了神台 庙宇的大门 正对着东郡集团的办公大楼 做好一切后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工人拿到钱 笑嘻嘻地离开了楼顶 李承锋让人把降龙罗汉 和俘虎罗汉的佛像 请到了刚刚建好的庙宇里 端端正正地放到神台上 看着摆好的神像 李承锋一脸虔诚 然后把清香插进香炉里 一脸歉意地说 两位尊者 真的很抱歉 把你们从庙宇里请出来 实属无奈 还请两位尊者不要怪罪 李承锋跪在地上 对着佛像说话时 田国锋 刘子明 马自成等人 都站在庙宇外面看着 王二刚面带疑惑 不明白李先生 给佛像说话有什么用 心中好奇 难道佛像还能听到他说话 马自成也很好奇 看不懂李承锋的操作 他也是一名玄学爱好者 非常喜欢看玄学类的 电视剧和电影 以前在电影上也看到过 那些大师降妖除魔 都是手掐法咒 手持桃木剑 非常的威武霸气 特别的神奇 李承锋竟然跪在地上 求佛像降妖除魔 这跟闹着玩有什么区别 也不知李承锋的方法 能不能破无鬼运才术 李承锋跪在佛像前 还在不停地说话 他跪在佛像前说了很久 降龙罗汉 俯虎罗汉的佛像 并没有什么变化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李承锋才站起来 脸上带着一丝失望 跪在佛像前求了那么久 降龙罗汉和俯虎罗汉 竟然没有显灵的迹象 见李承锋从地上站起来 马自成急忙走过去 小心翼翼地问道 李先生 这样就能化解无鬼运才术 现在我也不知道 等太阳落山以后 才知道管不管用 李承锋一脸无奈地回答道 因为降龙罗汉 俯虎罗汉没有显灵的迹象 他现在也不敢确定 这种方法能不能破掉 无鬼运才术 几个人站在楼顶上 看着西方正在缓缓落下的太阳 晚霞虽美 他们却无心欣赏 他们都希望太阳快点落山 焦急地等待夜幕降临 终于 太阳缓缓落下 天渐渐暗了下来 昊月出现在夜空 李承锋双眼一眨不眨 盯着对面的大楼 只见那五个诡异的黑影 再次飞了出来 飞入万里集团的办公大楼 无鬼又来窃取万里集团的财运了 想龙罗汉和俯虎罗汉 竟然没有显灵的迹象 这让李承锋很是失望 见李承锋的表情不对 马自成满脸 好奇地问道 李先生 你是不是又看到那五个脏东西了 没错 李承锋气愤地说道 他转看向降龙罗汉 和俯虎罗汉的佛像 他们为什么不显灵 以前不管是请五弟 还是请土地爷爷 土地奶奶 都是一请一个准 今天请降龙罗汉 俯虎罗汉帮忙驱邪 他们竟然不给面子 这让李承锋很是生气 他走到两尊佛像面前 然后不爽地语气说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 好话我也跟你们说过了 今天你们若是不显灵 我就把你们两个给砸了 降龙罗汉和俯虎罗汉的佛像 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李承锋是真的生气了 他出去找了一块砖头 然后回到佛像前举起砖头 凶狠的表情 愤怒地语气说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 我数三声 如果你们还不显灵 我就把你们给砸了 一 站在庙宇外面的王二刚 刘子明 马自成 田国锋都感觉他是一个疯子 他竟然拿着砖头 威胁两尊佛像 估计只有傻逼 才能干出这种事情 他们是佛像 又不是活的 怎么可能听到他说话 怎么可能怕他威胁 他的做法真的太滑稽了 李承锋可不管那么多 拿着砖头继续数到 二 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依然没有显灵 三 李承锋数到三 已经忍无可忍 挥动手臂便向佛像砸去 可是手臂刚刚一动 只见两尊佛像突然散发出耀眼的金光 金光刺眼 李承锋急忙用砖头挡住眼睛 由于是佛像上散发的金光 就连马自成 王二刚 田国锋等人 也看到了这神奇的一幕 急忙用手挡住眼睛 当金光消散 他们把手放下来时 只见佛像前出现了两个身穿袈裟的和尚 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他们正是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 当金光消散 他们把手放下来时 只见佛像前出现了两个身穿袈裟的和尚 身上还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他们正是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 降龙罗汉单手放于胸前 与其平和地说 施主 你这样做就有些过分了 少废话 我请你们来 是想邀处魔的 不是让你们来玩的 看到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显灵 李承锋脸上露出了微笑 王二刚 田国锋等人都看到了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 他们一脸的难以置信 这两尊佛像竟然真的显灵了 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辈子竟能看到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的真身 这些传说中的神佛竟然真的存在 李承锋也有些意外 没想到他们三个人也能看到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 可能是被刚才的佛光刺到了眼睛 他们的眼睛吸收了一些灵力 暂时打开了天眼 与此同时 只见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双手放于胸前 然后迎送起了经文 没一会 楼顶便金光暴涨 整个万里集团的办公大楼全部被金光笼罩 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 接着迎送了一声佛号 那摩阿弥陀佛 施主有缘再见 两位尊者说话时 看了李承锋一眼 接着便消失不见 旁边的几个人看到这神奇的一幕 还是不敢相信 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 过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 当王二刚 刘子明等人在向楼下看去时 他们都看到了那五个诡异的黑影 只见这五个诡异的黑影 再次向万里集团的办公楼飞来 他们刚刚飞到大楼跟前 只见大楼外面突然出现一道金光屏障 把五个诡异的黑影给震得飞了出去 五个黑影身上冒起阵阵黑烟 发出凄厉的鬼嚎声 快速飞回东郡集团的办公大楼 王二刚 马自成等人看到这一幕愣在原地 久久无语 过了大约五分钟的时间 他们的天眼再次闭合 时间过去了很久 他们依然呆愣在原地 不敢相信的目光看着对面的大楼 刘子明 王二刚等人 站在楼顶上 看着对面的东郡大厦 震撼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刚才的一幕 对他们的冲击真的很大 先是降龙罗汉 俯虎罗汉显灵 接着又看到五个诡异的黑影 被金光震飞 冒着黑烟飞回东郡大厦 这一切真的太匪夷所思了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们真的不敢相信 前面李成峰给他们讲 看到无鬼运才 他们多少有些质疑 就算相信 也没感觉到多么震撼 只是当做一个故事听 如今亲眼所见 才知道他说的句句属实 心中无比的震撼 亲眼所见 与听别人讲述 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大约过了五分钟 他们才慢慢地转过身 无比尊敬的目光盯着李成峰 特别是马自成 对李成峰那是静若神明 随之恭敬的语气问道 李先生 我们是不是破掉了无鬼运才术 还没有 现在只是暂时挡住了运才无鬼 董大海背后的大师还没有露面 如果不把他背后的大师灭了 这件事不可能完 李成峰看向对面的大楼 不知在董大海背后坐镇的大师 是何方神圣 转而看向刘子明等人 继续说道 接下来的几天 咱们一定要小心 运才无鬼受伤 董大海一定会有所察觉 他一定会疯狂地报复 实在不行 咱们就搬到公司里住 由祥龙罗汉和俯虎罗汉坐镇 一般邪物都不敢靠近 马自成 刘子明 田国锋点了点头 他们决定 今天晚上就搬过来住 李成峰和王二刚 也准备搬过来 如今已经挡住运才无鬼 接下来 李成峰就要用邪术 对付董大海 逼出藏在他背后的大师 看看这个大师 到底是什么人 马自成有些兴奋地问道 李先生 你准备用什么邪术 对付董大海 你去给我找一幅棺材 这个棺材要埋在土里 十年以上 棺材的主人 不能是正常死亡 然后把棺材的四个脚 给我锯下来 四个脚要完整 你再给我找一只猫 买一根红绳 李成峰让马自成 准备他所需要的物品 顺便查一下 董大海的家庭住址 四个人心中很是好奇 李先生 这是要用什么邪术 对付董大海 竟然需要那么多 稀奇古怪的东西 几个人从楼顶上下去 刚走了没有几步 想到前面的事情 王二刚满脸疑惑 刚开始李先生跪在地上 求降龙罗汉 和俯虎罗汉显灵 低声下气 说了很多好话 两位尊者却没有一点反应 后来李成峰生气了 拿起一块砖头 威胁降龙罗汉 和俯虎罗汉 奇怪的是 在李先生的威胁下 两位尊者竟然显灵了 他真的无法理解 为什么求两位尊者的时候 他们不显灵 威胁他们的时候 他们却显灵了 心中的疑问 刘子明 马自成 田国峰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同时看向李成峰 想听听他是怎么解释的 李成峰瞟了王二刚一眼 他的问题可真多 随之笑了笑 接着说道 你们应该听说过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吧 四个人同时点了点头 对于这句话 每个人都不陌生 恶人放下屠刀 便能立地成佛 善人却要历经几世修行 九九八十一难 才可成佛 李成峰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佛也怕恶人 求他们不管用 那就只能以恶相想 逼他们显灵 李成峰随便给他们解释了一下 几个人说着话 聊着天 在楼顶上走了下来 当他们走到大楼门口时 董大海站的窗户前 正用充满杀气的目光 盯着几个人 咬牙切齿地说 该死的 竟然破了我的无鬼运才说 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你们几个人都要死 董大海被气得七窍生烟 就在刚才 他正在坐在一个诡异的地下室里 面前是五座面目争鸣 样貌恐怖的雕像 每座雕像旁边 都点着两根白色的蜡烛 雕像前面 红色的印章 压着几张黄色的符纸 符纸上画着诡异的符文 这正是无鬼运才符 这五座雕像颜色不同 青面獠牙 看上去非常的吓人 董大海却一点也不害怕 董大海先是在雕像前 烧了一些纸壁元宝 然后又点了几株清香 嘴里念着奇怪的咒语 驱使无鬼去给他运才 随着董大海嘴里 不停地迎送咒语 地下室里 竟然刮起阵阵阴风 随着董大海嘴里 不停地迎送咒语 地下室里 竟然刮起阵阵阴风 紧接着 只见五座恐怖的雕像里 钻出来五个 长相诡异的黑影 他们正是运才无鬼 运才无鬼 先是围着青香猛吸了一阵 又在焚烧纸壁元宝的盆里 抓起一把把金元宝 纸壁往身上装 当把香火吸尽 元宝装完 无鬼的脸上 才露出满意的神色 紧接着 无鬼便飞出了地下室 飞向万里集团的办公大楼 大约过去两分钟 运才无鬼肩上 扛着袋子 飞回了地下室 接着把袋子打开 一股股淡黄色的风水财气 在袋子里飞了出来 看到这些风水财气 董大海开心得不得了 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哈哈 马自成 我倒要看看你的万里集团 还能撑多久 就在董大海说话时 无鬼拎着袋子 再次飞了出去 可是刚刚飞出去没有一会 外面便传来 运才无鬼凄厉的鬼嚎声 鬼嚎声的穿透力非常强 地下室的董大海 听得一清二楚 心中顿时一惊 运才无鬼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叫得这么凄惨 就在董大海满脸疑惑时 只见运才无鬼飞了回来 身上还冒着黑烟 发出刺耳的鬼嚎声 直接飞入雕像 五座诡异的雕像上 依然冒着黑烟 还时不时传来 凄厉痛苦的鬼嚎声 董大海一脸猛逼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从他供奉运才无鬼 窃取万里集团的风水财运 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盯着中间的雕像 一脸着急地问 五位财神 你们这是怎么了 运才无鬼并没有回答 董大海的问题 他们受了很重的伤 董大海见情况不对 急忙打电话给康巴大师 让他过来看看 看看运才无鬼 这是怎么了 康巴大师接到电话后 急忙让司机开着车 向东郡集团的方向驶来 董大海着急地 等着康巴大师 他走出地下室 来到公养古曼童的房间 看向对面的万里集团 办公大楼 就在此时 只见五个人从大楼里走了出来 看到这几个人 董大海被气得咬牙切齿 没多久 康巴大师便来到了东郡集团 他的手里 依然拖着那个不大的骷髅头 在车上下来 迈步走进东郡大厦 当董大海看到康巴大师 急忙迎了上去 一脸着急地说 康巴大师 你赶快去地下室看看 运财无鬼好像受伤了 康巴大师跟着董大海 来到地下室 五座诡异的雕像上 依然冒着黑烟 鬼嚎声回荡在整个地下室 非常刺耳 康巴大师忍着刺耳的声音 走到五座雕像前 仔细观察着五座雕像 站在旁边的董大海 一脸着急地问 康巴大师 运财无鬼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突然受伤 他们应该是被佛光镇伤的 我没猜错 咱们用五鬼运财术 窃取万里集团财运的事情 可能被对方看破了 康巴大师说出了自己的推测 心中也是暗暗吃惊 没想到对方那么快 就发现了五鬼运财术的秘密 可见对方也有高人相助 这个高人应该就是那个年轻人 他不仅打伤了古曼彤 还破掉了五鬼运财术 这个年轻人果真不简单 董大海满脸怒气 愤怒的声音吼道 该死的是谁 竟然破了我的五鬼运财术 如果没有五鬼运财 我怎么成为华夏首富 成为世界首富 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就是那个年轻人 破了五鬼运财术 你说的那个年轻人 是不是我的克星 没错 听到克星两个字 董大海变得更加愤怒 如今古曼彤半死不活 运财五鬼也受了重伤 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李承锋 刘子明那些人 已经不可能了 董大海转看向康巴大师 满脸杀气地说 我要让他们死 我要把他们全部杀干净 敢阻挡我成为华夏首富的人 都要死 康巴大师 现在是你出手的时候了 嗯 我也很想知道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康巴大师的脸上 露出一丝阴狠的杀气 他转看向 还在冒着黑烟的五座雕像 接着拿出一个小布包 在里面抓出一把白色的骨灰 撒到五座雕像上 他的口中同时迎送着鲜罗咒语 当骨灰落到雕像上 原本还在冒烟的五座雕像 突然停止了冒烟 回荡在地下室的鬼嚎声 也逐渐消失 让运才无鬼安静下来后 康巴大师转看向董大海 脸色阴沉地说 走 带我去楼顶上看看 我要看看他们 在楼上做了什么手脚 好 董大海跟在康巴大师后面 很快便来到了 东郡集团大厦的楼顶 两个人站在楼顶上 向对面的万里集团大厦看去 由于对面的楼比较高 看不到楼顶上的详细情况 这让董大海很是着急 略带不爽的语气问 康巴大师马自成的王八蛋 到底在楼上做了什么手脚 不要着急 我让阿希克去看看 康巴大师在说话时 托起手中的骷髅头 然后对着骷髅头 激励呱拉念了一阵鲜罗咒语 随着咒语的音送 只见骷髅头散发出绿色的光芒 绿色的光芒不停闪烁 看上去非常诡异 紧接着 康巴大师又在刚才的小布包里 抓出一把骨灰 直接洒到了骷髅头上 骷髅头上的绿光瞬间暴涨 随着绿色光芒暴涨 骷髅头的眼眶里 飞出一道道手臂粗细的绿光 绿光在康巴大师的头顶 飞来飞去 过了十几秒 绿光在空中凝聚 一个星号星号碎的小男孩 突然出现在康巴大师 和董大海的面前 当董大海看到 飘在空中的小男孩 脸上流露出贪婪的神色 因为他知道 这就是康巴大师养的小鬼阿希克 阿希克飘在空中 恭敬的目光盯着康巴大师 然后问道 尊敬的主人 不知你有什么吩咐 需要阿希克去做 去对面的楼上看看 他们在楼上做了什么手脚 康巴大师命令的语气说 阿希克应了一声 便向对面的大楼飞去 当他快要接近大楼时 突然凭空出现了一道金光屏障 还好阿希克飞得慢 只是被金光烧伤了皮肤 但也疼得他呲牙咧嘴 面目猙獰 阿希克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 看着楼顶上的那座小庙 里面竟然盘着一条龙 握着一只虎 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 也感应到了阿希克的存在 只见两尊佛像金光一闪 佛像前瞬间出现了两个身穿袈裟 身上散发着淡淡金光的和尚 阿希克顿时被吓得惊叫一声 化成一道绿光 快速飞回骷髅头 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 感应到阴邪之气 刚刚现身那股阴邪之气 却突然消失 伏虎罗汉随之说道 这是什么妖念 竟然跑得这么快 随着声音落下两尊佛像 再次金光一闪 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 瞬间消失不见 此时的康巴大师 看着手中的骷髅头 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阿希克刚刚飞到对面的楼顶上 怎么就突然飞了回来 刚才他看到对面的大楼 突然出现一道金光屏障 接着便消失不见 心中很是好奇 盯着手中的骷髅头问道 阿希克 你刚才看到了什么 为什么会那么害怕 主人 我 我看到了一条龙和一只虎 骷髅头里 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 骷髅头里 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 康巴大师听到这里 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 震惊地语气说道 难道是华夏佛教中的 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 这个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能请来降龙伏虎坐镇 难怪乌鬼伤得那么严重 就连阿希克也怕得不得了 康巴大师看着对面的大楼 脸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 站在旁边的董大海 得知对面请来了降龙罗汉 和伏虎罗汉 转而看向康巴大师略带着急的语气温 康巴大师 他们请来了降龙罗汉和伏虎罗汉 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哼 不就是降龙和伏虎吗 有什么好怕的 我倒要看看 是你们华夏的活佛厉害 还是我们仙罗的活佛厉害 康巴大师一脸不屑地说 李承锋既然请来了华夏佛教中的 降龙罗汉 伏虎罗汉 康巴大师便准备请仙罗佛教 供奉的三大主神梵天 师婆 皮师奴 很多人认为仙罗佛教传自于华夏 其实仙罗佛教跟华夏没有半点关系 他们的佛教传自于天竺 与天竺佛教一样供奉的三大主神是范天 师婆 皮师奴 华夏佛教供奉的则是如来 四大菩萨 108罗汉等 仙罗佛教 天竺佛教 华夏佛教 虽然同属佛教 但供奉的神明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华夏佛教主修大乘佛法 又分为南传佛教 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仙罗佛教是小圣佛教 天竺佛教则是小圣佛教与大乘佛教并存 如何分辨对方修炼的是大乘佛法还是小圣佛法 其实非常简单 修炼小圣佛法的僧侣是可以吃肉 喝酒 娶媳妇的 修炼大乘佛法的僧侣是不准吃肉 不准喝酒 不准娶媳妇的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别 康巴大师又看了对面的大楼一眼 冷哼了一声 便从楼顶上走了下去 准备去请仙罗佛教供奉的三大主神梵天 师婆 皮尸奴 与华夏佛教供奉的祥龙罗汉 俘虎罗汉一决高下 董大海跟在康巴大师身后 脸上很是期待 他也很想知道是华夏佛教的大乘佛法厉害 还是仙罗佛教的小圣佛法厉害 康巴大师从楼顶上下来 来到供养古曼童的房间 转身盯着跟在身后的董大海说 董先生 我要回一趟仙罗 请三大主神对付祥龙罗汉和俘虎罗汉 大约三天后才能回来 嗯 快点回来 我还想看看 是仙罗的三大主神厉害 还是华夏的祥龙罗汉 俘虎罗汉厉害 董大海充满期待的语气说 康巴大师点了点头 他嘴角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 小小的祥龙罗汉 俘虎罗汉 怎么可能是仙罗佛教三大主神的厉害 由于天色已晚 回仙罗的事情只能明天再说 在离开前 康巴大师在身上拿出一个黑色的小瓶子 递到董大海面前 董先生 想办法 把这里面的东西给那个年轻人 还有他身边的人吃掉 董大海看着不大的小瓶子 黑色的瓶身上还有两条红色的蜈蚣图案 随之好奇地问 康巴大师 这个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蜈蚣 董大海很是不解 为什么要给他们吃蜈蚣卵 这玩意吃到肚子里就被消化了 难道康巴大师要给他们补身体 接着问道 康巴大师 给他们吃蜈蚣卵有什么用 你可不要小看这些蜈蚣卵 这是我用藤树培养出来的 吃了它可以让人生不如死 康巴大师说话时咧着嘴 斜着眼 笑容非常的诡异 董大海接过瓶子 瓶身入手冰凉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小小的蜈蚣卵 就能让人生不如死 看着手里的小瓶子 康巴大师 藤树是什么东西 关于藤树 我不方便告诉你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见康巴大师不肯讲 董大海也没有多问 顺手把小黑瓶放到了桌子上 心想 这个藤树有什么厉害的 嘴角随之露出邪恶的微笑 他准备找个人试验一下 康巴大师离开后 董大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打开黑色的小瓶子 里面是黄色的蜈蚣卵 半透明 虫卵上还有粘液 大小颜色与黄色的小米非常相似 有的虫卵还在轻轻地蠕动 董大海小心翼翼 在瓶子里弄出十几个蜈蚣卵 放到一瓶矿泉水里 接着打电话给保安队长 让他来办公室一趟 把垃圾给扔了 作为奖励 董大海把那瓶放着蜈蚣卵的矿泉水 送给了保安队长 保安队长接过矿泉水 尊敬的目光 看着董大海笑嘻嘻地说 谢谢老板 不用谢 一瓶矿泉水而已 董大海非常和蔼地说 保安队长提着垃圾 离开董大海的办公室 把垃圾扔掉后 便打开那瓶矿泉水 喝得一干二净 心里还想 老板给的矿泉水就是好喝 笑呵呵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董大海坐在沙发上 心中很是好奇 不知保安队长喝了蜈蚣碗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一日清晨 马自成便安排人 去找李承锋所需要的东西 还四处打听董大海的家庭住址 猫和红绳还好找 想找埋在地下十至九的棺材 棺材的主人还必须是横死 这就有点困难了 马自成花了很多钱 脱了很多关系 用了两天的时间 才找到一幅腐烂的棺木 棺木的主人死于一场火灾 被大火活活地烧死 死得非常凄惨 当马自成把这幅棺材的情况 告诉李承锋后 他非常的满意 让把棺材上面的四个脚 给斜着锯下来 锯掉棺材的四个脚后 其他的地方不要动 把棺材和尸骨重新埋回土里 马自成一丝也不敢大意 从头到尾都按照李承锋说的做 没多久 四个棺材脚 猫 红绳等物品 全部出现在李承锋面前 看着地上的棺材脚 还有其他物品 李承锋又检查了一遍 他所需要的东西 已经全部买齐 转而看向马自成问 董大海在哪里住 弄清楚了没有 查清楚了 他住在雀山别墅区八号别墅 马自成急忙回答 这两天为了弄到棺材 调查董大海的住址 他可是忙得不可开交 李承锋点了点头 掏出手机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是下午两点多 决定今天就去董大海的家里做手脚 李承锋让王二刚取了一点猫血 然后用毛笔沾着猫血 在四个棺材脚上写下了诅咒的话 又在上面各画了一道隐魂符 做好一切后 几个人便开着车向雀山别墅驶去 雀山别墅区也是高档别墅区 不是里面的住户想要进去非常困难 还好马自成的一个朋友就住在雀山别墅 雀山别墅区也是高档别墅区 不是里面的住户想要进去非常困难 还好马自成的一个朋友就住在雀山别墅 马自成开着他朋友的车 带着李承锋 王二刚 刘子明 田国锋 成功混了进去 当进入别墅后 王二刚拿着四个棺材脚 李承锋扛着铁仙 绝头 马自成拿着几棵树苗 来到董大海居住的别墅附近 这是一栋三层高的别墅 欧式风格的建筑 看上去非常的典雅气派 只有别墅前面是水泥地面 其他的三个方向全部是绿化区域 地上是一年四季长青的草坪 李承锋看着眼前的别墅 转而看向马自成 马老板 你确定这就是董大海的别墅 应 应该是的 你不要跟我说应该 到底是不是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旦我在对方的洋宅上做了手脚 可是要死人的 李承锋一脸严肃地说 不确定这栋别墅是董大海的 真的不敢乱做手脚 他可不想伤及无辜 马自成沉默了片刻 然后点了点头 坚定地语气说 是的 站在旁边的王二刚 拿着四个棺材脚 满脸疑惑地问 李先生 接下来怎么做 把这四个棺材脚 埋在这栋别墅的四个墙角 记住 棺材的内角 要卡在墙的外角上 李承锋给他们简单讲述了一下 然后三个人 快速来到别墅的墙角 小心翼翼在墙角下面 挖了一个深约20公分的坑 然后把棺材脚埋到坑里 棺材的内角 紧紧贴在墙壁的外角上 王二刚接着用土埋上 三个人的心里都非常紧张 恐怕别墅里的人发现他们 何况这个别墅区 到处都是监控 被保安发现了 也不好解释 还好土质松软 用了不过十分钟的时间 三个人就把四个棺材脚 埋到了别墅的四个墙角下面 又把上面的草坪给整理了一下 以免被人看出痕迹 当做好一切后 三个人同时松了一口气 准备离开时 别墅的窗户突然被人推开 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探出头 疑惑的目光盯着几个人问 你们是做什么的 三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接着转头 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当李承锋和王二刚看到这个女孩时 忍不住心中一惊 王二刚颤抖的声音说 没 玫瑰姐 看着趴在二楼窗户上的女孩 李承锋和王二刚着实被吓了一跳 这个女孩与玫瑰姐长得实在太像了 两个人都忘记了回答女孩的问题 马自成急忙晃了晃手中的树苗 然后开口说 这位小姐 我们是别墅区的绿化工 我们是来栽树的 哦 你们小点声 不要打扰我看说 女孩语气柔和地提醒到 接着便关上了窗户 心里却在嘀咕 看着三个人的样子 怎么也不像民工大叔 女孩也没再多想 接着便躺到床上挽起了手机 马自成见李承锋和王二刚 还愣在原地 急忙提醒道 李先生 咱们赶快回去吧 嗯 李承锋这才从惊讶中回过神来 然后向停车的方向走去 田国锋和刘子明还在车上等着 当坐上车后 王二刚震惊的语气说 李先生 你看到没有 刚才那个女孩跟玫瑰姐长得好像啊 是的 他们两个人长得的确很像 李承锋随口回答 脑子里全是那个女孩的样子 过了片刻 转而看向马自成 严肃的语气问 马老板 刚才那个女孩跟我一个朋友长得很像 你确定 那就是董大海的别墅 确定 马自成微微一笑 以为李承锋看上了那个女孩 笑嘻嘻地说 李先生 那个女孩就是董大海的女儿 董大海一共有两儿一女 他的前妻给他生了一儿一女 他现在的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听到这里 王二刚急忙问道 马老板 董大海的前妻是不是叫曹丘妹 你 你怎么知道的 马自成惊讶的目光看着王二刚 没想到 他竟然知道董大海前妻的名字 李承锋面带苦笑 接着摇了摇头 真是造化弄人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玫瑰姐的女儿 更没想到 董大海竟然就是玫瑰姐的前夫 在开车回万里集团的路上 王二刚把玫瑰姐的故事讲了出来 田国锋 刘子明 马自成听完后 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天底下竟然还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同时又同情玫瑰姐的遭遇 他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 李承锋的心里有些纠结 没想到 那个女孩竟然是玫瑰姐的女儿 如今已经在那栋别墅上 布了民间禁术凶关冲宅 玫瑰姐的女儿 恐怕也要跟着倒霉 弄不好还会丢掉性命 讲完玫瑰姐的故事 马自成满脸 好奇地问 李先生 把四个棺材脚 埋到别墅的四个墙角 这就是你说的 以邪制邪 刘子明和田国锋 也转头看向李承锋 感觉这种方法真的太简单了 在洋宅的四个墙角 埋上棺材的边角料 也能算是邪术 这种行为 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 李承锋点了点头 给他们讲起了 凶关冲宅的由来 凶关冲宅树 很久以前叫做棺木破宅树 是流传在民间的一种茎树 此树出自于鲁斑茎树 相传明朝年间 有一位木匠 帮一位地主老财修完房子后 地主老财仗着有权有势 不肯给木匠工钱 木匠再三讨要 地主就是不给 还让家里的长工 把木匠打了一顿 木匠受了重伤 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 心中越想越气 等伤好了以后 趁着月黑风高 找了一处乱葬岗 挖开了一座坟丘 木匠知道 这座坟丘里 埋着一个土匪 土匪被官府砍头而死 是一个横死之人 木匠把棺材的四个脚 全部锯了下来 然后用猫写在四个棺材脚上 写了诅咒的话 画上隐魂符 趁着夜深人静 悄悄地把四个棺材脚 埋在地主大院外面的四个墙角 从第二天晚上开始 地主老财的家里 就怪事不断 家道快速败落 不过两年的时间 万贯家才便被败得一干二净 家里的子孙后代 也是死的死 伤的伤 残的残 无奈之下 地主老财 只好把大宅院卖掉 想买宅子的是一个秀才 他带着一个道士来看大院时 那个道士一眼 便看出大院有问题 整个大院 被一股黑色的阴煞之气笼罩 一团团黑色的阴煞之气 在院子里飞来飞去 道士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也没找到问题所在 后来又去院子外面找 在院子的四个墙角处 找到了四个棺材角 那个道士问地主得罪了什么人 地主也说不出来 因为他得罪的人实在太多 最后 秀才也没有买这处宅院 与那个道士直接转身离开 最后 秀才也没有买这处宅院 与那个道士直接转身离开 几个人听完这个故事后 也是嘖嘖称奇 谁能想得到 棺材的边角料竟然这么邪乎 刘子明满脸好奇 接着问道 爷爷 棺材的四个角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 能让那个地主家破人亡 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就是 棺材在地下埋了十年之久 已经变成了阴邪之物 棺木又吸收了湿气 还浸泡了湿水 加上棺木的主人 不是正常死亡 这个棺材就成了邪物 凶物 一处羊宅的风水再好 只要把这种凶关棺木 放到羊宅里 羊宅的风水 就会瞬间被破 风水气场 就会受到影响 如果把棺材的四个角砍下来 埋到羊宅的四个墙角 那就成了四阴冲宅 仔细地想一想 如果一处羊宅 被四个阴邪之物冲撞 这处羊宅又岂能安宁 在羊宅周围 埋一些阴邪之物 都属于风水害人的术法 主要作用 就是改变羊宅的风水气场 影响人的运势与身体健康 严重的 还有血光之灾 马自成听完后 脸上流露出担心的神色 他也怕 怕有人在他家里坐手脚 随之问道 李先生 怎样才能分辨 家里的羊宅 有没有被人坐手脚 想要知道 家里的羊宅风水 有没有问题 其实方法很简单 如果家里养的鸡鸽鹅 或是宠物 经常离奇死亡 不管家里养什么宠物 家庭都活不了多久 这肯定有问题 还有 全家人整天精神不振 一家人身体都不好 这就说明 家里的风水问题很大 已经影响到了人 遇到这种情况 要么搬家 要么找个风水师 看看家里出了什么问题 马自成这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他家 没有这种情况出现 很快 汽车便停在 万里集团大厦前面 几个人推开车门 在车上下来 刚刚下车 便听到 身后传来痛苦的叫声 急忙转头 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保安 一边叫着 一边向几人跑来 他身后 还跟着好几个保安 不停地喊着 队长 你怎么了 别跑啊 这个保安 正是喝了 无功卵的保安队长 当他快要跑到 李成峰跟前时 突然倒在地上 身体不停地抽搐 鼻子里 嘴里 耳朵里 爬出来一条条血红色的无功 保安躺在地上 抽搐了几下 便失去了生命迹象 刘子明 田国锋 马自成 看着从保安鼻子里 钻出来的无功 都被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保安的鼻子里 嘴里 耳朵里 怎么还有无功 王二刚满脸好奇 向前走了两步 弯腰低头 看着躺在地上的保安 只见保安的脸皮里面 有一条两三公分长的阴影 正在蠕动 很是好奇 这是什么玩意 接着又弯了弯腰 仔细查看 这条在脸皮里的阴影 很快蠕动到眼眶的位置 接着便消失不见 王二刚盯着保安的脸皮 满脸疑惑 心想 阴影去哪了 就在他疑惑之际 保安的眼球突然爆开 黑色的液体 崩了王二刚一脸 吓得王二刚 惊叫一声 直接跳开 恶心地哇哇狂吐 拼命擦着脸上的枝叶 嘴里不停地骂倒 尼马 这是什么玩意 与此同时 只见一条血红色的蜈蚣 在爆开的眼球里钻了出来 两排血红色的触手 不停地蠕动着 看上去很是圣人 王二刚擦干净脸上的枝叶 呕吐了一会后 转而看向李成峰 惊恐地语气问 李先生 他 他的身上怎么会有蜈蚣 这应该是仙罗藤硕 李成峰看着保安的尸体 随口回答 王二刚满脸好奇 继续问道 李先生 什么是藤硕 刘子明 田国锋 马自成 也都走到李成峰身边 想听听他是怎么解释的 李成峰看着躺在地上的保安 给他们简单解释了一下 关于仙罗藤硕的传闻 藤硕最早出现在华夏滇南地区 后来传到了仙罗国 藤硕是以人的身体为器皿 培养一些毒虫 让这些毒虫 适应在人类的身体上生存 以人类的尸体为食 随着时间推移 毒虫会在尸体里繁育 随着不停地繁育 毒虫就会发生变异 适应在人的身体里生存 毒虫产下来的卵 就成了杀人鱼无形的邪物 普通的虫卵 被人吃进肚子里后 大多数都会被胃液消化 这种变异的虫卵 却不会被消化 还会在人体内孵化 然后寄生在人的身体内 吃光人的五脏六腑 因为藤硕太过残忍 很久以前 便被华夏列为禁术 慢慢地失传 藤硕后来传到了仙罗国 在仙罗国得到了传承 田国锋和刘子明点了点头 身为艺学大师和风水大师 对藤硕多少有些了解 并没有感到惊讶 王二刚和马自成 难免有些惊讶 不知是谁发明了 如此残忍的邪术 李成峰刚给几个人 解释完藤硕 只见四五个保安 穿过马路走到跟前 几个保安看着 躺在地上的尸体 也是一脸的惊恐 保安队长的肚子 已经别了下去 皮肤变得干枯 两个眼球都已经爆开 浑身上下全是无功 几个保安 没有一个人赶上前 其中一个保安 可能是被吓傻了 竟然对着尸体喊道 队长 队长 你 你这是怎么 躺在地上的尸体 没有任何反应 受到惊吓的无功 顺着尸体的鼻子 耳朵重新钻回了他的体内 就在几个保安 满脸惊恐 不知该怎么办时 一个中年男子 迈着霸气的步伐走了过来 他先是看了一眼 躺在地上的保安队长 脸上同样露出惊恐的神色 中年男子让几个保安 把保安队长的尸体抬回去 几个保安都不愿意 中年男子很是不爽地说道 只要你们把他抬回去 每个人多发三个月的工资 在金钱的诱惑下 几个保安才勉为其难 把尸体拖了回去 中年男子转看向李成峰和王二刚 嘴角带着礼貌的微笑 还冲着二人点了点头 看着对方的微笑 两个人只感觉头皮发麻 这个笑让人不寒而栗 因为这个人根本就不像人 他脸色苍白 看不到一丝血色 浑身都透着一股阴邪之气 李成峰知道 这个男人应该就是董大海 他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长期与阴邪之物 打交道造成的 对方给自己打招呼 李成峰也不能失礼 冲着董大海点了点头 礼貌地笑了笑 马自成虽然知道 董大海用无鬼运财术 窃取万里集团的财运 心中恨死了这个人 恨不得直接把他掐死 但还是面带微笑 伸出右手礼貌地说 董老板 久仰久仰 哈哈 马老板 幸会幸会 哈哈 马老板 幸会幸会 两人握手言欢 打了一个招呼 像是多年的老朋友 当马自成与董大海的手握到一起时 只感觉他的手冰凉 就像手里攥了一根冰棍 虽然知道 对方想置自己于死地 马自成与董大海 还是寒暄了几句 寒暄过后 两人便各自转身 向自己的公司走去 当转过身时 他们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一个变得满脸愤怒 一个变得满脸阴邪 董大海很是意外 没想到蜈蚣卵竟然这么厉害 心中有些后悔 早知蜈蚣卵这么厉害 就不在保安队长的身上做实验了 如今保安队长惨死 已经打草惊蛇 马自成他们肯定会有所防备 如今想要神不知鬼不觉 给他们吃掉蜈蚣卵 恐怕有点难度 对于保安队长的死 董大海没有感到一丝愧疚 董大海回到办公室 刚刚坐下梅医会 康巴大师便走进了办公室 他的身后还跟着三个和尚 一块黄布盖着 见康巴大师回来 董大海非常的开心 笑嘻嘻地说 康巴大师 你回来得可真快 康巴大师笑了笑 接着询问了一下蜈蚣卵的事情 当得知董大海 没有把蜈蚣卵给李成峰等人吃掉 而是让保安队长吃了 心中很是生气 但也不敢说什么 毕竟对方是老板 董大海有些着急的语气问 康巴大师 你把仙罗佛教的三大主神带来没有 请来了 康巴大师点了点头 然后让他身后的三个和尚 把盖在佛像上的黄布接了下来 三个金灿灿的佛像 瞬间袒露在董大海的眼前 这三尊佛像不是很大 高度只有二十多公分 用的却是纯金打造 接下来 康巴大师让董大海在楼顶上 修建三座佛坛 然后把这三尊佛像放到佛坛上 好 我这就安排人去弄 董大海立即打电话 让秘书联系施工部门 准备在东郡集团的楼顶 修建三座佛坛 一日清晨 天还没亮 施工队便来到东郡集团 正是前两天 在万里集团办公楼顶部 修建神庙的工人 这些工人来到楼顶后 都是满脸的好奇 这两家公司在搞什么名堂 前两天那家公司 在楼顶上修建了一座神庙 今天 这家公司又要在楼顶上 修建三座佛坛 真的是让人看不懂 就在工人议论纷纷时 包工头一脸开心地说 兄弟们 都给我听好了 今天这位老板更大气 他说了 只要我们今天能把三座佛坛建好 就给我们每个人两千块钱 好 干活 干活的工人听到这里 都是一脸的兴奋 急忙撸起袖子开始干活 康巴大师手里托着骷髅头 站在楼顶上选了三个方位 让工人在他选的位置上 修建佛坛 就在这些工人开始修建佛坛时 还在睡觉的李成峰 被一阵敲门声惊醒 门外传来马自成焦急的声音 李先生 你赶快起来看看 今天一大早 对面的楼顶上 就出现了一群工人 李成峰向对面的楼顶上看去 只见一个个子不高 穿着骗罗僧袍的和尚 手里捧着一个骷髅头 正盯着那些工人干活 他身后还站着三个和尚 心想 这个骗罗和尚 应该就是董大海背后的高人 看着对面的大楼 站在旁边的 马自成满脸疑惑地问 李先生 董大海这是在搞什么名堂 他一定是发现了 我们在楼顶上修建的神庙 想用同样的方法 对抗降龙罗汉和腐虎罗汉的威压 不知他们请的是 哪方神灵 为了看得更清楚一点 三个人来到楼顶 盯着对面正在施工的工人 站在对面楼顶上的 康巴大师 也发现了李成峰 转而看向他所在的方向 康巴大师盯着对面楼顶上的三个人 抚摸了一下骷髅头 然后阴冷的语气说 阿希克 记住那三个人 找个机会把他们全部杀了 骷髅头随之颤抖了一下 站在楼顶上的康巴大师 看了一下时间 已经上午九点多 董大海怎么还没有来上班 以前的董大海 每天八点以前都会准时到公司 今天却没有来 这很不正常 就在此时 康巴大师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当接通电话 里面传来董大海着急的声音 康巴大师 你赶快来我家 我家里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 你赶快过来 康巴大师一脸无奈 只好让三个徒弟 在楼顶上看着工人施工 他则坐上汽车 向雀山别墅的方向驶去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 康巴大师便来到了雀山别墅 出现在董大海家门前 当康巴大师接近别墅时 他手上的骷髅头 突然不停地颤抖 阿希克好像非常地害怕 康巴大师感觉到情况不对 吓得他急忙往后退了几步 与别墅保持一定的距离 阿希克 告诉我 你为什么颤抖 主人 这栋别墅里 有非常凶的东西 我 我不敢进去 骷髅头里 传来一个胆怯的声音 康巴大师很是无语 阿希克也是阴邪之物 竟然还会怕里面的东西 可见这个东西有多可怕 盯着骷髅头 康巴大师气愤地说了两个字 废物 接着便向别墅里面走去 董大海正好在此时打开房门 当康巴大师走进别墅后 他手中的骷髅头颤抖得更加厉害 他只好紧紧地握住骷髅头 以免掉到地上 董大海把康巴大师带到鱼缸前 里面养的九条风水鱼 全部飘在水面上 原本白色的肚皮已经发黑 康巴大师 我家的风水鱼 竟然在一夜间全死了 还有我女儿养的宠物兔 也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康巴大师看着鱼缸里的死鱼 沉默了片刻 开口说道 我没看错 你家的风水应该被人破了 刚才我在进来的时候 阿希克告诉我 你家别墅里有个很凶的东西 风水鱼之所以会死 肯定与它有关 康巴大师手上的骷髅头还在颤抖 他面带怒气 在包里抓出一把骨灰 撒到骷髅头上 骷髅头才停止颤抖 董大海满脸疑惑 一个星期前 康巴大师还来过这栋别墅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今天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怪事 就在董大海和康巴大师说话时 挂在旁边墙上的金钱剑 红绳突然崩断 一枚枚铜钱在墙上落了下来 金钱剑挂在家里 摆在家里的主要作用就是 镇宅化煞 驱邪必灾 妖邪之物不敢靠近 金钱剑不仅能镇宅化煞 还是道家降妖伏魔的法器 如今金钱剑的红绳竟然崩断 铜钱散落一地 这可是大凶之兆 由此可见 进入别墅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凶 而是非常的凶 连金钱剑这种道家除魔的法器 都镇不住它 董大海看着散落在地上的铜钱 一脸猛逼地说 康巴大师 这又是怎么回事 赶快喊上你的家人 离开这栋别墅 这栋别墅有问题 当金钱剑散落的那一刻 康巴大师清楚地感觉到 整个别墅的风水气场 瞬间被改变 手中的骷髅头再次颤抖起来 康巴大师说完这句话 便快速地跑出了别墅 董大海也不敢耽搁 急忙喊上女儿 儿子 带着老婆 保姆全部跑出了别墅 当与别墅保持一定距离后 才停住脚步 董大海的老婆非常漂亮 还是一个女明星 只有三十多岁的年纪 站在旁边满脸疑惑地问 董大海在四个墙角 找出来四块腐烂的木头 看着堆在地上的木头 他被气得咬牙切齿 愤怒地语气问 康巴大师 这些是什么玩意 这应该是埋在地下很久的棺木 康巴大师盯着地上的四块木头 木头上的阴气非常重 他手中的骷髅头 还在不停地颤抖 看上去非常地害怕 至于把腐烂的棺木 埋在洋宅墙角是什么意思 康巴大师也是不明所以 这种用风水术害人的方法 他根本就没有接触过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董大海家里的风水鱼之所以会死 金钱箭散落一地 肯定与这些腐烂的棺木有关系 董大海安安庆幸 还好昨天晚上没有出事 多亏家里挂的金钱箭 不然他们全家可就要遭殃了 心中的怒火依然难消 董大海被气得哇哇直叫 愤怒地吼道 是哪个王八蛋 敢在我董大海的家里做手脚 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董大海气冲冲地去监控室 调取昨天的监控 很快便发现 屏幕上有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当看清三个人的长相 愤怒地语气吼道 原来是这三个王八蛋 我还以为马自成是一个正人君子 原来他也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竟然敢在我家里做手脚 想要害我全家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站在旁边的康巴大师没有说话 嘴角露出一丝嘲笑 这个董大海也好意思说 马自成是卑鄙无耻的小人 他用无鬼运财术 窃取万里集团的财运 马自成在他家里做手脚 也算是礼尚往来 风水逗法原本就是如此 你在我公司里做手脚 我就在你家里做手脚 你在我家里做手脚 我就在你家祖坟上做手脚 董大海转看向康巴大师 满脸杀气地问 康巴大师 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 方法有的是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现在最重要的是 修建佛坛 请三大主神坐镇东郡集团 对抗降龙罗汉和俘虎罗汉的威压 康巴大师一脸自信 在他的眼里 想龙罗汉和俘虎罗汉 肯定不是仙罗佛教三大主神的对手 董大海点了点头 让保姆找袋子 把四块烂木头装起来 他要找个时间还给马自成 董大海和康巴大师回到公司后 便找了几块黑布 把古曼铜和无鬼的塑像给盖了起来 因为要在楼顶修建佛坛 以免他们受到伤害 做好一切 两个人便来到楼顶 查看佛坛修建的进度 重赏之下 工人干活非常的卖力 三座佛坛即将修好 已经在做收尾工作 董大海看着三座佛坛 心想这些工人干活还挺快 三座佛坛全部是圆形 整体高度约两米 佛坛从下往上 以阶梯的形状慢慢向上收拢 共有九层阶梯 最下面的一层直径约有三米左右 最上面的一层直径 只有一米左右 呈莲花形状 眼看三座佛坛就要完工 包工头看到董大海 面带微笑走到他的旁边 用尊敬的语气说 董老板 三座佛坛马上就要修好了 你前面说的那个事情 什么事情 董大海看都没看包工头一眼 目光始终在三座佛坛上 包工头有些不好意思 继续说道 董老板 您真是贵人多忘事 不是你说的吗 只要今天能把三座佛坛修好 你就给我们每人两千块钱做奖金 我说过吗 董大海不爽的眼神 瞪着包工头 根本就不承认说过这句话 包工头很是意外 没想到董大海这么大的老板 竟然说话不算话 原本对他还是一脸尊敬 此时却面带怒气 董老板 你可不能不认账呀 早晨还是你给我打电话 亲口对我说的 闭嘴 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你们干完活 我能给你们工钱 就已经不错了 竟然还想要两千块钱的奖金 你们这些臭民工可真够贪的 董大海一脸不屑 嫌弃的语气说 包工头很愤怒 想要直接罢工不干 然后把所有的佛坛拆掉 却又遭到董大海的威胁 最后只能低头服软 心里却很不爽 原以为遇到了一个大气的老板 谁曾想 他说话根本就不算话 最后只是空欢喜一场 让包工头更气愤的是 当把三座佛坛修好后 只拿到了一半的工钱 包工头和一群工人心中不服 前面说好的 干完就给工钱 还给每人两千块钱的奖金